请客 王老爷更一下子愣住了 直勾勾望着这两球货 眼珠子滚圆 已是一脸看怪物的表情 卧槽 可以哟 是真有点东西啊 活生生的大康顶级物理学家啊 可关键是 你这猪队友 能不能先把你那彪汉妹子弄走 没见着人家 都已经小拳头钻得哥哥直想 快要扑上来啃老子两口了吗 尽管如此 倒是故作一脸崇拜 哇 堂兄真是好厉害 你也知道的 就这两个问题 可是把本老爷困扰得天天茶饭不思 听堂兄一席话 才恍然大悟 还是赶紧带着你家妹子 回京城去吧 可话音未落 却见这猪队友 更一脸猴急猴急 现在王兄可以给在下讲讲 那从零到五六个数 可以组成多少六位单数的具体 推导过程了吧 还有 为何太阳老是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周而复始呢 脑袋又昂着了 反正我不管 这两个问题 王兄要是不给在下讲明白 我是不会走的 随即就笑盈盈的 一脸嗷嗷待哺的模样望着他 于是乎 王老爷脸一下子垮了 硬堂漆黑 看嘛 刚消停一段时间 又来了 没完没了 关键 那零到五的算学题 公式的推导 讲了你又听不懂 反倒衍生一大堆问题 没完没了 那太阳周而复始的问题 你倒是能听懂 可老子要是敢讲 能立马惹得一身骚啊 壳伴上 眼珠子咕噜一转 心一横 一咬牙 又已是一脸真诚的笑容 其实啊 堂兄 还有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本老爷 也搞得我天天快疯我了 吞了吞口水 就是你也知道 在京城里听清楚了 重点是在京城里 用水壶烧水 水开的时候 那茶壶盖子便会上下跳动 你说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力量 推动那茶壶盖子上下跳 而且你说 咱们能不能利用这个原理 研究出一种器物来 比如 将这种器物 安装在马车上 是否可以代替人力矗力 让马车不用马拉 自己就能跑呢 要不 你还是赶紧 领着妹子回京城 去琢磨琢磨这个 果然 话未说完 便见这祸 与当初如出一辙 一拍大腿 恍然大悟 对啊 这茶壶烧水 茶壶盖子会不停跳动 再常见不过了 一摸脑袋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瞬间 面色一紧 王兄 告辞 大步便朝远处大街走去 王老爷顿时急了 你干啥去 你宅子在这边 奈何那货头也不回 买茶壶去 王老爷直跺脚 扯开嗓门 难道我说的不清楚吗 是京城 京城里的茶壶 奈何 那货比他还差矣 怎么 难道灵州城的茶壶烧水 茶壶盖不跳吗 王老爷嘴角一抽 不想说话了 扮赏 才善善扭过头 望向旁边那糖胶 只见这大长腿婆娘 早已是脸色铁青发子 冲断小手 又已死死握着剑柄 那驾驶 就要立马冲上来 跟他同归于尽 王修一个机灵 应堂漆黑 才样样一探手 唐姑娘 现在知道 你兄长是怎么疯掉的了吧 卧槽 一顿操作猛如虎 自导 自演一个江南四大才子 千里寻仇的七碗故事 被那猪队友活生生拆穿 也就罢了 本想着将那狗东西 忽悠回京城 结果不但没成功 反倒又当着人家妹子的面 亲自示范了一遍 是怎么把他兄长搞疯掉的 这个就很尴尬了呀 老脸轻一阵红一阵 两久 才善善憋出一句 可 唐姑娘 说出来可能你不信 在下也一直犯有很严重的脑脊异症 比你哥症状还严重 绝大多数时间 都会忘了自己是谁 只偶尔才会清醒一点 没想到 话没说完 一直在旁边看戏的赵太白 却一个箭步冲过来 勾着他肩膀 一脸大意正气 压低声音 王兄 不晃 这次换本宫来 我帮你摆平 然后望向唐娇 一本正经 唐姑娘 其实刚才她说错了 我们不是什么江南四大才子 其实是荆姬四大才子 这位白乐天白兄 实乃隔壁几州府人士 他只是别名叫王兄 刚好巧了 与他蓝屏县公同名 我等此番前来灵州 实在是想登门拜访蓝屏县公 有些文章与诗作 请他阅览一番 看能否换得个 让县公爷举荐我等 入朝为官的机会 只奈何 来得不巧 县公爷去了京城 实在惋惜 你要找王县公 还是速速回京城去吧 又凑在他耳朵边 怎么样 王兄 学到你的精髓没有 紧随其后 陈静脑袋往前一伸 太白兄所言极是 五等也只能在这苦苦 等着王县公京城归来 而陈虎 这一次反应贼快 大狗熊一般的身子 往前一触 胸膛一挺 对 师妹 我可以作证 却奈何 唐娇纹丝不动 双眼依然煞气凌人 赵太白一下子尴尬了 老脸刷得账得通红 咦 王兄 怎么刚才你说他就信 我说他却不相信了 王兄瞪着他 也不说话 砂锅大的拳头咯咯地想 唉 造念 怎就结交了这么几个卧龙凤厨 把老子的脸都丢光了 人家只是单纯 又不是傻 而此时 唐娇又何尝不是气得头晕眼花 胸前饱满 都上下起伏个不停 天哪 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啊 一个东宫太子 一个宰府公子 一个大将军公子 一个蓝平县宫 怎就没一个好人 当下 满腔悲愤恼修下 哪还顾得了那许多 俏连铁青 双目煞气凌人 气急败坏一声娇和 姓王的 死骗子 本姑娘跟你拼了 说时时那时快 不愧是自幼习武的高手 一条玉腿 竟是虎虎生风 照着王老爷腰间 便横踢过来 就要在这片刻间 将这坑蒙拐骗 庆竹难输的恶贼 踹翻在地 在座的满地爪牙 狠狠出一口恶气 刹那 王老爷心中一个机灵 卧槽 灾了 今天不死 也得脱层屁 然而同样在这电光火石之际 不等他拔腿就跑 却只听到耳边 传来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 唉 不要打架 有辱斯文 不如雅 唐娇自恃近乎本能 收住身形 王老爷惊魂未定 然而 待到寻声望去 却又一下子梦了 只见不知何时 就自己府上里面 紧挨着院墙 一棵大黄花树 伸出院墙外的 一根手臂粗的树枝上 早坐着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头 眼见大门口几人正抬头 惊叉望着自己 倒是一脸笑眯眯和蔼表情 别误会 老夫跟着王修小儿 素不相识 也无冤无仇 只是我那侄孙女 非得派我这把老骨头 来大康瞧一瞧 这康国增一口气写下 二十五首绝妙好诗 又研究出细研提炼技术 还一人独占南储 二十多名宝学之士的蓝屏县工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 我侄孙女还说了 在查清楚之前 让老夫跟在身边护他安全 朝王老爷一瞪眼 小子 能引起我那侄孙女 这般注意的人 连老夫都使唤出来 还亲自保护你安全 不多啊 你还是头一个 又笑盈盈望向唐娇 你就是康国礼部 尚书唐明之女 丫头 刚见你出手 武功不错 刚才那姓程的小子 说的没错 就这王修小儿这样的 你一只手能打八个 可没办法 只要老夫在这里一天 你伤不了他 他这样的 我一只手能打至少十个 嘶 王老爷后曹牙声唐 咋的 现在这些习武之人 论起武功高低 都是以一只手 能打几个王修为标准了吗 老子不要脸的吗 只见这老头 身材矮小金汉 脸圆嘟嘟的颇为红润 穿一套粗布短衫 花白头发有些凌乱 腰间还挂着一个酒葫芦 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田间劳作的山野村夫 这模样这神态 倒是几分为老不尊 老顽童般的洒脱随性 就这么坐在树枝上 两条小短腿 还在空中荡来荡去 于是乎 王修便彻底猛了 卧槽 这老头到底是谁啊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听他言语 还是他国之人 而且他那什么侄孙女 又是哪位 可关键是 来了这大康朝这么久 连临州府都没走出去过 除了那群男厨使臣与朱妙语 压根连他国的刑伤都没接触过 怎么莫名其妙 就有他国之人找上门来了 就连赵太白那三副颜色 又何尝不是面面相去 满头雾水 唯独唐娇 尽管同样差一万分 杏木却依然死死盯着王老爷 一副 要将他生吞活泼的姿态 好歹堂堂上书千金 又从来一副 极恶如仇的性格 哪能受得了这般委屈 眼前这杀千刀的恶贼 将自己最亲近的哥哥 害成那副疯癫 凄惨模样也就罢了 竟然手段还那般无耻下作 谎话连篇将自己 骗得团团转 实在卑鄙无耻下流 一时间滔天悲愤下 胸前饱满起伏的厉害 哪还顾得了那怪老头 着势就又要朝这恶贼扑上去 哪怕不能将这无耻恶贼 大谢八块 能暴揍一顿 咬上两口 也算为自己兄妹二人 狠狠出口恶气 没想到 不等他有所动作 树上那祸又一阵嚷嚷 哎 哎 丫头 干嘛呢 都说了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我知道你现在 很想弄死这小子 看他刚才那么无耻的 撒谎骗你 老夫也很想弄死他 可没办法 我那侄孙女交代了 暂时护他周全 他的话 老夫也不敢不听啊 不过没关系 老夫过不了多久就得走 到时候你再来收拾他 不就得了 他还能土盾跑得不成 倒是王老爷 一下子乐了 扭头望向这彪悍婆娘 老脸微微一红 可 唐姑娘 你也看见了 事情突然就变这个样子了 本老爷倒是有个建议 可 你瞧 你哥现在又疯了 脑筋是越来越严重了 要不 你先把他带回京城去 好好找几个名医 给他治一治 等这老头走了 我立马给你写信 然后你再来灵州打我 一拍胸脯 放心 本老爷品行端正 从不撒谎 等这老头一走 绝对立马写信告诉你 我用太子殿下的人格担保 你 没想到 这小妞又是面色一寒 咬牙切齿瞪着他 粉拳钻的哥哥只响 却一声娇齿 无耻 baby 姓王的 记住了 本姑娘跟你这两子结下了 总有一天 定将你大些八块 当下 一跺脚 杀气腾腾 便朝前方走去 眨眼就没影了 而这时 却见那老头 动作倒是挺麻利 在树上一阵翻腾 然后踩着墙头 跳了下来 拍了拍屁股 三两步走到几人跟前 紧跟着 半眯着眼睛 便在他王老爷身上 使劲打量着 泽泽 没想到 康国人静皆知的万年献功 竟还是个年轻小哥 可随即 却是一脸妖功笑容 一拍他肩膀 怎么样 小子 还不快谢谢老夫 若不是老夫 你今天非得被那丫头 坐得满地找牙 晚上连媳妇的炕头都爬不上去 快说 你怎么感谢老夫 王老爷垮着张脸 不想搭理他 没想到 这老头还来劲了 一搓手 眼睛都快眯成两道缝 不过话说回来 你小子这手段 实在卑鄙无耻 连人家一个心思 单纯的小丫头都骗 还脸都不红一下 颇有老夫当年的风范 深得老夫喜欢 若你是我国之人的话 老夫说啥也得把自己 亲孙女嫁给你 你跑都跑不掉 乖乖给老夫做孙女婿 于是乎 王修再忍不住了 脸色漆黑如锅底 死死瞪着 这不知哪里冒出来的死老头 我说 你到底哪位 找上门来 到底想干什么 却奈何 这老头根本一脸 看白痴的表情 眉头一皱 咦 你这小子 看着挺俊朗 可脑子咋这么笨呢 老夫刚不是说得 很明白了吗 就是受我那 侄孙女所托 来瞧瞧你这康国 南平县公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扭头望一眼 旁边赵太白几人 脑袋一扬 至于老夫的身份姓名 别问 对你没好处 甚至可能 给你惹来麻烦 放心 老夫不会打扰到你 也不会跑去你府上掏扰 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后 过段时间就走 随即 一副傲娇姿态 翘着嘴巴 四十五度角望天 哼 你就慢慢猜吧 憋死你 说完 竟是甩着屁股摇头摆尾 静止朝前方走去 只留下王老爷几人 面面相去 完全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老头 神经病吧 一场突如其来的道春寒 让荆棘一带的 气温骤降不少 而锦隆皇帝 也终于在正月十五星年 休目期结束后 短短十天内 便推出了一项新的政令 那便是从此以后 凡是各地州府 或者朝中大臣 举荐入朝的世子 同样将通过一场 专门单独设立的考试 而且 即便通过考试 也还需要进入太学 学习一段时间 合格之后 尚可任命官职 这项政令的推出 虽没有明确说明 可谁都看得出来 这正是皇帝 温水煮青蛙 大大削减举荐入朝的名额 毫无疑问 从此以后 能够通过举荐入朝的官员 将会越来越少 也很少会有人能够担任要职 不仅如此 政令还明确规定 此后两年一次的春围科考 改为一年一次 这样的举措 自然遭到不少朝中大臣反对 甚至轩然大波 奈何在皇帝 堪称雷霆铁鞋的手段下 朝廷在迅速彻查 甚至斩杀了好几名 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之后 终究慢慢平复下来 2月15 京城 太阿宫 又是每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可大清早 偌大的太阿殿内 却早已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之中 硝烟弥漫热闹非凡 大殿之内 文臣武将分裂两侧 官员们密密麻麻 成群交头接耳 议论个不停 其中不少人 更是满面激愤之色 只如被人刨了祖坟一般 而这时 公布一名身着青色官袍的 中年官员站了出来 手持护板 愤恨不已 朗声喊道 陛下 臣有本要奏 臣壮告蓝平县宫 灵州叛司王修 目无朝廷法计 致朝廷律令于不顾 据臣所知 自2月初三 那王修正式上任灵州叛司一职 前两日倒还算重归重举 无非与太子殿下 待在府衙 查阅州府一些点击账目 然后便擅自调动了 城防司所有官兵 全部下放到下属各县各厅 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无非是查那些百姓们 家中人丁 有多少土地耕种 每年收成之类 要知道 那城防司之责 乃是护卫州府安全 或邻机处置暴民之乱 岂可用作他图 顿了顿 继续沉吟道 这也就罢了 紧跟着没两天 在那王修的主张下 邻州府便大张旗鼓 颁布了一项新的律令 那便是 凡是邻州府境内的商骨 府押征收的商税 一律从以往的两成 削减为一成半 诸位同聊皆知 那商税乃是朝廷商律 明文规定 又岂能容忍地方州府 擅自更改 更何况 如此一来 岂不是大大减少了 朝廷的税收 令国库受损 此乃无视朝廷律令 善权之罪 愤恨一副秀 而且 还在紧埃凤明山的 官道两侧 画出了一大片 长宽二三十里路的 巨大区域 说是要打造什么 邻州制造工业园 征用了上百户 百姓的土地与房舍 虽然都加以了还算丰厚的补偿 甚至另寻了地方 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 免费建了房舍 可谁都知道 咱大康以农事为根本 哪怕是十亩百亩良田 岂可随意占用 此乃动摇国本之举啊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出公告 凡是外地新迁入 邻州经商的商骨 不但见作坊所用地皮 由州府免费提供 甚至还可享受两年免商税 还提出了口号 说什么商与农童等地位 一时间 满面讥讽冷笑 在场诸位同僚 皆是饱读圣贤书之人 谁人不知 自古弑农工商 那些经商之人 全是一群 隐隐狗狗的走足贩夫 不生产一颗粮食 却从事着 左手买进右手卖出之举 如蚊虫般 吸食着百姓的血 实在为我等读书人所不迟 可那邻州叛斯 善改商税也就罢了 竟还有州府出钱 去大力帮助这些低贱商骨 实乃有商风化 有损圣人之德 据臣所知 眼下都已经有不少附近州府 甚至京城的商骨 听闻这些已经蠢蠢欲动 如苍蝇般 想要将作坊迁往灵州 又一声冷哼 当然 尽管眼下灵州太守 乃是太子殿下 可谁人不知 太子尚且年幼 且心思醇厚 仅比那王修大一岁 灵州推出这荒唐 可笑至极的政令 根本是受那王修的蛊惑 声音陡然提高不少 因此 臣请奏陛下 这那王修祸害东宫 无视礼法 无视朝廷法计之罪 话音刚落 大殿之内 又是一片群情激愤 扼腕顿族声 谩骂声 复合声 响成一片 快将房顶掀开 唉 虽写的一首好诗 可终究还是太年轻了呀 是啊 瞧瞧 这都推出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政令 将商税降低 那日后灵州府上交国库的钱粮税款 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仅仅年底政绩的考核 他这个灵州叛司的官位 就得到头 岂有此脸 真是岂有此脸 那些商骨 怎能与农士同等地位 只可怜郑明里 郑公上五年的经营 怕是要彻底毁在那无知小儿手里了 只可怜灵州上百万百姓 又得过苦日子咯 宰府陈无香 一身紫袍巢服 站在队列最前端 倒是神色古怪 护部侍郎郑明里夹杂在人群中 只打量着周围这些官员 一言不发 而此时 只见人群中 吏部左侍郑郑着 紧随其后站了出来 清了清嗓子 陛下 关于蓝平县公王修 臣同样有本要奏 除了刚才李郎中所言 除了商骨方面的政令 那王修竟还裹挟太子殿下 在四天前 又大张旗鼓推出政令 听那口号 说是什么振兴乡村经济 至于细则 悲臣也有所了解 说到底 就是周府到县衙 将大力扶持与古力 乡野之间那些农户 根据实际情况 见什么村野作坊 或者种植基地 诸如烧制砖石 各种农具生产 或者米面加工之类 还说什么 只需要往县府周府 申请审批 周府将派出专业人士 实地考察 并无偿给出各种建议指导 而且 针对这类村野作坊 周府将一律免除伤税 还说什么 周府还将提供 各类专业的技术指导 一跺脚 真是荒诞可笑 更古闻所未闻 自古以来 那农人都是一心伺候庄家 何曾听闻所什么乡野作坊 他们皆是些没念过书的渔民 会弄作坊吗 如此一来 岂不荒废了庄稼 最后连饭都吃不上 不仅如此 这郑令还说 鼓励外地商谷 甚至农户 前往灵州 承包那些不宜种植粮食的荒山或平地 搞养殖业种植业 诸如养鸡鸭 挖鱼糖 种植一些适宜的瓜果蔬菜 甚至养牛养羊 对于这些 周府还将花大价钱 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这些方面经验丰富的人 同样免费进行指导 满面愤慨 陛下 诸位同僚 各位都听听 都听听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政令 各位同僚 也不少是从地方衙门提认进京的 对地方的治理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无非救灾 教化 鼓励百姓多种粮食 税收而已 何曾听闻过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等闻所未闻 而且不出所料 接下来 恐怕还将有一大堆 骇人听闻的政令推出 如此一来 林州府在那无知小儿的胡乱折腾下 必然生出乱子啊 百姓必然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啊 一声大呼 还望陛下 念在林州上百万百姓的份上 及早收回成命 撤出那王修林州 判司一职 交大理寺审理 致其祸国殃民之罪 太亚殿内 顿时又一片哗然 胡闹 简直胡闹 是啊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什么乡野作坊 不就是让那些农家百姓 去做那低贱商骨吗 这算什么 本官还听说 那王修小儿自上任林州判司 竟是裹挟太子殿下 与陈晓国公 与陈晓郡公 四人为非作歹 横行霸道 州府各律司衙门官员 包括下属各县令 凡是违抗拒绝执行这些政令的 四个人便将其摁在地上 便是一顿暴打 简直无法无天 哎 若任由那无知小儿胡闹下去 林州百姓必然身处水深火热 甚至身处明辩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呀 锦隆帝身着龙袍 头戴官流 端坐龙椅之上 可此时 又何尝不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脸色漆黑如锅底 门星自问 当初在林州 那小儿上 且还住在乌鸡巷那破院子的时候 喝酒之时 便曾听那小儿高谈阔论 这商骨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什么国无商不负 什么朝廷当鼓励经商 刺激经济发展 可即便前两年 那沁国女皇帝 也同样立派众议 退出了一系列 鼓励商骨经营的政令 搞得现在连大康京城都随处可见沁国的行商 却也并没将那些稀奇古怪的理论 放在心上 最多也只是感觉耳目一新 可谁知道 那小儿才上任林州叛司十来天 就搞出这么大阵仗来 还有那什么振兴乡村经济 鼓励承包荒帝平地 搞养职业种职业 又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尽管眼下 太子才是林州最大的父母官 可他锦龙帝 自然还不会相信 这些骇人听闻的政令 乃是太子的主张 说实话 自登基以来 已经二十年 还从未见过朝堂之上 满朝文武 如此人声鼎沸重口一词 弹劾状告一个区区州府叛司 甚至就连不少武将都参与其中 尽管他锦龙帝 从来都相信 那小儿绝对有着一身 金氏祭国之才 可眼下 才上任十来天 便已闹得朝堂震动 群起而攻之 搞得他也有些左右为难了 没想到这时 吏部左侍郎吴正德 却尽职站了出来 一声大呼 陛下 臣有话说 尽管满朝皆知 臣那不争气的小儿 与蓝平县公有些恩怨 可力不之责 本就是为朝廷择优人才 为国 为民 为社稷 臣自当公司分明 那王修 臣虽未见过 但也多少了解过 无论才华 或者与南楚使团的鄙视 以及去年的血灾寒灾 皆为朝廷立下了不朽功训 此子 十乃万里挑一的既是能臣 虽此番灵州推出的几项政令 实在今是害俗了些 甚至忤逆了圣人之德 但或许 真有奇效 也说不准 因此 臣斗胆建言 大可放任着蓝平县公放手去做 朝廷用人 自当不移 请客 锦隆帝脸色微变 望向这吴正德 眼神说不出的古怪玩味 身为天子 他自是不相信 这吴正德本与那小儿有着夙愿 再加上其又出自又丞相曹木的门下 今日会这般好心 哪怕扫了满朝大臣的面子 也要极力维护那小儿 甚至 即便满朝文武都相信那小儿 能在灵州做出一番卓绝正解 这吴正德也绝不会信的 说到底 根本不过 只是想等着看那小儿的笑话 待到那小儿 在灵州一番胡乱折腾 搞得民不聊生 百姓苦不堪言 甚至生出民便酿出大祸 可就远不是撤出官职削绝这么简单了 倒是玩得好 一手以退为进 可即便如此 他锦隆帝也指得借泼下驴 既然吴卿家都这样说了 那就这样吧 那王修此番 事功还是过 现在上还不能断言 散朝 太阿殿外 散朝的官员们 陆陆续续顺着宽阔台阶 向外面走着 可此时 一个个朝臣们依然神情激愤 成群 或长须短叹 或垂头丧气叹息 唉 雍臣祸国 雍臣祸国呀 自古弑农工商 竟敢打出口号 农商并重 逆天行啊 陈宇那王修 素未蒙面 也无冤无仇 今日参他一本 也只是为灵州百姓鸣不平啊 是啊 在乔乔那什么村野作坊 与种植养殖基地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唉 在乔乔眼下 沁国以三十万大军压境 恐怕就这两三月 北方边境就是一场恶战 据说那女皇帝 都很可能前线亲自督战 灵州可是 经济数一数二的大州府 若是再起名辩 大康真的威仪 别提了 陛下行事 如今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让太子殿下与那王修 两个尚且才二十岁的后生 居治里偌大一个州府 九连年前 对下国用兵 朝中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不用 却偏偏任命了 连战场都没上过的公主 作为主帅 虽说之前 无论大康或是前朝 也有过女子带兵 前线杀敌的先礼 可这是不是太儿戏了先 郑明里静直向前走着 依然不发一言 然而这时 却听得身后一声叫喊 郑侍郎 郑侍郎 扭过头 便见礼部尚书唐明 快走两步追了上来 走到跟前 脸上带着笑 却是神色古怪 哟 你这姓郑的 你去灵州做太守之前 咱俩好歹也算有些交情 结果现在 回了京城做户部侍郎 也一个月了 朝堂上遇见 也不止一两次了 结果现在 遇见本官 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了 怎么 做了亏心事 没脸见本官了 郑明里嘴角一抽 唐公在说什么 下官怎么听不懂 有 有 没想到 唐明却是一脸鄙视 装傻充愣是吧 当初 本官是不是被你提过 想撮合撮合我家那小子 和你家那丫头 你虽当时没同意 可也没反对不是 然后吧 自从那王修小儿封了侯爵 本官就琢磨着 将我家那丫头 许配给那小儿 而且 本官都去求见了陛下 陛下对本官有些顾虑 可虽当时没应允 但这事也基本八九不离十 一摊手 结果倒好 你这老匹夫 看着老实 实则一肚子坏水 把刺婚的名额给抢了 搞得现在 你家那丫头 嫁给了我众议的女婿 我这一对儿女 全两着了 你说说 这是干的厚道吗 正名里眉头一皱 哦 还有这是 下官还真不知内情 没想到 唐明又是一撇嘴 别装傻 没用 却也不生气 反倒迅速堆起一脸奸笑 不过没关系 你还有所不知吧 我家那丫头 现在也去了灵州 本官就稍微煽风点火了两句 她自己 就往那小儿跟前凑过去了 你有你的阴招 我有我的谋划吗 一副老谋深算老狐狸模样 到时接下来 你那女婿 是被我家丫头打死 还是打着打着 两人 万一就看对眼了呢 这就看天意了 不过提醒你一句 我家丫头打架贼凶 你家丫头不是对手的 半眯着眼睛 却又画风一转 语气古怪 话说回来 你这阅仗 当得是很不称职吗 刚才朝会 满朝文武 几乎是群起而公之 谈和那小儿 连陛下的脸色都难看得厉害 你居然也稳得住 从史之中 硬是一句话不说 郑明里却是神色淡然 因为下官知道 我那女婿 今日出不了事 相反 今日要是我站出来 公然互短 可能就真的会出事 至少她那灵州 判思一职 是多半要丢 到又一阵玩味 倒是唐公 既然如此重于我家女婿 今日 为何也一言不发 唐明却美好气一瞪眼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证明里能想得到 本官想不到 两人相识一笑 走 今天翘班 咱哥俩找个地方喝两盏去 再聊聊当初 你是怎么耍音招 把我女婿抢了的 然而这时 两人刚走两步 却又听得身后 一声叫喊 二位留步 二位请留步 扭过头 只见身后大殿门口 却正大步走出来 一身着紫袍 胸前袖似找金蟒的中年男子 身材高大 长得气宇轩昂 浑身满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气息 正名里二人 却丝毫不敢怠慢 迅速离了李官袍 迎了上去 齐刷刷一公身 下官见过王爷 没想到 男子 却是几分不耐烦 白手 勉里勉里 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 况且 本王就一闲散王爷 天天斗鸡遛狗 只每次大朝会 才来旁听一会儿 倒是一脸平易近人的和气 咧开嘴直乐 难得二位都在 本王也没别的事 就是想向二位打听打听 那蓝平县公王修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实话吧 以前他干的那些事 什么一口气二十五首诗 什么细言提炼之术 什么一人独占 二十多名南出使臣 本王便一直关注着 皱着眉 可今日朝会 那在灵州 推出那些骇人听闻的政令 本王虽也捉摸不透 可与那些臭不要脸的官员 却也不同 本王总有种预感 那小子可能是真有点东西 这灵州府在他的治理下 说不定还真会一番全新面貌 让人还有点期待 所以 对那小子 倒是越来越好奇了 眼见两人根本满脸疑惑不解 男子却又一跺脚 老脸微微一红 一咬牙 算了 本王也不瞒这二位了 明里你也别介意 你们也都知道 我家清禾那丫头 虽身为郡主 才华倒是有 还混了个什么 京城第一财女的名声 结果呢 不是天天举办各种品试会 与京城一些财女交流师座 就是一心搞慈善 收养一大堆 无家可归的孤儿 还偏偏 眼高于鼎 京城这么多青年才俊 一个都瞧不上 搞得今年 马上都二十三了 也没个好的婚配 把本王是仇的头发都快白了 加上今日 又听得那王羞小儿 闹得满潮风云的 所以就突然有了个想法 那小子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又有才华 年纪轻轻 就以贵为献功 还为朝廷屡见其功 顿了顿 虽说她已经娶了三位夫人 再娶公主是不可能 但娶个郡主 倒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就想着 能不能撮合撮合 她与我家那丫头 要是能成 等个合适的机会 本王便去陛下面前讨个旨意 相信二哥 也不会不给面子 如此也算把 我家丫头的终身大事给办了 省了一桩心事 可满潮文武吧 就你们二人见过那小子 所以本王就琢磨着 向二位打听打听 那小子的人品秉性各方面的 一边说着 竟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来 瞧瞧 今日朝堂上 凡是上折子弹劾过那小子的 本王都小本们记着名字呢 若这是成了 以后本王一个一个收拾 于是乎 郑明里二人便有些梦了 对视一眼 唐明率先站了出来 一声轻叹 哎 王爷别提了 说实话 下官也就见过一面 倒也并不觉得那王修 有何过人之处 看着挺平常 长得吧 也挺一般 倒是小女这段时间 凑巧也在灵州 前几日刚来信 将那小子从头到脚 痛骂了一顿 说那小子谎话连篇 手段下作至极 毫无君子风范 人神共愤 郑明里一脸憨厚老实 摇了摇头 长叹 是啊 那小子虽是下官女婿 可我瞧着也一般 一个鼻子两只眼 长得也不算俊王 最主要是 那小子还满身铜秀伟 一心只想着赚钱 胸无大志 毫无畏设计为百姓 谋服的觉悟 下官现在 都有些后悔 将小女嫁给他了 请客 便见到王爷 眉头一皱 几分嫌弃失望 是吗 本王还以为 定是个风姿卓绝的 少年英才呢 算了 算了 本王还是在考虑考虑 其他青年才俊 眨眼 便大步走远了 只留下正名礼与唐明 相视一笑 走 喝酒 喝酒 一日 上午 一辆华丽马车 随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悄无声息 驶入了灵州城南城门 车厢帘子紧闭 锦龙帝一身变装滑服 端坐正中央 左侧陪着的 正是当朝宰府 陈吴湘 说实话 这段时间 他锦龙帝还真忙得焦头烂额 哪有闲暇功夫 跑来这灵州府 北方边境 沁国已成兵三十万 一场士官存亡的大战 近在眼前 兵马调动 粮草筹集 将帅任命 哪一样不得他这天子操心 而对西面沁国发动闪击战 两万精锐骑兵 在那丫头的率领下 出平山关 至今已两个月时间 却依然没有任何军报回来 又让他这皇帝 如何不心忧 只是昨日 那小儿才刚上任灵州叛司 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政令 便已闹得满朝风雨 弹劾的奏折都能把人活生生埋里面 搞得他现在 也心里有些没底了 至少 灵州是经济数一数二的大州府 出不得乱砸 因此 昨日下朝之后 也只得领着陈无香 直奔灵州而来 至少 旁敲侧击探探那小儿 针对着灵州的治理 倒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心里也有底一些 不到半个时辰 终于到达目的地 然而当两人 一前一后跳下马车 眼前的景象 却让两人一下子梦了 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惊得一塌糊涂 只见此处 倒是正位于城南最繁华的地段 但是 距离那小儿品牌体验馆 所在的福寿大街 上还有一段距离 可眼前 却好一片拥堵不堪热闹非凡的景象 只见前方不远 本来颇为宽敞的大街 却横向一字排开 立着一根根特制的锥形木桶 左右两端 还各自高高 竖立着一块醒目的景色牌子 上面书写着一行大字 临时管制 一切马匹与马车禁止通行 与此同时 还有上十个府衙衙衣 正忙着维持秩序 或许这也是为何 就连他锦隆地的马车 都不得不在这里停下 而一侧 甚至还画出了一大片专门的区域 里面早已整整齐齐停下了 不少马车与马匹 应该也同样是被拦下来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而这时 当两人刚跳下马车 便见一衙衣 禁止走了过来 竟然一脸谦卑和气 朝二人一拱手 两位客官 受太守及判司大人令 今日这几条接到临时管制 二位如果是要通过 可以折返然后绕行 如果是要去这几条街办事 或者去参加 今日国子剑祭酒孔先生的演说会 可以将马车暂存在这里 我们府衙抽掉了专人看管 带来不便 还请二位谅解 于是虎 锦隆第二人面面相去 更加猛了 演说会 什么演说会 却见那衙衣 只是伸手朝前方一指 而当两人抬头望去 却更一下子彻底愣住了 只见不仅前方被管制 禁止马车马匹通行的街道 就连眼下自己二人 所处的这条大街上 左右两侧一棵棵大树上 却根本与当初所见 那王修小儿的 花露水面膜高新品 发布会时 如出一辙 大树上 早已悬挂着一块块 约抹长四尺宽三尺的牌子 经过精心设计 画面看着还挺叠之漂亮 牌子正中央 一行格外醒目 龙飞凤舞的大字 知行合一 至良知 紧随其后 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第一站 灵州站 主讲人 国子剑祭酒孔令仙 而那广告牌的右下方 还两行小字 主办 大康灵州府衙 新灵州 新气象 浩克灵州欢迎您 协办 灵州万通商行 牌子顶部 又一行弄得金光闪闪的大红文字 孔令仙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 由万通花露水 万通面膜膏 独家冠名赞助 所有大树上 都挂着这样一块牌子 一眼望不到头 竟是说不出的壮观 与此同时 眼前大街上 更是人山人海 一个近蜂拥 朝前方几去 虽然更多的 都是前去 看热闹的寻常百姓 可里面 却夹杂着不少头戴观金 身着如山的如生柿子 看模样 除了灵州本地一些才子 还有不少根本就是 从灵近州府 甚至京城赶来的 只奈何此时 一边蜂拥往前走 成群却是满面激愤之色 或扼腕顿足 或破口大骂的厉害 天生乱象 妖念横行 妖念横行啊 圣人有云 刻物 智之 正心 修身 物者 世间万物也 隔者来眼 物智之时 其心昭然焉 而不应于物者 是智之也 知便是知 行便是行 这知心合一 又为何物 离经叛道 简直离经叛道啊 这是要与上古先贤 与天下独树人作对啊 是啊 那孔令仙 乃是国子剑祭酒 乃是当朝大儒 怎也如此糊涂 竟做出这般 背弃祖宗的事来了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无听说 那孔令仙 根本就是 受了那王修小儿的蛊惑 才着了魔一般 坐在大树下一动不动 足足几个月 才悟出了这些妖邪之理 之前 吴还颇为敬重那蓝平县宫 可是大家都瞧瞧 都瞧瞧 他都做了些什么事 竟是大张旗鼓 将那些低贱满身铜锈位的商骨 提升到与农士同等地位 还厚颜无耻 提出什么口号 要大力扶持商骨经营 给人家减免伤税 给人家外面搬迁来的商骨 免费提供地皮贱作坊 还免税收 甚至 还鼓励那些乡野渔民 去建小作坊 去做那低贱的走足贩夫 身为灵州世子 无独为他感到可耻 前两日 吴去隔壁几州府 参加一个诗会 当地才子听闻 吴乃灵州学子 竟是哄堂大笑 大肆嘲讽 取笑吴 沿我们灵州 出了个羞煞天下读书人脸面的叛思 竟大力推崇商骨低贱之事 瞧着吧 大家都瞧着吧 不出一年 灵州在他的治理下 将变成人间地狱啊 一声悲呼 郑明里 郑大人 你快回灵州来瞧瞧吧 你苦心治理五年的灵州府 要变天了 又一人嚎啕大哭 谁说不是啊 而眼下 那王羞奸秘 竟又蛊惑天下名儒 提出如此荒诞离经叛道的要挟之说 他这是在跑我们天下读书人的祖坟啊 圣人学说 都已传承上千年了 岂是他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儿 能妄议的 他这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为敌 当然 也不少文人世子 持不同看法 还真别说 这什么知行合一 在下虽也一知半解 但感觉还挺耳目一新 今日这眼说会 去听一听 或许真有诸多启发也不一定 是啊 瞧这些不知所谓的东西 别的不说 那国子剑祭酒孔令仙 乃是明动天下的大儒 甚至连他国的儒生 都极为敬重 若是这新学说 真是什么妖邪之理 他又岂会珍受 那王羞的蛊惑 唉 只可惜这万年献功 这一下怕是把天下读书人都得罪光了 只是奈何 看着绝大多数人 那妇如被人刨了祖坟 弄死了亲爹的愤慨模样 也只敢小声议论 于是刹那 锦隆帝便彻底呆住了 直愣愣望着这一幕 硬是惊的目瞪口呆 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 还什么新学问 新思想 全国寻回眼说 还什么新灵州 新气象 浩克灵州欢迎您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尽管上次 他锦隆帝前来灵州 也曾亲眼目睹那混账小儿 一番胆大包天的操作 竟将他这天子 派来给其讲学的孔令仙 祸害得惨不忍睹 堂堂国子监记久 当朝大元 天下读书人之师 竟是壮若疯颠般 坐在院子那棵大树下 一动不动神游天外 甚至都顾不得进食 这什么之行合一 他是完全不清楚什么意思 可难道那孔令仙 竟悟出什么来了 可真正让他瞬间脸色凝重的 身为天子 又何尝不知 这天下如生世子 虽皆是天天淫世作父 或做些讲学论道之事 可凝聚在一起 那又是怎样一股强大力量 甚至就连他这个皇帝 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在那些著书力学的大儒面前 也得谦卑一些 那混账小儿 明明怕死得要命 可为何眼下 竟做出如此狂背大胆之事来 这什么至良知之行合一的心学说 暂且不论是否有道理 可毫无疑问 这根本算是狠狠地挑战天下读书人 上千年来的思想支柱啊 唾沫星子 都得将其活生生淹死啊 扭过头 却见身后沉无香 满脸错愕惊讶之余 又何尝不是一片紧张之色 当下 哪还丝毫迟疑 大步朝前方走去 然而 不到片刻功夫 这条街刚走到头 眼前的景象 却更让他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前方不远 恰巧正是两条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 因为这里 正是整座灵州城 最为繁华的地带 两条街道也极为宽阔 因此交汇之处 是一片极为宽广的广场 可是此时 四个路口 竟全部用一根根木质的栅栏 给堵了起来 让这交汇之处 合围成了一大片宽敞的正方形空地 而隔着老远 便可见那一大片广场的对面中央 已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高台 比起当初所见 万通商行花露水面膜高的新品发布会 所搭建的台子 自然还要雄伟宽大一些 如果没猜错 那小儿昔日与南楚学子 那场轰动天下的财学比试 应该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吧 毫不意外 高台的后方 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展牌 足足近两丈高 精心用漆 刷过的优美画面上 同样一行行大字 什么知行合一 至良知 全国巡回演说第一站 灵州站 什么孔令仙 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 由万通花露水 万通面膜高 独家冠名赞助 除此之外 四条路口的围栏之地 还分别留了一个口子 带得看清 竟是让人大跌眼镜 每一道口子旁边 居然还有都树立着一块牌子 上面弯弯绕绕一大堆说明 可归根结底 要进到里面 去听这眼说 还需要花钱买门票 还挺贵 一两银子一个人 而且门外 还都搭着两张桌子 有专人在卖票 收一两银子 便扯给对方一张特制的票据 然后门口处 还站着两个标形大汉 进去一个人 便查验一下票据 将票据撕一道口子 然后放行 这让锦隆帝 瞬间硬堂一黑 嘴角抽搐的厉害 那混账小儿 倒是丝毫不放过任何机会 往口袋里搞钱 而此时 那围起来的空旷广场上 却早已进去了不少人 人头攒动 拥挤不堪 粗略估计 竟已经有两三千人之多 虽然绝大多数 都是临州本地 或者附近州府文讯赶来的学子如生 可其中 也夹杂不少 临州本地稍微富裕一些的百姓或商骨 说白了 就纯属花一两银子 进去看热闹 而围栏的外面 自然是汇集了更多人 早将这四条路口 都堵了个水泄不通 毕竟 不是谁都舍得花一两银子 跑去听人家讲学的 况且 如今的风气 穷酸秀菜一大堆 天天混迹各种品诗会 指点江山寄阳文字天下 舍我其谁 结果一摸口袋 三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只是毫无例外 哪怕是那些花钱买票进去了 可以更近距离听孔令 先演说的那些如生才子 却依然群情激愤的厉害 自发汇聚在高台最前方 形成一大片专属区域 一个个满腔悲愤之色 谩骂叫染个不停 苦大愁身 就好像被那混账小儿 刨了祖坟一般 那架势 哪是来虚心听大儒讲学的 根本就是来捣乱 或者跟那混账小儿 扯头发吐口水干一仗的 若不是现场 还有不少抽调来的 城防司官兵维护秩序 恐怕早就蜂拥而上 将那高台给拆了得干净 锦隆帝放眼扫尸了半天 出乎意料 却并没瞧见那混账小儿 与太子的身影 倒是在前方那个售票口 圆群中 一眼便看见了 城皇后与长公主赵兰 此番前来灵州 城皇后也想借此机会 前来散散心 而康泰大商行 独家代售万通商行的 所有货品 开年第一个月的售卖情况 按照七书规定 赵兰也是时候 需要来这灵州 与那混账小儿 对些账母结算款项 一辆马车自然拥挤 坐不下 只是没料到 两个女人居然先到了一步 这时 城皇后母女 自也是一眼 便瞧见了皇帝 倒是迅速走了过来 盈盈一嵌身 陛下 城无相也不敢怠慢 赶紧朝皇后二人行了一旅 老城见过皇后娘娘 见过长公主殿下 尽管身为皇后的兄长 长公主的旧父 可毕竟君臣有别 然而 不等皇帝说点什么 城皇后却是一声长叹 雍容的脸上 一片浓浓的担忧之色 声音说不出的凝重 陛下 今天怕是要出大事 虽然臣妾对这些先贤的思想学说 一知半解 也理解不透 那知行合一 究竟为何物 可唯独没料到 那小哥儿做事一向谨慎 可今日 怎会如此糊涂 做出如此 冒天下之大不韦的举动来 这是赤裸裸 与天下读书人为敌啊 难道他就不知道 谁都可以得罪 可唯独这些妇孺 不能得罪吗 还有 那小哥儿莽撞也就罢了 孔先生身为国子监忌酒 怎也如此莽撞 臣妾担心 那小儿扛不住 这群妇孺的唇枪舌剑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眼角隐约有泪花 声音哽咽 臣妾更害怕 他才出路锋芒 便就这么折了 锦隆帝何尝不是满面紧张忧虑 可是已至此 也只得领着几人走到那围栏门口 掏钱买了几张门票 然后检票进去 然而同样这时 当几人满面凝重 刚检票进入那围起来的那场 却只听得身后一阵悲愤大喊 荒谬 荒谬至极 孔领仙 你给老夫出来 老夫今日 特领着门下三百弟子 专程从京城马不停蹄赶来 倒要看看 你这个国子监忌酒 是如何欺师灭祖 污了先贤生命 还有那王秀树子 也给我出来 我李舍人倒要看看 你可是长了三头六臂 竟敢质疑先贤之学问 离经叛道祸乱天下 锦隆帝猛地转过头 眼前的景象 却更让他一下子脸色冷凝到极致 只见此时 身后那木栅栏围成的简易大门外 正气势汹汹 冲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身材适中 这一身青色如山 花白长发如稻草搭拉在肩上 那叫一个满腔悲愤 脸色铁青的发紫 双眼充血 苍老的身子直发抖 一边朝这边奔来 更声声悲怆大呼 妖孽当道 妖孽当道啊 瞧瞧 瞧瞧 乳秀未干的黄毛小儿 竟敢质疑起先贤圣人来 这天下 还有正理吗 而紧随其后 还跟着一大片 同样头戴轮巾 身着如山的如生柿子 下到十三四岁 上到五六十岁 皆有 镇是庞大 目测竞争有足足三百人之多 乌泱泱的 来势汹汹 瞬间将大街上的人群 下得四处躲闪避让 一个个同样满面悲愤之色 那架势 只如同有人跑到他们家神坎前 撒了抛尿一般 紧客 锦蒙帝更心中猛地一领 为首这老者 他自然认识 如果说 孔令先乃是大康明儒 那这理社人 却绝对称得上名望 还要更胜一筹 真正名满天下的大儒 虽在朝中并无一官半职 却一生最心于先贤儒学的研究 其所著诸多儒学典籍 皆被天下读书人视为珍宝 甚至有人暂约 其为近二百年 天下真正登堂入世 得圣人真传精髓者 当成半个圣人爷 不仅朝中官员 皆以家中子孙 能败入其门下为荣 甚至就连他国的王侯贵族 都争先相邀其去讲学 不仅如此 在京城中 还主持开设了天下文明的 纪下学宫 讲学传道 号称门下弟子三千 这样的影响力 不可谓不强大 就连他这个天子 都得忌惮几分 只是此时 如何想得到 竟连这个当事第一大儒也来了 片刻间 李舍人便已领着三百精英弟子 浩浩荡荡冲到大门口 可没想到 一个个满腔激愤下 正要杀气腾腾往里面走 两个身着特殊服饰 胸前挂着万通安保牌子的 标形大汉 却是一下子横了出来 堵在门口 直接挡住老头的去路 也不知是脑子有点憨 或者头铁 竟是一伸手 跳 刹那间 李舍人脸色一下子就绿了 蹬蹬后腿一步 眼珠子瞪得滚圆 瞬间双目直冲雪 一声怒吓 荒唐 简直荒唐 老夫活了大半辈子 还从未听闻 听一场讲学 竟还要给钱买票 先贤思想 圣人学问 岂可用这般铜锈之物来玷污 又是一声悲怆大呼 孔令仙 王羞小儿 你们竟是如此背弃祖宗 辱莫圣贤的吗 李崩跃坏 李崩跃坏啊 其身后那乌泱泱几百名弟子 又何尝不是瞬间悲愤的厉害 破口大骂声怒吼声 此起彼伏 却奈何 任凭一群人气急败坏 群情激愤 两个大汉却根本闻思不动 木讷着脸 可我们东家说了 孔先生静坐树下 长达几个月 神游天外 终于误出大道 他的学问 没那么廉价 因此 谁要进去听 都得给钱买票 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行 请客 李舍人更是气得 浑身直哆嗦 苍老身子摇晃得不停 双目充血 面部猙獰 扭头望向两侧那些 看热闹的百姓 瞧瞧 你们都瞧瞧 这都说的什么 污人耳朵的话 事风日下 随即 又怒不可恶一声呵斥 快滚开 老夫乃是 记下学功之主李舍人 今日带着三百弟子前来 不是来听那 背弃祖宗的孔令仙 与吴之小儿讲学的 是来声讨两个 离经叛道 欺失灭祖之奸贼 是来替先贤圣人 讨一个公道说法的 老夫是来讨伐恶贼 替天下读书人 要一个朗朗乾坤的 可没想到 任凭他悲愤咆哮的厉害 两个大汉依然面无表情 一撇嘴 看出来了 又伸手一指 合围起来那场地里面 看见没有 那里面有将近一半人 也是杀气腾腾 来骂孔先生和我们东家的 都是买了票的 你们要是不愿花钱的话 要不就站在这外面 骂几句就回去 虽然隔得有些远 孔先生不一定听得见 但好歹是骂了 先生看着也是读书人 应该不至于 做出强行冲卡 然后被城防司抓起来 这等有失体面的事吧 你们 于是刹那 李舍人更气得快吐血 额头轻轻抱起 花白胡子 一根根翘起 可扮上 也只得一扶袖 扭头望向身后 那浩浩荡荡一大群弟子 奈何这些所谓精英弟子 成天知乎者也求学问道 不是精英 也不产一颗粮食 绝大多数又都是些穷酸才子 一两银子说多不多 说少也绝对不少 摸着口袋 翻腾了大半天 才总算东拼西凑 凑够了三百两银子 买了票 一个个垮着张铁青的脸 总算挨个挨个 进到场地里面来 而这时 随着李舍人几百人到来 场地内更是瞬间沸腾起来 特别那群扎堆聚在一起 早在靠近高台最前端 占据了一大片 绝佳区域的才子文人 更是纷纷起身 叫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快看 快看 李先生来了 李先生 可得替学生们主持公道 还天下读书人 一个朗朗乾坤啊 李先生 竟有人如此玷污圣贤 离经叛道 背弃祖宗 无当群起而诛之啊 还请李先生做主 学生们愿千万言书 代表天下读书人 上乘天子 严惩王修奸逆 毫无疑问 这位明满天下的大儒 带着弟子前来助阵 更是给了这些文人才子 长了莫大士气 片刻间功夫 距离高抬最前端 便已让出来一大片区域 李设人自然领着门下弟子 在众人的推崇下 当仁不让 站在了最前端 锦蒙帝与皇后几人 倒是夹杂在人群中 站在整个场地的中后方 只是此刻 诚然向来稳重儒雅的 宰府陈吴湘 也在忍不住 满面担忧紧张之色 谁都清楚 与天下如生为敌 是什么后果 而同样就在这时 眼见木栅栏围起来的场地 已经基本占满了 买票进来的人 却见那空荡荡的高抬上 却终于缓缓走上来一男子 只见男子 约莫二十多岁 长相说不出的俊朗 神采异议 穿一身特制的纯黑长袍 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 只是隔着老远 看不清上面文字 昂首阔步 便已走到高抬中央 倒是不紧不慢 抬了抬手 大声道 时间差不多了 在下正式宣布 此次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第一站 灵州战演说正式开始 望着手中一张卡片 知行合一 至良知 孔令仙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 由大康灵州府衙主办 灵州万通商行协办 新灵州 新气象 好客灵州欢迎您 孔令仙新学问新思想 全国巡回演说 由万通花露水 万通面膜膏 独家冠名赞助 若爱她 自当给她最好的 感受奢华 给女人独特魅力 就选万通花露水 追求肌肤极致美感 你一直都很美 万通面膜膏 你值得拥有 字正腔圆 八八八念了一大通 倒是总算回归正题 顿了顿 才又朗声道 在孔先生正式演说之前 下面有请 灵州叛斯王修王大人 讲几句 又朝台下一拱手 随即便静止 走了下去 与此同时 只见台下 终于缓缓走上来 一个身材心长的少年郎 自然正式王修 可出乎意料 并没有身着叛斯官服 也没有头戴轮巾 身着如衫 而只是一身 粗布短衫村夫打扮 似乎也丝毫没意识到 今日如此大张旗鼓的行为 是多么狂被莽撞 面对天下儒生的声讨 口诛笔伐 又是怎样不堪设想的后果 脸上只是挂着淡淡的笑 眨眼便已走到高台中央 而请客间 台下气氛 更瞬间高涨起来 站在最靠前位置 那黑压压一片儒生世子 瞬间只如同见到杀父夺妻的仇人般 滔天恼羞 群情激愤下 怒吼声 谩骂声 快将人耳膜震破 离经叛道 离经叛道 王修小儿 数子无知 你愧为读书人 诸王修 反对妖邪之理 王修 你乃天下读书人之敌 如莫先贤之学问 大肆鼓吹妖邪学说 人人得而诛之 若不是最靠前 尚有一大群城防四官兵拦着 不少人恐怕早已风魔般冲上台去 将那小儿碎尸万段 于是刹那 锦隆帝脸色 更已阴郁到极致 身为天子 如何不清楚 那小儿鲁莽 眼下竟已将自己置身于怎样的绝境中 虽然也搞不透彻 那知行合一 究竟有何生理 可如此行为 根本就是在赤裸裸地挑衅天下所有如生 你们奉为珍宝 甚至甘愿舍弃生命所追随的真理大道 都错了 这与光天化日之下 挖人家祖坟 爬人家媳妇的炕头 有何区别 可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在场所有人彻底梦了 只见老远那高台上 那道略显瘦弱的孤单人影 面对台下的群情激愤 声讨谩骂 一浪高过一浪 却并没有被吓得瑟瑟发抖 相反 从未有过的镇定淡然 脸上依然挂着浅浅笑意 只是抬了抬手 示意所有人安静下来 半场 才大声道 说实话 这演说 本是孔令仙孔先生的专场 兵夺主 而且我这人 一向胆子很小 也深知与天下如生为敌 是什么后果 只是没想到 大家都这么情绪高涨 迫不得已 才出来讲两句 我要讲的 很简单 就一句话 可紧跟着 脸上已是一片坚毅冷凝 嘴角几分击翘 你们都错了 谁 谁错了 请客 站在最前端的李舍人 身子猛地一抖 死死瞪着他 双眼视红 没想到 这少年郎只是一字一顿 牙缝挤出几个字 你 李舍人 台下一片哗然 顿了顿 又吐出几个字 还有如今 众多著书力学的大儒 也错了 台下哑然 顿了顿 又挤出一句 还有千百年来 诸多先贤 也全都错了 住嘴 刹那间 简单几句话 只如一把把钢刀 狠狠角割着李舍人的心脏 纵然一把年纪 名动天下的大儒 如何受得了这般刺激 瞬间赤红着双眼 如发狂的猛兽 暴跳如雷着势 就要冲上台去 跟着小儿拼命 嘴里 沙哑含糊一声声抱贺 狂备至极 狂备至极 乳秀未干的小儿 何来胆量 竟敢质疑老夫的学问 质疑先贤的思想 你 你不是读书人 你是天下如生的耻辱 可没想到 同样这时 却见那少年郎 脸色也是刷得变了 一反刚才笑音的淡然 面色冷凝的可怕 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我今天还就狂悖了 我告诉你李舍人 我也听说过你 名满天下的大儒 门下弟子遍布天下 著书立传 连他国王侯贵族 都尽相追捧 可今日我告诉你 在我王修眼里 你还真狗屁不是 一时间 却也不知死不是 被这小儿的气势震住了 台下竟是鸦雀无声 霸占着最靠近 高台那一大片区域 凝聚在一起 那上前名文人才子 尽管依然愤恨地厉害 却也只是瞪大眼睛 没人说话 就连夹杂在人群中的 锦龙弟几人 此刻何尝不是嘴巴张德老大 震惊得一塌糊涂 如何料得到 那少年狼 从来怕死得厉害 此刻却偏偏狂妄到了 如此境界 公然辱骂天下大如李舍人 冒天下之大不韦啊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那般史料不及 只如一记记响亮的重锤 狠狠冲击着在场 所有人的心脏 短暂沉默 只见那少年狼 目光死死望着台下李舍人 嘴角已是一片深入骨髓的机窍 声音冷宁 既然你 今日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我这狂辈小儿 倒想问问你李舍人 读了一辈子书 钻研了一辈子先贤学问 门生弟子变天下 满嘴道德仁义 成天张嘴 闭嘴要仁爱百姓 要体恤百姓疾苦 一字一顿 可我倒想问问你 你和你身后三百英以为傲的精英弟子 究竟真正为百姓做了什么 请问你李舍人 二十五年前 先帝时期 荆棘大地雪灾寒灾 冻死者上十万人 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者 足五十万 你和你这些所谓得了圣人真传的学生 在哪里 冷笑 十七年前南方大汉 粮食颗粒无收 各州府流民遍野 甚至一子相食 饿死者数万 至今仍是本朝不可抑制痛 请问你李舍人 和你的弟子门生 又在哪里 眼下北方虎狼庆国 边境陈兵三十万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欲侵犯我大康领土 欲待我大康子民 如鱼肉般肆意宰割 再请问你李舍人 和你的得意弟子 可曾为国忧心 可曾想过 如何才能驻大康 度过眼下王国之危 道西一口凉气 只不知不觉 声音已有些沙哑 还有去年的雪哉寒哉 在你们这些高高在上 如生雪子眼里 无非走足贩富的低贱商骨 甚至包括你们整天嘴里 叫唤的无知于民见民 尚且还知道 在城门外嫁一口锅 熬上一点热粥 或者募捐一些可预含的衣物 或者尽可能收留安置几个灾民 他们 只是你们心中口中 最低贱之人 可再请问 你李舍人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一声嘶吼 这就是你这天下大儒 嘴里的人爱吗 本叛司没跑到京城来骂你 你到自己找上门来讨骂了 一句你们都错了 无疑是一把锋利钢刀 狠狠在台下这群 如生世子的心脏上筒 偌大的场地内 熙熙攘攘挤了足三千人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李舍人站在最前端 作为当今世上最具盛名的大儒 门声遍布天下 就连在他国国王与王侯见了 也从来举止谦卑 竟为上宾 何曾被一个乳秀未干的少年郎 如此劈头盖脸 针针见血痛骂过 一时间 脸色胀红如猪肝 双目赤红 冲血得厉害 可偏偏 又不知当如何反驳 只是喉咙里发出阵阵沙哑 尼南 要挟 要挟 他不是读书人 他是读书人的耻辱 却奈何高台上 那少年郎神色坚毅 脸上依然满是赤裸裸的嘲讽机窍 一字一顿 倒是你李舍人 仗着多读了几本书 自诩为天下名儒 著书力学 讲学传道 张嘴闭嘴知乎折掩 满嘴道德仁义 开谈授课 外敌入侵了 你要洋洋洒洒 写上两篇文章 发表一番感慨 遇上天灾 百姓遭难了 你要出来戚戚爱爱一番 皇帝推出一个新的诏令 你要指手画脚一番 哪个商骨又倒卖货品赚钱了 你要出来骂两句贩夫走卒 食指不沾泥 倒是好一副 忧国忧民 仁爱百姓的嘴脸 冷笑 接下来 你是不是还要出来建议 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 只需要把藏在羊圈里的几千两银子刨出来 或者把京城里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卖掉 就可以吃上肉喝上酒 穿上厚实的衣衫了 你 请客 李设人更悲愤到极致 没想到 任凭他滔天羞愤下 大口喘着气 身子都已哆嗦个不停 那少年郎却依然面色冷明 一丝冷笑 不急不缓继续道 说实话 你李设人这辈子著书几十部 我也曾败读过几本 令吴印象最深的 记得有一部《孝道论》 不愧是天下大儒啊 写得真不错呀 那是旁征博影 满篇知乎哲也 将圣人思想所提倡之孝道 讲得会声会色 可瞬间 却一声冷喝 可今日 我送你四个字 烂如狗屎 自古以来 大道有简 圣人说仁爱 那我们便去仁爱百姓 上道入朝为官 治理一方 一心为百姓请命 下道遇上受冻的灾民 能煮上一碗热水 皆为仁爱 圣人说要孝顺 那我们便去孝顺亲近长辈 上道亲近万贯家产 让父母可锦衣玉食 下道病榻前 能一声嘘寒问暖 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 圣人的思想 从来都在字面上 结果呢 你李舍人也罢 当朝众多著书力学的 名儒也罢 你们眼里 奉为真神的诸多先贤也罢 千百年来 就围绕着这再简单 不过的几个字 非得去诠释一番 长篇大论去解释 什么是仁爱 去探究为何要忠孝 反倒越讲越复杂 忠于弄得是人 再也看不懂 还自诩 得了圣人真传 误了大道 满嘴胡言乱语 误人子弟 寂见 高台之下 一片死寂 然而短暂沉默 却见那少年郎 又只是将目光 缓缓投向前方 那黑压压上千名 如生世子 只不知不觉 声音更沙哑 落寞得出奇 还有你们 我知道 你们都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 自命不凡 可是 除了成天知乎者也 混迹于各种讲学与诗会 清楼自命风流 或者写两篇华丽文章 指点江山激阳文字一番 你们还能做什么 同样满嘴道德 满嘴仁爱忠孝 又真正为百姓做了什么 成天眼高于鼎 不知所谓 眼下到了春耕播种时节 要写两篇锦绣文章 送扬一番农事 前两年大康与沁国 北方起了战事 要出来真编时政 骂上两句朝廷无能 满面激愤 却是一声怒吼 可今日我就问问 你们这群精英学子 你们是种过一颗粮食 还是织过一匹布 你们自命不凡 才高八斗 可何时才能脱下身上的长袍 真正弯下腰来 看一看大康底层的百姓们 眼下春耕浓芒 你们中间 但凡有人脱下长袍 卷起裤腿 去到田间地野 帮那些农户 挖上两块地 撒上两颗种子 眼下北方沁国 陈兵三十万 欲敌荡 我大康版图 欲鱼肉 我大康百姓 你们中间 但凡有人 扔下毛笔 拿起刀枪 去前线 去与敌军同归于尽 我王霄 敬你们是爷们 敬你们是汉子 给你们鞠躬 可你们 狗屁不是 典型的花钱进来讨骂 时间如同静止 画面彻底定格 高抬之下 气氛似乎突然变得 说不出的凝重 锦龙帝瞪大着眼睛 本想大呼一声 骂得好 当服依大白 可不知为何 神色又说不出的沉重 陈皇后双目死死 望着远方高台上 那刀略显 单薄孤寂的身影 满面黯然伤感 长公主赵兰 一只葱段小手 死死捂着弹口 脚躯微微颤抖着 一双美目 隐约有泪花在闪烁 时间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只见那少年狼 才又一声长叹 只是梅雨之中 隐约有些落寞 其实说实话 我这人一向胆小 怕死得要命 匈无大志 而且也从来都觉得 这天底下的百姓 是生是死 那是皇帝的事 是朝中大臣的事 与我这区区小百姓 没什么关系 甚至在这之前 我都从不觉得 自己是这大康朝的人 也没想过要入朝为官 甚至当初被朝廷封侯败官 也曾三番五次 给皇帝上过折子 请求辞官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无非娶一个贤惠漂亮的妻子 做点小生意 天天小酒喝着 悠哉悠哉 混吃等死 岂不快活 哪怕刚上任这灵州叛思之时 我还在打定主意 天天去衙门点个卯就走 或者天天再抚押睡觉 不求无功 便求无过便好 高抬之下 依然鸦雀无声 李摄人赤红着双目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双手似乎想抓住点什么 却又不知该往哪放 那乌泱泱上千名如生世子 一个个面面相去 神色恍然 沉默两久 只见那少年郎又自嘲地笑笑 声音依然沙哑 然而 记得去年雪在刚爆发时 我的夫人 前任灵州太守郑大人的千金 带着几个丫鬟在城南门外失周 却哭得稀里哗啦 她告诉我 有个逃难来的 叫小黑牛的孩子 死了 头一天还那么活泼 还跟她说 长大后 也要像自己死去的父亲那样 去杀场杀敌 去保家卫国 可那天晚上 她却与她的娘亲 就那么活生生冻死在了街头 我本想笑话夫人两句 太心思敏感 太悲天敏人 可不知为何 却又说不出口 顿了顿 二月初三 我这个狂辈小儿 初次上任灵州叛司 接下来那几天 不仅是城防寺的官兵 我与太子殿下 去了乡野之间 去了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 如生世子眼里 最低贱最脏之地 挨家挨家走访 与你们眼里那些低贱于名 去交心 去聊天 去了解他们心中所想 去调查他们的收入情况 家庭情况 太子殿下身份和其尊贵 却也脱下了长衫 用双脚一步一步 几天时间 走烂了近十双靴子 让我印象最深的 下属昌平县有护人家 妻子重病瘫在床上 下不得地 丈夫是前线回来的 瘸了一条腿 做不得重活 膝下只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 因为营养不良 瘦得皮包骨头 我去太子区的时候 这家人却格外热情 煮了一锅山上挖来的野菜 里面加了一点苏米 留我们吃饭 那小女孩也特乖巧懂事 一个劲将野菜的嫩芽 盛给我们 说实话 那顿饭真的很难吃 又苦又涩 完全难以下咽 可那又是我王修 此生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因为我知道 那已是他们家能拿得出来的 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了 太子殿下 堂堂国之储君 一七尺男 更是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泪水 直往碗里滚 不知为何 说着说着 声音已几分哽咽 眼眶有些湿润 倒吸一口气 那是我第一次有了想法 或许 我应该做点什么 也是我第一次告诉自己 大康 我来了 而我的师兄 孔令仙孔先生 告诉我 有了良知 却不去行为 算不得知行合一 所以紧跟着 灵州才有了那两道 全新的政令 而且接下来 灵州还会推出 许许多多新的律令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些全新的政令 会将灵州带向何方 可灵州的百姓 不能再穷困下去了 灵州也必须改变 顿了顿 又是欺然一笑 而至于眼下 这知行合一 新思想的演说会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 如此大张旗鼓 在天下人眼里 是何等的离经叛道 是何等的冒天下之大不韦 稍有不慎 能被你们这些 如生世子的唾沫给淹死 可我的师兄又告诉我 有了新的学问 悟出了大道 却不敢悟天下人 也算不得知行合一 于是 就有了这全国巡回演说会 皱了皱眉 其实我知道 你们都在质疑 一两银子的门票 根本就是 我想要借此敛财 其实 你们还真错了 一场演说会 区区两三千两银子 我还真瞧不上这点小钱 还是那句话 孔先生的学问 没那么廉价 其二 这笔钱本是 孔先生应得的酬劳 可孔先生怀着一颗悲悯之心 在他的主张下 演说会收来的所有的钱 都将全部用来资助 林州府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 让他们能吃上饭 能有疏念 这笔账 抚押绝对公开透明 任何一个百姓 都可以来监督查账 然而说着说着 独自站在高台上 脸上已是一片落寞欺然 我只是做了两件 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满朝文武 大肆弹劾 慢骂我王修 鼓吹低剑商骨 令圣人蒙修 如生世子 群起而攻 大肆声讨 骂我王修离京叛道 可刹那间 却是狠狠一巴掌 拍在面前桌案上 目光死死妄想 站在最前方的李摄人 情绪顿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这些都是 我早预料到的 我不在乎一声骂名 但是现在 我倒想问问你 李摄人 天下大儒 半个圣人 你领着三百门下弟子 浩浩荡荡从京城而来 兴师问罪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念了一辈子书 研究了一辈子学问 张嘴道德仁爱 闭嘴仁爱道德 可你何时能真正脱下儒衫 弯下腰 去看一看百姓吗 赤红卓眼 一声嘶吼 什么狗皮大儒 无知无畏的酒囊饭袋 仅此而已 送你一句话 老儿不死是为贼 你 就是大康朝的罪人 寂静 刹那间 偌大的会场 死一般的寂静 再没人说话 空气似乎都快凝结 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人群中 陈皇后雍容圆润的脸颊上 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滚落 神区颤抖不已 刺入心肺的痛 竟让他泣不成声 只是泪眼妈撒 隔着老远 正正望着高台上 那一道单薄 又无边孤独的身影 鼻息阵阵呢喃 好孩子 好孩子 骂得好 骂得痛快 扭过头 望向锦龙地 却是一声沙哑嘶吼 可是您看见了吗 那孩子 心里有天大的委屈 有气 别忘了 他还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少年 满朝文武逼他 这些一无是出的酸腐如生也逼他 就连我们也逼他 本该意气风华 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已被逼成了什么样 泪流满面 声音哽咽 切身今日斗胆 为这孩子 像陛下讨要一样东西 这是我们该补偿他的 锦龙地太阳穴 突突跳动得厉害 侯杰上下鼓动着 却只是缓缓从怀里 掏出一块黑褐色铜制牌子 递给一旁长公主赵兰 你留下来 有机会 让太子 把这东西交给他 倒是宰府陈吴湘 死死望着那块 叼着些奇怪图案的牌子 双目圆瞪 满面惊骇 与此同时 锦龙地却又一咬牙 百嫁回京 灵州的治理 朕心中已有答案 望向陈吴湘 脸上已是一片威严气势 一字一顿 声音冷明到极致 传指下去 朝中谁再胆敢 以灵州新政为由 弹劾状告灵州 叛思亡修 一律仗三十 再有犯者 仗毙 朕坐不来开疆拓土的圣军 坐不来复国强民的明军 难道还坐不来 杀人如麻的暴君吗 朕亲自提点的灵州叛思 还轮不到他人来指指点点 朕再不护着他 这天下谁来护着他 可同样这时 不等他昂首阔步 领着皇后与宰府离开 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然他一下子呆住了 隔着老远 只听得扑的一声 却见场地最前方 李舍人竟是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紧随其后 身子直挺挺 便朝地上倒了下去 刹那间 场地前端最靠近高台处 陷入一阵嘈杂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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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上百名记下学工弟子 一窝蜂涌上来 一边惊呼大叫 不少学子 甚至都带着哭腔 就连紧随其后 那乌泱泱一大片 灵州本地世子 也同样纷纷点起脚尖 满是紧张惶恐之色 场面一度混乱 然而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一幕 却再次那样始料不及 让在场所有人彻底惊呆了 只见经过弟子 一番手忙脚乱 又是拍后背顺气 又是掐人中 李舍人 似乎终于稍微缓过进来 无力瘫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毫无血色 可总算没昏死过去 靠在一名弟子怀里 大口喘着气 目光呆滞望着前方 眼神空洞地出奇 嘴唇微微如动着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偏偏发不出丝毫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却终于那般艰难地 在两名学生的搀扶下 缓缓站起身来 却哪还有刚才 那副兴尸问罪 气势汹汹的悲愤气势 这一刻 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太多 伴赏才又扭头 望向前方高台上 那个身形略显单薄的少年狼 众人目光注视下 喉咙鼓动着 伴赏才沙哑含糊不清 挤出几个字来 罢了罢了 老夫潜心钻研 先嫌学问一辈子 到老了 半截身子都埋进黄土了 才总算明白 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或许从一开始变错了 四周鸭雀无声 连掉落一根针在地上 都足以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沉默伴赏 却见这行将旧目的老者 才又一声创然长叹 也罢 也罢 老夫羞愧 也荡不得大如二子 此生也没脸在诸书力学 讲学传道 也不配再谈圣人学问 从此 无便回同州老家乡下 重重地 养养鸡鸭 闲暇再吊吊鱼 了却残生 却是那般端庄正事 朝台上 那少年狼九十度弯腰一鞠躬 先生今日言论 令老夫如当头棒喝 醍醐灌顶 一字一顿 先生当位无师矣 又扭头望向身后 那黑压压三百名门生弟子 老夫宣布 记下学功就此解散 咱们仕途缘分已尽 你们接自行散去吧 随即 又是一声长叹 转过身 一步一步 静止朝场地外面走去 这一辈子 心中所坚持的信仰与骄傲 这一刻 似乎彻底坍塌 步履蹒跚 勾搂着后背 就这么一步一步 朝前方走去 早春上午的暖阳 似乎有些刺眼 拉长着那道苍老的身影 只留下那群门生弟子 面面相去 声声沙哑喊声 先生 先生 有人在抽气 有人在乌业 王修依然一动不动 孤单站在那高台上 只是冷冷望着那道苍老 勾楼身影 一点一点消失在视线中 没有对一个行将就目的 老者的同情怜悯 也没有一场雄变 大获全胜的欣喜雀悦 出乎意料 神色依旧几分创然 阳光拉长着身影 同样孤寂而又落寞 然而 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人愣住了 只见这时 那高台之上 已缓缓走上来一个 约某二十五六岁的女子 一袭淡蓝色 脱地长裙 妖际流苏 乌黑典雅的流云记 斜叉欲簪 眉若清烟 性眸流光 柔软恶诺的身段 一平一笑 成熟风韵下 只如重心腰月 可偏偏 举手投足间 气质又那般端庄优雅 雍容而又华贵 甚至隐约之间 浑身充斥着 令人不敢亵渎的威严气势 而此时 脸上早已挂满泪水 娇曲微微颤抖 晶莹的泪珠 如断线的珠子 就这么一颗一颗向下滚落 可偏偏那圆润白皙的脸蛋上 却又是笑叶如花 只如千朵万朵 梨花绽放 众人目光注视下 女子只是缓缓走到那少年郎跟前 依然笑得说不出的甜美 泪眼妈撒的美目中 已是一片宠溺与心疼 明显有些诧异 大 本想如往常 叫上一声大侄女 沾些口舌上的便宜 然而不知为何 话到嘴边 竟是说不出来 只是欺然笑笑 声音依然有些沙哑 你什么时候来的 没想到 女子只是称怪瞪她一眼 以后 就叫我拦捡 若是再敢乱叫 我就把你装麻袋成河 而紧跟着 竟是丝毫不顾台下几千人看着 丝毫不顾明节礼仪 只是缓缓从怀里 掏出一根洁白如雪的精致手巾 上前一步 依然温婉甜美笑着 泪珠依然一颗一颗滚落 葱段般的御手 就这么轻轻擦拭着 少年眼角的些许湿润 背齿轻起 柔声沉吟道 我知你心中有痛 知你心中委屈 为满朝文武的讨伐谩骂 为天下酸腐如生的步步紧逼 为灵州的贫苦百姓 也为这些文人世子 满嘴仁爱道德 忧国忧民 却又不知所谓 高高在上的丑恶世道 小心翼翼将手筋叠好 又柔声道 走 坐姐的马车 我送你回家 接下来交给孔先生便是 紧跟着 冲断御手已毫不迟疑 紧紧牵着他的大手 在台下上千人目光注视下 朝台下走去 可没想到 两人刚走下高台 正要朝着和围起来的场地出口走去 却只听得一声幕后 站住 扭过头 却见此时 刚才站在最前端靠近高台 李摄仁带来的那群 季夏学宫弟子中 足足五六十人 一窝蜂冲了过来 片刻间便已横在两人跟前 堵住去路 一个个恼羞交加面色铁青 气势汹汹 如杀父夺妻之仇 为首的是一个大约二十多岁 手持折扇的青年男子 那叫一个悲愤 更是双眼冲血 如发了狂的猛兽 大口喘着气 一声声咆哮 王修 你离京叛道 背弃先贤 提出这般要挟之说 也就罢了 竟敢当众如此羞辱我等恩师 辱骂名满天下的大儒 竟把我等恩师 气得口吐鲜血 连记下学宫都解散了 你是天下儒生的仇人 不给个说法 难道就想这么轻松离开 瞬间 其身后那群学子 更是愤慨得厉害 暴跳如雷 谩骂声怒吼声 此起彼伏 对 你别想走 王修 你辱骂我等的恩师 如此公然玷污先贤学问 难道就不该给个说法吗 姓王的 我们跟你拼了 一个个群情激愤 那架势就要直接猛扑过来拼命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却连王判司也瞬间傻眼了 只见这时 不等他王老爷有所动作 可身边这女子 却已是上前一步 出乎意料 面对这群人杀气腾腾的架势 竟是面色说不出的平静 只是冷冷望向为首那青年男子 你哪位 男子神色一愣 却更一阵愤恨 在下郑云 记下学宫首席弟子 家父乃当朝利部又是郎郑拙 怎么 难道你想 可就在这刹那间 男子话未说完 却见女子 却只是面色一沉 那般毫无征兆 竟是反手 狠狠一耳光抽了过去 出手干净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啪 一声脆响 却见那男子 竟是被狠狠一巴掌 抽得头晕目眩 身子一个亮枪 那还算白净的脸颊 迅速已是五条清晰的手指印 浮肿的厉害 再抬起头来 只见这女子 却哪还有刚才那副柔情款款的模样 面色依然沉浸似水 可目光已是冷凝的出奇 浑身上下 那威严霸道气势 竟是让人瞬间只感觉如置身冰窖 背齿轻起 只是牙缝中冷冷挤出几个字 我记住你了 滚 随即 再次牵着王修的手 大步朝前方走去 一时间 竟是吓得那几十名如生世子 净若寒蝉 再不敢轻举妄动 近乎本能 赶紧让出一条路来 于是乎 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 扭头扇扇望向这婆娘 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卧槽 以前从来没看出来啊 这婆娘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就这气势 这强大气场 老子都甘拜下风啊 没想到 女子只是扭过头 略带称怪 朝她温婉一笑 怎么 现在终于相信了 奴家是真做得出来 曾经将两任未婚夫君 都装麻袋成和的事了 眨把两下眼睛 要不 你就做奴家的第三任夫君 我不嫌弃 你已经有三个夫人了 大不了到时候 如果你忍奴家不高兴了 麻袋里少装点石头 死 王老爷一哆嗦 额头冷汗 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 扑斥一声 女子美目流转 却早已笑得花枝乱颤 明艳动人 入夜 石榴的月亮格外圆 皎洁的月光如情人的手倾 辅着灵州府每一个角落 位于王老爷府上 中庭靠右边 有几座独立院落 是府上招待客人的客房 院落外面 又是一片颇具规模的院子 只是与前院不同 这里假山亭台样样不缺 院子中间那座虽不算太大 但极为别致的池塘中 本栽种着些荷花 直奈何这才二月早春时节 荷叶也尚未露出尖尖头来 倒显得有些萧条 池塘中央那座精致凉亭下 王老爷带着些朦胧醉意 倒是郑书坦无比 躺在那木质长椅上 双手整着脑袋 一边慵懒靠在身后 那根珠红色木柱子上 一边神色玩味 打量着跟前优雅 款款坐着的女子 只见女子依然一袭淡蓝长裙 月光斜照下 依然那般端庄闲静 特别晚饭之时 难得兴致 陪他王老爷喝了点酒 只奈何这婆娘 酒量实在相当感人 仅仅两杯闷倒牛下肚 便不敢再饮了 这让王老爷 倒有些没理由的好笑 这婆娘跟她爹不一样 她爹一喝多了酒 就脸色漆黑 她喝了酒却脸红 典型的基因不对啊 只是此时 倒在忍不住几分好奇 我说大侄女 没想到 话刚出口 女子却是面色一沉 没好气瞪着她 闭嘴 叫懒姐 王老爷一阵吃扁 可以懒得跟她斤斤计较 又咧嘴一乐 其实 我倒是挺好奇 难道你真没骗人 曾经将两任夫君都沉了河 本老爷今日左看右看 总感觉你在忽悠我 然而 女子又只是没好气瞪她一眼 一弩嘴 要不你试试 自然不就知道真假了 王修脸色一黑 又不想说话了 跟这女儿 就聊不到一块去 然而 眼见她这副吃扁模样 女子却又满面娇笑 可紧跟着 却又几分威严 略带称怪一瞪眼 匪夷所思 伸手一指自己双腿 坐过来 头枕在我腿上 请客 王修爷更吓得够呛 一个机灵 差点从长椅滚到地上 眼珠子瞪得滚圆 脸都绿了 可没想到 女子却是一手插腰 没好气一声骂 你瞎琢磨什么呢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姐 我只是知道 你今天心里难受 而且累了 又喝多了酒 我好歹也学过两年一 琢磨着给你揉揉学位 放松一下 不然明天早上 你肯定得头疼 脸蛋似乎更红了些 怎么 我一个寡妇都不怕 你一个都快当爹的大男人 还怕我把你吃了不成 你倒是满脑子想着好事 可姐对你这种小几岁的 还没啥兴趣 而且告诉你 这可是我亲弟弟 都没有过的待遇 瞬间 王老爷倒是愣住了 咦 你还有个亲弟店 之前怎么没听你店娘提起过 今年多大了 却奈何 人家根本就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 只是没好气瞪着他 本就喝了酒脑袋昏沉沉的 而且人家都这样说了 自然也就心安理得 重新在长椅上躺下 将脑袋轻轻枕在他双腿上 只奈何刚一接触 那种温润传来 却还是让他忍不住 心中一阵恍然 女子总算满意了 微微弯下腰 葱断般的小手 小心翼翼在他太阳穴轻柔着 却又一声娇笑 瞧你吓得那样 只不知不觉 低头望着跟前少年郎那俊朗 却似乎轻瘦了些许的脸颊 美目流转 目光之中 已是一片似水温柔与疼惜 抬起头望向前方 样样一阵呢喃 傻子 我只是心疼你 肩膀上扛着灵州上百万百姓的寄托 满朝文武还不理解你 那些酸腐儒生还欺凌于你 上午 看你就那么孤零零站在高台上 被那些儒生肆意声讨 你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痛 可在低下头 却见怀里这少年 已经睡着了 脸色沉静 无比安稳 倒是让女子 又一阵哭笑不得 清脆 你倒是睡得快 没心没肺 月光洒在两人身上 四周从未有过的静明 下国草原上的月光 同样皎洁明亮 四穷炉的天边 隐约几颗星星在闪烁 只奈何今晚 似乎注定不会平静 一巴图盘腿 坐在一座高高的土丘上 仰头望着天上那一轮 如玉盘的皎洁明月 心情却是说不出的舒坦 早春时节的草原 依然还透着凉意 否而将青草与牛粪的味道 混杂在一起 却是一种独特的清香 而身后那一大片 略显低奥的空地 一座座白色的圆形帐篷 错落有致 一眼望不到头 更让他心中 从未有过的满足 因为那里 驻扎着他麾下的牧民 数不清的牛羊牲畜 还有足足四万 威震草原的将士 每一个都是骁勇善战 在草原上来去如风的男 作为下国最具威名的幼贤王 草原第一猛士 一巴图从来都觉得 自己便是那个 被天神眷顾的人 其实广阔草原上 与中原地带 诸如康国庆国截然不同 都是部落统领制 一共十多个部族首领 虽都须臣服于大可汗 却又都有着 自己专属的牧场与将士 而他一巴图 同时还作为可汗的亲叔父 拥有着草原最蜂窝的牧场 有着最骁勇的将士 当然还有最美的女人 最关键是 哪怕如今已年过五十 却依然体魄强健 一顿饭能吃掉一整条羊腿 尚能业遇三女 这让他如何不骄傲 唯独感到惋惜的 去年那场几十年 难遇雪灾寒灾 冻死饿死了近三成的牛羊牲畜 让他的部族损失不小 不过也没关系 去年冬天那般苦寒 可今年的春天 却来得格外早 这才二月 草原上枯萎的青草 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冒出嫩芽 看着就喜人 而最重要的 下国虽从来都是 东北方强大的庆国的番薯国 须每年纳贡称臣 可是早在去年夏天 在那沁国女皇帝的主张下 两国便早已达成私下协议 两国同时对东面康国出兵 对康国荆棘一带 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如此一来 夏庆为刀祖 康国为鱼肉 夏国的实力 虽还远不至于可与康国抗衡 可到时候 由沁国几十万大军押禁 夏国只需铁骑入境侵扰 进行撤肘 这个雄距于东方 唯一可与沁国抗衡的大国 威夷 清则近施荆棘最富饶之地 不得不迁都南下 苟安一语 重则国王 而协议中 带到康国大败 庆国许诺 划给夏国的城池与人口 也绝对诱人 而他一巴图 作为可汗的亲叔父 还怕从中捞不到好处 到时候 在可汗的吊牌下 他麾下的铁骑 跨过平山关 进入大康 横冲直闯 肆意掳掠一番 还怕捞不回大量的康国人 作为放牧的奴隶 还怕抢不到 数不尽的金银珠宝与钱粮 还怕掳不到 大把大把的中原美人 供他慢慢享用 不仅如此 大可汗可是早在年前 就已召集了 各大部族首领 传达了旨意 他又贤王出兵两万 与其他部族一起 共同组建一支 十五万的精锐大军 随时准备出兵康国 若不是去年那场 雪灾寒灾给耽搁了 恐怕此时 他一巴图 已经轻率麾下铁骑 在康国的领土上 肆意驰骋了 不过没关系 好菜不怕碗 眼下已经开春 沁国已成兵三十万 对康国虎视丹丹 大战一触即发 无疑 大可汗要求各部族 出击康国的旨意 应该也快到了 草原上的男儿 尚武 扇骑舍 生性雕悍 从来只崇拜强者 因此 他一巴图此生最喜欢的是 莫过于亲自率领着麾下猛士 在康国的土地上 大肆驰骋劣 看着那些康国手无寸铁的百姓 或者一个一个倒在血泊中 或者如牛羊牲口般 押回草原做他的奴隶 看着无数截略来的 钱粮与不匹 被运送回来 就如同每天晚上 看见身下娇滴滴的美人 楚楚可怜求饶一般 总让他莫名地兴奋 只为独意外 就在前些十日 却突然收到来自大可汗的信 说是最近这一两月 草原上突然出现了一只 来自康国的精锐骑兵 约两万人 没带任何自重粮草 来无影去无踪 神出鬼没 让人摸不清行军路线 还偏偏 一路驰骋快若闪电 更毫无章法 见着下国的部族与助营 便直接闪电偷袭 动作之快 如天将神兵 往往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已溃不成军 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便已有三个草原的部族 惨遭偷袭 损失惨重 损兵折将族五万将士 而这只康国骑兵的主帅 尚且还是一个年轻女子 大可汗提醒他一巴图 要多留意 注意戒备防范 可是这些 倒并不至于让他一巴图 多放在心上 甚至嗤之以鼻 毕竟 两军交战 要论排兵布阵 或者守城攻城 草原的骑兵在康国将士面前 从来占不到什么便宜 可要论骑兵长途奔袭 闪电偷袭的劫掠 他一巴图领军多年 绝对算是康国那些 天天就知道 捧着兵输研究的将领的祖宗 况且 康国为农耕大国 本就不善其设 进了广袤草原 还能翻得天不成 更何况 康国皇帝也真是好笑 居然派了个年轻女娃娃当主帅 据说还是个公主 不知道好好秀秀花 做做女工 上个什么战场吗 拧得动刀吗 知道什么是战争吗 康国朝廷 难道已无人可用 区区两万骑兵 还不够他挥下四万草原猛士塞牙缝的 那三个部族惨遭偷袭 损兵折降五万 也无非是那三个部族头领 软弱无能罢了 大可汗面前 他一巴图从来就没瞧得起过 那三个蠢蛋 这辈子 真正让他这个草原第一猛士 发自内心敬佩的女子 唯一人而已 康国难女皇帝 李青梅 去年开春 与大可汗一道前去康国京城朝贡 女皇召见的时候 他站在使臣团中见过一面 区区一女子 身着龙袍端坐龙椅 何等威严 何等杀法果断 气势宏大运筹帷幄 绝对堪称百年难遇的一代霸主 就连大可汗 在其面前都静若寒蝉 说话都得小心翼翼 最关键 还长得貌若天仙 气质端庄华贵 已经21岁 却还尚未大婚 也不知将来 是何等雄才伟劣的齐男子 才能驯服得了这般女子 时间已尽此时 牧民们 以及那一座座军杖的将士们 也都早已歇息睡去 伊巴图这才站起身 大步朝远处 自己大帐走去 作为右贤王 伊巴图的大帐 自然见得无比奢华气派 位于那同样一眼 望不到头的帐篷正中央 大帐里面 有最上等的 羔羊皮制作的簪子 也有来自康国上等的瓷器 甚至还有不少 庆国的名贵字画玩物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美酒 她是个享受生活的人 只是今晚 却并没有多少兴致 享用不足 那些牧民呈上来的年轻女子 因此 也只是早早便睡去 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原 早已静悄悄地 只有周围偶尔传来 两声冬眠醒来的 虫子的七七叫声 还有天上的角月依然明亮 分而带着凉意 却很清爽 这样的夜晚 盖着厚厚的簪子睡觉 自是说不出的美妙 她甚至做了个美梦 梦见自己已经在 大克汗的旨意下 轻率着手下两万猛士 正在康国的土地上 驰骋着 杀伐着 数不尽的金银与粮食 还有中原厄娜腹白的女子 被押送回了草原 任由她享用 时间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之中 却突然只听了一道 洪亮的呵斥声 你 该醒醒了 似乎带着康国 中原地带的口音 紧随其后 便只感觉 脖子上突然一阵刺骨凉意 一把图顿时猛的一个机灵 瞬间从睡梦中惊醒 可当她迅速睁开眼睛 眼前的景象 却让她瞬间呆若目击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只见不知何时 自己这宽敞气派的大帐内 赫然已涌进来 足足十多个骁勇惊悍的男子 一个个举着明晃晃的火把 另一手还拎着 早已出鞘的草原制式的墨刀 身穿康国独有的银灰色盔甲 这种墨刀最大的好处 便是轻便 而且锋利好用 最适合骑兵冲振杀敌 杀气腾腾 正虎视单单盯盯着自己 站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身材粗壮的年轻男子 皮肤有黑 手中锋利的墨刀 尚且还沾满着烟红的鲜血 正死死架在她脖子上 让她丝毫不敢动弹 从身上盔甲制式 以及头顶红鹰来看 在军中 应该还是个不小的头领 而更让她一把图 瞬间如遭雷击 手脚都变得一片冰冷的 她甚至清晰地看见 明亮的火把下 自己崖障门口 早已躺着几具尸体 正是贴身护卫 她这下国又嫌王安全的清兵 如白昼的牙杖中 早已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除此之外 更只听到外面 杀声喊声震天 震耳欲聋 与此同时 却见那粗壮男子 只是大手一挥 绑了 压出去 话音未落 便有几名康国的兵士 大步冲过来 二话不说 便已将一把图 从被窝里 如死狗般拖了出来 瞬间 便已将她五花大绑地 牢牢实实 压送着朝帐外走去 然而 当她只身着内衫 尚且还光着脚 只如丧家犬般 被压着走出大帐 眼前的情形 却更让她心脏 瞬间跌落谷底 只见外面为了避风 才驻扎在草原低遥处 连绵不绝的部落营帐 却早已是火光冲天 一眼望不到头 燃起了熊熊大火 都快要照亮夜色 远处 清晰可见 密密麻麻的康国骑兵 只如天神降临般 在火光之中 在连绵不绝的草原营帐中 如凶猛的野兽 骑着骏马 横冲直撞 只奈何她一巴图灰下 骁勇善战的将士 明显也刚是从睡梦中醒来 尚且连盔甲都来不及穿 连刀剑都来不及拿 更别提饲养军马的营地 尚且还隔着老远 根本只如同等待宰割的鱼肉 哪是这群穷凶极恶 全副武装的康国精锐的对手 眨眼间功夫 一个又一个草原男儿 已倒在了血泊中 甚至不少人 恐怕根本都来不及从睡梦中醒来 便已被磨刀隔断了喉咙 当然 也不少人 惊慌四处逃窜 却奈何 那康国将士 更是越杀越勇 毫无疑问 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尽最大可能 重创草原的精锐兵力 一时间 康国骑兵的喊沙声 熊熊大火的呼啸声 下国兵士的尖叫哭喊声 让安静的草原 彻底热闹起来 当然最外围 还有被受到惊吓的 慕名妇女们的嚎啕大哭 以及牛羊牲口四处乱窜 场面混乱不堪 堪比人间地狱 于是请客 一把图便彻底猛了 木头庄子般站在原地 心脏一点一点下沉着 连手脚都变得冰凉 大脑化作一片空白 那是一种 此生从未有过的绝望 完了 整个部族 几乎彻底完了 如何料得到 这只神出鬼没的康国骑兵 区区两万 竟真胆敢偷袭 他又嫌亡足足四万 骁勇善战的猛士的军杖 扑通一声 如死狗般瘫坐在地上 只是神情呆滞望着这一幕 已是万念俱灰的悲凉 好不容易再次抬起头 却只见眼前 不知何时 已多了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 马背上 端坐着一个 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子 皎洁月光与冲天火光下 清晰可见 女子身段妖娆 面容娇艳无比 可此时 手中正拧一柄明显非凡物的 清童常见 只气势威严冷冷望着他 娇艳的脸蛋上 满是沙罚之意 报答将军 这便是下国又贤王 大可汗的亲叔父伊巴图 女子只是一白手 堪稳了 择日押送回京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足足大半个时辰 远处漫天的沙喊声 才终于渐渐弱了下来 惨烈悲壮的战斗 也终于渐渐平复下来 连连的帐篷 引燃的熊熊大火 也终于渐渐熄灭 只剩残渐断壁下 寥寥浓烟 而这时 却见远处 又快马奔来一浑身 浴血的康国将领 进直冲到跟前 一拱手 报大将军 大获全胜 粗略估计 此战 共计斩杀下国 右贤王部 两万三千余人 伤四千余人 其余敌军 皆以溃步成军 四处逃窜 而我军 也有所伤亡 而女子 只是点了点头 声音依然冷漠淡然 传本将军令 大军就地休整 明日午时 大军继续开靶 只补充三天 需要的粮食与水 其余缴获的牛羊与物资 就地焚烧 缴获的钱粮珠宝等 一律不得带走 不能成为行军的累赘 待到此战 大圣班师回朝 本将军自会在陛下面前 为各位请功 为令者 扎恩 声音陡然抬高不少 一字一顿 记清楚了 本将军的目的 只有一个 必须赶在七月底之前 重创下国精锐兵力 甚至 指导草原王庭 那将领一阵疑惑 止不住几分大战告捷的喜悦 大将军 末将到一直挺好奇 咱为何一定得在七月底之前 彻底拿下下国精锐 班师回朝 没想到 女子满面的威严冷明 却终于一点一点融化 换之而来 已是一片似水的温柔 只是扭头 悠悠望向东方 被齿轻起 声音有些哽咽 因为八月十五 有个男人会在京城等我 我怕那一天 他等不到我 会伤心会难过 又痒痒一声嘻难 灵州的月亮 今晚也一定很圆吧 王老爷做了个稀奇古怪的梦 梦中 那似乎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凉风袭袭 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 开满了各式各样美丽的花 红的 紫的 粉的 黄的 明明很诡异 可月光下 却又清晰可见 还有蝴蝶在飞来飞去 鸟儿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只如置身于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 梦中 那个向来脾气火爆 一言不合 就要拔剑砍人 却又醉酷爱卤肘子 娇憨迷人的女子 这一袭淡紫色 烟纱长裙 如美丽迷人的仙女一般 偏偏朝她飞奔来 万花丛中 两人就这样紧紧拥抱着 亲吻着 似乎只想不顾一切 将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可亲吻着 亲吻着 不知怎么的 怀里的女子 却又突然换做了另外一副面孔 从她怀里正开 还在她面前臭美无比地旋转了一圈 精致冷艳的脸上 笑盈盈又带着几分高贵气质 怎么样 这裙子漂亮不 你要觉得好看的话 本小姐就付款了 要不你买来送给我 作为回报 本小姐给你挑一身好看的西装 王老爷当场就怒了 暴跳如雷 这么贵 快顶我半个月工资了 你想得还挺美 老子还要存钱买房娶媳妇呢 然而 话音未落 却见女子一下子不笑了 瞬间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长长的獠牙 顿时漫山遍野美丽的花枯萎了 绞积的月亮不见了 天空中乌云密布 四周狂风大作 紧随其后 那猛兽 仰天一阵长笑 发出一声怒吼 今晚你留下来加班 于是刹那 王老爷便被吓醒了 可当他惊魂未定睁开眼睛 顾不得额头满是冷汗 却又不由地愣住了 只见此时 天色已大亮 初春早上的阳光 透过虚眼的窗户 投射在静谜的厢房内 置身之处 不是正颜那温馨的房间 不是他书房内侧的休息室 也不是府上的客房 出乎意料 竟然是那男厨长公主朱妙宇 位于府上那独立小院中的厢房 而自己 还正舒坦无比 躺在厢房那张柔软大床里侧 盖着被子 身上指着内衫 王老爷顿时便有些梦了 这都什么情况 左卫虽喝多了些酒 可至少还远远没到 鸣鼎大醉的地步 更不至于断片 鸣鼎清楚记得 晚饭过后 闲得无聊 与赵兰就坐在府上 客房外院子 和堂中央的凉亭上 吹牛打屁 谁知聊着聊着 那婆娘还非得给老子 做什么头部穴位按摩 还真别说 别看那婆娘做起生意 来井井有条 可照顾起人来 也更有一套 葱段般的御守 在她太阳穴轻轻揉着 伴随着阵阵女子身上的淡香 竟是说不出的舒坦 片刻间功夫 她便直接睡着了 可谁知在睁开眼 怎就睡在了 这珠妙宇的房间里 更重要 却是此刻 只见这位男储长公主 也正睡在一侧 也不知是不是该庆幸 昨晚明显并未发生什么 这个女子除了头上 珠钗发簪摘除 洒开着 一头乌黑 如瀑布的长发 却是衣衫完整 一袭纯蓝色 大方勾勒着恶螺匀衬的身段 就这么侧躺着 却是曲线避制 说不出的诱人 白皙如宁芝的肌肤 搭配那如一弯青红的美目 美艳动人 只是明显睡到半夜有点冷 从她身上扯过被子一角 搭在自己肚子上 可真正让她王老爷 瞬间有些头疼的 却是此时 偏偏自己一只手 还正不歪不斜 抓在着女子那挺翘 丰满的臀部上 自己一条腿 还正搭在她的长腿上 姿势说不出的暧昧 惹人浮想连篇 不愧是好生养的身段 手感绝佳啊 这也就罢了 用脚趾头想 都猜得到 刚才睡梦中 搂着那个脾气暴躁的婆娘 又是肯又是抓的 到底抓的是啥了 因为只见此时 这婆娘也明显刚醒来 只是一动不动 与她面对面侧躺着 正弹口微张 瞪大着眼睛望着她 一副恨不得把她爪子 给剁了的恼羞神情 偏偏又脸淡胀红得 如熟透的苹果 娇艳欲滴 眼里都快滴出水来 于是乎 王老爷便有些哭笑不得了 倒不至于心中多么内疚 甚至矫情慌张 或者多少负罪感 虽说跟着娘们 从来尿不到一个地方去 而且还是仇人关系 可终究也是 娶过门拜过堂的媳妇 别说搂了抱了抓了 就算天天晚上睡这里了 又怎么样 也是天经地义 可关键是 说实话 哪怕直到现在 她王老爷都没想明白 如何跟着娘们相处 若是换作其他女子 哪怕是素未蒙面的他国之女 既然败了唐成了亲 成了正式的王侍妇 即便谈不上举案其媒恩爱有加 可他王老爷至少 也会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 试着让关系清静一些 至少不至于娶过门 便不闻不问了 毕竟人家 将一辈子都托付了 可唯独这婆娘 性子又刚恋 还从来都把他王老爷 当生死仇敌看待 所以 自从当初大婚之夜 因为有诸多礼仪流程 迫不得已才进了这女子的厢房 结果何一在这睡了一晚上 直到现在 足足三个月了 他王老爷再也没踏进过 这男储公主的房间 虽然他也知道 这几个月来 苏婉晴与正言 其实也经常会过来串门 与他聊些女人之间的话题 而这女人 也终究 不再如刚从男储和亲 到来那段时间 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很多时候 也会在他那两个贴身公额的陪同下 在府上走走 甚至偶尔还会去街上逛逛 就连上个月 苏婉晴查出有了身孕 他还曾挑了些随价来的 安胎补弃之类的名贵药材 送了过去 还将自己随价来的 两个曾在男储王宫中 经验丰富的产婆吻婆 送到苏婉晴身边 吩咐他们 悉心照料那婆娘的饮食 王氏公主就是不一样 哪怕是和亲 不仅带着一大群公额侍女 就连安胎的药材与产婆都带着 可即便有时候 与他王老爷在府上遇见了 也不过礼貌性地点头打个招呼 随即便各自离开 而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更让他一愣 只见这位男储公主 果真是真沉得住气 尽管依然脸蛋通红 都快滴出水来 却并没有恼羞悲愤下 尖叫出声 然后扑过来 跟他在被窝里抓头发 撕衣服拼命 只是语气平静沉硬了一句 你醒了 随即 不仅不慢从床上爬起来 只明显蜷缩在靠床沿 便睡得太久 有点手脚发麻吃力 又温婉笑笑 王公子不必紧张 只因为昨晚 小女子眼见明月皎洁 实在思乡心切 辗转难眠 便在府上四处走走 谁曾想 刚好看见王公子 在客房外院子凉亭里 正在赵兰赵姑娘身上睡着了 赵姑娘说 公子昨日太疲乏 又饮了些酒 不忍叫醒你 而且 时间又很晚了 苏姐姐与爷妹妹 自然早已安歇 不便打扰 若是将王公子送去书房 又无人照料 况且 依照小女子男储公主的身份 也不便进去 你这大康县宫间 灵州叛司的书房 无奈之下 只得与我那两个丫鬟一道 扶着公子来了这里歇歇 抿了名嘴 就连你身上长袍外衫 还是小女子帮你拖的 只是本想着 又如大婚之夜时 就坐在床前守着 将就一晚上 奈何到了后半夜 实在困顿地不行 才琢磨着挤在一侧躺一会儿 只没想到 静一觉睡到现在 还不忘几分调侃笑意 当然 我想 这应该不算什么 大惊小怪的事吧 毕竟 我们终究是拜了堂的夫妇 别说一张床上睡了 就算真发生点什么 好像小女子 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啊 只是 如果再有下一次 你在在小女子房里 睡得这么死沉沉的 我可就不敢保证 会不会心生歹念 做点什么谋杀亲夫的事来了 毕竟 你可是我朱妙宇的仇人 若不是因为你 小女子又岂会做了 这屈辱的和亲公主 王修顿时嘴角一抽 印堂漆黑 看嘛 这婆娘从来都这样 烈得很 说话能把人活生生呛死 可老子好歹一爷们 能忍得了 被一个婆娘这般赤裸裸调侃 当下 也懒得从被窝里爬起来 迅速堆起一脸奸笑 只善善望着优雅 坐在床沿着婆娘 其实 我知道你 恨不得将我大谢八块了 可要真趁本老爷睡着 枕头下掏出剪刀筒上来吧 好像又下不去手 不过 我倒是有个主意 那便是赶紧 给本老爷生个儿子 从今以后 你就天天把我儿子打着玩 一天揍武盾 吊起来打那种 你想想 收拾不了本老爷 还收拾不了我儿子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可以出一口恶气 也算间接地报仇血恨了 更索性 扒拉一下身上内山林口 被子一撩 如果你觉得这建议可行的话 现在都可以开始实施了 不过 还请妙宇小姐动作快点 早点完事 本老爷一会 还要去府衙当职 请客 果然只见这小妞 脸色刷得变了 哪还有刚才那副 沉稳自若的模样 脸蛋瞬间一片通红 羞愤得厉害 气急败坏瞪着她 咬牙切齿 姓王的 你没完了是吧 当初我心中愤恨 唐突冒昧企图羞辱于你 都已经诚恳给你道歉了 翻不了篇了是吧 于是乎 王老爷总算心满意足了 迅速从被窝爬起来 穿好衣服 出乎意料 朱妙宇竟然主动端了一盆热水 简单洗漱一番 随便大步朝外面走去 可没料到 刚拉开房门 却听得身后 又一声喊 王公子 扭过头 却见这女子 到终于一反刚才那故意调侃 以及几分恼羞之色 神色说不出的复杂 可欲言又止了半晌 才善善憋出一句 昨天那演说会的事 小女子虽没有去 可也听说了 真的挺好 至少昨晚 我坐在床沿 就仔细看着你满面疲惫熟睡着 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你是如何抗住了那些 酸腐如生的谩骂与功法 被齿轻咬下嘴唇 以后 我再也不故意说些 调侃的话来呛你了 你也不要再用当初 我那些唐突冒昧的举动 来取笑我了 好不好 王老爷顿时一愣 笑笑 随即便消失在了门外 只是此时 他也没看见的 却是刚下了楼 朱妙宇的厢房内 便迅速钻进来 两个十六七岁的俊俏丫鬟 正是这位男储公主 随嫁来的两个贴身侍女 一脸八卦表情 公主 快说说 昨晚您和驸马 朱妙宇顿时脸淡一红 娇喝 你这丫头 瞎琢磨什么呢 昨晚 我只是坐在床前 守着她照顾她而已 另一个丫头 却是几分失望 哦 那殿下 您还恨她吗 其实 奴婢倒觉得 驸马是真的不错呀 不但有才华 对两位夫人也宠得很 对我们这些男储的丫鬟也挺好 而且成婚这么久了 也一直对公主 您保持着距离 没有半点愉悦之举 也从没因为殿下是和亲的公主 便轻视羞辱于您 这 朱妙宇神色一愣 眉头轻皱 半上 才一声轻叹 我也不知道 恨与不恨 或许 我更害怕 有朝一日会喜欢上她 便会彻底忘了男储 忘了回不去的故乡吧 苦笑 况且 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我注定不会忘了 是因为她 我们男储 包括我朱妙宇 才走到如今这屈辱地步 而她 也注定不会 对我有什么男女之情 也永远不会 将一个心中恨着自己的人 当做自己的夫人相待 她有她的骄傲 当王修走出院子 才从府上丫鬟口中得知 赵兰一大早 便告辞离开了 不知为何 这让王老爷 倒突然有点怅然若失 说实话 跟那婆娘相处 只要不张嘴闭嘴 麻袋成和 或者生意谈判上暗中较劲 其实还是挺愉快轻松的 简单用过早点 自然便匆匆出了门 直奔周府衙门去 可没想到 当她刚推出 她那老雕链子的 低配自行车 刚走出大门 却是神情一愣 只见大门外台阶上 正坐着一个老头 正是十多天前 那个突然莫名其妙出现 说是受侄孙女所托 来调查调查她王老爷信息 那个自诩一只手 能打十个王修的神秘老头 其实这十多天 倒也见过这神出鬼没的老头几次 但基本上 也都是他王老爷 往返于周府衙门 大街上远远的桥见 没说过话 可关键是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这死老头 到底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就算老子 又是一口气 二十五首绝妙好诗 又是细言提炼之术 又是一人单挑 二十多名男储学子的 好像是高调了些 可终究两个耳朵两只眼 也没长得三头六臂啊 至于这么强的好奇心 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瞧瞧 老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 眼见他王老爷出来 老头嗖的一声 便窜了起来 一副玩世不恭的老顽童德行 眨眼间便已冲到他跟前 出乎意料 也不说话 只是歪着脑袋 在他身上使劲打量着 神情那叫一个古怪 嘴里还嘖嘖出声 小子 之前还小瞧了你 没看出来 有点手段与魄力啊 只搞得他王老爷后背凉嗖嗖的 浑身不自在 倒是总算挣了正色 红光满面 小子 不错吗 昨天 那什么知行合一的演说会 老夫也去了 只是没舍得花一两银子 站在外面看的 说实话 老夫这辈子最烦的 就是那些成天咬文嚼字 知乎折野的如生了 昨天 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骂得好 骂得漂亮啊 就凭这 你小子就很合老夫的胃口吗 说着说着 又皱着眉头一声长叹 只可惜你小子 生在康国 若是我国之人 老夫就算把你五花大绑了 也非得让你小子 乖乖给老夫做孙女续去 可随即 脑袋又使劲向前凑了凑 笑呵呵的 小子 要不从今以后 你就跟着老夫混 这康国的什么县功 什么判司 不做也罢 跟着老夫混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请客 王修气得够呛 硬堂漆黑 嘴角直抽搐 死老头神经病啊 把老子堵在大门口 就为了说这些 连一两银子的门票都不舍得买 还跟着你混 吃香喝辣 却也根本懒得搭茶 只是没好气瞪着他 我说 你到底哪位 可没想到 这老头依然只是脸色一横 一副尾巴翘上天的德行 都说了 别问 对你没好处 却又朝他挤眉弄眼 不过可以告诉你 老夫性里 还一拍他肩膀 行了 老夫之所以在这等着你 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老夫要走了 算算时间 也该回去给我那侄孙女负命了 又丢下一句 或许以后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只是不知那时 我们是敌室友 倒是挺潇洒 宁起刚放在台阶上的一个包袱 大摇大摆 便禁止朝前方走去 只留下王老爷 依然一头雾水 完全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这死老头 简直莫名其妙嘛 其实按照朝中规制 如太守叛司的官职 出行是备有官教的 而且还有专门的教夫 只奈何他王老爷 实在无福消受 坐在轿子里 被人抬着 左摇右晃的 比乘坐马车不停颠簸 还要难受 关键 还麻烦 远不如骑自行车 来得舒坦方便 灵州府衙 大致位于城中央的位置 距离王老爷府上 也不算太远 虽算不得多么气派奢华 可整座府衙的占地面积不小 毕竟下属诸如行律司 商律司 农坚司等 一共七八个衙门 大大小小各级官吏 都在这里当职 而赵太白与陈静城虎 这三个两求货 自然也早在上任太守与师爷之后 便搬来了府衙旁边的官舍 可就是偏偏 隔三差五 还总是跑到王老爷府上来 混吃混合 又不讨伙食费 实在不讨人喜欢 整座府衙 自然不会是什么高楼大厦 乘三进三出的格局 靠外面的是各司衙门所在 而王修作为判司 周府仅次于太守的二把手 自然有专属办公的职房 位于最靠近内侧一座 青瓦红颜的小院内 可当他推着自行车 在各律司衙门 见来来往往的大小官吏 恭敬行礼招呼声中 到达自己职房外 却是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此时 小院大门口 正笔直站着一人 赫然正是那礼部上书 唐明之女唐娇 可最匪夷所思的 只见这蜂儿 却穿着一身 辅抚牙衣的特制服饰 暗红色三褶袍子 脚踏莲花靴 腰迹黑玉带 头戴黑色方帽 就连腰间那长剑 也换成了牙衣特有的 轻便横刀 活脱脱的哪打扮 英姿萨爽下 搭配比起一般捕快牙衣 明显娇小一些的身材 以及那张娇艳白皙的脸蛋 倒更别有一番诱人韵味 若不是那黑玉带 将这小妞腰身 竖得盈盈一握 还有牙衣袍扶 胸前高高鼓起 胸大肌好像过于发达了些 他王老爷 还真差点没看出来 除此之外 赵太白那三副颜色 还正围在这小妞跟前 好像正苦口婆心劝说什么 赵太白歪着脑袋 一本正经 唐姑娘 本宫也知道 你一直都很想 将我王兄给千刀万剐 五马分尸了 摇晃两下折扇 你的心情 我也非常理解 其实当初 他一顿坑蒙拐骗 把你的兄长 蛊惑成了现在这模样 成天就坐在院子 大树下发呆 脑极加重 昔日唐姑娘 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她不但丝毫不知悔改 竟然还谎话连篇 将你骗得团团转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实在可恨 无耻 卑鄙 唐姑娘不但温柔闲静 而且知书达理 如此一个娇柔又善良的姑娘 她怎能这样对你呢 她的这种种行为 其实令本宫也痛心疾首 深恶痛绝 简直有辱斯文 有失读书人的体面 满面正义凌然 一拍胸脯 不过放心 我们兄弟几人 已经替你教育过王兄了 他也已经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 就前两日 他还一把鼻涕一把泪 跟本宫说 太白兄啊 我不是好人啊 我不该那般欺负唐姑娘 不该蛊惑唐公子啊 我心里悔啊 还说了 改天有机会去了京城 一定来你家登门道歉 看嘛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话锋一转 可是 你现在这样 仅仅为了报仇雪恨 就为了搜集王兄为官的罪证 把自己折腾成了 叛思的随从衙役 那是万万不行的啊 你爹坏得很 他的话不能信的 所以 你还是赶紧卸了职 速速回京去吧 沉浸身长的脑袋 左右直摇晃 太白兄所言即逝 王兄的种种行为 实在令人不耻 我等是修与他为伍的 城湖傻愣愣处在那 咧着嘴 傻呵呵直乐 却奈何任凭 赵太白说的天花乱坠 这小妞根本不为所动 冷着一张脸 双目寒气逼人 一台霉 殿下觉得我会信吗 赵太白顿时就惊了 后退一步 眼珠子瞪得滚圆 咦 唐姑娘为何就不信呢 难道是本宫的眼神不够真诚 为何当初 王兄骗你 你就信了呢 难道他长得比我正直 于是乎 王兄便彻底呆住了 直愣愣望着这一幕 嘴巴微张 完全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这时 几人自然也一眼 便看见他王老爷的到来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唐娇脸色更瞬间猛的一尘 近乎本能 小手便摸向腰间横刀 那架势 就好像被他王老爷吃干抹尽 提起裤子还不认账似的 可出乎意料 却又咬牙切齿忍着 没有如初次相见时 如发狂的母豹子般 就要扑过来 跟他扯衣服 抓头发干一架 只是双目寒气逼人 死死瞪着他 倒是赵太白三个祸 顿时乌泱泱便围了过来 王老爷皱着眉头 什么情况 没想到 赵太白也是一脸苦笑 把他拽到一边 哎 王兄 你摊上大事了 这妹子也不知 哪根神经不对路子 倒是总算不叫着嚷着 要将王兄你大谢八块了 刚打听过了 好像前段时间 给他爹去了封信 把王兄你蛊惑他兄长 成天坐在树下 疯疯癫癫的事 还有你对他 坑蒙拐骗的事 说了 而且听说 他那兄长这段时间 又天天坐在院子里 倒是不拽着绳子 敲挂在房顶的铁盆了 可就是面前 摆着个火炉子 一刻不停地烧着水 就盯着那水壶使劲看 都已经烧烂了 十多个水壶了 结果唐明那老狐狸 不知是不是失心风发作了 回信中 那是勃然大怒 大骂王兄你 如此欺负他的一对儿女 那是根本没将他 这礼部尚书放在眼里 从此以后 唐家与你势不两立 然后 就给他这宝贝闺女 出了个馊主意 让他从此以后 就跟在王兄你身边 接近可能地搜集 你上任灵州叛司的罪证 如此一来 他唐明就可以在朝堂上 扳倒你了 唐家也算出口恶气 一弹手 这不 这妹子就信了 一番折腾 就把自己聘了进来 做了你的随从衙役 以后就干两件事 听听你这判司拆遣 护卫你安全 同时紧紧盯着你 只要你一犯错 就赶紧搜集罪证 欲哭无泪 这倒没什么 可关键是 有这么个妹子天天跟着 死死盯着 以后下了职 咱兄弟还怎么聚奉来 楼喝酒听权 闲暇之余 你还怎么带我 做生意搞钱 刹那间 王老爷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双目圆瞪 嘴巴张得老大 脸色瞬间漆黑 如锅底 卧槽 这大康朝 到底还有没有脑子正常的人了 不就是以前 被唐子聪那狗东西 天天纠缠得烦不胜烦 忽悠了两句 结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 给忽悠瘸了吗 不就是这小妞 当初杀气腾腾来兴师问罪 老子又打不过 所以又坑蒙拐骗 基本操作了一番吗 至于这般没完没了 还有那唐宁 好歹堂堂六部之首的礼部尚书 当朝大员 虽只见过一次面 总感觉这祸一肚子心眼坏水 可脑回路怎也如此清奇 就算老子欺负了 你的宝贝儿女 可怎连这般可笑的想法都搞出来了 居然吩咐自己娇滴滴的女儿 跑来给老子当随从衙役 老子这个叛思的罪证 他搜不搜集得到 难说 可这不是活生生送上来 让老子欺负的吗 他就不害怕 他这宝贝女儿 罪证搜集着搜集着 肚子给搜集大了 还有眼前阵面 看着倒是胸大腿长的 可脑子怎就这么单纯 连他爹这般荒唐的话都信了 至于这什么随从衙役 他倒也知道 按照大康官府制度 不仅他这叛思与太守 哪怕下属各县令 衙门都会配上一个 倒更像是前世那些公司的高层 身边配的生活秘书 无非做些跑腿的活 亦或他这叛思 需要召见下属官员 亦或有人求见 传个话之类 当然 有公务需出门时 也需要随时跟着 护卫安全 不得不承认 要盯着一个官员 有没有贪腐明知明高 有没有欺男霸女 或者假公祭司 这生活秘书一职 的确再合适不过了 最重要的 要换作以前 这小妞心中愤恨 要是把老子 摁在地上暴揍一顿 那个叫打架斗殴 可如今 老子已经上任灵州叛思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叫殴打朝廷命官 思来想去 这妈要想为自己 与兄长报仇血恨 好像也只有这一条路子了 就是看能不能 抓着老子这个叛思的 什么罪证 让他跌去皇帝面前告状 可关键 不知为何 还是总感觉那唐明 有点不对劲啊 而且 至于他一个姑娘 居然能聘进州府衙门来 王老爷也并不奇怪 这个世界的风气 虽同样相对保守 却又比前世历史上 似乎开化不少 虽大多数情况 女子妇人 依然需遵循三从四德 可女儿身 别说聘为了衙役 就算为官为利的 也并不算极其罕见 比如据说 先帝时 就曾有三四个在六部中 担任侍郎员外郎 这等要职的 是女儿身 就包括灵州府衙 农监司 还有两个典礼 也是妇人 更别提前朝时 曾还出过两个女皇帝 哦对 这不就连去年底 皇帝精挑细选 两万骑兵精锐 出兵草原下国 不也拜得个娘们 为大将军吗 听说还是个公主呢 其实这种现象 据太子言 北方庆国要常见太多 不仅几百年以来 近一半的皇帝 都是女儿身 甚至朝中大臣官员 有女人担任的 将近三成 然而 黑着脸沉思半赏 王老爷反倒一下子乐了 虽说老子一叛思 要开除一个区区生活秘书 不算什么难事 可这么愿意跟着 就跟着吧 还能把老子吃了不成 只要不再像以前 一言不合就要 跟老子抓头发 撕衣服打架 什么都好说嘛 当下 更已是满脸见笑 望向那妹子 嗨 小娇娇 唉 自从赵婉那婆娘走了 身边没个人可以欺负了 本老爷都不快乐了 唐娇面色冷凝 如寒霜 死死瞪着这 杀千刀的恶贼 双目喷火 背驰咬得咯咯直响 心中怒火 腾腾的哨 眼前这奸贼 品行败坏 卑鄙无耻 到了如此境界 天上打大雷 怎就没活生生 将他劈死 将自己从小 最亲近的兄长 祸害成那副 惨不忍睹的模样 天天坐在院子大树下 神神叨叨 心诗问罪讨个说法 结果这恶贼 不但不心生愧疚 谦虚赔礼 反倒还无耻奸诈 将他骗得团团转 哦 兄长现在好了 总算不拽着绳子 敲房顶上的铁盆了 却是天天蹲在院子里 守着个炉子烧开水 就盯着那水壶 眼睛都不眨一下 嘴里 还时不时念到什么 为何水烧开会 推动壶盖跳起来呢 这股力量 到底能不能代替人力处理呢 昨日父亲回信了 信中更是勃然大怒 说什么 当初这奸贼大婚 他代表朝廷前来道贺 就早看他不顺眼了 说什么 谁知他竟胆大 到了如此地步 如此欺凌他的一对儿女 这两子就此结下了 从此与这小儿势不两立 可偏偏 父亲又说 这恶贼如今小人得志 已经上任灵州叛司 要是再用私下手段给他教训 肯定是万万不行了 殴打朝廷命官 可是重罪 而这几日 以灵州颁布的几条新政令 玷污了先贤思想为由 狠狠弹劾了这小儿一通 却奈何 不但没效果 反倒引起了陛下的不满 要扳倒这奸贼 唯一的办法 只有尽可能多跟在这小儿身边 搜集到一些 其上任灵州叛司 一些实际的罪证 上到以权谋司 贪腐明知明高 下到欺男霸女 玩乎职守 甚至诸如吃喝奢靡 养外宅 醉心轻楼这般作风问题 他也可接御史台之手 在朝堂上让这小儿 狠狠地喝上一壶 到时候 连陛下都无法包庇 就算不能让这小儿 下雨流放 只让他丢了官职 再被朝廷训荐 唐家也算狠狠出口恶气 他唐娇琢磨了很久 觉得父亲所言 极有道理 他就不信了 就这么个龌龊无耻之徒 一旦当了官 手中有了权 还能不做点搜刮 明知明高 欺男霸女的事来 唯独 一想到以后 还得天天跟在这 庆竹难输的恶贼身边 任凭差遣 可没想到 这家伙反倒还来劲了 咧着嘴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眉毛一挑 咦 小娇娇 你这是怎么了 初入职场 就找了这么一份好工作 不但兴奋可观 还跟在周府二把手身边做事 前途一片光明 可第一天上岗 你这脸色 怎么不大好看呢 昨晚没睡好 还是身体哪不舒服啊 一拍胸脯 放心 以后只要尽职尽则好好干 你就是本叛司的心腹了 有机会 提把你当的典力 也问题不大 虽没有品接 但好歹也是这八斤的立员了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你 请客 唐娇更气得够呛 俏脸铁青的发子 一只小手紧紧握着腰间横刀 胸大鸡兜 上下起伏的厉害 天哪 这山河日月朗朗乾坤 大康朝怎就出了这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奸贼 贱 太贱了 本姑娘脸色为啥不好看 你心里没点数吗 不管了 今天就算跑去蹲大牢 也非得把这杀千刀的畜生大些八块 揍得连他夫人都认不出来 啊 忍不了了 可没想到 不等他有所动作 这家伙却是猛地后退一步 瞪大着眼珠子 望着他那只 已握着腰间横刀的小手 脑袋一歪 咦 小娇娇 干什么 干什么 停止你的小动作 牙翼对判司行凶 后果可比殴打朝廷命官 还严重哈 继续喋喋不休 我跟你说 职场上 要对领导有足够的尊重 要保持微笑 懂吗 你这个样子 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 还想不想 本判司提拔你当典礼 捧铁放晚了 信不信 本官马上开除你 紧跟着 却又话锋一转 对了 小娇娇 你刚上任本官的随从牙翼 交给你个差事 一会儿就晌午了 你去给本官买些饭食来 记住了 本官今中午要吃的 城东曹记酒楼的清炖羊排骨 承熙李氏铺子的双唐果斧 再来点城南大郎记的素饼 对 还要来点北城门旁 周氏糕点铺的烤米糕 笑咪咪点了点头 嗯 就这些吧 虽然牙翼不能骑马 也没有马车 但你 还是尽量跑快一点 不要买回来就凉了 小娇娇 本官很看好你哦 现在吃点苦 就是为了以后少吃苦 焦焦便崩溃了 天哪 快来一道惊雷 把这妖孽劈死吧 不要脸 太不要脸了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要是再看不出来 这杀千刀的 根本就是假公祭司 故意刁难他 那就是脑子被驴踢了 爹啊 您这个主意 到底靠不靠谱啊 您是不是有点小瞧了 这恶贼的无耻程度啊 别到时候 最正没搜集到 本姑娘 自己先被气死了 尽管如此 却还是强忍冲动 没直接拔出腰间横刀 将这恶贼剁成肉酱 只是铁青着脸 死死瞪着他 咬牙切齿挤出一句 行 姓王的 先让你蹦打两天 本姑娘这就跑腿去给你买 希望到时候 别噎死你 又气急败坏一声娇吃 还有 不准叫我小娇娇 恶心死了 当下 杀气腾腾 竟针朝府衙大门外走去 只留下王老爷满面错愕 善善盯着这妹子的背影 好的 小娇娇 老脸微微一红 这妹子 怎么又傻又萌的 居然还真跑去买了 其实中午 随便在附近的酒楼 买点饭菜 也可以的 扭过头 却见赵太白这三幅颜色 脑袋乌泱泱凑在一起 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滚圆 一脸看神仙的表情 唯独城虎 善善憋出一句 完了 王兄 总有一天 你会被师妹活生生打死的 三月初二 阴 京城 森严威勒的太阿公 早朝已结束了快一个时辰 天子日常批阅奏折 或召见仲臣 商议国政大事的明德殿内 锦隆帝端坐在正中央 桌案前龙椅上 双眼直勾勾望着面前 几张足足三四尺 见方的巨大纸张 陷入了沉思 只见这巨大纸张 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文字 却又丝毫看不出杂乱 正面上方正中央 一块约拳头般大小的区域 及其醒目龙飞凤舞的 写着几个大字 灵州日报 旁边还用小字写着 锦隆二十年三月初一 第一版 灵州日报社发行 不仅如此 这巨大的纸张 正反面加起来 还一共被规则地 分为了四大板块 诸如第一版 醒目位置还取了个名字 时政要文 然后首当其冲 一个小标题 狠抓经济 农伤病重 灵州发展再添强心计 然后就是密密麻麻一篇文章 2月23日 大吉 移动工 破土 灵州工业园区的建造 正式开工启动 东宫太子兼灵州太守赵成 蓝平县工兼灵州判司王修 参加了开工仪式 据悉 工业园区各类作坊 将全部采用万通商行 全新研制的水泥 以及砖石的建造方式 最后还不忘给了一段 其中 灵州商律司衙门兼司 承放大人表示 工业园区的开工 意味着灵州商谷的大力发展 正式迎爱了新历程 承大人表示 商律司衙门 将全力支持工业园区的建造 并且对未来灵州商谷的发展 表示期待与看好 除此之外 什么求贤若可 灵州判司发布招贤令 全国各地高薪聘请 各类农学工学人才 什么灵州判司王修 再发新证令 灵州将建造大康 第一座科学研究院 直看得他井隆地 一愣一愣地 嘴角直抽搐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初那小儿 刚刚上任灵州判司十来天 就一鼓作气 颁布了两条全新政令 又是提出商谷与农市并重 又是降低商税 又是鼓励农户建小作坊的 搞得朝堂震动 满朝文武大肆弹劾 眼下 因为他井隆地大发雷霆 当众放出话来 谁也不得再望一灵州新政 朝堂上 弹劾得告状的 倒是总算消停了 可即便如此 大臣们私下依然怨声在道 流言四起 而现在 这才半个月 怎么又搞出这些新东西来了 其实 这又是招贤令 又是科学研究院的 他倒能理解 记得当初 在那小儿府上喝酒时 就曾听起高谈阔论 什么科技新国战略 什么尊重人才 培养人才 无疑 这小儿已经开始 紧锣密鼓搞起来了 真正让他欲哭无泪的 却还是那承放 如果没记错 当初灵州那两条新政令推出来 这商律司兼司承放 可是足足呈上来四五封折子 状告那混账小儿 除了与诸多大臣如出一折 弹劾其大肆吹伤鼓 玷池圣贤之外 其中两本折子 都是状告那小儿 他们这些下属官吏 谁要是站出来 反驳反对新政令 便伙同太子 与陈静城虎那两个小崽子 冲上去摁在地上 便是一顿暴揍 他承放 五十多岁 都快到告老辞官的年纪了 一个堂堂七品奸丝 竟是被三天打了四顿 揍得鼻青脸肿 关键那混账 还奸哗得很 他不动手 都是城虎上去摁着 太子上去揍 陈静在旁边骂 搞得人家 不敢弹劾太子 只敢状告那小儿 怂恿太子 可眼下 居然还出来发话了 表示大力支持了 表示期待与看好了 很明显 这是被打服气了呀 这也就罢了 除了这时政要文 就还有什么科学小常识 主农心农 广而告知 文学杂谈几个板块 诸如在那科学小常识板块 他就看见 上面有一篇 李不尚书唐宁的儿子 唐仔聪撰写的文章 论为何打雷时 先见闪电 再闻雷声 稀奇古怪 什么光在空气中传送速度 远远超过声音的传送速度 什么声音的速度 或可具体测算 他仅隆地读了半天 硬是读得头晕脑胀的 诸如那广而告知板块 其中就有酒杯大一块地方 简单几句话写了 万通商行大量招募水泥作坊工匠 一时间拎着这巨大纸张 翻来覆去左看右看 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而真正让他 惊得一塌糊涂的 不但划分各大小板块的细线 笔直细如银线 就连那些文章的文字 竟然全都只有半个小拇指 指甲盖大小 这也就罢了 那些文字不仅同样大小 分毫不差 排列得整整齐齐 而且每一笔每一画 竟是说不出的规则清晰 一点没有潦草迹象 要知道 眼下的大康 无论是书商售卖的各类书本 或者各种集策 包括国子建教学使用的文本 基本都是人力腾抄出来的 比如那些书商都会聘请一些读过书 而且自写得好的先生 腾抄各类畅销的书本 然后用于售卖 只奈何 既然是人手进行腾抄 哪怕是在全神贯注 或者在比例雄厚 也难免出现各种纰漏 比如错字别字 只能化掉虫写 留下一个黑块 或者墨水不小心沾上去 或者偶尔抄写太快 字迹潦草会让人无法识别 而且即便这样 可因为腾抄一本书 需要花费太多时间精力 因此也就导致 各种书本价格高昂的初期 怎可能会做到眼前这般 不但文字大小一模一样 而且排列无比整齐 而且一笔一画重归重矩 这些统统也就罢了 又是如何做到 这几份临州日报 完全一模一样 小到某一个字的下笔 都没有丝毫差别 不科学啊 此时 端坐在对面的仔斧陈无香 死死打量着这几份巨大纸张 又何尝不是嘴巴张德老大 一脸见鬼的表情 伴赏也只得对视一眼 双双朝伺候在一旁的司礼间 太监总管张三千望去 而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两人彻底梦了 张三千一如既往地战战兢兢 拱着身子 伴赏才小心翼翼到 禀 禀陛下 据奴婢得到的消息 这什么临州日报社 乃是在蓝平县宫的主张下 由州府衙门出前 所建立的一座新的衙司 虽与府衙戈律斯衙门不同 却又隶属于官府 而这 灵州日报 便正是日报社推行的一种读物 而陛下手中这个 正是他们所发行的第一刊 颤颤巍巍 据说 这 灵州日报 将每隔十天发行一版 目前每一版 所发行的数量 暂定为五万份 以后再是情况 随时调整发行量 无论是官员 或者寻常百姓 仅仅只需要花十个铜板 便可以买得一份 便宜得很 因此 府衙每个月都需补贴不少银子 景龙帝与陈吴相对视一眼 依然不明所以 张三千脑袋 埋得更低了 蓝平县宫说 如今大康 无论朝廷或地方官府 政令的传达 还仅仅是 依靠在城中几个不告栏 张贴出来 供往来百姓观看 这往往便导致政令不畅 绝大多数百姓 对官府的一些心律令 一无所知 更重要的 百姓们获取各种信息 各种知识的渠道非常少 比如洪灾来临时 当如何防范 哪又新建了作坊在招工 而这 灵州日报 便可极大程度地解决这一问题 灵州府要得到快速发展 必须保持各个领域 包括百姓与官府之间 信息畅通 顿了顿 才有小声道 而且不仅如此 据说 待到条件成熟了 他们还将发行 针对商股们的什么 商报 比如 官府又推出了什么 针对商股的律令 或者 哪有大量的货源需要售卖 哪一家又需要求购加工的原料 甚至包括一些商业活动的数据分析 都将刊载在上面 以及 农报 传授一些农耕知识 包括牲畜积鸭养殖 瓜果蔬菜 甚至药材种植 方方面面各种技术 锦龙帝依然眉头轻皱 没说话 那混账小儿 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居然又琢磨出了 这稀奇古怪的玩意来 可没想到 张三千擦了擦额头汗水 又战战兢兢沉引道 至于这 《灵州日报》的制作 奴婢已经调查过了 说是蓝平县工的万通商行 早在去年年底 在王县工亲自组织研究下 就已经研究出了一种 全新的印刷技术 还给取了的名字 叫活字印刷术 据说 就是先用胶泥 做成一个个大小一样的方块 用反向的笔画 一个胶泥正面雕刻上一个字 需要多大的字体 就制作多大的胶泥块 然后再经过特殊技术烧制 这活字块便制作成了 当然 需要烧制很多这样的方块 经常使用的文字 一个字需要多烧制一些 顿了顿 然后 再将这些活字块 按照文章文字的顺序 一个个排列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具中 再均匀地刷上墨 纸张在上面轻轻一拓 文章便清晰地印制在上面了 比如这《灵州日报》 便是运用的这活字印刷术 这种新技术 或许对抄写一两篇文章 或者腾抄一两本书籍 没什么优势 可是要制作上千份上万份 那可就天壤之别了 就这《灵州日报》 据说足足五万份 这么大一张纸 正反面这么多文字 若是如以往 腾抄的话 仅仅一份 便需要一个人腾抄一两天 可是据说 第一刊足足五万份 万通商行的印刷作坊 仅仅十多个人 不到两天便完成了 当然 用来印刷书本 也同样如此 如履薄冰看了看锦龙地脸色 又加了一句 那些活字块和模具 不但成本低廉 可反复使用印刷效率齐高 更重要的 还不会如以往那些腾抄的书本 常有错别字 或自己潦草 让人认不出 于是顷刻间 锦龙地便彻底猛了 扇上望着张三千 又扭头死死 瞪着手中这几张 一模一样的《灵州日报》 硬是嘴巴张德老大 震惊得无以复加 身为天子 他又如何不清楚 这什么活字印刷书 若真如张三千所言 这般神奇 那意味着什么 从此以后 各种书本的制作 将几十倍上百倍 大大的节省人力成本啊 如此一来 市面上各家书商 哪怕是薄薄的一本诗集 还至于卖到几百文 甚至一两银子一本吗 眼下大康潮 尚且还有超过七成的百姓 一天学堂都没进过 甚至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最根本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 书本太贵了吗 那根本不是一个底层百姓 能负担得起的 而眼下 有了这活字印刷书 还用担心 会有那么多底层百姓子弟 读不起书吗 如此一来 那混账小儿所提出的 朝廷取士制度变革 其中加强底层百姓教化 不就变得简单多了 更重要的 这可是立在千秋的教化之功 天下读书人之福啊 倒是总算想起 去年年底 在那小儿奉明山下的 产业示范园内 亲眼目睹 正在如火如荼修建 那什么万通商行子弟小学 那小儿曾提起过 授课的书本 将由商行自己印刷 孩子们只需交一点书本费便是 当时他锦隆帝 还问了一句 什么叫印刷 奈何那狗东西 根本没搭理他 只给了他一记白眼 难道 说的便正是这活字印刷术 那混账小儿 到底是哪个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妖怪 经他手中折腾出来的 新奇玩意 那是层出不穷啊 花露水 面膜膏 细盐提炼之术 香皂肥皂 自行车 水泥 眼下又搞出了 这什么活字印刷术 邪门 不是一般的邪门啊 一时间 内心狂喜之下 只感觉大脑都嗡嗡地想 心脏扑腾扑腾地跳 扭过头 却见宰府沉无香 又何尝不是满心激动 身子都止不住颤抖的厉害 眼眶微微湿润 语无伦次 声音直哆嗦 千古之功 千古之功啊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那蓝平现功 真堪称大康的祥瑞呢 仅仅是这项奇功 便足以轻始流明啊 然而同样这时 却只听得店外 传来一太监声音 禀陛下 难处有紧急国书送来 静安街在京城中 并算不得多么知名的 繁华商业街区 没有商骨940里 也没有人来人往的汐嚷 相反 颇为幽静 静安街五号 却是一座建造的 极为气派的府邸 重重院落中 亭台楼阁应有尽有 府中好几座阁楼的延台 隔着远远的 都能望见巍峨的太阿公一角 特别那同志厚重大门上方 一块珠红色牌匾 几个流金大字 长公主府 更是令人蜕逼三舍 时间已经傍晚 本就阴沉沉的天色 似乎更昏暗了一些 而此时 靠近内侧一座小院 二楼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内 那张摆满各类真实典籍的桌案前 正款款坐着一身段 曼秒恶挪的女子 大约二十五六岁 一袭淡黄色青纱长裙 妖际流苏 头戴珠钗 勾勒着那风韵成熟的完美身段 温婉而独立 端庄而优雅 特别举手投足间 散发出那种高贵典雅的气息 更令人不敢生出丝毫亵渎之意 女子闲静端坐在椅子上 面前却是厚厚一落 各式各样的仗策 就这样全神贯注翻阅着 时而冲断玉手拨弄算盘 时而戴眉轻皱 只是那圆润白皙的脸蛋上 已是几分疲惫之色 此刻 一直翘生生伺候在旁边 一名约莫十六七岁的俊桥丫鬟 再忍不住几分担忧 殿下 您都在这坐了一下午了 也该歇一歇了 这些账策 明明交给商行那些掌柜便可以 您又何必亲力亲为 一条一条来核算 女子总算抬起头 却奈何 只是温婉笑笑 一声轻叹 你这丫头懂什么 眼下她 竟然将商行所有货品的独家代售权 都交给了我 两家都已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 而她 不仅要操持着商行的事情 肩膀上更还担着 灵州上百万百姓的期待 灵州的心正 虽有了陛下的撑腰支持 可谁都清楚 满朝文武眼下尽管嘴上不说 可全都在眼巴巴等着看她的笑话 等着落井下石 朝堂之事 本公主自然无权干涉 可唯一能为她做的 便是替她打理好这经营之事 让她能轻松一些 那丫鬟若有所思 可紧跟着 笑盈盈道 奴婢跟在殿下身边 伺候快五年了 除了太子殿下 还从未见公主 对哪个男子这般关心过 不但处处替她想着 这段时间 更是张嘴闭嘴 便是她 搞得奴婢现在 都对那蓝平现功 好奇得很 也不知这是怎样的奇男子 才会令殿下如此上心 却又几分俏皮 殿下莫不会 已经喜欢上她了吧 听府上那些年纪大典的姐姐说 喜欢上一个人 就是这样 处处为人家想着 一闲下来 心中就念着 哪怕隔着老远看上一眼 心里也喜欢得很 刹那间 却见女子脸色瞬间一红 扭头瞪着她 美好气一声清脆 你这丫头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都敢调侃七本公主了 随即 又犯起几分浅浅笑意 轻叹 还有 你都胡说些什么呢 悠悠望向前方 其实吧 只是总觉得 跟她待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轻松 似乎所有的烦心事 都可以忘在脑后 生意往来谈判的时候 看她各种奸华的手段 心中恼怒得很 领着本公主 去她那产业示范园食堂吃饭 结果口袋里几个铜板都摸不出来 看她那副脸色通红的窘迫模样 就觉得好笑 看她在演说会那高台上 单薄的身子孤零零的 被台下那些儒生 肆无忌惮口诛笔伐着 我又觉得心里好痛 恨不能去替她承受 月光下 看她就那么枕在我怀里 安静踏实地睡着 我又总盼着 时间能够慢一些 离开灵州才没两天吧 心中又总念叨着 有些疲惫 揉了揉太阳穴 其实 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了 或许更多的 只是想护好她 不求她闻达天下全清朝野 只求她能好好的 温婉笑笑 却又一声轻叹 其实是不是喜欢上了她 不重要 尚且不论 我一个寡妇 虽未跟两任未婚夫 正式拜堂过 可终究明节受损 况且她还比我小好几岁 更重要的 她已经有了三位夫人 我身为嫡长公主 跟她自然也绝无可能 只会给她带来祸事 朝廷理智与宗室礼法 不可违背 这 一时间 那丫鬟低垂着头 也沉默不说话了 可紧跟着 却又嘟囔着嘴 几分明报不平 谁说绝无可能 前几日 奴婢曾听说 眼下朝廷有官员 私下议论 为殿下宁打报不平 说什么 太子殿下向来顽劣也就罢了 还不专心正视 太子府的事 从来都是当甩手掌柜 如今更是不知所谓 跑到灵州与兰平县宫 同流合乌 肆意胡闹 哪像殿下宁 当年尚未开府建崖时 可是协理陛下 将朝政打理得紧紧有条 说什么 大康能有眼下的安稳 殿下宁功不可没 然而就在这刹那 却见女子脸色巨变 哪还有刚才的温婉贤精 抬头望向那丫鬟 目光之中 已是一片刺骨寒意 让人止如置身冰枯 顷刻间 丫鬟自是猛地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 扑通一声 已是趴在地上 身子瑟瑟发抖 面色惨白 奴婢胡言乱语 奴婢胡言乱语 看着她那满面恐惧 语无伦次的模样 女子那满面威严怒色 才总算稍微缓和了些 即便如此 依然冷明地可怕 一字一顿 起来吧 这等胡言乱语 要是再让本公主听见 这二十 离开公主府 自身自灭去吧 太子是本公主 最亲近的弟弟啊 然而同样这时 却只听得书房门外 又传来一个丫鬟的声音 丙殿下 刚有宫中传来的消息 南楚国王朱举 轰了 陛下紧急召见了 左丞相成功 又丞相曹木 三省六部官员 经过商议 朝廷派往南楚调宴的 使臣人选 最终确定为 蓝平县公王修 陛下已拟了旨意 而且同时 还下旨从南方周府 抽掉五千金兵 紧急驻扎齐山之地 刹那间 女子也是脸色微变 专案前站起身来 一太婀娜 缓缓走到窗前 美目悠悠望着外面 已有些昏暗的夜色 目光之中 已是一片忧虑之色 半赏 才悠悠沉印道 如果没猜错 是曹牧一派的主张吧 只因举剑制的 名存石王 以及灵州新政 陛下才不得不妥协 背车 本公主要去灵州府 灵州府牙 太守执房内 王修躺在赵太白 身为太守的专用椅子上 双脚搭在面前 那日常处理政务的桌案上 正歪着脑袋 使劲打量着 手中一块黑褐色牌子 然而 这牌子除了刻着些 稀奇古怪 看不懂的图案与文字 眯着眼睛瞅了半天 也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再用牙使劲咬了咬 终于有些失望了 一撇嘴 你说这玩意 是你好不容易 才专门从你爹那里求来 送给本老爷的 同坐的 也不值几个钱啊 赵太白趴在桌子上 本来正一脸谄媚讨好的见笑 却是嗖的一声 便窜了起来 眼珠子瞪得滚圆 如同被踩着尾巴 咦 王兄 你怎能如此说话呢 情绪还有些激动起来 你知道前几日回京 为了给你求这么个赏赐 本宫花了多少心血吗 你又不是不值我爹那匹钱 那可谓是千辛万苦 还差点又被他吊起来抽一顿 一把鼻涕一把泪 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 他才总算勉强答应 吞了吞口水 而且你知道 这玩意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有了这玩意 除了后宫禁地 皇宫之中可横着走不用通报 不仅如此 临危之际 全国可任意调动两千将士 当然 这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 这可代表着 皇帝对臣子绝对的信任 与亲近 天大的恩宠啊 有了这个 以后 朝中那些大臣 要想再辟大点小事 就参拟弹劾你 多少也得掂量这些了 别的不说 朝中多少公主 与旧藩的亲王 都没有这待遇 眼见王老爷有点晕乎乎的 又一脸邀功的魅笑 怎么样 王兄 本宫对你好吧 一拍胸膛 没办法 谁叫咱俩是过命的兄弟 纵然王兄拎着铁锹 追我千百遍 我待王兄依然如初恋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有 那么一点点的小感动了 只是 你到底什么时候 带我做生意搞钱啊 本宫可是把心都交给你了 你要是还敷衍堂色 就实在不厚道了 而沉浸成虎 两颗脑袋凑在一起 死死盯着那块牌子 却是羡慕得两眼通红 王兄顿时气得够呛 瞪着这狗东西 脸色漆黑 这货怕是有点毛病吧 暂且不论 老子对你这番话 咋就那么不幸呢 关键 就这么快牌子 有毛用啊 老子待在灵州好好的 吃饱了撑的 才跑去皇宫里 横着走啊 就你爹那失心疯脾气 老子敢往他跟前凑 然而这时 外面却急匆匆跑来一牙印 站在门口 一拱手行礼 并判思大人 京城来人了 说有陛下的旨意要传 王兄顿时一阵疑惑 询问的眼神望向赵太白 却见这狗东西 比他还猛 一阵气节 却值得站起身来 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骂了一声废物 大步便朝外面走去 而当王兄走出府衙 果然只见大门外 正停着一辆精致马车 旁边 正站着一个身着宫中 袍服的中年太监 毫不意外 正是那明德殿 御前行走主是太监张景 只是比起前几次 他王老爷封侯 与进封献宫 前来传指时 阵仗简单的太多 随行只带着七八个宫中侍卫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他瞬间愣住了 只见张景大步迎上来 依然一脸笑眯眯模样 义宫生 王宪宫 咱们又见面了 奴婢此番前来 是奉了陛下之命 有份口谕旨意 要传给宪宫爷 顿了顿 才朗声道 昨日 南楚有紧急国书送来 南楚国王朱举 于十日前 轰了 按照邦交礼仪 不仅咱大康 身为南楚宗主国 包括其余诸国 甚至北方沁国 都会派遣使臣前往调宴 而朝廷决议 由王宪宫 担任此次调宴使团的正使 前往南楚 当然 既然是正使 除了王宪宫 礼部以及宫中 都会派人 就这两日 便会到达灵州 与宪宫爷会合 陛下的旨意 便是这些了 宪宫爷年纪轻轻 又是第一次 代表大康率领使团 出使他国 还是早早做些准备吧 于是刹那 王宪便彻底猛了 直愣愣望着张景 硬是嘴巴微张 满面错愕 记得当初 那南楚使团兴师动众 跑来老子门外 张牙舞爪的时候 那国王朱举 还扮作随行侍卫 混杂在人群中 看着又是气宇宣昂 又是身强力壮的 直到那场堪称 金氏豪赌的财学鄙视 眼见老子一人挑战 南楚二十多宝学之士 大获全胜 按照赌约 不但虚年年 向大康称臣朝贡 永久失去了通鱼虎牙之地 还需派公主和亲 于是或 那哥们顿时就忍不住了 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暴跳如雷 就冲上笔师的高台上 几十个南楚大臣 拖都拖不住啊 摊牌了 不装了 哥们就是南楚国王朱爵 书红了眼的赌徒 哪还有理智 非得逼着老子再赌一局啊 赌约随便老子选啊 结果呢 又输得一塌糊涂 骑山之地 三座城池与人口 没了 南楚从此门户大开 彻底沦为鱼肉 哥们一下子扛不住了 当场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喷出来 直听听就昏死在了高台之上 据说 就连返回南楚的路上 都再没爬起来过 谁知 这才四五个月过去 人就没了 说实话 尽管那朱举 也算自己老丈人 死讯传来 他王老爷 倒不至于多么伤感悲痛 可或多或少 心中还是唏嘘感怀 而真正让他颇感诧异 百思不得其解的 朝中那么多大臣 为何这吊咽的使臣 偏偏就选中了老子 谁人不知 南楚沦落到如今地步 永久失了通与虎牙 骑山之地 派公主和亲 称臣纳贡 皆因本老爷一顿骚操作 说到底 老子就是整个南楚的生死仇敌啊 这要是去了 别说南楚朝中大臣 仅仅那些南楚的百姓 还能对老子有好脸色 难道仅仅就因为老子是南楚的驸马 毫无疑问 要么朝中有人给老子使绊子 要么锦龙皇帝失心疯又犯了 没想到这时 不等他说话 张景却又迅速将他拽到一边 眼见四周无人 才有压低声音 另外 临行前 皇后娘娘曾一再交代 吩咐奴婢 务必转告县公爷几句话 娘娘说 南楚地楚偏雨 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 而县公爷与南楚 又关系特殊 还望千万保重 其次 南楚的朝局 向来非常复杂 而随着去年那场财学比试 南楚沦落到如此地步 朝廷中更是暗流涌动 动荡不已 更重要的 朱举正值壮年变轰了 而王后膝下 井长公主朱庙宇一人 无论南楚还是诸国 敌便是敌 术便是术 术出的皇子王子 是不会得到臣民支持的 因此 南楚一直都位立储君 可是眼下 朱举突然轰了 新王一日不立 南楚就不会安稳 一声轻叹 才又继续道 因此 新旧王更迭之际 南楚或许可能会生出变故 甚至动荡 还望县公爷此番南楚之行 须步步谨慎 其实 南楚乱与不乱 与大康没有关系 无论谁做了新王 只要继续承认为 大康的藩属国 接受册封 都无所谓 而大康使臣的安危 才是最重要的 陛下也深知这一点 因此 已经下了诏令 从临近周府 抽掉了五千兵马 再加齐山之地 本地两万驻军 兵力虽不多 却个个都是 骁勇善战的精锐 也将在县公爷到达之时 全部陈兵南楚边境 武力威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眼下北方前线吃紧 大战一触即发 朝廷也抽掉不出 太多的兵力了 然而 一边说着 却从怀里摸出来 一个蜜辣蜜蜂着的小盒子 递到他手中 才又沉吟道 可即便如此 娘娘依然不放心 县公爷的安危 因此 他特地向陛下 求了一道秘纸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王县公可凭这道秘纸 全权调动 齐山所有驻军 娘娘只让奴婢 给县公爷带一句话 娘娘说 眼下朝廷决议以下 他无法干涉 可南楚发生变局也罢 哪怕事态发展到 一发不可收拾 连大康的领土 都岌岌可危 可是哪怕齐山之地 通于虎牙之地 统统都丢了 也无所谓 但他只有一个要求 县公爷定要安全回来 苦笑 一声轻叹 看得出来 陛下与娘娘 对县公爷 是真宠爱有加 奴婢能说的 也就这些了 还望县公爷 此行保重 又公身行了一礼 便转身钻进了马车中 在几个宫中侍卫的跟随下 缓缓朝前方驶去 王修膳上望着张景的马车 消失在远方 硬堂漆黑 有些欲哭无泪 哎 这都叫什么破事 老子就只想安安稳稳 做个小地主 甜甜小酒 喝着酱大骨啃着 混吃等死而已 招谁惹谁了 莫名其妙 做了这灵州叛死也就罢了 眼下又落得这么个 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关键 刚才还不觉得什么 无非就是辛苦跑一趟吗 结果 听张景这么一说 心里突然慌得一批 要不是看在 即便不坐着朝廷使臣 可老丈人隔屁了 于情于理 老子这个便宜女婿 好像也应该去吊咽一番 老子非得连夜 扛着自行车就跑落 然而 甩了甩脑袋 正打算折返腐牙 却又神色一致 只见此时 前方不远 正翘生生站着一个女子 淡蓝色拖地长裙 恶娜多姿 风韵却又不显 丝毫坠肉的成熟身段 正是赵兰 就这么端庄典雅 站在前方 美目流转 却正浅浅笑意望着自己 王老爷顿时一下子乐了 咧开嘴 便是一脸尖笑 哟 大侄女 不得不说 也不知因为当初演说会上 这个婆娘的举动 或是习惯了两人间 这种轻松的相处方式 半个月不见 心里还多少有点念着 倒让她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很不科学 然而 话音未落 便见这婆娘 脸色顿时一寒 娇贺 闭嘴 跟你说多少次了 叫兰姐 杨怒没好气瞪她一眼 再乱叫 小心将你装麻戴成河 我劝你最好相信 我真做得出这样的事 王老爷嘴角一抽 不说话了 没想到 看着她那副吃别表情 这女人又扑吃一声 笑了出来 瞠怒中带着几分得意 却是款款走了过来 每次见面 不口舌上占奴家点便宜 你是浑身不自在 就是欠收拾 从断玉手 替她拍了拍有些褶皱的官服 理了李林口 才又柔声道 这次来灵州 其实没什么事 就是半个月没见了 想来看看你 又带着命令口吻 走 陪姐姐上逛逛去 来灵州城这么多次了 还从没好好逛过 昨日京城便有消息 从朝廷传了出来 说你 马上要出事难处了 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 你又没出过远门 姐顺便给你采购些 必须的东西 路上带着 四 请客 王老爷脸色瞬间变绿了 就想不明白了 无论哪个时代的女人 为何都这么喜欢逛街 前世时 那个凶巴巴的恶婆娘如此 眼前这婆娘又是如此 那玩意 究竟有啥乐趣 却奈何 不等她跳起来反对 赵兰却是恶狠狠一瞪眼 几分威严寒气逼人 王老爷吓得一哆嗦 咽了 于是乎 这小妞似乎总算满意了 又没好气瞪她一眼 面含浅笑 娇臣骂道 这还差不多 入夜 府上客房外 那片幽静的院落 中央那块虽然不大 却极其别致的人工湖内 已有荷叶冒出了嫩绿的尖牙 中间那座木制凉亭内 王老爷正悠闲躺在牧场一上 脑袋枕在赵兰大腿上 倒是说不出的悠闲舒坦 半眯着眼睛 嘴里却是叨叨个不停 轻点 轻点 唉 对对 这力道就合适得很 泽泽 我跟你说 你这按学位的手法 还真是绝了 简直舒服得很 对了 你爹最近在忙什么呢 好几个月没来临州了 回头见着他 我帮你说刀说刀他 哪有他这样当爹的 家里生意 也不管 全交给女儿来打脸 然而 喋喋不休念叨的正起劲 却感觉太阳穴那双柔软小手 动作停了下来 扭过头睁开眼 却是一正 只见这婆娘 美目正悠悠望着自己 哪还有当初 狠狠一巴掌 抽在那什么力不佑侍郎 郑卓之子郑云的脸上 吓得那几十名群情激愤的 如生世子 瞬间静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 那般威武霸气 只是美好气一声娇骂 得了便宜还卖乖 念叨起来没完了是吧 真把姐当你的丫鬟使欢了 眼波盈盈 圆润娇艳的脸上 几分愈怒称怪 又几分似水柔情 然而紧跟着 却又一声轻叹 温柔凝视着她 坐起来 陪姐说会话 随即 倒是扶着她起身 紧挨着自己坐下 却也只是说不出的柔情款款 冲断玉手 轻轻替她整理着衣衫领口 被齿轻起 此番去南楚 路途遥远 定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另外 听闻南楚朝局动荡 新旧王位更迭 稍有不慎 便一生出变故 你行事千万谨慎 还有 姐已经吩咐了下去 咱康泰商行 位于南方各州府的店铺掌柜 你路过时若有需要 他们也会全力相助 记住了 姐对你就一个要求 平平安安回来 一时间 朦胧夜色下 看着这个女人 风情万种下 贤妻两母般碎碎念着 王修竟是有些吃了 郑郑望着 静在咫尺这张娇艳脸蛋 心中却是莫名触动 纵然千年钢铁 直男修炼成精 却哪还感受不到 这个女人心中太多柔情与感怀 情不自禁 近乎本能 双手便已紧紧还在她那柔软腰身上 赵兰本还想再嘱托两句 可刹那间 娇躯猛得一颤 似乎也根本没料到 这个少年郎 竟会做出如此举动 脸蛋瞬间一片通红 一声娇鹤 你干什么 一反刚才的柔情款款 已是满面恼羞之色 恶狠狠瞪着她 寒气逼人 可出乎意料 面对她那盛气凌人的威严气势 也不知是不是刚喝了点小酒 壮了耸人胆 王老爷竟是丝毫不拒 从未有过的硬气 昂着脑袋 老子就爆了 怎么的吧 奈何就是声音有些发抖 吞了吞口水 我懂 不就是撞麻袋成和吗 姓赵的 你吓唬谁呢 你觉得 老子真会信了你的鬼话 那什么 将未婚夫成和的事 赵兰依然死死瞪着她 羞愤得厉害 有朝一日 你自会知道 我没骗过你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于是刹那 王老爷硬气不起来了 额头冷汗刷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印堂漆黑 声音直哆嗦 算你厉害 可没想到 眼见她 这副黑着脸吃扁模样 赵兰却是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哪还有刚才那副 盛气凌人的威严 目光盈盈望着她 真是哪里没办法 你想抱 就抱着吧 但不准乱动 反正解一个寡妇 早已不在乎什么名节了 但是记住了 以后万万不可如此了 接下来倒是平淡无奇 天上点点星光 朦胧夜色下 赵兰也只是任凭王老爷 轻轻还着她那柔软腰身 有一句没一句 说这些京城中的奇人趣闻 直到夜色更深 才款款起身 静止回了府上安顿的客房 只是临走之前 又称怪瞪她一眼 丢下一句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连解的便宜都敢占了 再敢有下次 剁了你的狗爪子 只留下王老爷 独自坐在长椅上 脸色轻一阵 红一阵 沉思良久 最终 王修也并没有选择 回正檐的房间 而是静止朝朱庙宇 那独立小院而去 尽管从大婚到现在 跟那个女人之间 也并没有多少来往 更别提举案其媒 可说到底 终究是拜了唐的夫妇 而眼下 那女人应该 也已得知了 父亲嫁轰的消息 于情于理 她似乎都应该去看看 当她静止上了二楼 轻轻推开房门进去 却不由得又是一愣 只见这位男储公主 尚且还没有歇歇 此刻 只是坐在床前那张桌案前 淡紫色轻纱长裙 勾勒着那 曼妙恶娜的身段 搭配那张绝美精致的脸蛋 在略显昏暗的油灯下 楚楚动人 可出乎意料 并没有如她所预料那般 因为父亲的去世 伤心欲绝 哭得肝肠寸断 就这么安静地坐着 美目正正望着窗外 神情呆滞 这让她倒是几分诧异 却也只得静止走过去 在她跟前床沿坐下 朱妙宇这才回过神来 扭过头 面色一愣 夫君怎么来了 果然再没如往常 一见面就故意说些 阴阳怪气的话来呛她 面色依然平静 甚至平静得有些可怕 昨天我去看苏姐姐了 我们聊了很久 看得出来 快要做母亲了 她非常高兴 我们还试着 给孩子取了一大堆名字 然而好像都不大好听 王修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 短暂沉默 却见这女子又淡然笑笑 只是笑容 多少有些勉强 今天上午 我还和颜儿妹妹 去街上逛了 买了些胭脂水粉 路过府衙的时候 本想去看看你 可颜儿妹妹又怕打扰到你 王修皱着眉头 如何看不出来 这个女子顾左右而言其他 根本是在用这样一种 倔强的方式 掩饰着内心悲痛 然而越是这样 房间内似乎越弥漫着一种 说不出的悲凉与沉闷 可偏偏 一时间也不知该说点什么 半上 才一声轻叹 我过来只是跟你说一声 你应该也知道了 我便是此次朝廷 派往南楚调宴的正事 本来按照惯例 和亲的公主 既然已经嫁了过来 是再不能回到故国的 可我还是决定 带你一起去南楚 哪有父亲亡故 亲生女儿 却连去调宴送别的权利 都没有的道理 不出意外 礼部和宫中的人 明天下午便会到灵州 你也早些做点准备 然而话音未落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她也瞬间愣住了 只见刹那间 朱妙与神情猛的一致 呆至当场 哪还有刚才故作镇定的平静 小手死死抓着裙摆 脚躯微微颤抖着 泪水瞬间 只如绝地的洪水 汹涌而出 悠悠凝视着她 目光说不出的复杂 嘴唇蠕动着 想要说点什么 却似乎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梁九 却是静止站起身来 朝她吟吟一欠身 声音哽咽 艰难挤出几个字 夫君 谢谢你 王羞硬堂一黑 嘴角猛地一抽 没想到 半晌 却见这婆娘 情绪似乎总算稍微平复一些 扭过头 悠悠望着前方 声音落寞沉吟道 说实话 今天下午得到父亲死讯时 妾身并不觉得意外 其实我早已料到 她的身体熬不了多久 自从去年 与夫君那场财血比试 我们难处大败 父亲气急攻心当场吐血 回到南楚之后 她便一病不起 就连妾身前来和亲 从公主府出阁之时 她也是被人抬着 前来给我送行 拉着我的手 那般费力地跟我说 是她害了我 如果不是她急功近利 我不会沦落到 如此屈辱的地步 说着说着 她便哭了 任凭泪水无声地滚落 又哽咽沉吟道 她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君主 但绝对是一个好父亲 只为独让妾身意外的 父亲的嫁轰 与夫君也算有着莫大关系 明明当初心中恨夫君恨得入骨 可反倒这个时候 却一点也恨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是南楚的公主了 毕竟南楚威力储君 而且父亲膝下敌出的 除了我再无他人 将来无论谁做了新的南楚国王 切身都成了外人 或是这几个月 我也想了很多 当初夫君骂我 骂得对 国与国之间的交锋 本就是如此残酷 只是因为父亲太急功近利 再加上运气太差 遇上了夫君而已 况且 妾身又似乎是幸运地 嫁与了夫君 虽做了这屈辱的和亲公主 可夫君也并没有轻视羞辱于我 而且 府上两位姐妹 也都对我挺好 转过头 泪眼妈撒望着她 只为独让妾身没想到 夫君竟会主动提出 带妾身回南楚 送父亲一程 毕竟 哪有送出去和亲的公主 再回到故国的道理 这份恩情 妾身心中记一辈子 王秀有些哭笑不得 还真没料到 这么点小事 居然能让这小妞 感动得如此 尽管如此 却也只是摆了摆手 笑笑 便起身离开 第二天 当王老爷起床洗漱完毕 拖着疲惫身子 从正妍儿房里出来 便又被府上丫鬟告知 赵兰娜婆娘 又一大早便告辞离开了 这让她又一阵莫名惆怅 那婆娘就这点不好 每次都是匆匆地来 又匆匆地走 朝廷派往南楚的调宴使团 是下午才到达灵州的 直接先停在了府门外 除了他王老爷作为正使 副使人选 却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干寿官员 名叫张渠 乃是礼部又侍郎 说起来 还是唐明的手下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十多个礼部与兵部的官员 以及宫中 也派了一些宫女与侍卫 毕竟此去难处 路途遥远 总得有人护卫安全 以及照顾饮食起居 整个使团加起来 零零总总 六七十人之多 而作为宗主国派遣使臣 前去藩蜀国 给国王调宴 由他王老爷一个朝廷县工作证实 这样的规格 自然不算高 也不算低 符合理智 只为独当那一群朝中官员 在得知朱妙宇 这位南楚公主 也将随行前往时 一个个倒是一副便秘模样 而因为他王老爷 不会骑马的缘故 这一路上 自然也只能与朱妙宇 挤在一辆马车里 两三千里落 骑自行车 肯定是不行的 苏婉晴与郑妍自然在门口送行 唯独意料不到 仅仅是出使南楚去吊咽一番 算算时间 往返也不过一两个月 郑妍这个心思敏感的小妞 硬是能哭得稀里哗啦 就连苏婉晴这个从来落落大方 又沉稳的府上主母 也是眼眶湿润 倒是搞得他哭笑不得 然而 当他正要钻进马车 却不由得又神色一论 却见前方 正急行而来三辆自行车 丝毫不意外 正是赵太白那三副颜色 京城三大才子 自从几人上任 邻州太守 判司的职务 这三个两求货 就非得死其白赖 缠着他王老爷 也搞辆自行车 实在拗不过 因此眼下 搞得邻州城的百姓 一看见凤莱楼门口 停着四辆自行车 便知道 太守大人与判司大人 又在里面喝酒听曲了 眨眼间 三副颜色便已在跟前停下 可唯独意想不到 赵太白这货 脸色却是说不出的难看 搭拉着脑袋 说不出是伤感 还是心情沉重 一副死了亲爹的德行 静止走到他跟前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顿时搞得王老爷一阵气节 轻车熟路 一脚踹他屁股上 破口大骂 废柴 又不是生离死别 别跟个娘们似的恶心人行不行 可没想到 屁股被踹 这货也不暴跳如雷 只是脸色微微一红 苦笑 王兄 其实你去南楚 本宫一点不难过 相反 你不在 你藏在府衙那几坛子 闷倒牛眉酒 便是我们的了 我与东坡兄姊美兄 会一边喝酒 一边想你的 然而 又一声长叹 只奈何 本宫也要走了 面色凝重 昨晚 京城有急报传来 北方边境 战事起了 沁国三十万大军 分为两路 在那女皇帝李庆梅的 亲自坐镇下 士气高涨 分别从居宇关 以及虎劳关 进犯大康 战况从未有过的激烈 短短三天 大康失了两成 将是死伤上万 说着说着 声音竟是有些哽咽 我记得 王兄跟我说过一句话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解 虽本宫 最烦的便是 处理各种政事 但我身为太子 国之储君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不能再窝在灵州 本宫应该去前线 哪怕不能运筹 帷幄杀敌于千里 也当去亲眼看着 我大康的蒸蒸男儿 是如何抛头颅 洒热血 不过放心 灵州的心症 是王兄的心血 刚来之前 我已经安排妥当 王兄不在这段时候 各间撕衙们会 各撕指手 一拍他的肩膀 眼眶隐约有些湿润 王兄 各自保重 待本宫齐开 得胜归来时 咱兄弟 再痛饮三百杯 随即 转身便静直 朝前方走去 落日的余晖 有些刺眼 拉长着身影 不知为何 竟让人总感觉 有些苍凉 一时间 不知为何 正正看着那三个货的 背影消失 王兄竟也只感觉 鼻孔一阵酸楚 半嗓 却也只得一挥手 朝使团一声命令 出发 落日余晖下 使臣的车队 浩浩荡荡 行驶在关道上 王兄鞋 靠在车厢中央主位上 心中却是叫苦不迭 直将赵太白 那狗贼他爹骂了七八十遍 这出使他国的使臣 真特么不识人当的 尽管苏婉晴 细心为他准备了一大堆 路上解罚的误事 诸如被入靠枕 将牛肉小吃食 甚至挤坛子好久 可马车一路颠簸 这才出发不到一个时辰 便搞得他头晕脑胀 胃里直冒酸水 而关键是 路途遥远 至少得十二三天时间 才能到达南楚王城 虽然也将途经 好几个南方州府 而且 沿途也有一站可以歇息 可为了赶时间 绝大多数时候 都只能睡在马车上 据说骑马 要比坐马车舒服一些 这让他突然想起 当初那个脾气暴躁 又那般娇憨迷人的婆娘 曾经教他骑马 五六天也没把他教会 那婆娘真的太没用了 只是不知 他现在到底身在何方 过得好不好 朱妙宇因为是回去奔丧 自然早换上一套 纯黑色素裙 发簪朱差也已摘下 禽手峨眉 玲珑身段下 少了些往日的明艳光彩 多了几分素雅 与楚楚连人 这女子从来都是如此 也不知是 男储女子天生的要强 或是不愿在她面前 展露软弱 从坐上马车 都只是安静坐在一侧 没有因为父亲的顽固 而戚戚爱爱哭哭啼啼 相反 神色从未有过的平静 从始至终 小手掀开着车厢的帘子 悠悠望着远方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只是隐约有些红肿的眼角 看得出来 她昨晚应该哭过 不知为何 这还是她王老爷第一次 对这女子 有了些恻隐之心 虽身份娇贵 可因为难处的弱小鸡瓶 她这位嫡长公主 似乎从一出生 便背负着太多 上十年心血 潜心研究科务医学 创办科务研究院 只为了让贫苦的男储 能走上一条科技新国的道路 可到头来 反倒因为她王老爷 一顿骚操作 研究院没了 她自己都成了屈辱的和亲公主 就连回去给父亲奔丧的资格 都不能自主 这时 朱妙宇终于放下叫帘 悠悠转过头来 扭头望向王修 却也不知是因为 总算意识到 这一路上 都将与这个男人 共处这一辖小车厢 明明当初 两人还曾一个被窝里 睡过一晚上 他王老爷还睡梦中 抱着他又柔又抓的 这女子都那般淡定自若 而此时 居然破天荒地 脸蛋隐约一道红韵 却又似乎终于注意到 他被这一路颠簸 折腾得灰头土脸 几分窘迫 轻轻咬了咬下嘴唇 伸手指了指 自己身边的长条座凳 道时落落大方 夫君要不坐过来 靠在妾身身上睡一会 这样会舒服一些 王老爷顿时一阵错愕 没想到 朱妙宇抿嘴一笑 几分打趣 怎么 当初夫君曾两次 就躺在妾身床上 呼呼睡着 都不怕妾身心中仇恨 趁你睡着起了歹念 眼下 外面那么多大康的官员与侍卫 夫君反倒怕了 或者 夫君是害怕 妾身会趁机占你些便宜 可也不应该啊 夫君都快当跌的人了 而妾身还是清白身子 请客 王老爷一阵吃扁 印堂漆黑 瞧瞧 这婆娘一点不守信用 上次还一本正经地说 以后再也不故意说些 阴阳怪气的话来调侃老子了 结果现在又来了 尽管说实话 两人到现在的关系 似乎都相处得颇为尴尬 可本就是拜了堂的夫妇 而且人家一女子都主动张口了 她自然也不至于多矫情 最主要 这车厢的座椅设计 躺不能躺睡 不能睡的 实在难受 自是二话不说 便挪着屁股 紧挨着她坐下 朱妙鱼脸色又是微微一红 却也只是略微侧过身子 一条玉壁轻轻搂着她的肩膀 让她靠在自己怀里 还真别说 尽管姿势依然有些别扭 屁股得撅着 可好歹腿能伸出去 的确舒服多了 片刻间功夫便沉沉睡去 可当王修再次醒来 眼前的景象 却让她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此时 已经是晚上 月初的夜晚 到处漆黑一片 只有外面些许火把的灯光 透过车厢门帘的缝隙照进来 让她能隐约看见车厢内的光景 使团的队伍 应该也已经停了下来 而此刻 自己依然半靠在朱妙鱼怀里 这个女子 也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侧着身子微微弓着腰 让她能靠得舒服些 只为独不同 似乎担心 她睡着摔到地上 一双玉壁紧紧搂着她的肩膀 而且 明显因为长期保持这个动作 显得有些吃力 娇躯僵硬 可真正令她哭笑不得的 却是不知何时 一只手 已紧紧搂着她那柔软小蛮腰 而另一只手 赫然正不歪不斜 死死抓在她那风韵挺翘的臀部上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原来的配方 不愧是好生养的身段 手感就是好啊 可关键 老子这该死的狗爪子啊 也不知是不是天天晚上 搂着苏婉晴 或正妍儿睡觉养成的习惯 经常是老子睡着了 她自己就找地方去了 而更要命的 却是此时 这女子也正美目悠悠望着自己 背齿轻咬下嘴唇 那俏丽脸蛋 早已通红得如熟透的苹果 唯独与上次不同 并没有多少苦大仇深的恼怒之色 只是几分 拿她无可奈何的气急败坏之下 羞得无地自容 目光盈盈 眼里都快滴出水来 那副娇羞无限的模样 特别软香 在怀那温润感受 以及鼻息间 隐约阵阵女子特有的忧香 竟让她有些呆了 小腹一阵燥热 然而 这妞果然一如既往的沉得住气 眼见她醒来 尽管脸蛋依然红得厉害 却依然迅速恢复镇定之色 背齿轻且 柔声道 你醒啊 现在才刚出了灵州府地界 副使张大人派人来说 使团就在此处扎营 天亮再继续出发 夫君要不要下去活动一下筋骨 妾身搂着夫君太久了 现在手脚发麻 需要缓一缓再下来 王修自然迅速放开她 坐直身子 不得不说 睡了一觉 浑身就是比刚才轻松多了 跳下马车 浓密的夜色下 隐约可见 此时所处的位置 正位于关道旁边一大片空地上 背山靠阴地势平坦 倒是极其适合扎营 马夫自然将马匹卸下 牵到了一旁 为些草料粮食 几个侍卫手举着火把 四周来回巡逻 那些随行的宫女 也早在前方空地上 支起了石头架起了桃锅 开始煮些饭食 而那十多个礼部兵部的官员 也正挑了一块空地 围坐成群 吹牛打屁闲聊 眼见他这个正使下的车来 自然纷纷起身行李 一口一个县公爷正使大人 王老爷自然没什么兴趣 过去凑热闹 只是静止走到前方不远 那条涓涓小河旁 找了块石头坐下 纯粹就是出来放松一下筋骨 长时间坐在马车里 实在别们的慌 明天应该又是个大晴天 天上繁星点点 所以是春暖花开的时节 可荒郊野外的晚上 还是有些凉意 说实话 这还是他王老爷 来到这大康朝 第一次踏出灵州境内 竟让他有些心神恍惚 王宪公倒是好雅致 独自一人坐在这看星星 然而这时 却听得身后一道声音 扭过头 却见那礼部又侍郎张渠 正大步朝自己走来 这老东西 别瞧着身子干瘦 眼眶内线 一副病奄奄的模样 可兴趣还挺雅致 此番初始 随行竟还带了个 三十多岁的年轻妇人 风韵油存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就一直待在他那马车里 而眼下 明显在车厢里 又辛苦劳作了一番 这老家伙走路都摇摇晃晃 下巴和脖子上 还几道唇红印记 即便如此 倒是精神尚渴 一屁股在他旁边坐下 便堆着一脸谄媚的 拱了拱手 压低声音 县公爷年纪上轻 第一次出使他国 一看没经验 老夫在里不待了七八年了 代表朝廷出使他国 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 虽路途遥远 难免寂寞 可县公爷 怎能带着自己夫人同行呢 这出门在外 自然得领略一番 不一样的风光不是 也怪下官与王宪宫 才出自相识 否则 有老夫来给宪宫爷张罗 保证安排得妥妥当当 又会伺候人 又漂亮 而且还绝对是梁家 最起码 也得是个头牌 嘶 王老爷眼珠子瞪得滚圆 有喝 这老东西 看着奇貌不扬 很懂吗 唐明手下 个个是人才啊 没想到 张曲又眉头一皱 更何况 宪宫爷带谁不好 非得带这位三夫人 压低声音 毕竟谁不知道 这可是南楚嫡长公主啊 暂且不说 和亲的公主 回去故国调宴 难免引起咱朝中 诸多非议 最重要的 县公或许有所不知 这位长公主 在南楚 因为多年 协助朱举辅佐朝政 而且又爱戴百姓 向来在南楚威望极高 其实 如果不出意外 她八九不离时 便应该是下一任南楚的王 只奈何现在 和亲来的大康 自然也就与王位无缘了 王修没说话 却见这家伙 倒一片好心 继续劝道 可眼下 朱举轰 而南楚又未立储君 新旧王位更迭之际 这位长公主 却回了南楚调宴 身份敏感 更容易让南楚生出乱子 甚至给县公宁 惹上不小的麻烦 王修微微皱了皱眉 她倒还真不知道 南楚这些内幕 然而 张渠却又咧嘴一笑 不过县公爷也不必紧张 南楚终究是番薯国 眼下咱大康 占了齐山之地 门户大开 又有咱两万精兵驻扎边境 无论谁做了新一任的南楚国王 也断然不敢太为难咱大康的使臣 对使臣动手 无异于直接宣战 区区南楚 没这么大胆量 王老爷笑笑 依然没说话 短暂沉默 却见这老东西又一拱手 其实此番初始 无非两个内容 其一便是参加朱举的出殡仪式 另外 如果南楚新国王确定下来的话 新王登基 诸国使臣还需要留下来官礼 县公爷初次初始 没经验 不过没关系 下官自会打理好一切 只为独到时候 除了咱们 还有其余诸国的使臣 这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王县公还得注意些技巧 哦 王修顿时一愣 有些好奇 然而 这家伙却是一晃脑袋 一本正经 其实也没什么 无非几个要点 第一 不失国威 不丢国体 第二 咱大康是大国 在其余诸国面前 要体现出大国风度与雅量 说话时 要儒雅 要斯文 话锋一转 行了 县公爷继续看星星 下官就不打扰雅致了 只是县公爷年纪轻轻 便以贵为县公 日后同朝为官 还望多多关照啊 以后再有一起出使的机会 下官来替县公爷 安排随行的女子 包在我身上 然后站起身来 拍拍屁股 发着骚 又钻进远处 他那辆帘子密闭的马车去了 直看的王老爷一愣一愣的 时间转眼 已是三月十九 这一路长途跋涉 虽波折不少 倒也总算平安 到达南楚王都 延城 尽管他王老爷还特意命令 放缓点速度 可近半个月的行程 依然将他折腾得苦不堪言 特别是途径通雨 以及骑山之地时 全是山路 哪怕官道也崎岖得很 往往很多时候 需要下来走路 而且一走就是半天 越过堪称门户的骑山之地 倒是总算稍微平坦了些 时间已经傍晚 眼看着窗外道路越来越宽 放眼望去 远处一座巍峨的巨大城门 渐渐引入眼帘 王老爷总算常常松一口气 总算到了 要是再走下去 非得中道崩俗了 其实按照理智 其余诸国使臣到来 都会由南城门进城 可因为大康 身为南楚宗主国 自然是由北城门进入 车队缓缓前行 不到片刻间功夫 总算停下 而当王老爷率先跳下车来 只见前方城门外 早已等候着一大群南楚的官员 身着官服 只是因为国丧期间 一个个却又身披白色校服 站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约莫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赫然正是当初 朱妙宇前来大康和亲时 宋亲使团中 为首那个官员 明明恨他王老爷入股 却也只能低三下四 请求他王老爷 能带那小妞好些 特别折返之时 这中年官员眼中含泪 声音悲怆哽咽 仰天喊那一声长公主殿下 老臣走了 还望殿下 多多保重 切莫忘了南楚的清风与明月 倒是让他王老爷 至今心有七七言 从朱妙宇口中得知 此人明书望归 官拜南楚李肇思 偏于小国 朝廷建制 自然不像大康那般复杂 除了三省六部 还有众多机构 这李肇思 也就相当于礼部尚书一职 就如同当初那大赵司马游四方 乃是南楚总览朝政的丞相 眼见大康使臣到来 自是不敢丝毫怠慢 当下 领着那一群官员 大步便迎了上来 拱了拱手 南楚李肇思书旺归 见过大康兰平县公 以及诸位使臣大人 然而 抬头望向王修身边的朱妙宇 却是脸色猛的一致 明显丝毫没料到 这位派往大康和亲的公主 竟随着使团回来了 毕竟 按照理智 这可是未有的先例 瞬间 神情更说不出的激动 略显苍老的身子颤抖不已 又毕恭毕竟一失礼 老臣拜见长公主殿下 一声长叹 眼角隐约有些湿润 声音哽咽 是老臣无能 没能照顾好王上 还请殿下责罚 一时间 身后那群南楚官员 又何尝不是满面激动感怀 一个个涌上前来 纷纷失礼 其中不少人更是声音创燃 悲乎不已 殿下 王上归天了 王上 您在天之灵都看见了吗 您日日夜夜 想着念着的长公主殿下 回来看您了 殿下 南楚的陈明 可是天天念着您啊 然而一个个在望向王修 却又是群情激愤 满腔怒火 只如面对生死仇敌 好几个更是额头青睛 都已迢迢抱起 那架势 似乎就要一窝蜂猛扑上来 将他生吞活泼 大谢八块了 尽管不得不说 如此反应 在国与国之间使臣接待 已实属相当实力 然而对此 王老爷倒是无所谓 也早在预料之中 眼下来到仇人窝子 这帮人要是能对他笑脸相迎 那才是见鬼了 恨就恨着呗 反正你们又不敢来打我 只为独眉料到 那张曲所言丝毫不假 朱妙宇竞争在南楚朝廷 有着如此高的威望 扭过头 却见身边这女子 纵然性子倔强 这一路上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 但此时 小手死死攥着裙摆 眼角也满是泪花在闪烁 可扮上 却也只是声音平静 淡然沉吟道 诸位大人言重了 更无需多礼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小女子自前往大康和亲 便不再是南楚的人了 而且此番归来 宋父亲一成 也是以大康兰平县公夫人的身份 不是南楚公主 此言一出 倒是令这群大臣一阵唏嘘 可没想到 不等他王老爷站出来客套两句 却见身后的父使张曲 嗖的一声便窜了出来 横在书旺归跟前 面色一沉 却是一声冷哼 果然不愧是骗于小国 未经叫化 你便是书旺归 听说再南楚朝廷 也算中军的骨功之臣 没料到 怎是如此不懂礼数 一副秀 我大康 乃是宗主国 我等此番前来吊咽 长途跋涉历经艰辛 结果到头来 竟只有你这区区李赵斯 在这迎见 你们南楚 便是如此怠慢 我大康使臣的 你们的国楚呢 大赵司马由四方呢 为何不来相迎 趾高气扬 胡子都快一根根翘起 这也就罢了 我大康使团正使 乃是堂堂兰平县宫 身份何其尊贵 能亲自尾身前来 那是给你们南楚面子 别说你们这些小官小列 由四方见了 那也得给老子乖乖下马行李 吹胡子瞪眼 破口大骂 结果你们这群渣渣 竟还敢对我大康县宫 呲牙咧嘴 冷眼相对 你们眼里 还有我大康 皇帝陛下吗 还有礼法吗 你 请客间 不仅书王归 那群南楚大臣 更是脸色巨变 齐刷刷向前一步 更是满面愤慨之色 那架势 着势就要冲过来拼命 可没想到 这张曲情绪 还更激动起来 上蹿下跳 一掳袖子 露出一双干瘦胳膊 歪着脑袋 呦 怎么 骂你们这群杀财几句 还不服气 不就是因为咱县公爷 你们南楚才不得不称臣纳贡 还永久丢了通鱼虎牙 齐山之地 觉得屈辱了 觉得委屈了 没关系 不服气 咱们开战便是了吗 齐山之地 两国边境 我大康已经成兵十万 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士 早就按捺不住想过过瘾了 一撇嘴 机翘冷笑 打又不敢打 瞪什么眼睛呢 往前一步 索性还拨弄两下一衫 胸膛往前一挺 来 打我 打我试试 哎呦 瞧瞧 你们把本关下的 后背汗水都出来了 有 当初你男厨使臣 跑来我大康耀武扬威 叫嚷着 要我大康归还通鱼虎牙之地 伯父前梁下架公主的时候 不是挺猖狂的吗 怎么 现在狂不起来了 不懂礼貌 呸 于是请客 王老爷便彻底猛了 扭头望向这老头 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卧槽 不是说好的 要大国雅量 要斯文儒雅吗 早知道这样 老子刚才就先开骂了 而且 你这发挥得也不好啊 没想到 这老头倒是一脸心满意足 退回来 扶在他耳边 王献功 您第一次做使臣 没经验 这国与国之间交往 还讲究一个气势 况且 这男储虽为藩属国 却与大康积怨颇深 眼下男储王位更迭 咱们又摸不清情况 不管那么多 先骂了再说 一时间 城门外 场面更剑拔弩张起来 那群男储官员 更是面色铁青 悲愤的厉害 一个个咬牙切齿 双眼喷火 王修只是冷冷望着这一幕 没说话 时间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却见那书旺龟 虽同样满面羞愤 却也只是咬了咬牙 一摆手 事已身后 那群官员退下 才又一功身 张富史教训的事 是男储怠慢失礼了 只是 男储鸡若小国 而眼下比国王上驾轰 实至国丧 诸多事宜皆需操持 礼数不周之处 还望各位大人多多包涵 随即 又转过身 一声吩咐 来 给大康史臣 牵马 入城 各国都城 自然都有专门用于 接待他国史臣的官设 诸如 大康京城的四方馆 而男储的 却名为青史馆 朱举的出殡之期 定在了3月23 因此接下来 倒是难得有几天空闲 在南储大臣的亲自引路下 史团车队自然很快入城 浩浩荡荡行驶在 烟城大街上 王修拨开车厢帘子 却只见外面 一副与大康截然不同的景象 虽也算得上商骨伶俐 可一座座乌舍 却是显得低癌 减弱了许多 大康的京城没去过 可哪怕相对 临州城的繁华景象 这南储王城 也同样显得破败不少 因为国丧期间 一家家铺面 自然都挂着白婆 更徒增几分销索悲凉气息 除此之外 大街上虽行人不少 来来往往 可绝大多数百姓 兼衣着朴素 甚至满是补丁 极其少见有什么豪华马车 朱庙宇因为是和亲他国 而且又是以 大康兰平县公夫人的身份前来 自是不能再回他的公主府 也只能前往青石馆 扭过头来 却见对面这女子 也同样正扭头正正望着窗外 却哪还有这一路上的平静淡然 独物私人之下 娇艳脸蛋 写满着黯然神伤与孤寂 似乎也察觉到他在看他 转过头来 慌忙擦拭两下眼角泪花 朝他欺然笑笑 这里便是妾身从小长大的地方 虽比不得灵州的繁华 哪怕昔日的公主府 也比夫君府上简陋许多 可终究是妾身的故土 本来自从和亲 踏入大康边境 便从没奢望过 有朝一日还能再回来 因此 才难免多愁善感了些 倒是让夫君见笑了 王修摸了摸鼻子 直到这时 才恍然发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婆娘在他面前 说话总显得小心翼翼 紧跟着 这小妞又一声轻叹 还有 其实妾身也知道 此次我们难处 的确有诸多失礼之处 按照礼节 大康为宗主国 使臣到来 哪怕城门十里外相迎 也是应该的 况且 即便除了妾身 父亲膝下再无敌出子嗣 可按理 也应该是庶出的大王子 或者大兆司马游四方 前来相迎 可不知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 居然只派了李兆司 倒让人有些担忧 新旧王位更迭 怕是不会平静 而且那些大臣 也对夫君有所冒犯 话风一转 妾身虽为难处公主 却更是夫君之父 字不便多言 但那书妄归 从小看着妾身长大 算是妾身最亲近的长辈了 更难得一片忠心 还望在燕城这段时间 夫君莫要过多为难于他 然而这时 不等王老爷张嘴说点什么 却感觉马车猛地便停了下来 伴随着 只听得车厢外面 一阵嘈杂叫喊声 与朱妙宇对视一眼 几分疑惑 却也只得与这小妞 双双跳下车来 只见前方大街上 熙熙攘攘已围拢着不少百姓 可偏偏 彻底堵住了车队前行的道路 而当他领着朱妙宇 好不容易挤到人群前面 却是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此时 中间一大片空地上立着三匹枣红色高头大马 尽管他王老爷不会骑马 可看毛色与个头 绝不是难处的矮个子马 应该是北方价值千斤的良居 最前方一匹马上 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穿一身短衫静装 可锦绣花纹样式极其精美 材质更是极其名贵的月段 脚踏流云靴 手持长长的马鞭 虽年纪上小 却是发育良好 长得前挺后翘 胸前鼓囊囊的 更重要的 一张略带婴儿肥 粉嘟嘟的脸蛋 搭配一双大眼睛 樱桃般温润小嘴 倒是几分娇憾可爱 一眼便看得出来 应该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 可偏偏 生性却说不出的刁蛮 此刻 并没有跨在马背上 只是双腿朝一个方向横坐着 面带韵怒之色 趾高气扬 望着面前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 只见老头 一身破烂带补丁衣服 骨瘦如柴 花白头发如稻草凌乱 正躺在地上 一边瑟瑟发抖 眼里满是恐惧之色 一边使劲捂着身体 痛苦哀嚎着 饶命 饶命 姑娘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从脚踝手臂几条红肿印记 看得出来 应该是已挨过一顿毒打 却奈何 那姑娘根本怒气不消 阴气逼人生生娇斥 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栽在姑奶奶手里 还能有你好日子过 跑啊 你倒是接着跑啊 除此之外 那姑娘身后两头骏马上 却是坐着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身穿盔甲 腰配横刀 威风凛凛 此时 两人倒是一脸为难之色 小心翼翼拱手相劝 郡主 差不多行了 咱回去吧 却奈何 那姑娘根本得理不饶人 又一声娇喝 闭嘴 姑奶奶今天难得兴致 都被这老东西搅和了 今天非得让她知道知道 姑奶奶不是这么好惹的 当下 又是虎虎生风一马鞭 照着那老头抽了过去 直疼的那老头 呲牙咧嘴 更哀嚎个不停 一时间 直看的王老爷 也是一阵鱼心不忍 疑惑望向朱妙宇 却见这小妞 也一脸茫然 明显也根本不认识这姑娘 可说实话 他王老爷 从来都不是什么 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这天下 从来诸多是强凌弱的不平事 也没人管得完 况且 眼下还身在他国 此番初始难处 最大的想法 也就是赶紧走完一程 看完老国王净土新国王登基 然后赶紧回去交差 自然 也更没什么兴趣 来看一个刁钻大小剑 欺凌一个弱小老头 当下 也只是 没好气嘀咕了一句 刁钻任性 没教养 随即转身 便要领着朱妙宇 返回马车上 可没想到 刚走两步 却只听得身后 一声娇和 站住 那个长得丑的 你刚说什么 你刚骂本姑娘什么 有胆子再说一句 怎么 想提这老东西 打抱不平 没关系 来 来 本姑娘给你个机会 看你这官服样式 康国来的吧 你们康国蓝平县 公王修听过吧 我爷爷说了 姑奶奶的身手 一只手打四个 王修轻轻松松 今天还会怕了你 刹 刹那间 王修脸色一阵钻心的疼 老脸一下子变黑了 从那两个随从侍卫 嘴里喊着郡主 也多少能猜到 应该同样是他 国前来吊咽的使臣 可那句长得丑的 一只手打四个 王修轻轻松松 是几个意思 转过头来 只见这粉嘟嘟脸 倒是放过那 古兽如柴的老头 横坐马背上 居高临下望着他 兴慕阴气逼人 鼓着腮帮 气呼呼的 又一声娇和 哎 就是你 刚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信不信本姑娘 今天撕烂你的嘴 于是请客 王修更气得够呛 这一路周车劳顿 本就折腾的鬼火帽 此时大庭广众之下 哪忍得了 被一个小丫头 如此挑衅 也得亏这是再难处 若是在灵州 老子的地盘上 就这种刁钻任性 还飞扬跋扈的蜂 老子非得一麻袋 套脑袋上 然后拖小树林去搞一顿 然后让他 阴阴阴哭上两天 如赵婉唐娇那种 一只手能打 八个十个王修的 老子的确慌得一批 可就你这种小趴菜 才能打区区四个王修 老子还能耸了不成 就算打不赢 也非得抓头发扯衣服 抱着咬上两口 况且 依照他上任灵州判司 长达一个多月的经验 这类统计数据 多少还是有些水分的 当下 铁青这脸 大步折返回来 静止走到他跟前 可尽管如此 却也只是 头过去一记白眼 老子说 你刁钻任性 没教养 又一撇嘴 不仅如此 这般恶毒手段 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 就是欠收拾 现在听清楚了 刹那间 却见这小妞 脸色刷得变了 身份不凡 还自幼娇声惯养 哪受得了这般赤裸裸的辱骂 粉嘟嘟瞬间变得青样样的 摇鼻一皱 鼓囊囊的胸脯 上下起伏的厉害 姓木员邓 煞气凌人 恼羞交加一声呵斥 臭流氓 姑奶奶杀了你 话音未落 小手熟练无比在空中 划过一道弧线 手中那精致马鞭 虎虎生风便朝王老爷胸前抽过来 干净利落 出手竟是几分狠辣 虽明显还挺讲究 刻意避开脑袋面门这等要害部位 可这一马鞭抽在身上 也绝对不好受 即便不至于皮开肉绽 恐怕也少不了一道血痕 说实实那时快 王修尽管早有预料 迅速一个闪身 总算勉强躲开 让那鞭子擦着自己而过 可瞬间 也是额头冷汗 刷得便冒了出来 惊魂未定 再望向这粉嘟嘟脸 已是彻底怒了 心中怒火腾腾的烧 面色已阴沉 冷凝到极致 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 指指点点议论个不停 粉嘟嘟脸一边子落空 更几分恼羞之色 同样怒不可遏瞪着她 气急败坏又一声骂 哟 没看出来 居然还能躲过姑奶奶一遍 来 再来 当下又要一边子抽过来 然而同样这时 不等她抬手 接下来的情形 却那般史料不及 让在场所有人惊呆了 只见刹那 王老爷却是在猛地上前一步 伸手一指前方 惊呼出声 看 你爷爷来了 粉嘟嘟脸神色一正 近乎本能 扭头朝身后望去 可同样在这电光火石之际 却见王老爷动作矫健 先是狠狠一巴掌 抽在那匹枣红骏马大腿上 揪 马匹一声惊叫 前蹄朝天 猛地朝前方窜去 与此同时 又是一把牢牢抓住那马鞭 狠狠往跟前一拽 啊 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 紧随其后 便见那小妞 根本来不及反应 娇小身子 猛地便从马背上栽了下来 扑通一声闷响 活生生便摔倒在地 可动作丝毫不停 不等着小妞翻身爬起来 说时时那时快 一个剑步 动作行云流水超常发挥 已是一屁股便跨坐在她后背上 将她迎面死死压在身下 一只手更死死抓住她的手腕 扣在身后 让她纹丝不能动弹 满腔怒火下 另一只手 照着她那挺翘的小臀部 便是一巴掌 接着一巴掌抽过去 啪 啪 尽管平常怕死得要命 可刚差点被这刁蛮小妞 一鞭子抽得皮开肉绽 满腔怒火下 哪还顾得了那许多 脸色阴沉得可怕 咬牙切齿 嘴里更是声声大骂 大爷的 哪里冒出来的疯婆娘 不愿搭理你 你还来劲 你家爹娘就没教过你 做人要温婉宫签 一小姑娘 手段竟是如此很多 老子今天就替你爹娘 好好教育教育你 好大根乌烧蛇顿不怕 年纪轻轻 就如此恶毒 长大了 还不得草菅人命 抢抢名女 请客 粉嘟嘟脸也彻底梦了 杏木圆瞪 谈口微张 似乎大脑都化作一片空白 可紧跟着 一阵深入骨髓的脑袖 悲愤袭来 更是气得快晕厥过去 当下 近乎本能 不顾一切 便猛烈挣扎着 脸蛋煞白 嘴里更阵阵与无伦次尖叫 奸贼 饿贼 放开姑奶奶 臭流氓 本姑娘今天跟你拼了 我要杀了你 啊 畜生 住手 疼啊 不准打了 哎呦 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 使诈 偷袭 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放开姑奶奶 我要跟你决斗 却奈何任凭他如何挣扎 双手被扣在身后 根本使不出力气来 一时间 更急得花容失色 泪水都忍不住在眼眶打转 于是请客 在场所有人便彻底猛了 那熙熙攘攘的围观群众 直愣愣望着这一幕 硬是嘴巴张德老大 作为王城百姓 或许他国使臣见得不少 可两个他国使臣 在南楚王城大街上 扯头发撕衣服打架 还真是新鲜得很厉 就连朱妙宇 也是满面恶然 而直到这时 粉嘟嘟脸 那两个随从侍卫 似乎总算从一片震惊中 回过神来 瞬间 面色一沉 一声爆喝 大胆 作为侍卫 哪能容忍自己主子 在眼前惨遭如此屈辱 乃还丝毫迟疑 盯得两声脆响 腰间横刀已出鞘 跳下马 骑刷刷便冲过来 杀气腾腾 似乎就要手起刀落 就要将这个胆大包天的少年 大谢八块 然而同样这时 不等两人有所动作 却又只听得远处 一声大喝 我看谁敢动手 围起来 敢对正史大人行凶者 格杀勿论 紧跟着 便只见人群外 以一窝蜂冲过来 十多个身穿盔甲的侍卫 自然正是大康使臣 随行而来的宫中侍卫 一个个同样威风凛凛 眨眼间 便已将那两名男子 团团围在中间 腰间横刀同样一出窍 满面冷冰杀意 于是刹那 场面变得更见把弩张起来 却奈何王老爷 满腔怒火气急败坏之下 动作依然不停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继续抽在那刁蛮小妞屁股上 大爷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管求他哪个国家的郡主 先揍了再说 况且 这属于私人恩怨 还上升不到两国矛盾 从而引起战事的地步 等这次难处之行结束 他还能跑到灵州来咬老子两口不成 半上 直抽的胳膊都有些酸痛 才终于心满意足了 心中的气终于顺了些 这才总算停下动作 放开这小妞 样样站起身来 还不忘气急败坏 骂上两句 就这点三脚猫功夫 还自诩能打四个王羞 今天只是点一点小小教训 以后再遇见你形式这般恶毒 还抽你 你要是觉得不服气 本公子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吴子俊 府上乃是大康力部侍郎吴正德 随时欢迎你来打我 却见跟前这小妞 似乎早已挣扎得没了力气 迎面趴在地上 只是倔强地向后扭着脑袋 死死瞪着她 滔天羞愤下 似乎大脑都以化作空白 只是双目喷火 弹口不停喘着气 堂堂一国郡主 自幼娇生惯养 哪受过这般屈辱 这么多难处的百姓看着 大庭广众之下 竟是当街被一个陌生男子 一屁股坐在地上 姿势那般羞人 还被打了一顿屁股 关键 坑蒙拐骗 然后偷袭 一气呵成 手段是如此卑鄙 无耻 臭不要脸 庆竹难输 人神共愤 这大康的皇帝 是瞎了眼了吗 怎会录用这样一个 下流无耻的恶贼为官 这天下 怎就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一时间 满腔委屈之下 泪水更止不住在眼眶打转 倒是总算回过神来 几分狼狈 艰难从地上爬起来 可明显 小屁股被抽得火辣辣的 估计都红肿了 刚站起身 一个步履不稳 差点摔倒 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局面 却也明显知道 今天在这里 占不到什么便宜 恼羞之下 被吃咬的哥哥只想 强人泪水不滚出来 双手死死捂着臀部 鼓着腮帮 牙缝中挤出一句 行 康国无子君事吧 本姑娘记住了 随即 朝那两名随从侍卫一声呵斥 愣着干什么 我们走 王修只是一记白眼 不想搭理他 可没想到 就在这时 却听得身后一阵喊声 县公爷 县公爷 打听到了 紧随其后 便见副使张渠 那死老头 跌跌撞撞 从人群外冲了过来 冲到跟前 一拱手 猴急猴急 县公爷 下官刚派了侍卫出去 打探到了 荡漾着一脸见笑 县公爷果然不愧 大康第一起男子 当初一人之力 独占男储 二十多名保学之士的 美少年啊 这一路上 不险山不露水 谁知道 刚到阎城 就直接干了票大的呀 死老头笑得眼睛 都快眯成两道缝 知道这姑娘是谁吗 说出来吓一跳 她乃是沁国的 永宁郡主李乐瑶 她爷爷可是 沁国大名鼎鼎的齐王 至于她唐姐 那自然是沁国女皇帝了 县公爷这一顿打 那可是打出了 咱大康的国威 扬眉吐气啊 那虎狼沁国 不是正来世兄兄 进犯咱大康领土吗 您想想 咱大康的县公 却在南楚的都城 将沁国的郡主给揍了 是不是扬眉吐气 况且 就算沁国强大 可此番初始南楚 也就那么点人 最多跟咱打打嘴仗 没事 骂人这方面 下官擅长 咦 于是乎 王兄眉毛一挑 一下子乐了 没看出来 这死老头一路上 就跟那美艳妇人 又是肯又是抱的 搞得走路都两腿打颤的 可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嘛 反正两国都已经在干仗了 这敌国郡主 打了就打了 还能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可刚转过头 却又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粉嘟嘟脸 明明都走了 不知何时 竟然又折返了回来 此时 却正悠悠望着他 双手依然死死捂着 火辣辣的臀部 可百思不得其解的 却与刚才那副苦大仇身 悲愤交加截然不同 尽管依然几分恼羞 可双目在他身上使劲打量着 眼神却是说不出的复杂 半赏才憋出一句 你不是吴子俊 你就是康国兰平县公王修 对不对 可眨眼间 脸蛋却是迅速一红 气呼呼一跺脚 含羞带怒望着他 一跺脚 你 你误会我了 伸手一指 依然还在旁边地上躺着 那骨瘦如柴的老头 我不是手段恶毒 是强凌弱的坏女子 刚才 本姑娘郑贤逛 刚好撞见这老头 抢一个妇人的钱袋子 那妇人抓住她不放 她竟然还掏出刀子要行凶 一看就是惯犯了 我骑着马 一路追到这里 才狠狠收拾了一顿 一边说着 着实又要朝那老头 一脚踹过去 与此同时 只见那老头 又吓得一哆嗦 哭爹喊娘大呼饶命 果然 竟是老老实实从怀里 摸出一个钱袋子来 里面看着 也没多少个铜板 与此同时 人群中冲过来一个 衣着朴素的中年妇人 哭哭啼啼 一把从她手中夺回钱袋子 又朝那小妞一阵感恩戴德 紧跟着 却见那李乐瑶 嘟闹着嘴 又一副可怜巴巴模样 还有 刚才我用鞭子抽你 是不对 但以后 你能不能别打我 那里了 真的好痛的 说着说着 却又一阵莫名委屈袭来 泪水一下子便滚了出来 又一跺脚 一声悲呼 爷爷 你骗我 这王修明明就是个大坏人 大恶人 就知道欺负人 而且 我根本打不了私的王修 随即 一蹶一拐 扭头便朝前方跑去了 于是乎 王老爷便彻底愣住了 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 一头雾水 卧槽 这到底什么情况 老子现在 名声都已经这么大了吗 连人家沁国的堂堂皇室王也都知道了 使臣车队继续前行 可这一路 随处可见一队队身穿盔甲 手持长矛的进军卫队 大街上狂奔而过 也不知是国丧期间 有诸国调宴使臣前来 正常加强安全防备 或是因为其他 却总给这座南楚王城 增添了几分沉闷压抑的气氛 青史馆的规模不小 一眼望不到头的珠红色院墙和围下 里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宅子庭院 各国使臣的安全 自视头等大势 整座青史馆内 戒备森严 三步一哨 五步一岗 大康作为宗主国 被安顿在靠中央的一座大宅子 而当张渠领着随行使臣 以及公俄们进了里面 门口只剩下王修二人时 那陪同着进来的李 赵司书忘归 才终于一声长叹 眉宇间写满疲惫与沉重 望向朱妙宇 倒是又恭敬一失礼 此生还能再见着长公主殿下 老臣也算死而无憾了 王上走的时候 没什么痛苦 只唯一放心不下的 便是殿下宁 担心殿下宁 嫁到大康 会过得不好 会受欺凌 毕竟谁都知道 自古和亲的公主 难有善终的 朱妙宇尽管神色欺然 却也指得淡然笑笑 让书伯父担心了 我在大康过得很好 夫君对我也宠爱有加 书忘归这才释然一些 短暂沉默 才又一声轻叹 其实有些话 刚才这一路上 人多眼杂 老臣不方便讲 望一眼旁边王修 王宪公虽为大康使臣 却也是南楚驸马 算不得外人 眼下 老臣最为担心的 还是南楚接下来的命运 脸上写满浓浓担忧 王上撒手人寰 却并未立处 国不可一日无君 而王上膝下 子嗣稀少 数出的王子中 除了夭折的 只剩下大王子朱豪 三王子朱镇 可殿下也知道 大王子向来顽固 不学无术 整天只知斗鸡玩鸟 哪懂什么国政大事 注定不会是民主 而三王子虽颇为聪慧 但尚且年幼 才刚满八岁 其生母有身份低微 未得王上灵性时 还只是一宫女 子幼母弱 必为隐患 朝刚不稳 究竟立谁为新王 如今朝中 各执几件争吵不休 又一声长叹 可最令老臣焦虑 也不能寐的 还远不是这些 而是大赵司马游四方 自王上驾轰 这段时间 他的举动便一直颇为反常 眼下新旧王位更迭 身为总览国政的丞相 他本应站出来 主持大局 稳定朝政 可谁曾想 这段时间 他竟对立新王一世 不闻不问 而且大多数时候 也都是闭门不出 这也就罢了 殿下你也知道 大赵司马 从来与西赵 宋旅两国 颇为亲近 包括上次 与两国合盟 由南楚出面 前往大康施压 逼迫大康皇帝 归还通与虎牙两帝 拨付钱梁 下嫁公主 更是他的极力主张 而老臣得到的消息 西赵宋旅两国调宴的使臣 自从来了燕城 往大赵司马府 跑得极为频繁 他自上任大赵司马以来 一贯的主张 便是联合周围诸国 共同对抗大康 如今的南楚 自去年与王宪公一场比试 朝局已是动荡不已 若是再生乱子 恐国作威夷 揉了揉 有些湿润的眼角 叹道 若是殿下没有嫁居大康 哪会有诸多烦心事 朱庙宇 何尝不是满面忧郁 然而伴赏 也指得样样苦笑 书伯父严重了 也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了 自打嫁居大康 我便已不再是南楚的公主了 这话要传与别人听去 反倒难免涂生乱子 对我夫君也诸多不利 书望归哑然 仰头长叹 是啊 眼下再说这些 已然无用 只是老臣 心中感怀罢了 随即 再朝二人施了一礼 便匆匆告辞离去 入夜 饭时自然由南楚王宫送来 颇为丰盛 近半月舟车劳顿 总算到达燕城 使臣们自然性质颇高 聚在前厅推杯致展 毫不痛快 接近此时 一个个才终于进行 渐渐散去 王修这才拖着微醺疲惫的身子 朝宅子后院 他与朱庙宇 那间厢房走去 可推开房门进去 却是神色一愣 只见这婆娘 居然还未救寝 一动不动坐在床檐 明显在等着她回来 可此时 神情呆滞悠悠 望着前方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娇艳白皙的脸蛋上 隐约几分欺伤悲凉 昏暗游灯下 一袭纯黑素裙 曼妙身影 总显得有些孤寂落寞 不知为何 却让她王老爷 第一次有些莫名心疼 这时 眼见她近来 朱庙宇先是神色一致 随即 倒是迅速收起那满面忧伤之色 投过来一记温婉笑容 夫君这是喝了多少酒 时间不早了 妾身这便伺候夫君休息 起身出去 不一会儿便端来一盆热水 伺候她洗漱一番 王老爷也不是扭捏矫情之人 况且本就浑身疲惫 迫切想要好好睡一觉 自然三两下 便脱下长袍 指着内衫 钻进被窝里 然而再扭过头 却见朱庙宇 依然一动不动坐在床檐 神色竟是说不出的拘束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这让她一阵好笑 迅速堆起 一脸调侃笑意 记得自前来和亲 第一次进府 可是多少次张嘴闭嘴叫嚷着 你这身子注定是本老爷的 也不是没一张床睡过 而且这一路上 搂搂包包也不知多少次了 怎么 现在反倒怕了 然而话音未落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她瞬间愣住了 出乎意料 这小妞破天荒 居然并没有因为她的调侃 丝毫恼羞之责 只是脸蛋微微一红 称怪瞪她一眼 夫君莫要取笑切身 可紧跟着却又似乎想到什么一般 神情一阵黯然 美目悠悠凝视着她 目光说不出的复杂 小手死死攥着裙摆 背齿轻轻咬着下嘴唇 梁九 似乎鼓足着莫大勇气 声音有些哽咽 憋出一句 夫君 我想要个孩子 不 刹那间 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 直勾勾瞪着这小妞 硬是惊得下巴都快滚到被子上 没想到 朱妙宇依然只是神色复杂望着她 目光之中隐约几分苦涩落寞 半赏 才一声轻叹 其实切身也不否认 自从那场才学鄙视 我们南楚输得一塌糊涂 从此不仅继续称臣纳贡 永久失去了通与虎牙齐山之地 门户大开 连我也沦为和亲的公主 满是屈辱 即便我知道 一切皆因父亲急功近利 皆是南楚旧由自取 可我依然真的好恨你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恨 恨不能将你引泄食肉 咬了咬牙 声音落寞 可即便如此 从住进你府上 从大婚 一直到现在 切身也从未想过加害于你 你不懂我们南楚的女子 或许因为土地贫瘠生活艰辛 为了活下去 往往女子也得如男儿般下地劳动 干苦力 甚至为了挣一份军饷 也多少女子披甲上战场 去浴血厮杀 苦难 让南楚的女人 骨子里变得坚强 甚至倔强 也正因为如此 南楚的女子又是最忠烈的 嫁了一个男人 那便是一辈子 哪怕守了寡 也会为丈夫守劫 少有会改嫁的 顿了顿 才有几分自嘲 沉吟道 所以夫君不知道的是 新婚之夜时 洞房中 尽管我还那般恨你入骨 明明心里害怕的要命 怕你做出那些举动来 可妾身那句夫君要留下的话 妾身便伺候夫君歇息 并不是故意说话 呛你调侃你 至少那晚 即便你真要了我的身子 妾身也会尽心侍奉 因为哪怕心中恨着 可竟然败了唐成了亲 那便是我一辈子的男人 王修没说话 神色玩味 两久 忠妙宇又一丝苦笑 扭头悠悠望着前方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我也不知怎么了 或许因为对夫君了解多了 或许是夫君的以礼相待 或许理智也深知 夫君说得对 国与国之间的交锋 向来如此残酷 慢慢发现 心中似乎没以前那般恨之入骨了 相反 有时百无聊赖在府上走走 心里还挺希望能与夫君遇上 哪怕只是打个招呼 便匆匆离开 那知行何一演说会 听闻夫君就那么孤零零一个人 任凭那些如生式子宫乏声讨 又心中难受 也正是那晚 将你从赵兰赵姑娘怀里 扶着回了房间 哪怕就那样坐在床前 静静看着你熟睡的样子 却有心生欢喜 可是我又害怕 真喜欢上你 会忘了心中仇恨 会忘了南楚的故土 是不是挺矛盾 短暂沉默 声音有些哽咽 还有那天晚上 刚得知父亲驾轰的消息 你来看我 你告诉我 愿意带我一起回南楚 然后又匆匆离开了 其实你不知道 我多么希望 那天晚上你能留下来 不为其他 只因为 哪怕你依然呼呼大睡着 我能坐在床前守着你 都会觉得 心里踏实许多 不那么悲痛 淡然笑笑 强迫让自己保持着平静之色 才又继续沉吟到 其实此次来南楚 这一路 我想了很多 或许因为父亲的亡故 无论未来谁做了新的王上 这里都已经不再是我的国 而只是我的故土 我才猛然发现 我的家不在燕城 而在灵州 然而 声音已是说不出的落寞 其实我从来都知道 或许因为当初那般唐突的羞辱你 或许因为我南楚公主的身份 夫君对妾身 从未有过一丝男女之情 也从未将妾身 真正当作自己夫人看待过 相反 一直心存芥蒂 其实这一路上 多少次想告诉夫君 作为和亲的公主 我虽是不幸的 可能嫁给夫君 却又是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想要为夫君生儿育女 看着苏姐姐即将为人母 那满面幸福的样子 我其实挺羡慕的 可又实在没那般勇气 更害怕你会觉得我轻浮 觉得只是因为你带我回南楚 送父亲一程 心中感激才如此 只是说着说着 泪水却再也忍不住 在眼眶打着转 房间之中顿时安静地出奇 不知过了多久 朱妙宇才总算慢悠悠转过头来 可紧跟着 却又不由地神色一愣 只见眼前这男人 依然一言不发 只是正正望着他 可不知为何 脸上笑眯眯的 却是说不出的玩味古怪 可半晌又朝他投过来一记 如看白痴的眼神 眉头一皱 我说朱妙宇 你脑子是不是有点傻 朱妙宇一正 有点不明所以 紧跟着 却见这男子 更一脸嫌弃表情 我说这一路 你咋在老子面前 说话从来都小心翼翼的 没错 老子之前是挺烦你的 可是 你以为 老子为何会领你回南楚 只是因为你爹死了 同情你 你以为这一路 老子又为何会心安理得 搂着你睡觉 也得窥视你爹的丧妻 对你来说 终究算是不孝不敬 否则你信不信 这半个月一路过来 你可能一半概率都怀上了 在车厢里 虽然有点不妥 但好歹咱沿途 还是住过几个驿站吧 顷刻间 朱妙宇郊区猛的一阵 却哪还不明白 这男人 到底什么意思 似乎大脑都化作一片空白 泪水更瞬间 如绝地的洪水 汹涌而出 可偏偏那俏丽脸上 已是一脸甜美笑意 刹那间 哪还丝毫犹豫 便一猛地 扑在这个男人怀里 油灯吹灭 只是很快 房间里便传出来 阵阵连狗都嫌弃的声音 唉 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居然会栽在你这个仇人手里 夫君 等父亲丧妻过了 我便把自己给你好不好 妾身给你的仇 恐怕真只有如你自己所说的 等着吧 以后妾身若给你生了儿子 就天天打你儿子出气 你就这么抱着我 好好睡觉 别动 翠 你手又伸哪儿去了 快拿出来 你这个样子 让妾身怎么睡 烦死了 一夜无事 第二天 当王修睁开眼睛 却见朱妙宇 早已起床梳妆完毕 郑安静坐在床檐 悠悠望着她 与这一路上 那几分患得患失截然不同 美目流转 竟是说不出的温柔 更带着些许坠入爱河 小女人般的欢喜甜蜜 眼见她醒来 只是被齿轻起 夫君醒了 妾身这便伺候你更衣 可随即 娇艳的脸蛋 又迅速涌起一片坨红 几分恼羞称怪瞪她一眼 你也真是的 都睡着了 一双手也不老实 害得妾身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时间 美目流转下 那说不出的妩媚味道 更是让她王老爷 彻底吃了 口干舌燥 小夫都燥热得厉害 心中更是一阵好笑 暂且不说 这婆娘刚住进府上时 因为心中屈辱仇恨 想要羞辱老子 当着面就要宽衣解带 还叫让王公子动作快点 硬是面不改色 性子何等刚烈 包括这一路行来 多少次搂搂抱抱 也从来都是表现得淡然不惊 结果昨晚 不就是两人只穿着内衫 一个被窝里 搂着睡了一晚上吗 啥事也没做 反倒还害起修来了 呃 不得不说 果真不愧是好生养的曼妙身段啊 软香在怀 入手之处 那手感 实在让人欲罢不能啊 当下 哪还有丝毫迟疑 拉着她的小手 将她往跟前轻轻一拽 便已将她紧紧揽在怀里 后时的嘴唇 轻车熟路 便已死死堵在她那温润欲滴的弹口上 上下起手 只折腾的这小妞 脸蛋潮红吐气如蓝 眼里都快滴出水来 才总算心满意足了 放开她 一游未尽 从床上爬起来 在这婆娘 依然通红着脸的伺候下 穿好衣衫 简单洗漱一番 才牵着她的小手走出房间 距离国丧出并吊宴 尚且还有两三天 哪怕是此番初始 除了观礼吊宴之外 还有宗主国与藩蜀国之间的 诸多事宜需要处理 可这也需要等到新王登基之后 因此这两天 倒是难得空闲 最终 王老爷还是决定 趁着今日天气不错 领着朱妙宇出去逛逛 虽然这辈子最深恶痛绝的 便是陪女人逛街 可何尝不清楚 尽管这婆娘或许害怕她担心 或许骨子里的倔强 从来都一副淡然不惊的模样 可父亲亡故 心中又何等的悲伤 却偏偏 因为是嫁出去和亲的公主 就连此番归来 也只能以康国兰平县公夫人的身份 别说提前进宫 去父亲邻旧前守灵尽孝 就连昔日的公主府都回不去了 领她出去到处走走 再好好闻一闻这乡土气息 或许心中也能少些遗憾吧 毕竟 此番初始结束 回去灵州之后 她恐怕就真的再难以回到这片故土了 只没料到 仅仅这么点小事 竟让这位堂堂男厨长公主 感动得眼里直闪泪花 然而 简单用过饭时 牵着朱妙宇的小手 刚走出使团安置的这座宅子 却是神色一致 只见此时 宅子大门外 正巧声声站着一女子 竟然那粉嘟嘟脸 李乐瑶 庆国那什么永宁郡主 齐王的嫡孙女 女皇帝李青梅的堂妹 一大堆头衔 依然一身红白相见 上等月段绣花短衫 脚踏精美流云靴 竖着小蛮腰 胸前鼓囊囊 几分英姿飒爽 有些婴儿肥粉嘟嘟的脸蛋 如凝脂的肌肤 白里透红 小腰鼻搭配樱桃般小嘴 又说不出的娇憨迷人 今天倒是没骑马 可身后依然跟着昨日所见 那两个虎背熊腰的带刀侍卫 看样子 根本就是在这专门等着她 毕竟据她所知 庆国使臣安置的宅子 在后方还隔着牢远 而且还等得早有些不耐烦了 一边呱嘻嘻 使劲朝大门里面望 还气呼呼嘟闹着嘴 骂骂咧咧着什么 眼见她王老爷出来 顿时神色一喜 蹦蹦跳跳便迎了上来 直接横在跟前 眉毛一挑 喂 顿时又几分委屈 撇着嘴 我还以为你不出门了呢 还有 你们康国这些守门的侍卫也真是的 硬是不给本郡主通报 说你这个正史大人要好好休息 也不准我进去 害我在这里等半天 脚都站疼了 王老爷有点猛 搞不清楚 这妈又要做啥 然而 眼见她不说话 粉嘟嘟脸有些急了 脸蛋微微一红 又开始气呼呼了 带着些难为情 你怎么不说话呀 小手拽着衣衫 憋了半天 其实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 虽然你昨天那么对我 可昨晚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原谅你了 撅着嘴 可怜兮兮又憋出一句 但是以后 你不准再打我 屁股了 好羞人的 不然 我就真生气了 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刹那间 王修差点一口老痰鲜血喷出来 歪着脑袋打量着这面 嘴巴张得老大 我的个乖乖 这面 多半是脑子缺根弦吧 再不济 也得缺点心眼 你想了很久 决定原谅我了 还有 昨天大街上遇见 虽然是因为你刁蛮跋扈 把老子惹毛了 可老子好歹 大庭广众那么多人看着 把你摁在地上 狠狠打了顿小屁股 而且肯定是打肿了 堂堂庆国郡主 如此奇耻大辱 继续战斗啊 不服就是干啊 你原谅老子搞毛啊 这妹子该不会是有受虐倾向吧 最匪夷所思的 昨天一开始都还挺正常 一副生死仇敌的模样 恨不得把老子生吞活泼了 可为何 一得知老子是大康兰平县公王修 态度陡然就变了 修大大中竟然还带着委屈巴巴 还急得眼泪汪汪的 赶紧给老子解释 自己不是横行霸道 是强凌弱的女子 这就很不科学吗 尽管如此 压根不想搭理他 没想到 粉都都还没完了 又妄想朱妙语 这应该便是朱家姐姐了吧 我听说过你 本来是男主长公主 就是被这坏人给骗了 才做了和亲的公主 嫁给了这个坏人 又一下子来了精神 对了 你们这是要出去逛街吗 其实 我本来也是 想叫这坏人 今天陪我去街上玩的 那正好 我和你们一起 一脸期待之色 又妄想王修 刚好 喂 你顺便给我讲讲你的事呗 虽然爷爷给我讲了很多 比如 你曾经有脑脊异症 成天爬树掏鸟窝 谁知异症莫名其妙就痊愈了 可我还是挺好奇的 想听你讲 于是刹那 王老爷更彻底猛了 惊得一个亮枪 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 卧槽 这妹子 怕是真有点缺心眼吧 暂且不说 好端端的 你为何非得原谅我 而且对这种刁蛮任性 做事跋扈的小丫头 也挺反感 可你是沁国的郡主 老子是康国的县公 两国多少年的宿敌 眼下更在北方边境 打得你死我活 也得亏这是再难处 而且随行待的侍卫少了些 若是在灵州 要是不把你这郡主给绑了 直接交给朝廷 借此来要挟庆国君臣 你当我是你爷爷的 居然 还敢屁颠屁颠缠着 要跟老子一道去逛街 关键 老子康国县公 跟你这庆国郡主走这么近 要是传到朝廷 一个资敌叛国的罪名 一百颗脑袋 也不够砍的呀 这也就罢了 没见着老子 正跟媳妇热恋交流感情啊 凑上来当什么电灯泡 可请客 心中却又猛的一个机灵 他爷爷的 怎么对老子了解这么多 不会是当初 那个莫名其妙跑来 说是奉侄孙女之命 前来调查调查本老爷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死老头吧 难怪说什么 别问他的身份 对老子没好处 甚至可能惹来麻烦 难怪临走时 还莫名其妙说了一句 再见面时 也不知是敌事友了 那个穿着粗布短衫 如山野村夫 连一两银子门票 都不舍得买的老头 竟然是沁国的王爷 女皇帝的叔祖父 这个社会 还有没有正常人了 大爷的 人怕出明珠怕壮 完了 这下玩犊子了 被沁国女皇帝盯上了 别的不说 就那戏言提炼之术 让沁国不但再也不能 靠着沁年大发横财 而且再也无法撤走大康朝廷 更别提 老子还傻乎乎地上折子 给皇帝出主意 先闪电战搞下国 断沁国手脚 这样的深仇大恨 那女皇帝还不做梦都想着 把老子扒皮抽筋了 听说 那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啊 唯一的念想 只能盼着锦龙皇帝 可千万争点气啊 跟沁国这一仗 千万不能输啊 至少不能玩王国了呀 否则 到时候沁国诛杀康国 朝臣俘虏 上刑场的时候 老子肯定是要排在队伍前列的 而当下 也只得板着一张脸 一只大手 已在空中高高扬起 凶神恶煞 瞪着李乐瑶那挺翘屁股 目光满是威胁 果然 粉嘟嘟脸顿时吓得一哆嗦 小手死死捂着臀部 蹬蹬后退两步 于是乎 王老爷心满意足了 这才牵着朱妙宇的小手 大步朝前方走去 因为这是在南楚王城 为确保证实大人安全 自然也有两个随行示威 立马跟上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他王老爷 彻底哭笑不得了 只见李乐瑶 虽被他那一记凶巴巴眼神 吓得脸蛋煞白 却似乎又根本不甘心 一手插腰 气呼呼撅着嘴 又大步跟了上来 也根本不管他王老爷 根本没好脸色 领着侍卫屁颠屁颠 跟在身后当电灯泡 鼓着腮帮 对了 你就讲讲你的事呗 你脑脊怎么痊愈的啊 还有 那细言提炼之术 你到底怎么研究出来的啊 真的好神奇 现在我们沁国 不仅皇宫和朝臣 连那些大户人家 都开始吃你们康言了 我爷爷说 你虽然形式怪诞 但是心里挺善良的 是个正人君子 对了 你跟南楚立下赌约时 是怎么一眼 就挑中了朱姐姐啊 你是不是早就看中 人家长得漂亮了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想法的呢 南楚虽贫弱 烟城也比不得灵州的繁华 可大街上 同样人来人往 王修一边大步走着 面色漆黑的发紫 李乐瑶寸步不离跟着 对了 还有那花露水面膜膏 你不知道 连我黄姐都在用呢 不仅如此 你在诗会上 一口气写的那二十五首诗 我黄姐也看了 只是好奇怪的 我们沁国 那些大臣看了 都大声叫好 可黄姐看了 却一句话都没说 发呆了一整天 喋喋不休念叨着 又有些委屈了 眼里隐约几点泪花 撅着嘴 你倒是说句话 人家都决定原谅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吗 昨天想用马鞭抽你 也只是不知道你是王修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我只是对你挺好奇的 爷爷说 你要是生在沁国就好了 可怜兮兮 你一定以为 我就是个刁蛮横行霸道的女子 其实你不知道 我只是从小到大 连对真正的朋友都没有 府上那些丫鬟下人 从来都对我毕恭毕敬的 只知道说些讨好的话 爹娘又都走得早 爷爷又成天不在家 黄姐又要忙国家大事 搞得我在王府里 平常都只能跟英俊王子说会话 英俊王子 是我养的一条狗 长得可高大威猛了 我叫他咬谁 他就咬谁 其实这次来南楚 我不是使臣 只是实在贤闷的慌 跟着那些初始的大臣来玩的 谁知道 一点也不好玩 那些使臣见了我 也全都毕恭毕敬的 没一句真话 念叨个不停 却又摇鼻一皱 面色一喜 对了 等到这次初始结束 回了沁国 我就给英俊王子改名 以后我就叫他兰平献功 这样 我再跟他说话 就感觉是在和你说话一样 于是乎 王老爷便崩溃了 苍天啊 大帝啊 这是造了什么念 怎就惹上这么个狗皮膏药了 算是看出来了 这妹子就是典型的缺朋友 缺父爱母爱 顺道还缺心眼 那个死老头 到底都跟他说了些啥 他这就认准了 老子能成为他的伙伴了 或者 就因为老子打了他一顿屁股 而身份高贵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人敢对他如此 反倒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 其实带你逛街 也没什么 可关键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啊 神经病啊 唯独朱妙宇 却是牵着他的手 几分打去 巧笑奄然 滚开 快滚开 知道本公子是谁吗 瞎了狗眼 本公子的路都敢挡 才死你们活盖 然而就在这时 正当他王老爷 满脑子琢磨着 要不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这缺心眼的蜂 骗回大康 然后五花大绑了送去京城 先捞一笔功劳再说 却只听得远处 一阵凶神恶煞大喊声 夹杂着一阵急促的马蹄 转过头 却只见前方人来人往大街上 两匹枣红色骏马 朝这边急驰而来 一边狂奔 一边破口大骂 顿时指下的百姓们 鬼哭狼嚎狼被躲窜 稍微跑慢了的 甚至还会狠狠挨上一鞭子 即便如此 所到之处更是一片狼藉 不少贪贩的货品 被搞得满地都是 可同样这时 眼见两匹骏马 就要从几人跟前急驰而去 却又猛地只听得一声 玉 马匹贝勒 前提朝天 瞬间便停下 紧随其后 便只听得一个男子 欣喜若狂的声音 妙语妹子 是你吗 王修扭过头来 先是神色一愣 可请客间 一下子乐了 脸上已是一片玩味笑容 只见眼前 马背上已跳下来两人 站在前面 刚开口说话的 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一身上等丝绸滑服 在一根香纯金丝线的腰带 吹一块明显非是凡物的 精美欲坠 身材新长 容貌颇为俊逸 特别脑袋 还梳着一个如鸡弓 向上高高翘起的发型 可举手投足间 总带着些目中无人的傲慢跋扈 而真正让王老爷 瞬间来的精神 甚至两眼直放光的 却是青年旁边 另一个壮年汉子 三十岁左右年纪 身材矮小 却颇为壮实 皮肤有黑 略带斗鸡眼的长相 有些猙獰 穿一身极具抑郁特色的 短衫静装 头顶颇为奇特的圆帽子上 鞋插两根羽毛 腰上背着弓箭 其貌不扬 从打扮看 明显不是中原或南楚人士 可最重要的 短衫下摆 还悬挂着一块极为独特的东西 也不知是作为饰品 或有其他用途 约模鸭蛋般大小 椭圆扁平状 与玉石或琥珀之类截然不同 米黄色又略带一点半透明 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一种柔软的胶质 瞬间 王修却是一脸猴急 一个剑步便已窜到那汉子跟前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情绪似乎还有些激动 荡漾起一片灿烂至极的笑 我瞧这位兄台 长得那是天庭饱满 气宇轩昂 神采奕翼 眉目如天上皎月 真算得上千古难寻的美男子也 想必定非池中之物 令在下也无比景仰 只不知兄台 如何称虎 何方人事 一时间 不仅朱妙宇 就连那俊美青年于李乐瑶 也是一阵愕然 搞不清楚 他为何如此反应 倒是那斗鸡眼汉子 虽也同样几分哑然 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而且无疑 就这副长相 活了三十年 即便有人夸他才学高 有人夸他力气大 恐怕也绝没有人夸他长相俊 瞬间 那叫一个神情激动 只如在这茫茫人海 终于寻到了知音 心中自信骄傲的花孤朵 已在这重春时节 璀璨怒放 顿时连胸膛 都挺得笔直了些 明显瞬间 便已对眼前这个长相 不及他英俊的中原少年 充满了好感 一脸热情笑容 当下 甚至还用一种家乡礼仪 右手双手交叉捂着胸口 极为正是向他行了一礼 道几分谦虚 带着点难懂的口音 咦 谬赞 兄台谬赞了 在下宋吕国四王子莫宝宝 此番也是作为使臣前来难处 不知阁下如何称获 本王见阁下 也是风姿卓绝 气宇轩昂 倒是一见如故 王修却是不停摆手 哎 惭愧 惭愧 在下拿彼得上兄台的天姿卓绝 伟岸俊朗 却又画风一转 直勾勾盯着他腰间那米黄色东西 虚心请教 小弟姓氏不值一提 只实在请恕小弟见识狭隘 莫兄腰间这物事 看着倒是挺新奇 只不知此为何物 又从何而来 难得有人如此欣赏自己的长相 斗鸡眼自食热情万分 又一拱手 晚晚说道 实不相瞒 在我们宋旅 有一种树木 长得也没什么独特的 可颇为神奇的 将树皮划开一道口子 便会有一种雪白 如乳汁的枝叶流淌出来 而且后来 有人发现 将这白色枝叶中 加入一些碧麻 或其他果子浸泡出的水 居然会产生一种软绵绵 又极其有弹性的东西 这东西极为神奇 晾晒干之后 也颇为柔软 最关键是 手撕不烂 水泡不烂 甚至连刀子都难以割断 若是处理得好的话 便如本王身上佩戴的这般 色泽温润 又弹性十足 渐渐的 我们宋旅便开始有人 将这当作一种饰品来佩戴 偶尔把玩一番 也极有乐趣 倒是几分惭愧 说到底 根本就是不值钱的玩意 也没什么用 倒是让阁下笑话了 于是刹那 王老爷搓了搓手 两眼金光直冒 这树 可叫橡胶树 没想到 斗鸡眼却一脸茫然 使劲摇头 怎么 阁下有所耳闻 可也不应该啊 这种树 据我所知 以我们宋旅最多 周边诸国都 极其少见 连南处都没有 也不叫橡胶树 因为划破树皮 会流出白色之叶 所以我们皆称其为眼泪数 却又明显 没啥兴趣 继续跟他在这个 无关紧要的话题上 掰扯下去 画风一转 依然热情得很 倒是本王与阁下 难得一见如故 不如何时 来我们宋旅国走走 我们宋旅虽小 却最是好客 朋友来了有好酒 有好肉 王修依然笑得贼欢乐 眼睛都快眯成两道缝 一定 一定 以后有机会的话 再下定多带点人 来宋旅逛 随即 便不再搭理他了 搞得斗鸡眼 有点莫名其妙 也想不明白 他这句多带点人 是个啥意思 倒是一旁 那俊美华服青年 皱着眉头 几分傲慢眼神 在王修身上打量着 明显对这家伙 怪异行为有些不悦 尽管如此 明显也并没将这个 指着一身素色如山的 少年放在眼里 望向他后方的李乐瑶 倒是眼前一亮 可随即 便直勾勾 望向跟前朱妙宇 目光之中 再也掩饰不住 一片浓浓的爱慕与贪婪 带着些讨好 却又尽力 保持着几分温文尔雅 妙与妹子 其实昨晚 便听得家父提起 说你回来了 本来一大早 便想着来青史馆看你 和你说会话 奈何 早就与莫兄约好了 今日陪他一起去打练 只没料到 竟在街上遇见了 这真是太好了 请客 王修却是一正 抬头望向俊美青年 神色更是说不出的古怪 然而 面对青年几分殷勤讨好 朱妙宇却是说不出的冷漠 且没轻皱 目光之中 明显几分厌恶与不耐烦 只是冷冷到 由公子还是请教我一声王夫人吧 尽管昔日 我乃是南楚的公主 可眼下 早已嫁与了大康兰平县公为妻 还请由公子自重 切莫说些愉悦的话 可刹那间 却见青年 神色一变 向前一步 声音满是急切 妙宇妹子 奈何化为出口 却见朱妙宇一道 冷凝目光投过来 顿时 神色一慌 只得赶紧改口 殿下 这么多年了 你怎就一点机会都不愿给我 我的心意 你是知道的 而且 你身为公主 而我爹乃是大赵司马 我们之间再合适不过了 目光灼灼 何况 若是你早些答应嫁给我 又怎会沦落到那般屈辱的地步 不得不前往大康和亲 谁人不知 自古以来 那和亲的公主 可都是饱受欺凌 甚至难以善终 而且别忘了 那康国的蓝屏县宫王修 可是咱南楚的生死仇敌啊 若不是他 我们南楚 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丢了奇山三地 还不得不那共称臣 就连你自己也 难道你都忘了 这仇恨了吗 还有 那王修究竟有什么好的 康国虽为大国 可那王修 终究不过一区区县宫 朝中也无权无势 却奈何 任凭他满面殷切苦口婆心 朱妙于脸色更难看到极致 目光冷凝至极 甚至已是浓浓的愤怒 可尽管如此 也只是冷冷几出一句 由公子此言诧异 其一夜 即便本公主为前往大康和亲 你我也绝无可能 其次 自驾去大康 夫君向来待我很好 从未因为我是和亲的公主 便轻视于我 而且 我们夫妇 也极为恩爱 既为人妇 我也自当恪守妇到相夫教子 由公子若是再纠缠不清胡言乱语 别怪本公主翻脸 若没别的事的话 王师傅朱妙宇 就此告辞 随即便要大步朝前方走去 可没想到 那青年却一下子急了 哪还顾得了那许多 满头大汉 甚至以几分争鸣 伸手就要去抓他的手臂 殿下 你怎就不明白我的心思呢 眼下你既然回来了 我与父亲是不会让你再回大康去了 我不在乎你嫁过一次人 真的 然而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在场几人 一下子梦了 只见这家伙话音未落 王修却已是一个剑步 直接横在了朱妙宇跟前 将他护在身后 可手中 不知何时 已多了一块砖头 明显是刚从脚下 有些坑洼的地上抠出来的 还沾着些泥泥 抬头望向华福青年 脸色已是说不出的冷凝阴沉 只是牙缝中冷冷丢出一句 当着老子的面 就敢纠缠我媳妇 你是真当老子不存在啊 说实实那实快 那般史料不及 竟是狠狠一砖头 罩着他脑门便砸了过去 砰 一声闷响 啊 紧随其后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震耳欲聋 瞬间便只见青年脑门上 赫然已是一个淤青大包 灯灯后退两步 站立不稳 幸好那宋女王子 莫薄薄眼 几手快扶着 才不至于摔倒在地 可紧跟着一股烟红的鲜血 更已顺着脑门 咕咕流淌下来 寂静 刹那间 场面化作一片死寂 不仅跟在后面不远 那几名侍卫 就连本来百无聊赖的李乐瑶 也是呆若目击谈口微章 震惊得无以复加 如何料得到 眼前这少年 刚还在和那宋女王子 和颜悦色称兄道弟 可转眼间 出手竟是如此狠了 这是一版砖稿上去 往死里整啊 朱妙宇何尝不是瞬间惊得目瞪口呆 明显也根本没想到 自己夫君会做出如此举动 可脸色却突然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毕竟 即便身为嫡长公主 可终究已和亲嫁了出去 在南楚再无权势 而眼下 夫君身为大康使臣 却在南楚王城 闹出这样的事来 难免一发不可收拾 可尽管如此 也只是上前一步 与王修并肩站在一起 冷冷望着这一幕没说话 奈何王修 只是扭过头朝他笑笑 卫夫就算在怕死 可还没窝囊到 有人如此欺负我媳妇 还可以忍气吞声 一时间 空气似乎凝结 时间如同静止 这边的变故响动 自然瞬间引来不少围观路人 将这边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华服青年 何尝不是惊骇得无以复加 如何想得到 眼前这看着穿戴普通的少年 竟会突然动手 而且还是如此狠毒 死死捂着脑门被砸的部位 都顾不得擦拭一下满脸鲜血 只是大口喘着气 明显脑瓜子都嗡嗡的 扮上总算稍微回过神 可请客 那叫一个悲愤交加 强忍着疼痛 身子都哆嗦得厉害 死死望着眼前这少年 你 你竟敢 语无伦次 你便是康国蓝平县公王修 本公子倒还没瞧出来 很好 很好 忘了介绍 本公子乃是南楚大赵司马游四方之嫡子游中龙 倒是也听闻了 你是康国正使 只没想到 本公子没去找你 倒是自己凑上来了 嘴角勾起一丝嗜血冷笑 甚至已失几分杀意 咬牙切齿 纵然康国是宗主国 可我就想知道 你一区区使尘 而眼下又在南楚王城 你拿什么来跟本公子斗 可没想到 话音未落 却见王修 根本连眼皮都懒得太 反手便是一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 直接抽了上去 干净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直抽的这家伙又一个亮枪 左侧脸颊上 瞬间以五条清晰手指印 瞬间 由中龙更双眼赤红充血 浮肿的脸颊都争鸣得可怕 满腔悲愤之下 身子都哆嗦个不停 你 堂堂一国丞相的公子 南楚顶级大丸裤 何曾受过这般屈辱 大街上 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 被区区他国一使尘 一砖头砸脑门上 还被抽了一耳光 关键 对方还是抢了自己 苦苦追求多年的 梦中然的情敌 顷客 只如一条发了狂的疯狗 大口喘着气 挥着拳头 便朝他猛扑过来 一时间 场面更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那般始料不及 让在场所有人 一下子傻眼了 只见说时时那时快 不等游中龙挥着拳头 暴跳如雷冲到跟前 王老爷却是 蹬蹬后退两步 先是一声大喊 等等 不慌 倒是让游中龙 有些不明所以 可紧随其后 王修先是将手里砖头 往对方手中一塞 随即 还不忘低头使劲瞅瞅 找了快干净的地方 众人目光注视下 硬是在地上 慢吞吞就躺下了 扯开嗓门 一声声大喊 打人了 大家都看见了呀 大赵司马游四方之子 当街对宗主国使臣行凶了 哎哟 哎哟 好痛 不行了 我要去看大夫 又扭头 望向身后那两名 随行的康国侍卫 人证物证俱全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给绑了 押回去 于是请客 在场所有人 便彻底呆住了 直勾勾望着这一幕 硬是眼珠子瞪的老大 下巴都快滚到地上 这都什么情况 还有这样的操作 不仅四周密密麻麻的围观百姓 就连朱妙宇 也是经得谈口微张 一脸看神仙的表情 唯独王老爷 躺在地上 哎哟 哎哟 要死了 要死了 一手紧紧捂着胸口 无法无天 简直无法无天 难处大臣之子 当街对宗主国使臣行凶了 好痛 我都为好痛 然而同样这时 王老爷扯开嗓门 叫嚷得正欢乐 接下来的一幕 却更让所有人 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那总算闭上嘴巴 不再叨叨个不停的李乐瑶 先同样一阵错愕惊讶 可紧跟着 却是面色一喜 如同瞬间打开新世界大门 还不忘深吸一口气 酝酿一下情绪 紧跟着 众人目光注视下 静也同样不紧不慢 紧挨着便在王老爷 旁边地上躺下了 瞬间 已是满脸惊恐 还夹杂着 阵阵柔弱无助的 小女人的委屈 紧随其后 一声声撕心裂肺叫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都看见了 男储大赵司马之子 当街抢抢名女了 葱段小手 一指那有中龙 就是 光天化日大街上 竟想要将我这个 沁国郡主 掳回家去做小妾 还说让本郡主 来了男储 就别想回去了 两手又死死 抓住胸前领口 硬是瑟瑟发抖 一副楚楚可怜模样 我好怕 右朝身后领着那两名 牛高马大的侍卫 一声呵斥 愣着干什么 没见有人欺负 本郡主吗 绑了 押回去 只是一边叫喊着 还不忘朝王老爷 暗中偷偷眨巴几下眼睛 一副妖功表情 又满是刁钻俏皮 压低声音 嘿嘿 真好玩 喂 你捂错地方了 那里是心脏 喂在下面一点 于是乎 王修也彻底猛了 叫让不起来了 瞪着这粉嘟嘟脸 一脸见鬼的表情 卧槽 这有什么情况 神经病啊 好端端的 来抢什么线 把老子思路都打乱了 关键是 这有钟龙就一个人 你庆国也要绑 老子大康也要绑 不够粪啊 直到这时 有钟龙似乎才 总算从一片震惊中 回过神来 刹那间 更羞愤的厉害 更着王修 双眼冲雪 喘气如牛 你胡说 说不出的慌张 扭头望向四周 越居越多的百姓 语无伦次 你们别听他们胡说 本公子没有 是那王修 他动手打本公子啊 然后还诽谤我啊 他诽谤我啊 嚷着嚷着 却是一眼 便看见手中那块 不知啥时候 莫名其妙 多出来的砖头 神色又是一荒 赶紧扔得远远的 反倒隐得四周 一片哗然 而他身边 那宋侣国王子 莫宝宝 却是脸色轻一阵 红一阵 哪还有刚才 与王老爷称兄道弟 自信地花孤朵 璀璨绽放时的 神清气爽 满面恶然望着这一幕 神色殷勤不定 可半上 只如受到了 莫大的羞辱般 斗鸡演员瞪 你 你不是本王的兄弟 紧跟着 竟是连马匹都不要了 眼面拔腿便跑了 与此同时 康国那两名随从侍卫 哪还有丝毫犹豫 杀气腾腾冲上前去 三两下功夫 便将游中龙牢牢扣住 能被精挑细选 护卫使臣出使他国的 哪有省油的灯 众目睽睽下 阴臣暴力着脸 砂锅大的拳头 罩着他身上 便惨无人到使欢过去 一边暴揍 还一声声怒气冲天的大吼 狗砸碎 看老子不弄死你 吃了雄心暴子胆了 瞧瞧 瞧瞧 你这砸碎 把我们正史大人 都打成什么样了 堂堂藩蜀国臣子 竟当街殴打我大康县公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与此同时 庆国那两名牛高马大的侍卫 连郡主都发话了 哪还按捺得住骚动的心 同样板着脸 大步冲过来 奈何已经有点挤不下了 只能在后面踹上脊脚 住手 童童给我住手 然而就在这时 却只听得远处 传来一声愤怒大喊 伴随着一阵急促脚步声 周围水泻不通的百姓 被吓得阵阵惊煌叫 四处躲窜 纷纷让出一条道来 紧随其后 便见远处 急匆匆冲过来一队男储兵士 足足近百人之多 雄啾啾气昂昂 杀气腾腾满是戒备之色 身穿盔甲 手持长矛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身材略显瘦小 穿一身紫红色官袍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薛兽脸上 说不出的阴沉味道 赫然正是由四方 男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赵司马 昔日也正是这祸 轻率男储使团 趾高气扬前往大康 逼迫宗主国归还通于虎牙二帝 拨付前梁下嫁公主 几名侍卫倒是总算停下动作 然而此时 只见那游钟龙 却哪还有刚才那目中无人的傲慢模样 一顿惨无人道的蹂躏 早已被折腾得不成人形 额头鱼青大包 还在往外渗透着血丝 本来颇为俊美的脸颊 早已浮肿如猪肝 鼻血也正鼓鼓向外流淌着 更将脸颊染得紫一块轻一块 说不出的争鸣吓人 早已连战力的力气都没有了 被两名大康侍卫一左一右 如死狗般架在手里 才不至于瘫倒在地 浑身深入骨髓的痛苦 似乎让他都已麻木 只是目光呆滞望着前方 喉咙里若有若无发出阵阵声音 饶命 饶命 别打了 求求你们 别打了 冤枉 我真的冤枉啊 而这时 由四方自视手当其冲 便已冲到近前 只看了一眼这混乱不堪的场面 神色一正 可当目光停留在 已被折腾得惨不忍睹的 油中龙身上 脸色更刷得一下变了 眉头一皱 面色铁青到极致 双目赤红 怒不可遏大手一挥 全部围起来 话音未落 那上百名男储禁军 哪敢丝毫犹豫 已是一窝蜂冲了过来 手持明晃晃的长矛 眨眼间便已将一群人 围了个水泄不通 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一时间 就连周围那熙熙攘攘围观百姓 也不由得满是紧张 朱妙宇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冷冷望着游四方 目光冷明得可怕 没料到 王修一下子来了精神 美好气朝 还真叫嚷得有惊的 李乐瑶一瞪眼 郑主来了 可以了 两人总算心满意足了 从地上站了起来 李乐瑶还有些意犹未尽 压低声音 爷爷说得没错 你果然是个很有趣的人呢 王修硬堂一黑 不想搭理他 由四方侯杰上下鼓动着 已是滔天震怒之色 南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往日就算先王在自己面前 也得礼让三分 哪能容忍自己儿子 在大街上被人揍成这副德行 尽管如此 却依然强忍怒火没有发作 只是阴沉着脸望向王修 一字一顿 王献公 咱们又见面了 记得当初 本官亲率南楚使臣 林州府与献公爷立下赌约 而献公爷一人之力独占我南楚二十多宝学之士 还大获全胜 那是何等义气风华 就连本官也心生敬佩 一丝冷笑 只是纵然你身为康国正史 我南楚臣民 自当以礼相待 可今日 却在大街上 纵容手下将本官的犬子 殴打成这样 这不是维克之道吧 我南楚激弱 而且又身为藩属国 是没错 可还不至于被如此欺凌吧 难道王献公 就不该给个说法 凭空一拱手 此事 本官若是上奏大康皇帝陛下 告你个当街行凶祸乱 两国关系之罪 你怕是难脱干系吧 难道你就不怕此事 引起两国交恶 祸国之罪 你担不起 可没想到 王修反倒乐了 似乎丝毫没意识到 在别人的地盘 惹出如此大事 终究不是件明智的事情来 荡漾着一脸笑容 怎么 你吓唬本县公 司马大人难道就不想问问 今日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是想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 撇了撇嘴 没关系 本县公一向性格温顺 从不撒谎 品德之高尚 天地可见 你先别慌 本县公慢慢给你讲此事的原委 本来今日 本县公陪媳妇在街上逛得好好的 却突然看见有人在大街上 调戏梁家女子 伸手一指旁边李乐瑶 呃 就是他咯 这位游公子 估计是件人家长得漂亮 大街上就非得拽着人家不放 还说什么要把人家娶回家当小妾 还说什么 这么漂亮的小妞 既然来了南楚 就别想着回去了 哦 对了 我也是刚知道 这是沁国永明郡主 笑眯眯的 我这人如此正直 自然立马上去阻止 可谁知 游公子竟然告诉我 他乃是大赵司马之嫡子 这南楚都是他的底盘 让我这个区区康国使臣 少管闲事 眉头一皱 我当时就琢磨着 司马大人乃南楚丞相 可不能被儿子污了名声 于是又好言相劝 谁知 游公子竟恼羞成怒 当街对本县公行凶 还那么狠地打我 伸手一直递上那块砖头 你看嘛 他就是用那砖头打我的 好痛的 本县公多半已经有内伤了 一会儿还得去看大夫 司马大人若是不信 自然可以问问这些百姓 他们可都是亲眼看见 令公子手持砖头行凶的 李乐瑶更早已迫不及待 往前面一站 又开始一副 楚楚可怜委屈模样 就是 游公子还说了 他跌在南楚之手 遮天赌掌大权 还会在乎我们一个 弱小庆国的区区郡主 本郡主真的好怕 眼睛使劲眨巴 可就是半天 一滴眼泪也没挤出来 而话音未落 却见那两名康国侍卫 更一份甜意的利害 大喊 对 虽然我大康 虽然我大康与沁国为宿敌 可如此恶行 连我们这些侍卫也看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作证 游公子企图强行 将沁国郡主 辱回府上 那两名沁国侍卫 不甘示弱 对 我们也可以作证 你儿子当街 对康国正式行凶 就是用砖头打的 倒是游钟龙 顿时更恼羞的厉害 情绪说不出的激动 几乎用尽全身力气 不停挣扎着 含糊不轻嘶吼 爹 他们胡说 却奈何化为出口 其中一名康国侍卫 反手便是一耳光抽了过去 大骂 叫什么叫 还不赶紧告诉你爹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蓝平县公品行正直 举国皆知 你不应该怀疑他的 这一耳光 直抽得由钟龙 晕头转向 又瞬间烟巴了 搭搭着脑袋 神情呆滞望着前方 大口喘着气 这一刻 眼里已有泪水在闪烁 太黑了 这些人太黑了 于是乎 王老爷心满意足了 一摊手 看嘛 事情是不是已经很明白了 可紧跟着 脸上笑容戛然而止 已是一片阴沉冷明 声音陡然抬高几分 倒是你又四方 身为藩鼠国大赵司马 见了宗主国县公 不知赶紧下马行礼 竟还倒打一耙 企图栽赃本县公 扭曲事实 你这眼里 还有大康朝廷吗 这也就罢了 本县公身边站着的 可是你南处的敌掌公主 君便是君 臣便是臣 你又四方却视而不见 还出言不逊 你这心里 还有忠君之道吗 冷笑 带着这么多兵马 气势汹汹前来 怎么 难不成你又四方 真如你儿子所说 只手遮天了 或者 根本是想趁着先王驾轰 想要谋权篡位 造反了 也不知有意还是无疑 这番话 却只如一块重磅巨石 狠狠砸了出来 刹那间 只引得周围那密密麻麻的围观群众 一片哗然 满面错愕 焦头接耳一轮个不停 长公主 长公主殿下回来了 终于有幸瞧见长公主殿下真容了 快看啊 曾经日夜为我们百姓操劳的长公主殿下 回来了 难怪这有中龙 如此大胆包天 连康国使臣都敢行凶 连沁国的郡主都敢抢抢 难不成驸马所言 竟是真的 大赵司马要造反了 老天爷啊 要真是这样 南楚又要兵荒马乱了 我们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没错 老汉我可以作证 我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但亲眼看见那由中龙手里拿着砖头 想要对康国使臣行凶 就是 虽然咱南楚不得不称臣 还丢了奇山之地 奇耻大辱 接鹰驸马 可驸马乃是长公主的夫婿 而且看着又年少英俊 怎么可能会撒谎 请客 由四方更气得快吐血 死死瞪着王修 面部猙獰扭曲 身子都颤抖得厉害 尽管当初在灵州 便早已领教过 可如何料得到 这少年竟难缠到如此地步 倒打一耙 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 无所不用其极啊 就凭这家伙活蹦乱跳 儿子由中龙 却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 他也好意思说 自己是受害者 简直脸都不要了 这也就罢了 竟还三言两语 便煽动群奋 一顶企图谋权篡位造反的帽子 扣上来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若真在百姓中播散开来 谁能担当得起 尽管如此 眼见周围百姓的议论愈演愈烈 却也只得阴沉着脸一声冷哼 老老实实跳下马来 静止走到朱妙宇跟前 倒是毕宫毕竟行了一礼 老臣拜见长公主殿下 朱妙宇面色平静 只是轻轻点头 大赵司马不必多礼 大赵司马对朝廷忠心耿耿 更为难处劳碌一生 可谓劳苦功高 更何况 妙宇虽为公主 却早已和亲驾往大康 怎当得起如此大礼 虽语气淡然 可神色依然说不出的凝重 由四方 这才用扭头望向王修 下官见过蓝平县公 可随即 又满面蕴色 咬牙切齿一声冷哼 此事既然一场误会 乃是犬子行为无端 冲撞了王县公 下官怨替犬子 向县公爷赔罪 只是眼下 还请县公爷高抬贵手 容下官带回去好生管教 无疑 眼下众口一词 偏偏中间 还夹着个庆国的郡主 要想借此事大做文章 已经不大可能 这家伙太奸诈了 未经之计 也只能稀释宁人 要怪 也只能怪自己 这不争气的儿子 运气不好 踢到铁板上了 可没想到 话音刚落 却见这少年郎 咧开嘴呵呵一乐 你儿子 今天你带不走 你 刹那间 由四方更恼羞交加的厉害 双目冲血 额头青睛 都已条条抱起 好歹一国丞相 何曾受过这等冤枉气 当下 滔天悲愤下 面部争鸣一声冷喝 你大胆 咬牙切齿 气得声音都直哆嗦 王修 本官 既你是宗主国使臣 又远来是客 本官劝你 最好不要得寸进尺 做人留一线 不要闹得大家面子 都不好看 瞬间 那近百名南楚禁军 又何尝不是凤凯的厉害 面色一紧 齐刷刷向前一步 更已将这里围得滴水不漏 一个个满面悲愤 再望向王修 已是杀气腾腾 一时间 场面变得更见把弩张 气氛说不出的凝重 就连周围密密麻麻的百姓 也顿时鸦雀无声 满面紧张之色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那般始料不及 让人惊呆了 只见王修 似乎丝毫没意识到 此刻正面临怎样艰难 危机重重的处境 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那水泻不通的南楚禁军 相反 脸上笑容戛然而止 同样一声爆喝 本县公今天还就大胆了 望着游四方 嘴角勾起一丝 鸡翘冷笑 司马大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这就想着稀释宁人了 你这儿子 胆大包天 犯下如此或是 你轻描淡写两句话 就想把人带走 又一声呵斥 你让大康朝廷颜面核存 你让本县公颜面核存 所以今天 你这宝贝儿子 本县公扣下了 放心 我自会替你好好管教 冷哼 声音陡然提高不少 倒是你由四方 光天化日之下 竟胆敢对宗主国使臣 大呼小叫 怎么 还真想谋朝篡位造反啊 当下 扭头朝那两名 随从侍卫一声吩咐 把游中龙绑了 带回青石馆 南楚敌长公主在此 我今日倒想看看 谁敢阻拦 随即 牵着朱妙宇的小手 大步便朝包围圈外走去 两名侍卫 虽似乎几分不解 搞不清楚 正是大人今日 为何如此小题大做 非得将游中龙扣下 却也指得一左一右 死死架着昏迷 如死狗的游中龙 大步跟上 由四方面色一点一点下沉着 额头清金爆起 滔天羞愤下 脸颊更以扭曲得可怕 即便如此 依然强忍冲动 没大手一挥 命令这群南楚禁军 一窝蜂扑上去 将几人大卸八块 只是双目怒火腾腾燃烧 眼睁睁看着一群人 大摇大摆 朝包围圈外走去 南楚禁军 自然也指得老老实实 让出一条道来 可没料到 擦肩而过之时 王老爷却似乎还不解气 毫无征兆 一脚便踹在 其中一名禁军身上 一声大骂 又不敢动手 瞎瞪什么眼睛 随即 大摇大摆 便消失在视线中 只是此时 谁也没看见的 由四方一动不动 站在原地 倒是身边一个禁军首领 再忍不住了 大步走上来 满面愤恨之色 司马大人 难道就这么 奈何 由四方只是一白手 示意他闭嘴 面色依然冷得出奇 半上 才压低声音 牙缝中冷冷挤出一句话来 你懂什么 这家伙生性奸诈 而且绝不是无地放始之人 本官在灵州 就已经领教过了 他今日如此大张旗鼓 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卑鄙无耻 最根本的目的 不就是要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将钟龙给挟持了 他也算准了 今日大庭广众之下 本官不敢对他动手 再望向那少年领着侍卫 压着由钟龙消失的方向 目光之中 已是一片深入骨髓的狠辣与寒意 一场风波 总算暂时落下帷幕 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官见随从护卫安全的侍卫 还拖着一条由钟龙 王老爷自然也在没什么心情 领着朱庙宇继续逛下去 只得返回青石馆 可没想到 粉嘟嘟脸那狗皮膏药 又屁颠屁颠跟了上来 一脸沾沾自喜 还带着几分 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激动 本郡主发现了 跟你待在一起 真的太有意思了 还有 怎么样 本郡主刚才表现好不好 这么默契的配合 这以后 咱们总算得上好朋友了吧 王老爷嘴角一抽 不想搭理他 可没想到 这小妞反倒更来劲了 又开始了喋喋不休 看来爷爷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呢 这么好玩的主意 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如果你是沁国人就好了 我就可以天天找你完了 眼见王老爷压根装没听见 只是大步往前走 顿时又有些委屈了 可怜兮兮直跺脚 喂 你怎么又不理我了 昨天的事 虽是本郡主的错 可你也打了我屁股 而且还给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吗 在沁国的时候 还从来没人对本郡主 这么冷淡过 包括那些大臣子弟 哪个见了我不热情得很 一手插腰 气呼呼撅着嘴 唯独你这坏人 对我不理不睬的 继续念叨 我也知道 就因为眼下 我们两国正在打仗 所以你才不喜欢我 但是放心 等我们沁国打赢了 攻破灵州城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黄姐面前 替你求情 让她饶你一命的 而且还可以 给你封个官座 对了 你想剁什么官啊 其实你不知道 黄姐虽然平日 处理朝政的时候 雷厉风行手段很辣 可对我别提有多好了 我去替你求情 她一定会听的 嘶 于是乎 王老爷又开始要崩溃了 总算扭过头来 扇扇望着 这烦死人的狗皮膏药 脸色漆黑 半赏 憋出一句 要不 等这次出使难处结束 你别回庆国了 直接跟本老爷去灵州城 李乐瑶顿时神色一喜 点头如捣蒜 好啊 好啊 怎么 你是不是也觉得 挺喜欢和本郡主待在一起的 王老爷使劲摇头 一本正经 那倒不是 我就是突然觉得 若是能把你骗去灵州 然后绑了 交给我大康朝廷做人质的话 我应该还能捞不少赏赐的 话音未落 果然只见这小妞 脸色一下子变了 灯灯后退两步 一脸惊恐望着她 硬是大眼睛圆瞪 一时间 竟是委屈的 眼泪都快滚出来 几分戒备 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王修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当下 扭过头 跌跌撞撞 便朝前方跑去 于是乎 王老爷心满意足了 世界总算清静了 倒是身边朱妙宇 一脸哭笑不得 没好气称怪瞪她一眼 好端端的 你吓唬人家一小姑娘干什么 然而紧跟着 翘脸却又泛起几分惆怅担忧 美目悠悠望着她 夫君切莫误会 妾身虽与那游公子认识很多年了 她也曾多少次示好 可妾身与她并无多少瓜葛 又一声轻叹 还有 夫君今日是不是也有所预感 那大赵司马游四方 可能已经有了不臣之心 毕竟 妾身即便已前往大康和亲 可终究是南楚的嫡长公主 那游中龙 就算胆子再大 恐怕也还不敢当街 如此肆无忌惮纠缠妾身 甚至公然说出什么 既然回来了 他与游四方 是断然不会再让妾身回去的 此举 可谓是大逆不道 更是对大康朝廷的极其无礼 若没猜错 他心中必有事无恐 顿了顿 又悠悠沉引道 其次 一般来说 国丧期间 朝臣是不会与他国使臣 走得太亲近的 视为避嫌 可偏偏 这游中龙 竟还与宋吕国王子 初双入对关系亲近 如此可见 游四方与宋吕关系 绝对非同一般 甚至极有可能 已达成某种协议 更何况 昨日里 照司书旺归所言 自父亲嫁轰 游四方的举动 就向来极为反常 自然绝非无中生有 朝他淡然笑笑 只是笑容说不出的勉强 而夫君刚才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 甚至不惜公然 与游四方翻脸 如果切身没猜错 不惜一切代价 将有中龙扣下 也是为了做人质吧 面色更已说不出的凝重 若事情真如此的话 南楚国做威夷 南楚激弱 百姓贫苦 可真的在经不起 什么战乱了 而夫君以及使臣们 恐怕也危险了 毕竟 南楚接下来 无论是谁做了新王 只要国号还叫南楚 国王还姓朱 就依然还是大抗的藩属国 自是不敢为难于夫君 可若是南楚姓了游 而游四方的一贯主张 从来都是联合周边诸国 共同对抗大抗 而偏偏眼下 大抗正与沁国交战 齐山通雨之地 也并无多少兵力 游四方必然更加有恃无恐 苦笑 可是夫君 不了解游四方 此人做事 手段极其狠辣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而他膝下 有四五个儿子 恐还绝不会 仅仅为了一个游中龙 便有所忌惮 却又咬了咬牙 可不管怎样 夫君若有个三长两短 妾身也不会独活 可没想到 王兄反倒一脸灿烂笑容 神色说不出的古怪 几分打趣 以前没看出来啊 夫人 除了会说话呛人 分析起局势 居然也是头头是倒 可你还真说错了 或许 卫夫只是单纯地想 收拾这有中龙吗 这狗东西 当着老子的面 就敢纠缠老子媳妇 这话谁能忍 其实 由四方到底有没有不成之心 卫夫不敢断言 毕竟没有证据 可借有中龙 把他往前逼一逼 倒是个好办法 或许 自乱阵脚了呢 或许 只是卫夫突然想要干票大的呢 倒让朱妙宇神色一愣 有些不明所以 可半场 也只能样样一丝苦笑 夫君就莫要安慰切身了 接下来几天 倒是希腊平常 时间转眼 已是3月25 南楚国王朱举的出殡调宴 也终究在昨日 如期进行 算不得多奢华 可毕竟堂堂一国之王 自然也是一世繁琐 而又庄重 王修作为康国政史 而且名义上还更是南楚驸马 自然免不了领着张曲等人 包括其他诸国使臣 前往王宫吊艳了一番 唯独朱妙宇 纵然那般倔强刚烈 灵旧前依然止不住 哭得肝肠寸断 倒让他王老爷唏嘘不已 入夜 已过丑时 虽然是个大晴天 可月底的晚上 便是如此 夜色浓密 伸手不见五指 这座屹立在南方偏宇小国的王城 也早进入梦乡 安静地出奇 可就在这时 南楚专门接待他国使臣的青史馆内 却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打破了深夜的平静 漆黑夜色下 一道道黑色人影 足足两三千人之多 举着明晃晃的火把 杀气腾腾冲了进来 片刻间功夫 便已将靠中央一座宅子 团团围了起来 连一只苍蝇都难以飞出去 一道声音响起 大人 公子还在他们手里啊 然而随即 站在最前方的一位中年男子 却一声呵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管不要那么多了 大手一挥 放火 里面的人全部格杀勿论 一个不留 咬牙切齿 王修 本官本还没想这么快动手 可这都是你逼我的 与此同时 青史馆北面隔着老远 南楚王宫方向 似乎同样升起一道道冲天火光 杀生震天 四月初六 都已经快立下时节 一场瓢泼大雨 反倒给大康京城 涂增了不少良意 咒语出庭 可金安街五号这座气派府邸 亭台楼阁重重院落 依然笼罩在烟雨朦胧中 细柳顾不得天空点点细雨 将她的裙摆都已淋湿 几缕发丝贴在额前 尚且还向下滴着水珠 有些难受 正朝着后院 一路小跑 累得气喘吁吁 尽管这样 却将怀里抱着的厚厚一落障侧 藏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被雨水浇湿了 说实话 虽今年才刚满18岁 可因为家境苦寒 实在活不下去了 被爹娘卖到牙形 再被牙形卖到这座府邸 做丫鬟 已经快四个年头了 其实这几年 也只能在府上 做些洗洗刷刷的苦力活 穷人家卖身为奴的孩子 不就这样 能混得一口饱饭 能活下去 就已算是幸运 而更为幸运的 却是就在上个月 偶然一次机会 因为做事谨慎小心 被府上那位身份 尊贵无比的主子所赏识 掉到身边伺候 活也轻松 无非需定期去主子所掌管的康泰商行 位于京城的几家职事铺子 取些生意上的账策回来 主子需要随时核算查阅账目 然后便是负责整理主子书内 所有的点击手册 笔墨指研 也许随时更换 当然 主子在书房读书 或者工作的时候 也得在旁边伺候着 做些端茶递水的活 虽然也不得多少空闲 但总算不必再 做些抬水洗衣的活 每天累得腰酸背痛 而且 每月还可以领些兴奋 因此 他自然格外珍惜着难得的机遇 片刻间功夫 便已到了宅子后侧 那座雅致的独立小院 而当他顾不得擦拭一下额头雨水 轻轻敲了敲门 得到应允后 再小心翼翼推开二楼 一间厢房房门进去 便见古色古香的书房内 正中央那张梨花木书桌前 正优雅款款 做着一位恶娜曼妙的女子 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淡紫色烟纱长裙 妖记留苏 头戴朱差 优雅而端庄 温婉而高贵 此刻 女子倒并没有就着算盘 核算一些账策 只是正写着一幅字 写得很慢 却说不得专注 更重要的 哪怕他细柳十字不多 也从来都觉得主子的字 特别娟秀漂亮 看着就赏心悦目 这时 眼见他那小心翼翼 又被小雨淋得几分狼狈的模样 女子先是一论 可随即 投过来一道责怪眼神 你怎这么笨 就不知道找把雨伞 或者等雨停了再回来 尽管主子从来都是这样 在他们这些下人面前 和颜悦色 从没有因为尊贵身份 而多少架子 而且对下人也特别好 可细柳却不敢丝毫愉悦 一态恭敬盈盈一欠身 才赶紧将那一落账策呈上 女子又温婉笑笑 几分关切 赶紧回房换身衣服 再去后处熬碗姜汤 别染了风寒 细柳神色一愣 本想说些自己不要紧 还得在主子身边伺候之类的话 可眼见女子责备眼神 也只得再行了一礼 朝外面退去 主子从来都是如此 虽从不摆什么架子 对下人也极其和善 可那种与生俱来的 威严与高贵气质 总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其实说实话 自从被调到主子身边伺候 他心中都一直诸多疑惑 依照主子的身份 虽说掌管着偌大一家商行 却哪有必要 非得势必公亲 连每一笔账目 都得亲自合算 这也就罢了 这一个月 还曾多少次 亲眼看见主子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沿台 目光悠悠望着南方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神情从未有过的惆怅哀伤 甚至眼角还隐约点点泪花 可是他什么也不敢问 他细柳虽书念得很少 却也深知 作为下人 必须明白 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据说 他的上一任 伺候主子读书写字的那个丫头 就是因为一不小心说错了话 才被责罚 调去了其他院子做事 可没想到 当他刚要推开房门出去 却又被叫住了 转过头 却见主子已停下手中动作 望着他 不知为何 神色隐约有些担忧 半晌 才小声问道 今天你在街上 可曾听到有北方前线的消息传出来 细柳有些疑惑 不明白 主子为何突然问起这个 也只能轻轻摇来摇头 女子似乎料到会是如此 笑笑 或许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可随即 又隐约几分急切 难方呢 难处呢 细柳依然只能摇头 女子明显有些失望 可尽管几分担忧之色 也只能一声轻叹 也对 算算时间 南楚新王的登基大典 恐怕都还未进行 又路途遥远 哪会有什么消息 紧跟着 便不再说话 只是弯腰继续写字 可同样这时 书房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接下来的清醒 却让细柳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外面 急匆匆冲进来一群俏女子 翠绿长裙 她也认识 同样是主子身边伺候的丫鬟 名为翠莲 一身一裙 同样被雨水湿透 可不知为何 面色苍白 竟是说不出的慌张 来不及欠身行礼 跌跌撞撞冲到女子跟前 却是扑通一声 便已趴在地上 身子颤抖个不停 一声悲怆大呼 殿下 出大事了 南楚乱了 趴在地上 更满面惊恐 声音都沙哑得含糊不清 殿下 宫中传出来消息 就刚才 南方有紧急军报传来 南楚大乱 上月24 本是南楚国王朱举的出殡之日 可仅仅第二天 南楚大赵司马游四方 竟早已暗地里 挟持勾结了南楚进军统领 以及王城外驻军 谋权篡位 发动了政变 短短两天 便攻占了南楚王城 活捉了大王子朱镇 三王子朱豪母子 侥幸逃脱 不知去向 紧随其后 由四方便公然宣布 自立为王 废南楚国号 择日登基 并且自此 彻底脱离大康藩蜀国身份 不仅如此 那由四方 更与西赵 宋旅两国相勾结 三国几乎清朝而出 和兵十五万 对咱大康祁山之地 展开猛攻 企图一举夺回 祁山通雨之地 从此大举进犯 大康南方 刹那间 只见那风韵成熟的女子 脸色刷得变了 圆润白皙的脸蛋 煞白一片 如遭雷击 呆至当场 手中毛笔 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 双目死死 瞪着趴在地上的 丫鬟淬莲 焦躯不停颤抖着 这一刻 却哪还有身为 皇室长公主 与生俱来的 运筹帷幄 与端庄沉稳 嘴唇不停蠕动着 想要问点什么 却又似乎 根本不敢开口 只是若有若无 一声泥南 祁山之地 虽占据天险 却仅有两万五千驻军 如何扛得住 南方周府也抽调不出援军了 道夕一口凉气 却似乎终于鼓足着 莫大勇气 只是牙缝中 沙牙挤出两个字 他呢 紧随其后 却是一声嘶哑大喊 快告诉我 他在哪儿 却奈何 翠莲神色更加慌张了 趴在地上 压根不敢抬起头来 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可扮上 也只得羽无伦次到 殿下千万保重身子 据说 据说就在3月25 由四方发动政变那天晚上 夜深人静时 他亲自率领南储2000叛军 围攻了青史馆内 咱大康史臣所栖息的住所 一把大火 直烧到了天亮才熄灭 县公爷 县公爷 以及一干史臣 包括随行的宫女侍卫 生死不明 而据说 陛下已经紧急召见了 三省六部官员 商议对策 细柳呆站在原地 依然有些不明所以 可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那般史料不及 让他彻底梦了 书房内 化作一片死寂 再没有丝毫声音 就连掉落一根针 都足以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空气似乎都快凝结 那高贵女子 一动不动站在书桌前 出乎意料 竟是说不出的沉静 只是郊躯微微颤抖着 嘴唇蠕动着 不知过了多久 才样样一声弥谈 本公主知道了 淡然笑笑 可不知为何 竟是那般欺然悲怆 她没事的 她从来都那么奸诈 连 好几次 差点被她算计 有四方不是她的对手 她怎么可能会有事 对不对 可话音未落 娇曲猛的一晃 嘴角竟是一抹烟红鲜血 吐了出来 语无伦次 声音已嘶哑地可怕 一声大喊 还愣着干什么 被撤 被撤 本公主要去南楚 紧跟着 似乎全身精力彻底被抽干 无力瘫坐在椅子上 不知不觉 那美艳不可放物的脸蛋上 两行晶莹的泪珠 悄无声息滚落下来 或许 那一天 我该去送送她的 相对于京城的烟雨沉沉 今晚的奇山之地 天上繁星点点 一座座崇山峻岭 在朦胧夜色下 若隐若现 作为昔日南楚的门户屏障 这里的地形就是如此 山形陡峭 一手南宫 洪水河并不是一条河 而是两座巨大山脉 形成的一道天然关爱 其实南楚人更习惯称 这里为奇山关 关爱中间是一处高地 无论北上还是南下 翻过此地 地形便要坦途不少 因此 与其说奇山之地 为大康与南楚的门户 不如说 这奇山关才是两国真正门户 更为贴切 至少六十多年前 大康五第十七最巅峰时 大军轻取通与虎牙之地 可最终也是在这里 损兵折将 最终还是没能真正撬开 南方诸国的大门 而此时 奇山关的高地上 一座座军营大仗 错落有致 夜幕才刚刚降临 一队对大康将士手举着火把 来回穿梭着 负责着营地的安全与绍岗 只奈何 一个个满面如临大敌的紧张之色 无疑增添了几分悲怆气氛 南楚大赵司马 发动政变攻占王宫 宣布废除南楚国号 紧随其后联盟西赵与宋旅 和兵十五万 对奇山之地展开猛攻 纵然大康守将 皆为骁勇善战的精锐 可区区两万多 如何能抵挡对方的来势汹汹 短短几天 节节败退 奇山之地丢失过半 不得不退守着奇山关 虽暂时占据地形优势 可将士们谁都清楚 若失了奇山关 大康南方大片领土 皆为鱼肉 可朝廷 根本无援军可到 唯独值得庆幸的 虽然打不过 但是在上面大将军的命令下 跑得快 将士伤亡甚小 而此时 军营驻扎之地 一座毫不起眼 却看守极其严密的营帐 游中龙正躺在角落的草堆里 昏昏欲睡 只是 十来天过去 这位昔日男储大赵司马的公子 男储顶级大丸裤 也不知经历了什么 竟比当初在燕城大街上 被一番折腾 还要不成人形 脸颊淤青 浮肿得如猪头 沾满以干枯的血迹 倒到血口 就连鼻梁也是歪着的 一身名贵华服 更是破烂得不成样子 露出一大块后背 上面同样一条条血痕 却哪还有当初 那不可一世 嚣张跋扈的模样 死狗斑窝在最角落草堆上 似乎已睡着 可偏偏又似乎瑟瑟发抖个不停 正所谓 闻者流泪 见者伤心 触目惊心 然而这时 正昏昏欲睡 却只听到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喂 醒醒了 你爹在南楚篡位成功了 叫你快回去 他要立你当太子 请客 由钟龙猛地醒来 神色一阵狂喜 壮若癫狂 挣扎着就要爬起来 却奈何 刚睁开眼 脸色却刷得一下变了 只如看见世上最可怕的魔鬼 双目圆瞪 近乎本能 拼尽全身力气 朝后面爬去 蓬头垢面血迹斑斑的身子 哆嗦个不停 声音含糊不清 你 你又骗我 可没想到 话音未落 啪的一声脆响 脸上已挨了狠狠一记耳光 直抽得他头晕目眩 差点昏死过去 你明知道本县公骗你 你还表现得这么喜欢 快站好了 一天五顿打 轮到卯时这一顿了 打完了 你赶紧睡会儿 养好精神 到后半夜 副使张渠再来过过瘾 我跟你说 别看那老头长的兽 可打人狠着呢 话音未落 由钟龙更吓得直哆嗦 面色惊恐 如见着洪水猛兽 喉咙发出呜呜声音 更不顾一切 朝前方爬去 然而还未爬多远 却又猛地停住 扭过头 惊恐之中满是恼羞愤怒 一声嘶喊 你 你不守信用 本公子今天已经挨过五顿了 况且 况且现在才刚害时 明早天亮才到冒时 是吗 于是乎 王老爷有些尴尬了 老脸一红 可反手又是干净利落一耳光 恼羞成怒 破口大骂 叫你话多 老子会不知道 现在才刚害时 难道老子 就不能先把明天的 欲知一顿 游中龙瞬间愣住了 干涩的眼眶不满血丝 大口喘着气 眼珠子向外凸起 还有这样的操作 可没想到 王修破天荒再没动手 只歪着脑袋 如看白痴在他身上打量半天 却是一声轻叹 哎 算了 今天还是不打你了 说好一天五顿就是五顿 没办法 本县公从来都是这样 高尚正直 而且诚信做人 随即倒是一脸轻松惬意 屁股一甩盘腿坐下 朝他一撇嘴 老子今天难得心情不错 坐过来 陪本县公说会话 游中龙依然一脸惶恐戒备 满是不幸 没想到 王老爷瞬间气急败坏的厉害 又一声大骂 我说 你这是什么表情 老子说今天不打你了 肯定就说话算话 咱们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 我都为人你 还不清楚吗 你见我什么时候撒过谎 不幸的话 你若有机会熬过这一劫 去灵州城打听打听 本老爷口碑贼好 游中龙尽管依然如面对 魔鬼般恐惧 可哪敢违抗 吞了吞口水 身子哆嗦个不停 也只能老老实实在旁边坐下 唯独能坐的 只能尽量离这个魔鬼远一点 身体使劲往后缩了缩 也不知是不是脑子犯抽 声音颤抖憋出一句 你说话算数哈 王老爷顿时气得脸色铁青 毕竟 无论换作是谁 被人如此怀疑人品 终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尽管如此 也只是美好气一瞪眼 眉头一皱 一声长叹 游公子 你让我说 你点什么好呢 好歹也是南楚最顶级的 官二代公子哥 要真闲的没事 去青楼用银子砸割机啊 去玩鸟斗机啊 做点什么不好 苦口婆心 圣人曾云过 行车安全牢记心上 生活才能洒满阳光 结果你呢 非得骑着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先翻了商贩的摊子不说 还差点才死百姓 恨铁不成钢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来纠缠我媳妇 还叫嚣什么 不介意 他嫁过人 还叫嚣什么 既然他来了南楚 就别想再回去了 还公然挑衅 说老子 即便是大康县公 可烟城终究是你的地盘 老子拿什么跟你斗 一点面子不给我留啊 一摊手 现在好了 把自己完成这样 搞得你很尴尬 我也很尴尬 舒服了 满意了 游中龙不说话 双目冲雪 依然恼羞惶恐的厉害 没想到 这家伙还更来劲了 低头拍拍身上长衫 又一皱眉 不过 话说回来 你爹不是一般的狠啊 虎毒尚且不食子 可他 明知你在本老爷手里 动起手来 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呀 不得不说 算是个枭雄 是个干大事的人 可说着说着 却又一下子乐了 笑眯眯地望着他 可偏偏 他脑子有点不好使 很明显 他对本县公不了解吗 因为之前那场赌约比试 你们南楚上到朝廷下到百姓 可都是恨不得将本县公扒皮抽筋的 他真以为 老子投铁得很 没事先做好安排 留点后手 光着屁股就敢往仇人窝子烟城里跑 又一耸肩 了解我的都知道 老子向来很怕死的好吧 而且很不凑巧 就在前来南楚之前 皇帝给了本老爷一块牌子 没啥大作用 除了可以在皇宫里横着走之外 还可全国随处邻机调动两千将士 所以 很显然 早在本老爷踏入南楚地界的两三天前 烟城里面就早已经 到处都是本县公的人了 骑山的驻军 被老子调了两千 一时间 笑得更加灿烂了 别的不说 就那天大街上 被你骑着马 撞翻了摊子的小商贩 其中至少三个是老子的人 那天看热闹的百姓中 叫唤得最凶的 嚷嚷什么天啊 大赵司马竟要造反 还让我们百姓怎么活啊 也全是本县公的人 你说那天 你父子二人 怎么跟我斗嘛 你 刹那间 由钟龙更羞愤的厉害 呲牙咧嘴 大口喘着气 可偏偏又不敢丝毫轻举妄动 却奈何 王老爷反倒更来了精神 当然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自从一进城 你爹全程监视着老子的一举一动 可老子又何尝不是全程监视着 你难处那些高官大臣的一举一动 说实话 就那几天 你爹见了什么人 晚上去了哪家青楼 跟谁碰了面 又搂着那位歌姬睡的觉 嗯嗯啊 叫换了多久变些菜了 全在老子心里装着呢 最重要的 从我大康使臣 住进青史馆的当天晚上 你爹就已经在四周 安插了几十个暗哨 可谓是监视的密不透风啊 话风一转 笑得贼贱 可是又很不凑巧 就当天晚上 你爹安插的暗哨 全变尸体了 又换成了我的人 紧跟着 却是凭空拍了拍手 随即 便见营帐外 大步走进来 一身材矮胖 皮肤有黑 身穿盔甲的将士 朝王秀一拱手 才望向游中龙 3月24 南楚县王朱举出兵 大典结束的当晚丑时 由四方手下有人来接头 好像还是个禁军头领 吩咐我将这群大康使臣 看吻了 说司马大人决定了 计划提前 明晚就动手 我说好的 保证不让司马大人失望 3月25晚上子时 那人又来了 问我 那群大康使臣 是否都在里面 我说是的 都睡着了 那人很满意 还说是成之后 调我去禁军大营 做千副长 我很高兴 连忙说 谢谢将军再陪 然后不到一刻钟 你爹就带着两三千人来了 由钟龙侯杰上下鼓动着 神情呆滞 可没想到 这魔鬼反倒还更精神了 摸了摸鼻子 笑得贼贱 怎么样 意外不意外 惊喜不惊喜 还有 你以为老子挟持你 只是想将你当人质 咧嘴呵呵一乐 其实你错了 根据我对你爹的了解 在王位面前 你这个儿子算个巴巴 其实我都挺怀疑 你到底是不是你爹的种 本仙宫的真正目的 就是半真半假 叙叙实实告诉他 老子可能已经知道他要造反了 再稍微带动一下百姓的舆论 早一造势 逼他不得不提前仓促起事 仅此而已 因为烟城距离奇山之地 尚且还有一两天路程 即便本县工程里 有两千将士暗中接应 可也只有 你爹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 才有更多机会 暗度陈仓满天过海 全身而退 一脸诚恳表情 严格说起来 你能活到现在 还全靠老子的救命之恩 要不以后 你就认我做爹吧 你 请客 由钟龙更修奋的厉害 偏偏 又满视如见魔鬼的惶恐绝望 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可没想到 刹那间 王老爷却又怒了 皱着眉头 气急败坏一声大骂 我说 老子今晚难得心情好 都跟你聊半天了 你能不能给点回应 你这个样子很没礼貌 知道吧 惹毛了 老子不认 你做儿子了要 然而紧跟着 又来了兴致 还使劲朝他那边挪了挪 笑眯眯的 对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咱俩做个游戏 你这一路也看见了 自从你爹攻占南楚王城 篡位成功 再迅速 与西兆宋旅两国 合兵十五万 对骑山之地展开猛攻 两万多将士 一直退到这骑山关 才助营坚守 其实谁都清楚 即便我大康将士 占据一手南攻的地形优势 可终究只有两万多人 面对三国合兵十五万 也根本经不起两三次猛攻 便会彻底溃败 伸手一指南方 而眼下 十五万敌军 已经悉数驻营在山下丫口 那一条长长的峡谷地带 两边都是崇山峻岭 正前方是骑山关 十多万大军营帐 那是连绵不绝 一眼望不到头 看着就吓人 也早已磨刀祸祸 就等着拿下骑山关 撬开大康门户了 然后长驱直入 攻占我大康南方周府 又满面真诚之色 但是 你猜一猜 本县公为何要节节败退 引他们来这里 今晚又会发生什么 还有 你猜 这几日我吩咐将士 不惜一切代价 大量搜集南方盛产的铜油 结实的布匹 绳子 生铁之类的材料 又是要做什么 要是猜对了 老子明天少打你一顿 可没想到 话音未落 由中龙却是脸色巨变 如面对吃人不涂骨头的恶魔 瑟瑟发抖 更是满面悲愤不甘 我不猜 每次都这样 七八次了 猜错了要挨打 猜对了 还是要挨打 于是乎 王老爷脸色也变了 暴怒 哪能受得了 被人如此质疑自己的人品 二话不说 嗖的一声窜起来 铁青着脸 拳打脚踢 已如狂风暴雨 足足半个钟 直到风度翩翩 由公子躺在枯草堆里 又已经哼哼唧唧 半死不活了 总算心满意足了 擦拭一下额头汗水 愤愤不平大骂 给脸不要脸 说得好像你不猜 就不用挨打了一样 都跟你说了 老子口碑贼好 人与人之间得信任呢 懒得再搭理他 大步便朝营帐外走去 然而刚掀开帘子 又扭过头来 算了 既然你不想猜 老子就告诉你算了 没劲 其实今晚 老子就想着 站在这高地山峰上 一抛尿 引发泥石流 把下面十五万大军 全埋了而已 你说刺激不刺激 已是子十三克 初夏午夜的骑山关 阵阵凉风夹杂着泥土的芬芳 繁星点点下 崇山峻岭都已沉沉进入梦乡 压口高地正前方 那有两座连绵险峻的大山脉 所形成的长长峡谷河滩 一座座驻军营帐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头 昔日南楚 西赵 宋旅 三国十多万大军 似乎也早已进入梦乡 只有一对对负责放哨戒备的将士 还在营帐中四处穿梭着 不敢丝毫放松 漆黑夜色下 四周安静地出骑 营地正中央 一座搭建的极为气派高大的帐篷内 作为中军主帅大帐 由四方尚且还未安歇 即便文臣出身 坐南楚大赵司马 更长达七八年 可如今也是甲骤加身腰胯横刀 不得不说 倒是说不出的威风凛凛 营帐中央 是一座巨大的沙盘 上面摆着的 自然正是骑山关 精确细致到 一块石头一条小道的堪鱼 而此时 由四方正站在沙盘前 借着火把聚精会神 在沙盘上注视着 皱眉研究着 旁边还站着两人 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 一个三十多岁的粗狂汉子 正是宋旅国国王末区 以及西兆国此番派出的 主帅大将陈蒙 当然靠近大门 两列队形整齐站着的 还有上十个三国的统帅将军 说实话 十五万大军猛攻 一路追击 短短几天 便夺下近半个骑山之地 士气从未有过的高涨 陈兵这骑山关前 也已经两天 尽管谁都清楚 虽然大康军队 占据着一手南宫的高地 可终究只有两万多将士 康国朝廷北方战事吃井 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可到 这绝对是百年难遇 轻松撬开大康门户 从此长驱直入 大肆占领 康国南方州府的绝佳时机 可明日的进攻 排兵不振 依然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毕竟 歼灭着骑山关的两万多康国驻军 虽注定轻而易举 可接下来 大肆进犯康国南方 开疆拓土 成就一番霸业 才是主旋律 更何况 这十五万大军 已算得上是三国合盟 倾巢而动得精锐之师了 几乎算是掏空家底了 这让几人 如何能不小心谨慎 至少 胜券在卧下 还要保证 以最小的代价 拿下骑山关 只是此时 由四方更多的 却是满心激动 虽尚未正式登基 可难处的政变已成定局 对王位威胁最大的大王子朱镇 早已惨死刀下 朝中那些不愿归顺的大臣 诸如李赵司书忘归 甚至昔日朱举的王妃 也都锒铛下了狱 而眼下 更要一举撬开强大康国的门户 从此成就一番霸业 甚至打造出一个 足以与康国庆国齐名的 版图辽阔 人丁兴旺的大国来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康国 有着南方诸国都 望尘莫及的肥沃土地 这让他如何不兴奋地无心睡眠 心中只唯一隐隐作痛的 按照三国和盟私下达成的协议 此番禁犯康国结束后 好处还得分给西赵与宋旅一大半 然而就在这时 却见中军大仗的门帘被突然掀开 紧随其后 外面大步走进来 一身着盔甲的兵士 一拱手 小心翼翼 禀各位将军 今晚出怪事了 满脸疑惑不解与诧异 闻所未闻的怪事 就刚才 天上的星星 好像突然多了不少 而且比以往都明亮 这也就罢了 明明满天繁星 天上还下起了大雨 眉头一皱 哦不对 不是雨 好像是铜油 真是奇了怪了 游四方一阵诧异 望向默区 曾猛 却见二人同样满面 茫然不解 而当几人走出大仗 抬头望去 更不由得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漆黑夜空中 果然如那巡逻警戒的兵士所言 莫名其妙 多了不少亮晶晶的星星 从前方康国将士 驻守的高地 呈一条狭长带状 连绵不绝 竟一直延伸到 这一片狭谷河滩的后方 比以往所见的星星 看着都要大上不少 也更加明亮 目测足足近两千颗之多 密密麻麻 让人目不暇接 将头顶的夜空 都装扮得如同梦幻 那般要目 那般绚烂 一时间 竟让他由四方都不由地 看得有些吃了 活了五十多岁 还从未见过 如此美丽的星空 而更匪夷所思的 那些明亮异常的星星 竟还一边缓缓游动 一边闪烁着 只如年少时 便以故去的母亲 在天上朝他眨着眼睛 而十多万大军驻营 那些负责巡逻的 一对对兵士 自也同样被这难得的 奇观所吸引 驻足着 成群围拢在一起 仰着头 指指点点议论叫嚷着 快看快看 今晚的星星好亮 好大一颗颗的 是啊 是啊 真是神了 这些星星 居然还能在天上游动 不知为什么 我总感觉这些星星 就在我们头顶一样 还有一声声激动无比的大喊 祥瑞之兆 祥瑞之兆啊 兄弟们 这是老天在警示 明日的突袭之战 咱们将大获全胜啊 你们都知道吗 拿下这骑山关 跨过通宇之地 那里 就有着天下最肥沃的土地 还有康国最美丽的女人 从此 咱们距离大口吃肉 大网喝酒的日子 还遥远吗 威武 威武 一时间 狭长的河谷摊地 一眼看不到头的军队驻营 更加热闹起来 就连一座座军杖中 本来已经熟睡的将士 不少人也被吵醒 纷纷跑了出来 蜂拥围在一起 或嘖嘖称奇 或高谈阔论 或望着那一颗颗耀木繁星 思念着家乡的女子 更有不少人 四处奔走相告着 大声喊着威武 喊着胜利 宋旅国王末区 也同样仰头望着天空 情绪激动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 扭头望向 同样跟出来的几位 麾下大将 众位将军 看见了吗 天将祥瑞 天将祥瑞啊 连老天爷 都在帮我们啊 康国 气数已尽了 由四方 何尝不是惊讶万分 活了五十多年 别说亲眼所见 就连听都未曾听过 这等器官 然而 与兴奋的无以言状的 默区不同 不知为何 心中却突然有些惊慌 总有点不祥的预感 哗 而这时 跟前地上 突然多了一滩水 与其说是下雨 倒更像是 从天上泼下来的 一瓢过后 又是一瓢 一不留神 连肩膀上 都被沾了几点 伸手摸了摸 明显不是雨水 滑溜溜的 还有些沾手 又放在鼻尖 闻了闻 铜油 果然是铜油 南方诸国 包括祁山通雨之地 甚至康国南方地区 都盛产铜油 不算什么稀罕东西 闻这味道 居然品质还不错 可关键是 天上突然多了 这么多明亮耀眼的星星 也就罢了 怎么还吓起了 这么多铜油 真是怪事 黏黏药 然而 紧随其后 却只见着铜油 根本就像有人 从天上 一瓢一瓢往下面 泼一样 不到一炷香功夫 那铜油竟是 越下越多 地面都变得 有些湿漉漉的 踩在上面 让人站立不稳 从军杖内 涌出来的兵士 也越来越多 抬头望天 叫喊着 欣喜若狂奔跑着 祥瑞之赵 祥瑞之赵 铜油 能卖七八文钱 一斤的铜油啊 难道 这是天上神仙 送给我们的礼物 一定是天上神仙的 馈赠了 不然好端端的 天上怎会掉下铜油 不科学的吗 哈哈 你们看我 身上都沾满了 真别说 味道闻着还挺舒服 人群中不知是谁 又一声大喊 你们快看 那些星星 居然好像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不对 上面好像有人 而这时 一只满心诧异 惊奇万分地油四方 身体却是猛的一致 似乎瞬间 意识到什么 脸色瞬间 一片惊恐之色 雨无伦次 一声声惊慌大喊 撤退 撤退 快 快 大军全部撤退 却奈何 这一切 似乎已经晚了 只见此时 天上那密密麻麻 格外耀眼的星星 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似乎距离地面 越来越近 那乃什么星象 赫然 竟是一盆盆燃烧着的 巨大火炉 火光跳跃下 甚至隐约可见 夜空中 根本是一把把 巨型的伞 与寻常雨伞不一样 每一把 竟足足半间屋子般大小 只如一只只巨大的熊鹰 在头顶缓缓游荡着 这是什么东西 而同样这时 眼见那一只只巨大熊鹰 夜色下 已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天空中 一声尖锐的哨声 划破夜空 夹杂着一声大喊 放火 紧随其后 一只只熊熊燃烧着的火把 如流星 又如这个出下石节 璀璨绽放的花 从空中密密麻麻 落了下来 哄 不等有人反应过来 由四方 已是那样清晰地看见 一片火光 已是冲天气 连绵不绝 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营 已彻底笼罩在 熊熊大火之中 一股热浪袭来 差点把由四方头发 都给撩了 起火了 起火了 快跑啊 快跑啊 哎哟 哎哟 救命 顷刻间 偌大的峡谷河滩 已彻底化作一片火海 如同人间炼雨 这铜油 本就是极其易燃烧之物 根本就扑不灭 一时间 无数将士 哪还有功夫 继续五体投地 感谢天上神仙的恩赐 连绵不绝的冲天大火中 有人身上着火 在地上不停翻滚挣扎 奈何越挣扎 燃烧得越旺盛 有人仓皇从军杖中冲出来 奈何四周都是大火 根本无路可走 片刻便被吞噬其中 有人被浓烟呛得 剧烈咳嗽 直接昏死过去 惨叫声 哭喊声 响彻山谷 顷刻间 午夜沉睡的骑山关 沸腾了 由四方呆若木鸡 站在中军大仗门口 死死望着这峡谷河滩中 一眼望不到头的冲天火光 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将士 挣扎着 哭喊着 最终彻底吞噬在大火中 一阵从未有过的绝望袭来 让他一阵头晕目眩 差点摔倒在地 说实话 虽从未带兵打过仗 可观拜南楚大赵司马多年 他从来都是个无比谨慎之人 即便此次政变篡位 虽因那可恨小儿 无耻卑鄙手段 挟持自己儿子 又虚虚实实煽动百姓舆论 搞得短短两三天 烟城满大街流言四起 逼得他 不得不计划提前 仓促起事 可那也是在有着绝对把握的前提下 而至于此次 联盟西兆 宋旅 和兵十五万 对骑山之地展开猛攻 一路势如破竹 短短几天 便拿下半个骑山之地 大军乘胜追击 到达着骑山关 其实 无论他由四方或者墨区 岑猛 包括众多将军 谁都清楚 这种狭长的河谷摊地驻军 算是兵家大计 可是 这骑山关 因为其独特地貌 除了峡谷中间地势平坦 可两侧都是 足几十丈高的连绵山脉 气势极其险俊 甚至蛇虫猛兽横行 甚至胀气弥漫 根本无人可治 再加两侧 都是笔直悬崖 因此 根本不必担心 康国大军会从两侧高山 倾巢而下偷袭 除此之外 大军驻营 最需要防范的 便是火攻 然而 这些将军都是 酒精沙场的老手 又岂会给康国人 可乘之机 营杖的搭建 每一座之间的距离 包括防火沟渠 都有严格标准 即便康国小谷兵士偷袭 一把火烧起来 一两座营杖 也绝不会造成 烽火连营的局面 相反 唯独需要防范的 只是突降大雨 引起洪灾 甚至泥石流 可这才出下 距离洪澳世界上远 骑山之地本又少雨 也根本不必担心 因此 大军再次助营 反倒成了上家的选择 因为 占据着河谷 也算彻底堵死了 康国大军反扑偷袭的道路 只能乖乖等着 三国将士的冲阵破关 只需要加强巡逻警戒 根本就万无一失 可千算万算 如何料得到 康国的反攻偷袭 竟是从天上来 纵观千百年历史 这也是闻所未闻啊 更重要的 那一把把大伞 还拖着吊篮 究竟是什么怪物 不但能在天上飘来飘去 竟然还能载人 妖怪吧 一时间 心脏一点一点下沉着 由四方更只感觉 大脑都化作一片空白 面若死灰 哪还有刚才的兴奋激动 完了 胜券在握的雄徒霸业 就这么完了 十几万大军啊 三国合蒙 一大半的家底啊 大火还在熊熊燃烧 而这时眼前冲过来 一狼狈被不堪 后背尚且还烧着火星的兵士 王上 不好了 峡谷的出口 也已经被堵死了 那里被康国人 烧起了一到两丈宽的火墙 将士们根本逃不出去 与此同时 又一人冲了过来 顾不得手臂 都被烧得血肉模糊 满是惊慌 声音直哆嗦 王上 正前方 康国两万大军杀过来了 打听清楚了 指挥这场偷袭的康国主帅 正是康国兰平县公王修 他凭借出使之时 康国皇帝的一封秘纸 接掌了所有骑山驻军 刹那间 由四方更脸色聚变 双目赤红得可怕 脸颊猙獰扭曲到极致 身体颤抖个不停 怎么 那王修 没死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本王总算明白了 康国大军 为何节节败退 毫无战意 一直退到这骑山关 原来 原来那小儿 竟是在这里等着老夫 一声仰天悲乎 王修奸贼 你无耻至极 我要四方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 气血攻心之下 一口鲜血活生生喷了出来 一片火红血雾 在火光中翩翩起舞 璀璨而又烂漫 苍老的身子 直挺挺朝后方倒了下去 时间转眼 已是四月二十 历经几天连绵小雨 天气终于放晴 大康 京城 太阿公 已经傍晚 可得正殿内 锦隆帝 召态着一身便服 端坐在椅子上 目光呆滞 正正望着面前 转上 一盏已经冰凉的茶水 眉头紧锁 目光之中 满是浓浓的担忧凝重 甚至绝望 出下傍晚的阳光 透过窗帘罩在身上 带来阵阵炎热烦闷 却也似乎根本没有察觉 一段时间不见 这位大康王朝 一心历经图治的中心之主 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也不知多久 没好好睡过一觉了 双眼布满血丝 后背似乎都垢了不少 陈皇后举止端庄 坐在对面 圆润雍容的脸颊 似乎也轻受了太多 又何尝不满 是担忧焦虑之色 不仅门口站着的几名公额 就连一旁侍候着的 司礼间太监总管张三千 也是低垂着头 面色凝重担忧 大气都不敢出 唉 不知多久 陈皇后才一声叹息 总算打破周围沉寂 圣上也莫太过担心了 千万保重龙体啊 这世上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想当初 先帝时期 明辨四起内忧外患 大康不照样挺过来了 锦龙帝总算缓缓抬起头 笑笑 只是笑容 太勉强 太艰色 声音有些沙哑 摇了摇头 皇后就莫要说些安慰的话了 话虽是如此 可眼下 沁国攻势凶猛 将士们损兵折降严重 只能据成苦苦坚守 战事吃紧 荆棘各州府 都已岌岌可危 而现在 南方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朕最担心的是 终究还是发生了 齐山之地 只有两万多驻军 对面可是三国合蒙十五啊 齐山之地若丢失 通宇也根本保不住 大康南方大片领土 皆为鱼肉啊 仰起头 艰难倒吸一口凉气 声音更凝重到极致 大康 已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 可偏偏 这都快一个月了 可朝廷也根本无计可施 又一声长叹 南方周府丢失 让朕就算去了地下 又有和脸面间列祖列宗 陈皇后又何尝不是唏嘘不已 本想再安慰两句什么 奈何偏偏不知如何开口 可半赏 却一声抽泣 其实 其实妾身最担心的 还是那个孩子 眼眶之中 泪花不停闪烁 声音哽咽 至今 依然还生死下落不明 陛下 他才刚满二十岁啊 昔日被天下如生肆意攻伐 又被满朝文武横家声讨弹劾 如今 竟又遭此劫难 快一个月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妾身真怕他 怕他就这样 说着说着 竟已是泣不成声 一时间 更让整个殿内 彻底笼罩在一片悲怅压抑之中 景龙帝也再没说话 只是低垂着头 满面创然 四周再次陷入沉寂 时间流逝着 渐渐落下去的夕阳 似乎让这座皇宫 也暗淡了许多 然而 不知过了多久 却隐约只听着殿外 传来些嘈杂声音 张三千自视大步走了出去 紧随其后 又隐约听见些训斥声 混账奴才 你胡说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 谎报军情 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再胡言乱语 信不信咱家撕烂你的嘴 你确定 快 快把他叫过来 德政殿外候着 紧跟着 只见张三千 又行色匆匆折返回来 可不知为何 却是战战兢兢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如同活生生 吞下几只臭鸡蛋 眼见皇帝抬起头望向他 才赶紧擦了擦汗 声音直哆嗦 禀陛下 刚有小太监来报 奴婢也不知是真是假 南方 有紧急军报传来 说是 骑山关大劫 那传家级军报的人 奴婢已让他赶紧来殿外了 锦隆帝顿时神色一愣 眉头紧皱 差一万分 完全不明所以 骑山关大劫 什么大劫 骑山之地的看于图 他早与朝中一众武将 研究推演了无数遍 面对三国合盟 十多万精锐敌军的猛烈攻势 骑山守军唯一能做的 恐怕也只有后撤到骑山关一带 一边不防坚守 一边等待朝廷援军 虽占据地形优势 一守难攻 可终究实力相差太悬殊 能坚守半个月不被攻破 就已经是天大的奇迹了 更重要的 那骑山关总体 有两座高耸陆云的 骑骑山脉行程 全是陡峭悬崖 人际罕至 就算要殊死一搏 从两侧高山发动偷袭 也根本绝无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大劫 抬头望向陈皇后 却见对方 同样满面疑惑与不幸 尽管如此 也只得起身 大步朝外面走去 刚与皇后走出殿门外 便只见在 一宫内小太监的带领下 后面形色匆匆 跟着一个身穿盔甲 航武打扮的汉子 约莫三十来岁 个子不高 但身材结实 皮肤有黑 看着倒是个憨厚老实之人 至于腰间配刀 自然早在进宫之时 便解下 明显这一路行来 那小太监 已交代过宫中礼仪 瞬间 便已大步冲到两人跟前 单膝跪地 双手抱拳 有些紧张 一声大呼 末将 骑山驻军 郑武将军麾下百夫长 占领蓝平县工作前 亲卫曹武 拜见陛下与皇后娘娘 至于此人口中 郑武将军 锦隆帝自然清楚 明张感 昔日经济大营驻灵州守军 郑武校尉 当初前任灵州叛司徐靖之 擅自调动城防司官兵 遇给太子与那王修小儿 栽葬一个暴民造反的罪名 缉拿下狱 也正是那张感 率大军入城护驾 再后来 与南楚那场财学比试 大获全胜 兵部上书前政灵机专断 命着张感率领几千灵州守军 一同前往齐山之地接管防务 至此 才升了郑武将军 可此时 锦隆帝哪顾得了深究这些 早已按捺不住满心息迹 声音都有些发抖 你是来报劫的 可没想到 这曹武却根本一脸猛 一副憨憨模样 几分错愕 可在皇帝皇后面前 根本不敢抬起头来 使劲摇头 回陛下的话 末将不是来报劫的 是来要人的 末将是奉兰平献功之命 前来奏请陛下 速速征召些兵马前去支援 他快顶不住了 话音未落 陈皇后身子猛的一颤 师生惊呼 等等 你是说 蓝平献功王修 他还活着 然而 只见这曹武 反倒更猛了 老实芭蕉 好端端活着 而且 就在末将启程 快马加鞭赶来京城前 献功也一顿饭 还喝了一壶小酒 啃了一整根烤羊腿 于是刹那 陈皇后再忍不住了 雍容圆润脸上 已是一片欣喜若狂 身子都不停颤抖着 扭头望向锦隆帝 已是激动的语无伦次 陛下 您都听见了吗 那孩子还活着 他还好端端地活着 可以真是的 这么久了 也不知给京城来个信 难道他就不知 本宫有多担心他 然而 再也说不下去了 已是掩着面 泣不成声 一时间 惹得旁边伺候着的 几个公额太监 都忍不住偷偷抹眼泪 锦隆帝 又何尝不是面色一喜 可刹那间 却又神色一暗 刚才那几分 奇迹惊喜之色 一下子淹了 一时间 心脏再次跌落谷底 布满血丝的双眼 再次陷入一片 浓猛的担忧焦虑中 果然 哪会有什么大减 奇山之地的形势 满朝文武都在明白不过 两万多守军能撑到现在 奇山之地尚未尽尸 已经算是不朽其功了 那混账小儿 倒是总算开口要援军了 可关键 眼下的形势 北方战士正吃紧 这哪里还有援军可调 现征召将士入伍 倒不是不可以 可谓经过训练 哪能立马投入战场 根本就是去送死啊 可同样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他又有些梦了 只见这曹武 依然一副老实芭蕉模样 顿了顿 又知之无无道 陛下您有所不知 自那由四方发动政变 攻占南楚王城 俘虏了一众反对 不愿归顺的大臣 宣布费南楚国号 自立为王 而县公爷 一番周密安排下 瞒天过海暗堵陈仓 便已率领着使团所有人 撤出了燕城 退到了祁山之地 随即 县公爷便凭借陛下的秘旨 全权接管了祁山驻军 语气不紧不慢 一副三角 踹不出个屁的德行 继续说道 县公爷所料不假 果然紧随其后 由四方便联合了西赵 宋旅两国 和兵十五万 对祁山之地展开猛攻 在县公爷的命令下 大军边战边退 一直退到了祁山关布防 也成功将十多万敌军 悉数引到了山下的峡谷河道中 而与此同时 县公爷还吩咐大军 大量搜集结实的布匹 绳子 铜油这些东西 末将也不知怎么弄的 先是用铜油和布匹 再经过一些处理 居然制作出了一种 无比牢固 而且还密不透风的新布匹 那种布匹不但不漏水 更一点都不透气 县公爷取了个名字 叫防水无缝布 吞了吞口水 再紧跟着县公爷又命令将士们 用那防水布和绳子这些 做了近两千个 巨大无比的飞天灯 上面是巨散 用绳子吊着吊篮 还安装着烧火的巨大炉子 双手一比划 那飞天灯 起码半个屋子大 烧起火来 不但自己可以飞上天 吊篮里还可以放上 一百多斤铜油 不仅如此 县公爷还亲自研究 经过好多遍反复试验 将那巨型飞天灯的火炉 安装了机关 可以随意调节火的大小 以此来控制飞行的高度 还安装了 几块船桨一样的大木扇 可以控制在空中飞行的方向 哦 对了 县公爷还给那新型的飞天灯 取了个新名字 叫飞天大球 于是火 锦龙帝更加一头雾水了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至于那什么飞天灯 他倒是清楚 在民间也再常见不过 不过是用一张纸 四脚再拴上几根细细的绳子 整体做成雨伞模样 下方再吊着点蜡块 点燃蜡块 那伞便可以缓缓飞上天 直到蜡块烧尽 才会落下来 无非是普通玩物而已 倒是每逢中秋或元宵节 那些青年男女 喜欢放一些这种飞天灯 用以祈福之类 可那混账小儿 造这么多超大无比的飞天灯 有什么用 大敌当前 他还有心情放花灯 可同样这时 不等他再详细询问两句 眼下骑山观的军情 接下来的情形 却那般始料不及 让他彻底震惊当场 只见这曹五 依然一副慢吞吞得醒 不喜不悲 与其平淡地 好像在回忆他早上 啃了几个宿命摸摸 而就在四月初六那天深夜 县公爷精挑细选了 近两千名赶死队 对山下驻扎的十多万敌军 发动了偷袭 将士们 每人乘坐着一个飞天大球 从驻营的高地 缓缓升空 一直飞到敌军驻营的上空 紧跟着 便将随身携带的铜油 从半空中 将敌军驻扎的峡谷河滩 浇了个遍 随即 一只只火把从天而降 片刻间功夫 那峡谷河滩 就是一片火海 只可怜那些敌军 正前方是骑山高地 被将士们正面冲击 两侧是悬崖峭壁 逃都没地方可逃 而唯一可以逃跑的后方压口 也被兄弟们 烧起了一道足两丈宽的火墙 更有架成飞天大球的两千兄弟 降落在那里 等着他们 那场大火 足足烧了一个多时辰 南楚西赵和宋吕 三国合蒙加起来十多万敌军 被活生生烧死的 都进八成 在家紧跟着 兄弟们发动了正面进攻 到最后 除了侥幸逃走了三四千人 十多万敌军 全部被歼灭 由四方当场自尽了 哦 还有宋吕国王默区 也在军中 只是还没来得及自尽 被兄弟们活捉了 顷刻间 锦龙帝一下子愣住了 脑袋有点晕乎乎的 可没想到 这憨货丹西贵地 又不紧不慢说道 这还不算什么 大军屡败屡战 节节败退 却陡然创下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劫 两万多守军 只以区区一千多人 伤亡的代价 斩杀敌军十多万 士气自然空前高涨 紧随其后 在蓝平县公 与郑武将军的指挥下 大军一路南下 再借助那飞天大球 根本一路所向披靡 毕竟 三国合蒙 特别西赵与宋吕 都是小国 能抽掉上十万大军 已经算是釜底抽薪了 导致士气低落 短短八九天时间 咱大康的两万大军 便已攻破了 西赵宋吕王城 两国王城上方 已经插上了 咱大康的军企 也就是说 西赵与宋吕两国 亡了 彻底成为咱大康的版图了 不仅如此 再往南周边几个小国 也被吓破了胆 赶紧递了国书 称从此以后 愿为大康翻蜀国 称臣纳贡 又吞了吞口水 唯独只有南楚 毕竟之所以大举进犯大康 乃是奸臣政变篡位所致 王室诸家在这场动乱中 并没有表现出 对大康的不敬与谋逆之举 所以善灭齐国 难免遭来其余诸国诟病 也容易引来难免其余诸国忌惮 甚至反扑 再加上 宗主国本就有为藩属国 匡扶王室正统之责 因此 在兰平县宫的步步紧逼下 再加上咱大军已进驻王城 最终南楚朝廷不得不妥协 并已经签下国书 从此以后 虽继续保留南楚国号与朝廷规制 虽依然由南楚人自己治理 但是南楚各地城池 需由大康与南楚两国各出一半军队 共同驻军 护卫安全 且大康驻扎南楚的军队 一切军费开支由南楚朝廷负责 其次 在县公爷的拥护下 南楚立了昔日长公主朱妙宇为新王 定于4月25登基大典 说起来 这还是南楚近百年来第一个女王 可又因为新王 乃是前往大康和亲的公主 是县公爷的夫人 自然虚随使团返回大康 因此 朱妙宇尚未登基大典 便已颁布了诏书 虽之王喜总揽国政 却赞由生母 先王妃赞涉国政 昔日里 赵司书忘归生任大赵司马 协礼国政 代诞下第一个男丁子嗣 改姓朱 成年之后 立为下一任南楚国王 可说着说着 却又一副便秘拉不出使的表情 脸颊微微一红 陛下 南楚倒还好说 可新的问题来了 县公爷领着兄弟们 攻城拔债杀红了眼 根本停不下来 可除去阵亡的兄弟们 现在手中只有不到两万人了 搞得现在 那一大片疆土 倒是打下来了 可是没人住房接管啊 南楚还好说 出不了乱子 毕竟国号还在 新王又是县公爷的夫人 可惜赵与宋旅 是直接亡国了呀 虽说两国王宫大臣 要么被杀 要么被俘 可架不住会有百姓 亡国之恨发生民变啊 县公爷唯一能做的 只能先自作主张 宣布了 所有百姓免除两年赴税与劳役 来暂时稳定民心 可最终 还得陛下宁 赶紧征召些将士 过去接管住房 派遣官员设立州府啊 似乎还有点怕皇帝会龙颜大怒 小心翼翼 县公爷说了 现在一共就剩两万人 连住房都根本不够啊 其实他一开始 也没想把阵仗搞这么大 保命要紧 只是一不留神 才顺手灭了西赵与宋旅 最主要还是宋旅国 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橡胶术 很讨他喜欢 又神色一致 似乎恍然想起什么 哦 对了 县公爷交代了 末将还得去一趟灵州 找万通商行大掌柜里通 待到南方局势稳定 万通商行立马要在宋旅国境内 建什么橡胶产业基地 让大掌柜赶紧做些准备 可随即 又赶紧从怀里 掏出一封密函来 双手举过头顶 还有 这是县公爷承得陛下 您的亲笔书寒 锦隆帝自是迫不及待 一把接过信函 三两下拆开 果然 一阵浓浓的王修风扑面而来 陛下 您吃过饭了吗 京城的天气怎么样 南楚这几天还好 可就是有点湿热 晚上睡觉都汗哒哒的 事就是这么个事 西照 宋旅两国 我已经顺手帮您捏了 南楚也已经安顿好了 还顺便帮您收了几个番薯国小弟 但是真的 赶紧派点人来住房接管啊 我真的快顶不住了 于是刹那 锦隆帝便彻底惊呆了 木头庄子般站在原地 一遍又一遍盯着这封信 硬是下巴都快 滚到地上来 这都是什么情况 南方的危机 就这么轻而易举解决了 齐山之地的堪于图 他这个皇帝 可是与一干武将 推演过无数遍 无论哪种方式 想要突袭破敌 根本就绝无可能 那混账小儿 脑袋到底是如何长的 咋个就会想到 如此绝妙的计谋的 将敌军悉数引到齐山关对面 峡谷河滩 借助地形 将其死死困在其中 然后从空中展开偷袭 一场大火闷在里面烧 纵观千百年来 各国之间无数次交战的历史 也从没听说过这种搞法呀 有从高地包抄埋伏偷袭的 有从父辈夹击的 有趁大悟天潜伏偷袭的 哪听说过从空中偷袭的 最关键是 民间再常见不过的 逢年过节 百姓用来起伏的飞天灯 经过他一改造 不但可以带人飞上天 还可以控制高低与飞行方向 那小儿 怕真是个妖怪吧 南楚 西照 宋旅 三国虽小 和联盟之下 足足十五万大军啊 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 一锅端 搞没了 仅仅这一战都足以称得上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轰动天下史册流明啊 这也就罢了 那小儿 竟还就带着那么区区 两万多骑山守军 一路索向披靡 短短几天 顺手就反过来 把西照与宋旅两国给灭了 还什么根本停不下来 那架势 若是再多几万人 岂不是更加停不下来了 身为天子 何尝不知 这对眼下的大康来说 堪称怎样惊天伟地的盖世奇功 这不仅 彻底一举解决了南方的困境 更绝对算得上 大康立国百年来 从未有过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啊 要知道 六十年前 五帝最巅峰时期 近二十万大军清净国库 都未能扣开南方诸国的大门 可这小儿 先是靠财学鄙视 赢了奇山之地 眼下又不声不响 直接灭两国 这会不会显得 太不科学了 更重要的 别看那小儿 随时一副欠抽德行 让他锦龙地恨得牙痒痒 可在南楚的问题上 也绝对是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啊 毕竟此番南楚之乱 皆因奸臣谋逆篡位所导致 与南楚王室并无关联 况且 宗主国本对藩属国 本就有匡扶王室正统之责 若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把南楚也给灭了 难免天下人诟病 更极容易 便引起南方其余诸国大肆攻伐 引出乱子 可此后 大康名正言顺的驻军 在家又被南面西照宋旅之地 夹在中间 那南楚便直接成了国中国 虽依然保留着自主治理的权利 可无疑 已彻底被大康牢牢掌握在手中啊 只为独 永利自己媳妇朱妙宇为新王 多少还是有点私心 媳妇还没怀上 却先给自己未来儿子 找了份铁饭玩好工作呀 可偏偏 在这场动乱中 南楚大王子朱镇惨死 三王子朱豪失踪 唯一有资格登上王位的 还只剩那朱妙宇了 满朝文武 也无话可说 还有 当初与南楚的财学比是如此 去年雪灾寒灾如此 眼下南楚之乱又是如此 那小儿从来都不知道 先给他这个皇帝来个折子 奏抱一声通个气 从来都是闷着脑袋 不声不响就开干 每次都这样 搞得满朝文武 正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他那里劫报来了 就眼下 若不是一大片疆土打下来了 实在驻军守将不够用了 他恐怕还连折子都懒得来一疯 这个习惯 就非常不讨人喜欢啊 有机会 以后还是得好好教育教育 这也就罢了 瞧瞧给那改良版巨型飞天灯 取那破名字 什么飞天大球 难听死了 简直一点文化都没有 更重要的 就眼前这曹武 暂时作为他的清兵护卫 跟了他几天 咋也是这副气死人的德行 说起话来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还张嘴 末将不是来报劫的 是来要人的 朕年纪大了 经不起这样大起大落的刺激 可一时间 哪还顾得了天子威仪 一扫这段时间的阴霾 满心激动之下 只感觉大脑都嗡嗡作响 扭头望向张三千 一幅秀 你指 骑山关大劫 重将是浴血奋战 为国开疆拓土 堪比千古奇功 所有人 先着升两极 再论功重赏 蓝平县公王修 此宫堪比伏设计之将青 镇令有重赏外 则令礼部 做好准备 蓝平县公出使 南楚凯旋归来时 天子依仗 灵州城外 十里相迎 该有的不拧依仗 一个不能少 镇与朝廷 不能施了赏罚公寓 含了将士们的心 另外 将此次大劫 大肆昭告天下 眼下的大康 太需要这样一场空前的 对外军事胜利 提振士气 顿了顿 还有 速速召左丞相陈吴湘 以及兵部护部 以及吏部一众官员 于明德殿商议 征召兵士 前往昔日送旅 西兆之地接管住房 并设立周府的诸多事宜 将士们舍身 忘死打下来的疆土 万万没有再丢了的道理 而此时 陈皇后又何尝不是 欣喜若狂 激动得无以言表 身子微微颤抖着 因喜极而泣 泪痕未干的脸上 已是一片四花笑叶 只是喉咙中 若有若无 振振呢喃 好孩子 好孩子 鞠躬至尾 鞠躬至尾啊 夜幕已渐渐降临 尽管天气晴朗 月眼已在天边升起 可金安街五号 这座气派府邸 却依然笼罩在一片 压抑沉闷中 宅子靠后侧 那座别致的独立小院 二楼那间 古色古香的书房内 油灯已经点上 细柳翘生生 站在书桌旁 小心翼翼伺候着 只是此时 同样满面紧张之色 几分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之态 生怕一不小心 惹得眼前这位主子 心中不悦 这近一个月来 绝对算得上他 自从被卖到这座府上 做丫鬟 最煎熬的一段时间 其实不仅是他 府上每一个下人 皆是如此 再也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就连说话做事 从来都是形色匆匆 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自从那天 难处大乱的消息传来 整座府上 就似乎彻底变了个样 总显得无比压抑沉闷 甚至带着几分悲凉 眼前自己这位主子 自从那日悲从心来 口吐鲜血 便大病了一场 足足近十天 在宫中派来的 御医精心调养下 才终于有了些起色 可即便如此 整个人似乎 也一下子消瘦了许多 就连脸蛋 也再也没了 往日的红润光彩 而作为主子 跟前伺候的丫鬟 他细柳又如何不清楚 这段时间 主子除了吩咐府上的人 随时留意难处方面的消息 绝大多数时候 都只是一个人静静站在 二楼沿台上 远远眺望着南方 甚至好多次 他都看见主子 一个人在偷偷抹眼泪 说不出的悲伤 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 听说蓝平县公王修这个名字 指引约厅府上下人提起过 那是太子殿下的兄弟 那是一个屡屡为朝廷 立下盖世气功的少年郎 可更令他满心好奇的 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 究竟是怎样一个 美风姿少倜倜的男子 才能让这位身份 尊贵无比的主子 然而身为奴婢的本分 他什么也不敢多问 天已经黑了吗 而这时 端坐书桌前 那位端庄典雅 而又风韵成熟的女子 终于从厚厚一落 账策中抬起头来 满面疲惫之态 有些苍白的脸蛋 在油灯下更显得憔悴 揉了揉眼眶 朝他尖色笑笑 男杵方面 还是没有消息吗 细柳神色一柄 可也只能轻轻摇了摇头 这问题 他已经不记得 问过多少次了 顿时 只见女子又温婉笑笑 只奈何神色之中 掩饰不住一片浓浓的失望 再没说话 只是埋头 继续拨弄算盘 核算账策 细柳鼻息一阵酸楚 他从未见过 向来尘腕又高贵的主子 变得如此魂不守舍果 本想说两句安慰的话 可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时光流逝 书房的油灯 似乎都变得暗淡了些许 然而 不知过了多久 本来安静地出奇的小院 却只听到外面 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音 紧跟着 伴随着一阵登登的脚步声 书房的门 被轻轻推开了 便见那名叫翠莲的丫鬟 急匆匆走了进来 静止走到那女子跟前 盈盈失了一里 可不知为何 神色竟是几分激动 嘴唇不停蠕动着 半嗓 才终于让自己 稍微镇定了些 压低声音 丙 丙殿下 刚皇后娘娘派人来传话 骑山关大捷 女子郊躯猛地一颤 放下手中毛笔 抬起头来 却见翠莲 吞了吞口水 才终于将这段时间 南楚发生的事情 讲了个大概 只是不知不觉 再忍不住几分激动 声音有些发抖 也就是说 南平县公 不但好端端活着 不但南楚之乱 彻底解决了 还顺手将西赵宋旅给灭了 可谓是大康兹立国以来 绝无仅有的 开疆拓土盖世其功啊 眼下 圣上都已下令颁旨 县公爷凯旋归来之时 天子遗仗 灵州城外十里相迎 朝中那么多武将 也从来没有谁 有过这般待遇 那可是陛下天大的圣宠啊 于是刹那 只见女子 如遭雷击 彻底呆住了 一双美目死死望着翠莲 脚躯微微颤抖着 冲断小手 似乎都不知该往哪放 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胸前饱满肩挺 都上下起伏个不停 嘴唇微微如动 想要说点什么 可一时间 似乎又不知当如何开口 不知多久 你再说一遍 可刹那间 却是嗖的一声 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声音创然 一声大呼 你们都听见了吗 那个男人 是何等所向披靡 是何等意气风华 又是何等明动天下 最重要的 他还活着 伸手一指南方 南处的星星 今晚一定很亮吧 这一刻 已是笑叶如花 那圆润的脸蛋 只如这个炎炎夏日 朵朵绽放的娇艳荷花 竟是那般倾国倾城 只是不知不觉 眼角两行晶莹的泪珠 悄无声息地滚落 一颗 两颗 三颗 倒是翠莲 欲言又止良久 才又小心翼翼问道 对了 听来传信的人说 南处星王登基大典之后 现功也便要回来了 殿下 到时候 您要去灵州接他吗 女子依然甜甜地笑着 笑着 泪水依然无声滚落 被齿轻气 不必了 知道他好好的 便足够了 4月25 燕城 历经国丧 在家突如其来的动乱 与腥风血雨 却终究在一场 倾盆大雨的抵挡下 这座屹立在南方的 古老王城 似乎终于迎来了 些难得的生机 天气放晴 大街上因为国丧 到处悬挂着的 白帆与孝京 也终于摘下 而此时 庄严畏讹的王宫 却更一片喜庆景象 无论城墙 或者殿阁之间步步台阶 到处都被装饰一新 新王的登基大典 绝对算一个国家 最头等的大事 庆典举行的地方 位于王宫正中央 那一大片空旷广场 步步宽敞未延的台阶过后 便是国王召开朝会 商讨国政大事的地方 名为延庆殿 一座座实施拱位下 延台高耸 极为雄壮 观礼台位于大殿前方 空旷广场左侧 可因为前些日子 那场政变动荡 各国使臣为了确保安全 提前归国的不少 诸如西照 宋旅 国都没了 哪还会有使臣 而王修作为正使 站在十多个大康使臣最前端 却显得有些无聊 昏昏欲睡 倒是副使张渠 这老头别瞧着一把年纪 又天天搂着随行 带来那美艳夫人疯狂输出 搞得双目空荡荡 走路都亮强 可精神头还挺足 站在王老爷身后 叽叽喳喳念叨个不停 我张渠这辈子谁也没服过 可唯独王宪宫 这真是让下官如小刀哥屁股 开眼来啊 做这种吊咽使臣 本来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哟喝 跟这宪宫爷混 居然莫名其妙 就捞了一堆功劳 您瞧瞧 这找谁说理去 就咱们这些使臣 有一个算一个 回去之后 哪个会少得了赏赐 两眼放光 瘦弱的胸膛拍得灯灯响 对了 等到这登机大点结束 明日咱就要启程返京了 要不今晚 下官坐东 请宪宫爷出去潇洒潇洒 我早打听好了 这烟城有一家凤一阁 据说里面的女子 那不但各个国色天香 花样还贼多 最重要 这难处女子多妖娆 难道宪宫爷就不想体验一番 您第一次出使他国 一看就没经验 山高水远出来了 不就得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乐趣 哦 不对 咱这个叫领略风土人情 体察民间女子疾苦 宪宫爷虽贵为朝廷公爵 可也要与民同乐吗 王老爷嘴角猛地一抽 硬堂漆黑 转过头来 却又神色一愣 只见前方离着不远 沁国使臣所占位置 人群最前方 李乐瑶正鼓着粉嘟嘟的腮帮 目不转睛盯着自己 这小妞也不知哪里不对劲 姨父如同被他王老爷 拖进小树林搞了一顿 提起裤子还不认账的表情 硬是让他王老爷 一愣一愣的 说实话 自从当初朱举的出病吊宴时 隔着远远的 见过这狗屁高耀一面 从此便再没见过了 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当初刚到严城 就把这位身份骇人的沁国郡主 大街上摁在地上打了顿屁股 如此生死大仇 好端端的 她为何要偏偏选择原谅老子 难道真是因为 这妞自幼缺爱 在家从小到大 身边所有人都对她言听计从 一顿打 打出依赖心理了 见她望过去 小妞顿时几分慌张 赶紧扭头望向一旁 反而更显得可怜巴巴 一副身归怨妇模样 让她顿时一阵好笑 倒是那小妞身边站着的 那个身着沁国官服 随时板着一张脸 神情如灭绝师太般的中年妇人 投过来一记恶狠狠的目光 浓浓的敌意 也不知是生怕郡主 被她王老爷拐跑了 或是两国本就为宿敌 那架势 若不是眼下在南楚王城 一定层面更亦算是 她王老爷的底盘 非得上来咬她两口 然而 只换来王老爷 一记不甘示弱的鄙视目光 还不忘张牙舞爪 凭空笔划两下 用肢体语言骂上一句 凭的 顿时更气的那妇人 面部猙獰 脸色铁青 身子直哆嗦 没办法 尽管张渠说过 在他国使臣面前 要大国哑亮 要儒雅 可沁国更强盛的大国 不用哑亮 其实对这灭绝师太 王老爷也了解过 沁国此番派出的正史 名为李清 官拜沁国兵部左侍郎 因为做事雷霆手段 且刚正不阿不讲情面 颇受那女皇帝赏识 而且严格论起来 好像还是那女皇帝 隔了几方的姑姑 没想到这时 粉嘟嘟脸 却似乎有些忍不住了 咬了咬牙 丝毫不顾这么多使臣看着 净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依然一副独守空房怨妇模样 嘟囔着嘴 抬头望着她 喂 虽然李清姑姑 让我离你远些 说你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想了很久 你那天说 要把我骗到康国去 挟持做人质要挟我黄姐 肯定是故意吓唬我的 我决定不生你的气了 嘶 王老爷倒吸一口凉气 眼珠子瞪得老大 没看出来啊 这妞还挺聪明啊 才想了一个月 就把这个想明白了 然而 粉嘟嘟脸 又莫名神色一案 委屈巴巴 还有 明天就要分道扬镳了 我也要回庆国去了 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你了 要不 有机会 你来庆国找我玩好不好 我叫你这么一个朋友 回去之后 我又只有找英俊王子 哦不 蓝平县公说会话了 王老爷四十五度脚望天 装没听见 去庆国找你玩 你看 老子像不像脑袋 被驴踢过的样子 老子只是脾气温和 为人儒雅 不是投铁 却奈何 眼见他不搭理 这妞又急了 小手攥着裙摆 泪汪汪的 喂 我都这样子了 都不生你的气了 你怎么还是不理我啊 要不 你再打我一顿 那里 出出气 但是轻一点 真的好痛的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好不好 委屈巴巴 你不知道 那天晚上青石管大火 你下落不明 我都哭了好久 于是乎 王老爷有些崩溃了 总算转过头来 一本正经 其实那天在街上 的确是吓唬你的 毕竟作为使臣 本县公身边侍卫不多 但现在不一样了 这南楚新王 是我媳妇 燕城 还有我大康驻军 好像 直接把你绑回大康 不是啥难事了 果然 请客 便见粉嘟嘟脸 脸色又变了 灯灯后退两步 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伤心不已 一声大呼 王羞 你就是个坏人 本郡主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衣袖掩面 转身便跌跌撞撞 跑了回去 只惹得周围 其余诸国使臣 纷纷侧目 一个个望向他 王老爷的眼神 满是嫌弃 那灭绝师太 更恨得牙根痒痒 蹊跷生烟 作为沁国兵部 大权在握的高官 那驾驶 有朝一日 沁国大军若攻陷灵州 这婆娘肯定会第一个 拿他王老爷的脑袋记棋 还好就在这时 只听得前方 延庆殿外高台上 一阵军鼓大响 震耳欲聋 与此同时 远处那座巨大无比的 青铜祭天大鼎中 已燃起了熊熊大火 更有人 在高声吟唱着什么 无疑 新王登基大典 已到吉时 偌大的王公 瞬间已彻底陷入一种 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其实对这种 象征着一个国家王位 正式更迭的大型典礼 王修也临时抱佛脚了解过一些 尽管南楚 身为大康藩属国 自然绝不能使用 皇帝登基的天子礼仪 再加上刚经历了国丧 诸如基否奏乐 歌舞 以及明中古等诸多喜庆的方式 也都不适宜 可即便如此 仪式流程 依然极其繁琐 颂读祭天告文的 乃是新任大兆司马书忘归 这一身紫红色崭新官袍 站在那祭天大顶前 洋洋洒洒 念了足足半个时辰 可这类祭文 本就如此 措辞严谨却极为拗口 王老爷几乎一句都没听懂 可也明白 无非是祭告天帝与宗祠 新王乃是王室正统 受命于天帝祖宗之类 再加一些祈祷封条 与顺国座昌盛之类 四方收买裹挟的官员不少 绝对算是朝堂大震动 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任命官员填补空缺 稳定朝局 倒让王老爷对书旺规 有些刮目相看 因为就连他这位昔日 难处理赵司自己 都因为誓死不愿归顺由四方 被弄进大狱 折磨得够呛 祭天大典之后 又一堆复杂一城 才终于到了新王寿官 又随着一阵君谷与否月 便见朱庙宇 在一群王公太监与公额的簇拥下 顺着台阶 一步一步登上 延庆殿前那高台之上 只见这婆娘步履款款 神色说不出的平静 没有丝毫即将 登上王位的欣喜雀怨 也没有难处 历经动漫的悲凉味道 倒是此时 身着黑黄相见的王袍 搭配那曼妙身姿 娇艳迷人的脸蛋 以及比以往更多了些 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气势 却让王修瞬间看得有些吃了 俨然记得当初 这婆娘却因为嫁入大康和亲公主的身份 即便回了故土 可依照理智 根本连回王公父亲 临前尽孝的资格都没有 可这才一个多月 却已成了这个南方国家的新主 甚至严格来说 还算是南楚近百年来 唯一一个女国王 让王老爷些许感慨 唉 大爷的 前世自幼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最为抵触的 便是三妻四妾的封建恶俗 可现在 不知不觉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个媳妇 摇身一变 成了一国之王 执掌着堂堂一国的军政大权 这让老子以后 晚上一个被窝搂着睡觉 还怎么下得去手吗 会有心理压力的 会很自卑的 王官是由这婆娘的生母 如今的南楚王太后 亲手受戴的 其实王老爷 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自己这位丈母娘 一个才刚年过四十的美貌妇人 但前些日子 从朱妙宇的口中 也多少了解一些 出身南楚高官之后 娘家在朝中影响力不小 直到此时 才真正标志着 那个女人正是成为了 南楚新一任国王 接下来 自然便是新王接受大臣 以及诸国使臣的朝贺 倒是让延庆殿外 空前热闹起来 只是此刻 隔着老远 看着高台中央 那女子身着王袍 头戴王冠 前方密密麻麻 匍匐着满是南楚的官员 以及进军侍卫 不经意间 那种弃吞山河之事 倒让王老爷有些恍惚 特么的 别人穿越 都是 搂着娇滴滴公主睡觉 老子直接抱着国王睡 实在让人心中别扭啊 因为他王老爷身份特殊 不仅是大康使臣 又是新王的夫君 所以代表大康 上前道贺新王的任务 自然就落在了张渠的身上 贺词他事先看过 别看着老头天天不干正事 可不愧是礼部的官员 措辞十分考究 大康身为宗主国 与其说是道贺 不如说是代表朝廷 对朱妙宇 这位藩属国新王予以承认 来得更贴切 当然 正式的册封 尚需由锦龙皇帝 亲自颁布诏书 按照一程 再紧跟着 便是新王宣读即位诏书 内容也简单 无非自己乃是顺应天命 百姓归心 才刻机大统 再加一些改元年号 大赦天下之类的政令 只为独让王老爷差一万分 惊得一塌糊涂的 这婆娘居然在即位诏书中 公然提到 说自己虽继承王位 却同时身为大康兰平现功之父 日后与夫君诞下的子嗣 当为王室嫡子 浑浑噩噩 一场登基大典 只折腾了足足两个多时辰 搞得王老爷更昏昏欲睡 眼皮子直打架 才终于渐渐接近尾声 时间已是傍晚 而按照惯例 王宫自然设下庆贺酒宴 款待各国使臣 以及朝中大臣 酒宴所举办的地点 是一个名为正清殿的地方 因为诸国使臣在场 不能失了礼节 自然规格极高 场面也很热闹 看着镇长 张渠今晚还想去奉一阁 体察民间女子疾苦的想法 怕是要落空了 然而 让王老爷叫苦不迭的 却是整个酒宴下来 庆国使臣所设的位置 明明隔着好几丈远 那灭绝师太李清 从始至终 就一副杀娘夺夫之仇的眼神瞪着他 反正 就是对他这位大康风头正盛的县功 没什么好脸色 倒也能理解 暂且不提戏言提炼之术 让沁国损失无法估量 仅仅这场难处的动乱 本足以让大康彻底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 沁国大举经贩的步伐 将更加如鱼得水 结果偏偏 被他王老爷一番操作 南方之乱解决了 这让这位沁国兵部大员如何受得了 可对此 王老爷虽向来贪生怕死 可他国使臣面前能吃这样的亏 你瞪老子一眼 老子用手势骂你平的三遍 唉 没办法 在与沁国为敌的道路上 已经越走越远了 唯独只希望京城那狗皇帝 能争口气 千万别玩王国了 否则 老子脑袋肯定掉得比谁都快 唯独值得庆幸的 李乐姚娜小妞 总算没再来骚扰他 只一边乖乖女一般 小口吃着菜 偶尔抬起头 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望他两眼 推杯至斩 在家南储诸多官员坐陪敬酒 一场王宫宴会 直到半夜才结束 可当王老爷带着微醺酒意 走出正清殿大门 却只见前方 大步迎上来一宫女 明显是早在这里等着他 毕宫毕进一失礼 禀兰平现宫 王上特吩咐奴婢再次候着 请现宫议一家清泉殿 王上在那儿等您 嘶 刹那间 王修金的够呛 眼珠子滚圆 毕竟据他所知 那清泉殿 乃是那婆娘在王宫内的请殿 这大晚上的 把老子叫过去 他想做啥 其实这倒也没什么 就算那婆娘 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一国之王 手握一国军政大权 高高在上 为尊居险 但说到底 不照样还是老子拜了堂的媳妇 可关键 眼前这架势 怎么总有点女王翻牌子 照老子去侍寝的味道 在那宫女引路下 穿过层层殿阁 足一刻钟 才终于到达 一国之王就是不一样 就连平常睡觉的请殿 都见得极为宏大 至少绝不是那婆娘 在灵州他府上那 独立小院所能比的 外面自然进军 守卫森严 滴水不漏 穿过几座庭院永道 才终于到达 最里面一座小殿 本来门口还有几个宫女 在候着 可眼见他王老爷到来 却也迎失礼后退了出去 而当王老爷大步踏入殿内 眼前的景象 却让他瞬间惊呆了 只见里面 毫无疑问 就是那婆娘就寝的地方了 颇为空旷 里面自然也早已 换上了崭新的陈设物室 虽算不上奢华 却极其考究别致 可真正让他 惊得一塌糊涂的 却见此时 这颇为宽敞的小殿内 竟是不值一星 说到底 根本与当初大婚时 他那新婚洞房 几乎一模一样 一根根红竹高燃 就连垂着的一块块青纱帘杖 都换上了喜庆的大红色 四周更挂着不少喜庆装饰 正中央 那张极为气派的王榻上 更铺着刺眼的大红喜背 房内安静地出奇 而朱妙宇 正独自一人 静静坐在床檐 更匪夷所思 倒是早已换下了 那极具威严 气势的王袍与王冠 而是穿着一套 崭新的大红喜服 绝美精致的脸蛋 带着点点醉人的红韵 再搭配那如樱桃般诱人的坛口 火红烛光下 更那般美艳不可方物 那还有今日登基大典时 头戴王冠 接受群臣朝贺大礼 那气吞山河的威严气势 乌黑长发疏流云记 斜插朱差 更是如此讹诺多姿 一时间 硬是直看得他王老爷 口干舌燥 心脏都扑腾扑腾跳得厉害 说实话 尽管当初自己那老丈人朱举出病前两天 在青史馆 天天晚上搂着这婆娘睡觉 每次都搞得他王老爷浑身火燥燥的 可自此以后 跟这女子单独相处的时间 便少得可怜了 毕竟紧随其后 南楚大乱 使团悉数撤回了祁山之地 军营之中 自然诸多不便 这婆娘自然也只能与使团随行的宫女们 安置住在一起 再后来 南楚之乱平定 在他王老爷亲率大军护送下 这婆娘便以王楚身份 回了南楚王宫 可眼前 这小妞到底玩的什么花样 然而这时 眼见他那副目瞪口呆模样 朱妙宇却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眼波盈盈 几分打剧模样 怎么 才几个时辰不见 夫君就不认识妾身了 或者 夫君是害怕 妾身会趁机报仇血恨 对你行凶 还朝他眨巴两下眼睛 毕竟 暂且不提昔日 南楚及妾身 与夫君之间的生死仇恨 仅仅如今 南楚更沦落到 国土到处都是大康驻军的地步 连雍兵自主的权力都没了 如此丧权辱国 更拜夫君所赐 可谓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而妾身作为南楚国王 暗中埋伏些死士 再摔杯为号 便一窝蜂冲出来 将夫君剁成肉酱 不过分吧 眉色飞舞 还更来劲了 难道夫君就没听说 最毒妇人心这句话 王修顿时嘴角已抽 印堂漆黑 这婆娘从来都是这样 反正每次不说些 阴阳怪气的话来呛她 是浑身不自在 还好 眼见她这副吃扁模样 朱妙鱼总算心满意足了 还带着几分小女人的得意 可紧跟着 却又款款起身 静止走到她跟前 葱段小手说不出的温柔 替她理了理 有些凌乱的衣衫 称怪含羞瞪她一眼 看你这傻乎乎的样子 迷人的脸蛋 似乎更红了些 伸手指了指四周 这是妾身 特意让人按照当初我们大婚时的洞房布置的 游记得当初与夫君大婚时 妾身心中恨着夫君 还故意说些话 让夫君难堪 而夫君也厌恶着妾身 洞房花竹叶 都闹得诸多不愉快 至今想来 甚感荒唐 美目悠悠凝视着她 一声轻叹 可人就是这么无常 恨着恨着 居然就恨不起来了 反倒还心中念着想着 哪怕眼下 男处在夫君的武力震慑下 不得不再次妥协 允许大康驻君 此后注定彻底沦为大康的附庸 可妾身也知道 夫君身为大康使臣 有些是不得不做 更何况 妾身做了南楚的国王 而下一任国王 又注定将是咱们俩的孩子 夫君若不拿出自己的立场 南楚若没有大康的驻君来牵制 不仅大康朝廷必然震动 群起而攻 恐怕就连皇帝 也对夫君心生忌惮 甚至惹出祸事 况且 南楚能有眼下的局面 已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至少王室还在传承 百姓也未彻底陷入生灵涂炭中 可说着说着 不知为何 这女子似乎突然有些伤感 小手塞进她掌心 脑袋轻轻靠在她胸膛上 她又轻声呢喃道 其实 妾身今晚做这些 不是为了感激夫君 助南楚平叛 也不是为了感谢夫君 率大军以匡扶 翻属国王室正统的名义 将妾身扶上这王位宝座 至少夫君是了解妾身的 即便这位置 天下多少人做梦都想着 甚至古往今来 多少人为了一张王座丢了性命 可妾身并没多少兴趣 否则 毫不夸张地说 早在十年前 妾身便已是南楚楚君了 妾身最大的念想 也不过希望能潜心钻研刻物一学 能借此助南楚 摆脱贫困肌肉而已 王宇双手轻轻搂着她那纤细柔软的腰身 低头望着怀里这张俏丽迷人的脸蛋 神色古怪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她瞬间愣住了 短暂沉默 只见这小妞 样样抬起头来 眼波盈盈 我们南楚女子 天生性子刚强 一生忠贞 拜了天地成了婚 一辈子便只有一个丈夫 所以妾身也不想让此生留下遗憾 或许在妾身心中 今晚才是我与夫君的洞房花竹叶 或许 妾身想让夫君 看见我最美的样子 又一声轻叹 其实更重要的 妾身只想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夫君 我是南楚的公主也罢 南楚的国王也罢 可终归到底 更是你拜了堂颖和金九的夫人 还有 夫君明日必要启程返回大康了 而南楚刚历经动乱 妾身还有诸多事情需要处理 待到朝局彻底稳定 朝政恢复正轨 才能回灵州 从此安心侍奉夫君 相夫教子 只一时间 脸上已是一片醉人红韵 似乎鼓足着莫大勇气 点起脚尖 那温润诱人的弹口 蜻蜓点水 已吻在他后视嘴唇上 却又附在他耳边 阴若蚊虫一声呢喃 所以 妾身今晚就把自己给你 好不好 于是刹那 王老爷本就一身火燥燥的 却哪还有丝毫迟疑 二话不说 自是一弯腰 便已将怀里这女子 拦腰抱了起来 大步朝前方那张大床走去 顺势已将这婀娜曼妙的郊区 压在身下 大手一撤 眨眼间 那大红喜福便已轻轻滑落 于是很快 这寝殿之内 便已响起了阵阵 极其不和谐的声音 你别动 让妾身为夫君宽衣 你也真是的 从来难处这一路上 你天天趴在妾身怀里睡觉 一双手就没老实过 现在还这样 夫君 我突然有些紧张 一时间 就连天边弯弯的月牙 似乎也羞红了脸 悄无声息 躲进云朵的缝隙 不知过了多久 一场狂风暴雨 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寝殿终于恢复了平静 然而 不一会儿 又隐约阵阵声音 手不准乱动 就这样抱着妾身 你这灯徒子 刚折腾的还不够吗 妾身有些累了 就想靠在夫君怀里睡觉 我说朱妙宇 别忘了 你身上还担负着 为男储诞下王储的重担 你这样消极带工 一会儿就喊苦喊泪 那是万万不行的呀 你压皱头发了 朝廷兴奋的蓝平县宫 身为吊咽正式前往南储 却恰逢南储大乱 清帅区区两万多岐山守军 却在岐山关要地 一把大火从天而降 一夜之间斩杀三国联盟十多万大军 并乘胜追击一路势如破竹 列西兆宋旅两国 匡扶南储王室正统 为大康立下前所未有的 开疆拓土的颇天大功 自然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一时间 不仅临州府包括京城中 百姓们都是津津乐道争相传颂 大街小巷茶楼九四中 说书先生更是吹得天花烂醉 什么那蓝平县宫 实则天将下凡 什么话说齐山关大节那晚 蓝平县宫脚踏七彩云朵 腾云驾雾飞到那敌军上空 只见他口念咒语 顷刻间 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竟吓起了铜油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什么不仅如此 蓝平县宫还请了雷公殿母来助阵 淡晚一声惊雷 点燃了地上的铜油 时间转眼 已是五月初十 尽管正是进入夏日 天气已变得颇为炎热 可这一天 灵州城十里外 那宽阔一眼望不到的关道上 却早已水泄不通 堵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 除了灵州府的百姓 其中甚至还夹杂着不少 专程从临近州府 甚至京城赶来的 只为一睹 这位陡然又为朝廷设计 立下盖世其功的县工业的风采 哪怕只是多谢茶余饭后吹嘘的谈资 那也是件脸上有光的事 一个个伸长着脑袋 满面气带张望着 更七嘴八舌一轮个不停 解气 实在解气啊 让那什么西照送旅 这等区区小国 竟敢趁着咱大康 正与沁国交战 便胆敢基于咱大康的土地城池 谁说不是 这下好了吧 把自己完美了吧 对啊 也不瞧瞧 他们遇见的是谁 是咱灵州府的判司大人啊 谁不知道咱判司大人 可是连太子殿下都追着揍的 当然 也不少头戴冠精 手持折扇的青年才俊 夹杂其中 愤愤不平的厉害 他只是运气好一些而已 要换做在下 肯定也能做到如此 就是 他不就是仗着与太子殿下关系好 才懒了这么一个肥差而已 是啊是啊 我们哪个不是宝读师说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而已 李兄说的是累 唉 瞧瞧前面 那天子一仗 朝廷派了几十个官员亲自相迎 这可是朝中文臣武将 谁也没有过的殊荣啊 总有一天 在下也定能如此 却奈何 又瞬间招来人群中 不少花红柳绿年轻女子的不懈嘲讽 则 真是人不知脸大 就你们 也能与我家王献公相比 就是就是 别的不说 我家王献公 当初才学比试 可是一人独占南储 二十多名宝学之士 还大获全胜 你们做得到吗 还有 本姑娘是专程从京城来的 听我爹说了 此番奇山观大劫 乃是我家王献公改造飞天灯 研究出了一种新的玩意 叫什么飞天大球 就你们念这点书 取得出来飞天大球这般 有意境有文化又动听的名字吗 就是 简直不要脸 等等 张姐姐 你刚说什么 你家王献公 你这样乱说话 以后姐妹都没得做 听说她才刚马二十 又风度翩翩 英俊倜躺 不许你这样 侮辱我家王公子 哎 哎 我说 你们几个经常来的 能不能都矜持点 要点脸 现在谁人不知 王献公的三夫人 已贵为南楚国王 好歹也是娶了一国之王的男人 会看上你们 不过 她要是那小妾的话 应该会喜欢本姑娘 这种小鸟依人行的吧 而官道上 连绵不绝 拥堵不堪的人群最前方 却早已整整齐齐 停着二三十辆车架 天子一仗 各种不年欲年 整整齐齐依次而立 紧随其后 是几百名身着盔甲 手持长矛的宫中侍卫 以及一大群公额 最前方 却是足足三十多名 身着巢服的官员 同样伸长脑袋 使劲张望着 而站在最前端的 却是明德殿玉前行走 主侍太监张景 圆嘟嘟的脸笑眯眯的 双手瓶托举着一封圣旨 这时 人群中也不知是谁 一声大呼 来了 快看 来了 抬眼望去 果然只见笔直官道的远方 隐约出现了一对车马 使臣的脸杖格外显眼 长途跋涉的疲惫下 行径得非常缓慢 队伍最后面 还五花大榜 跟着足足五六十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再用一根拇指醋的麻绳串在一起 由随行那十多名宫中侍卫押送着 毫无疑问 正是此番南方大乱 西召宋吕两国 那些被活捉俘虏的王公大臣 包括游钟龙 以及那宋吕国王默区 自然也在其中 于是请客 嘻嘻嚷嚷的百姓 更一下子沸腾起来 喝彩声 尖叫声 呐喊声 此起彼伏 英雄 英雄回来了 是啊 扬眉吐气 何其撞灾 这才是咱大康 真正的英雄啊 毕竟 大康已多少年 都未能取得如此巨大的 对外军事胜利了 这让人又如何不满心激动 当然 有人满面七七烟 就连前方候着的那几十名 礼部兵部官员 都不少人偷偷揉着泛红的眼眶 毕竟谁也清楚 暂且不提骑山之地的恶战 仅仅难处王城那场大乱 这些为国出使的使臣 又经历了多少九死一生 时间流逝 车队终于越来越近 不知多久 才终于在前方缓缓停下 此番出使的十多个官员 自然纷纷或下马 或从马车里钻出来 却是面面相去 不知所以 足足半赏功夫 才只见正中央那辆马车车厢内 不紧不慢 挑下来一个身着官服的俊朗男子 满面疲惫之色 揉了揉心松睡眼 待到总算看清眼前这阵仗 可刹那间 惊得一个亮枪 差点一个跟头在地 眼珠子瞪得滚圆 一脸见鬼的表情 到诱惹的远处 不少百姓 一阵哄堂大笑 还夹杂着阵阵年轻女子的尖叫 哇 终于亲眼见到她了 果然好郡王 就是就是 连揉眼睛的样子 都好迷人 与此同时 只见站在队列最前面 那太监张景 倒是大步便迎了上去 眼见王老爷 那副呆若木鸡模样 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依然一副笑眯眯模样 王献公 王献公 一路舟车劳顿 辛苦了 别发呆了 献公也此番初始 立下如此惊天伟地的奇功 圣上龙颜大悦 说 王献公此宫 宫在千秋 堪称在线咱大康武帝氏的雄风 因此 王献公凯旋归来 陛下特令礼部 执天子遗仗 灵州城外十里相应 不仅如此 礼部兵部正无凭以下官员 皆需道场 左右护送献公爷凯旋回府 而圣上还亲口吩咐奴婢 为献公爷牵马直登 当然 能为献公爷牵马 那可是奴婢莫大的荣誉 奴婢心里高兴着呢 顿了顿 当然 除此之外 陛下还有旨意 总算正了正色 众人目光注视下 不景不慢 揭开手中长条木盒子风蜡 从里面取出一份 红色绸带记者的圣旨 展开 清了清嗓子 才高声念叨 赵曰 执南楚先王朱举驾轰大丧 自有蓝平县公王修 领寿清命 任朝廷调宴正史 执南楚朝局动荡 逆臣作乱 大赵司马游四方 基于正统 无逆往上 谋权篡位 谋命大王子朱振于王廷 费南楚国号 自立称王 更鬼谋西兆 宋旅二国 齐山之地 齐恶昭昭 有为上天之仁德 齐心可诛 齐生可死 蓝平县公王修 顺应天命 经谋略 出齐兵 运筹帷幄 讨伐奸秘 所向批命 匡扶王室正统 张无大康国之气度 灭西兆 宋旅二国 解朝廷南境之乱 更开疆拓土 堪比大康自立国前所位 有之齐功 镇兴甚位 特昭告天下臣名 加封蓝平县公王修 为齐州郡公 封地千亩 上等月断千匹 北地良居五十 虽赞领灵州叛司之职 官衔近三级 领政四品 时政四品之路 令 此番随行之重臣 中军仁德 静心辅佐 张大国气度 扬大国之雄风 功勋显著 接官近一级 赏金三百 月断三百匹 这圣旨虽言语简单 却说得极为讲究 只言匡扶南楚王室正统 却只字不提 自此以后 大康军队进驻南楚各地 可毫无疑问 这已经是规制极高的圣旨了 包括随行照顾使臣 衣食住行的公额 以及护卫安全的侍卫 一个不少 皆有赏赐 洋洋洒洒 执念了足夷课中 才终于结束 与此同时 一仗中 自然有侍卫 呈上郡公朝服 以及所赏赐的物品清单 一时间 周围水泄不通的百姓们 更彻底惊呆了 所有人张大着嘴巴 已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尽管从那碾仗连绵不绝 几十名朝廷官员 翘首相迎的庞大阵容 也都能猜到 朝廷此次必然大肆封赏 可如何预料得到 那个才刚满二十的少年郎 赫然以摇身一变 直接从蓝平县宫 成了齐州郡公 依照大康的理智 郡公之绝 已属从二品纳 尽管在网上 还有国公 郡王以及亲王 可别说大康立国 即便前朝 也还从未有过 异性封王的先例 更别提这几十年来 朝廷已基本很少封赏爵位了 这绝对已算是 多少人终其一生 沙场御血征战 立下多少赫赫战功 也绝对达不到的高度了 这也就罢了 更重要的 此番天子仪仗 礼部兵部 正无凭以下官员全部到场 临州城外十里相迎 大康自立国 还从未有臣子 享受过如此待遇啊 这绝对算是为人臣子 登风造计的无上荣耀 一时间 人群更喧闹起来 七嘴八舌一轮个不停 听见了吗 郡公啊 齐州郡公啊 我的哥阿娘眼 二十岁的郡公 闻所未闻啊 瞧瞧 瞧瞧 咱灵州的叛司大人 那就是不一样啊 倒也不少头戴 关金的儒生柿子 通红着双眼 摇头晃脑 说些侏儒 他就是运气好些 总有一天 无意当儒士之类的话 而此时 王郡公又何尝不是 惊得目瞪口呆 直勾勾望着张景 眼珠子滚圆 一脸拉不出石的表情 卧槽 这就升郡公了 是不是有点太不真实了 至于这什么 齐州郡公的封号 他倒也多少能猜到一点 只因自己封地所在的 蓝平县 隶属于京城 直接管辖的 齐州府境内而已 然而 说实话 这次顺手一鼓作气 灭了西兆宋吕 实在真不是老子 想要加官进爵啊 实在只因为 宋吕国那像椒树 哦 眼泪汪汪树 确实太讨老子喜欢了 又答应过那 宋吕四王子莫宝宝 有机会一定带点人去送旅逛逛 做人总要守基本的诚信 对不对 再加上齐山官大劫后 实在架不住那两万多齐山守将 一个个两眼放光 磨刀霍霍 嗷嗷叫 将士们被十多万敌军一路追杀 憋了一肚子委屈 总得想方设法 给他们挣点战功 否则 以老子的脾气 那由四方还为政变造反 老子就连夜扛着朱妙鱼 跑回灵州了 狗命比啥都重要啊 这些倒无所谓 爵位也就不过一称号而已 可关键是 以后岂不是离那狗皇帝越来越近了 还有 这什么天子仪仗 又搞些什么名堂吗 纯粹形式主义啊 然而这时 张景倒是依然笑眯你的 郡公爷 怎么还在发呆呢 奴婢先恭喜了 说实话 奴婢自十二岁进宫 伺候过先帝 也伺候当今圣上二十年 还从未见过有人 爵位今生能如此之快 不到十个月 便从县侯禁封为郡公 别说咱大康 恐千百年来 也少有人能出郡公爷左右啊 就京城中 圣上赏您那宅子 您还连看都没去看过 门口牌匾都已经换了又换 这不 回了京城 奴婢又得赶紧去张罗者 去您那宅子 换上齐州郡公府的牌匾 当然 这都不是主要的 身手一指身后 就这天子遗仗 别说本朝 哪怕当初圣武帝时期 率大军攻破南楚 通于虎牙之地的上将军 凯旋归朝也没有过这般待遇啊 足见圣上 对郡公爷天大的恩宠啊 当然 论起功劳 郡公爷此次 可比当年那些将军大多了 毕竟当年 二十万大军 也最终都未能扣开 南方诸国的大门 多少将士 在骑山关折剑 只留下一颇黄土 与蒸蒸白骨 却又话风一转 略微压低声音 不过 奴婢动身之前 陛下还吩咐奴婢 转告郡公爷几句话 陛下说 大康正值危难之际 郡公爷如此之奇功 堪称辐射级之将亲 区区一个郡公 属实是委屈了 即便进封国公 也毫不为过 然而 郡公爷的夫人 成了南楚新王 无疑 以后与夫人的子嗣 自然便是南楚的王楚 朝中已颇多微词 也只能如此了 陛下说 这份功劳 他先替您记着了 眼下 下国草原 已有捷报传来 不出意外的话 过段时间 他另外送一份大礼 苦笑一声 不过 陛下又说了 以郡公爷之才 待在一个小小的灵州 实在可惜了 待到年后 您必须去京城上任 您若是敢抗旨不尊 或者故意拖着迟迟不去 他打断你的狗腿 刹那间 王老爷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脸色刷得变得漆黑 气得够呛 心肝尖尖都在产 大爷的 神经病啊 那锦龙皇帝 脑袋是多半有点啥毛病啊 本周为灵州百姓做点事 能待在灵州上 任这判司之职 已经是老子最后的倔强了 那狗皇帝 咋个就铁了心 非得想着 把老子往京城里弄 那京官有什么好当的 就凭那狗皇帝 隔三差五就失心风发作 连自己亲儿子 都吊起来 往死里抽的尿性 老子是闲活得太腻歪了 才往他跟前凑 况且 老子一枚背井二枚后台的 还实在拉不下脸 去给那些全臣送礼巴结 还有 下国草原有捷报传来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难不称 捉个野生的下国公主 回来送给老子暖床 这所谓天子仪仗 自然算得上皇帝 对立下巨大功劳的臣子 荣誉上一种天大的赏赐 可说到底 无非就是形式上的 让他这位大功臣 欲念不念各种仪仗下 在由官员侍卫 护送回府 弄个大排场 出出风头 彰显一下天子恩宠而已 于是很快 一仗浩浩荡荡 在两侧百姓的欢呼叫喊声中 继续向城中行去 尽管对天下无数人来说 如此高规格一仗相迎凯旋 绝对是梦寐以求的莫大荣耀 可王老爷却如梗在喉 形式逐意害死人 还特么不如折线 十多里路 硬是浩浩荡荡折腾了一个时辰 才终于到达 又一番客套礼节 总算送走这一仗队伍 至于张渠以及使团其他官员 自然也要赶紧反经复命 此番出使 足足两个多月 终于平安回家 让王老爷到顿感一阵轻松 可突然间 却又想起那个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 就要拔剑砍人 却又酷爱卢肘子 叫他骑马 七八天都没把他教会 脑袋还有点笨笨的女子 还有三个月 便到八月十五之约了 也不知此时 他身在何方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听说 他王老爷此次出使难处 势如破竹灭两国的威名 可不知为何 眼见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反倒心中有些隐隐害怕 甩了甩头 然而正要大步 朝府内走去 却不由得神色一愣 只见此时 大门外正窍声声站着两人 自然正是苏婉晴与正言 这位将家中大小事物 打理得紧紧有条的府上主母 昔日灵州苏家大小姐 一袭浅蓝色青纱长裙 乌黑的妇人记 斜插朱差 依然那般闲静而又典雅 只是两个多月不见 算算时间 一块五个月的孕期 腹部已隆起了不少 而且明显轻瘦了一些 并没有如预料中那般 久别重逢 扑进他怀里 便哭得稀里哗啦 肝肠寸断 只是盈盈站在前方 美目悠悠望着他 那宛若脚跃的绝美脸蛋上 一片笑叶 只如这个盛夏时节 悄然绽放的朵朵 洁白荷花 只是笑着笑着 眼眸之中 隐约有泪花在闪烁 回来了 随即 只是缓缓走到他跟前 这个女子 从来都是那般温润似水 一个贤惠的妻子 静静等待着远方归来的丈夫 从短小手 替他理了理 长途跋涉风尘仆 满是褶皱 甚至沾了不少灰尘的官服 依然甜甜笑着 只是目光中 又一阵心疼 你瘦了 因为有朝廷的遗仗前来相迎 那里看热闹的百姓也多 怕给夫君添乱 所以就没去城外等你 妾身已经让人 给你放好了热水 一会儿痛痛快快泡个澡 会舒服一些 另外 妾身还吩咐厨娘 做了你最爱的酱大骨 和回锅肉 你胃口又刁 此番初始又长途跋涉赶路 肯定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 又满含称怪的瞪他一眼 你也真是的 都快当爹的人了 也不知好好照顾自己 王修没说话 只是正正望着眼前这张绝美容颜 不知为何 突然之间 心中一阵莫名酸楚与疼痛 竟让他堂堂一男儿 视线变得有些模糊 这个女子从来都这样 哪怕心中再多委屈 也从来不愿在他面前 表露半分 处处都为他想着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 倒是一旁正眼 这个娇柔 却又多愁善感的女子 早已眼面哭得梨花待雨 泪水一颗接着一颗不停滚落 满心的委屈与担忧 这一刻似乎终于倾泻而出 一双粉拳 不停在他身上锤打着 王秀 你就是个混蛋 你知不知道 这两个多月 我与苏姐姐 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知不知道 难处大乱 你生死不明的消息传来 苏姐姐当场都昏过去了 你又知不知道 我们发了疯地打探你的消息 多少次 跑到南城门外 就盼着能看见你平安回来 又一次次失望 苏姐姐担心得要命 还只能故作坚强 撑着 说着说着 竟已是气不成声 再也说不下去了 王秀依然没说话 望着跟前这两个女子 想要说点什么 可似乎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唯一能做的 也只能将两人紧紧搂在怀里 好一番联系 接下来几天 倒是平淡无奇 王老爷也无非去周府衙门当当职 或者去凤鸣山下 张罗张罗产业示范园的事情 毕竟目前 在大掌柜里通的操持下 作坊的扩建 鲜花种植基地的建立 包括对农户定向收购鲜花的诸多事宜 都已妥当 狠抓生产 确保货源才是重中之重 毕竟生意才是主业 更不用提 还要在元宋旅国之地 建橡胶生产基地 特么的 骑了半年的低配版破自行车 终于可以换上 真正减震又耐用的橡胶轮胎了 唯一让他头疼叫苦不迭的 赵太白那两球货 非得投铁 跑去北方前线 搞得现在 临州太守的位置依然空着 虽然那狗东西 当初占着太守的位置 也属于吃闲饭的 除了帮他收拾一下 戈律斯衙门那些不听话 拒不执行新政令的官员 就是成天缠着要王老爷 带着他做生意搞钱 一点都不能为叛私分忧 可关键 他不在的话 如果老子 把临州搞乱了 民不聊生了 就没人被过顶罪了呀 也不知那货 在北方前线死了没有 要不要去帮着收尸 这也就罢了 回到家中才得知 早在他出使难处刚走没几天 正年那小妞 也终于在他王老爷 不辞辛劳的艰苦奋斗下 查出有了身孕 搞得现在 他王老爷天天晚上 又只能孤零零一个人睡觉了 朱妙宇那婆娘 又远在南处 估计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 还有就是 颇为奇怪 去府衙当了几天职 居然都没见着唐娇 那蠢萌蠢萌的小妞 也不知是回京城了 或是有事告假了 居然也不知道 赶紧来搜集 他这个郡公爷的罪证 搞得现在 身边又没人 可欺负了 都少了猪多快乐 天气总算凉爽了些 才刚上午时分 灵州城外观道上 缓缓行驶着 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 帘子遮掩的 密不透风的车厢里 锦隆帝身着华服便装 端坐在中央主位 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尽管因为那王修小儿 当初的谏言 朝廷先发制人 率先对草原下国展开突袭 一切以消灭 下国精锐为目标 斩断庆国的手脚 目前果然成效显著 草原上终于有了捷报传来 在加南方虽大乱 可也终于被那小儿彻底平定 稳住局面 大康终究万幸 没有陷入三线作战四面楚歌的绝境 朝廷的压力骤然小了许多 可眼下 北方前线的战事依然不容乐观 北方沁国有着辽阔的疆域 富饶的矿藏 兴盛的人丁 在加纳女皇帝几年雷霆手段的变革 如今国库充盈 兵强马撞朝廷清明 国力早已远非大康所能比拟 三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南下 短短两个多月 大康已丢了五六座城池 大康唯一能做的 只能聚成坚守 战事陷入胶着 可他又如何不知 这般大国与大国之间 动辄七八十万兵力的大战 到最后 拼的都是钱粮与物资 很明显 这方面 大康没有优势 这让他锦隆帝 如何不忧心忡忡 身为天子 自然是没多少闲情意志 跑来灵州晃荡 只奈何 皇后非得想来看看那小儿 再加上 不得不说 那混账小儿虽每次 都能把他这皇帝气个半死 恨不能将他脑袋剁了当球踢 可偏偏吧 几个月不见 还挺念着 因此 也就只能全当抽两天空 出来散散心 陈皇后安静坐在一侧 举手投足 依然那般端庄闲静 几分母仪天下的威严气势 奈何此时 神情同样几分患得患失 悠悠望向皇帝 半赏 才一声呢喃 陛下也切莫太过忧虑了 庆国虽强 可咱大康也早已不是先帝时期 谁都可以任意欺负的时候 有些惆怅 又一声轻叹 妾身现在 倒是更挂念那孩子 此番难处归来 他应该瘦了不少吧 其实妾身一个妇人 不关心 他立了多大的功劳 我只是心疼那小哥 此番难处大乱 他得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啊 所以才总想着 来看看他 锦隆帝依然没说话 只偷过去一记安慰眼神 然而良久 陈皇后脸上 更几分莫名怅然 还有就是兰儿那丫头 这孩子命苦 连续赐婚两任未婚夫 谁知皆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那般不堪之人 马上都二十六了 还是孤苦一个人 跟前连的能说些提起话的人都没有 我这个做娘的 看着都心疼 这大康潮 哪有二十六七还没嫁人的姑娘 眉头轻皱 叹息 不过此次难处大乱 那丫头因为担心那小哥 游四公星 都大病了一场 不仅如此 听说那小狼哥出使难处之前 丫头还专门去了一趟灵州 给他买了不少路上吃穿用度的物室 如今细细想来 依照那丫头的能力和才学 包括气度见识 还有睿智稳重的心性 放眼满潮 除了年纪差着好几岁 怕也只有那小哥 才能入得了他的眼罢 苦笑着摇了摇头 只奈何 那孩子都已经三位夫人了 他们俩 自然也就绝无可能了 锦隆帝神情一致 皱着眉头 若有所思 而这时 只听到外面车夫小声禀报 陛下 娘娘 到了 可当两人跳下马车 却不由地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此时 已到了凤鸣山下那 万通商行产业示范园区 可眼前 即便尚且 还在大门外 却好一片繁华景象 从那建造的极为气派的门方 笔直通往远处关道 那一条宽敞平整无比的水泥路两侧 以往杂草丛生 坑挖不平的那一大片区域 竟以密密麻麻排列着 一栋栋崭新房舍 错落有致 其间同样一条条水泥路 纵横交错 虽绝大多数 明显才刚刚完工 或者尚且还正在紧锣密鼓修建中 一个个工匠来往忙碌着 可最靠近那产业示范园门方的地方 也早已建好了不少 甚至都住进了不少人 老远望去 阳台牵着的绳子上 挂着清洗的衣物 还有妇人在门外炉子上做饭 还有孩童在嬉戏打闹 全部都是采用那什么水泥 与砖石的建筑方式 外里面刷着米黄色的涂料 看着还挺漂亮 这些已建好的 用院墙围着 门口还挂着牌子 什么灵州工业 新区惠明小区甲院 什么灵州工业 新区惠明小区医院 门口已是人来人往 进进出出 于是请客 锦龙帝便彻底待住了 瞠目结舌 硬是不明所以一头雾水 这到底什么情况 大半年没来这凤鸣山下 怎就翻天覆地变成这样了 倒是隐约能猜到 这里根本就是在建一大片 百姓居住区 看着规模 丝毫不输一座城镇 可关键 这里离这灵州城 近三十里路 除了一大片作坊区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鬼才会跑到这里来住着 那混账小儿 到底又在做什么呀 当下 那还忍得住 眼疾手快 赶紧拦住一个正推着 装满河沙的手推车 从旁边路过的老工匠 满面疑惑 老哥 这里是 可没想到 那衣衫破烂 满是泥土的老头 态度还有点横 嘴巴一撇 哟 一看你这后生 就是第一次来这边吧 咋的 也是其他州府迁过来 打算在咱灵州工业新区 建作坊做生意的 老汉我跟你说 你要真有这想法 动作可得赶快了 自从咱灵州推出新政令 又是降低商税 又是免费提供地皮的 伸手一指前方 这才不到三月 前来看地的外地商股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别说其他州府 仅仅京城里 家产上几十万两的大商行 都已经好几家 跟府衙签了气书 决定签过来 作坊都已经动工开建了 说着说着 却是一脸骄傲 咱灵州判司 对 也就是咱东家 说了 这个就叫招商引资 只有大量商股和资金涌入 才能带动灵州经济飞速发展 才能带动咱灵州老百姓致富 锦龙帝更一头雾水 说实话 自从那小儿上任灵州判司 一股作气 便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商股的新政 别说其他州府 就连京城不少规模极大的商行 都开始陆陆续续往灵州搬迁 搞得现在 就连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都不少大商行的店铺关张了 他也是知道的 可关键 这样的新政策 真能带动老百姓 过上富足的生活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 尽管当初 朝堂上公然变态 谁也不得再妄议灵州新政 可他心中 却依然悬调调的 就那些鼓励经商的政令 对灵州的治理 能有多大作用 那小儿是不是未免太天真了些 可请客 心中却又猛的一个机灵 完了 那小儿这么搞下去 不会要把京城都给掏空了吧 可没想到 眼见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老头更一看看白痴的表情 算了 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 用咱大东家的话说 就叫促进流通 提振消费 扩大需求 刺激生产 增加就业岗位 到老脸突然一红 有点尴尬 好吧 其实我也不大懂 但是眼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行 过来灵州建作坊 无论工匠或者商股 越来越多涌入工业新区 新的问题又来了 那就是这么多人 总得吃穿住吧 用东家的话说 各种配套总得有吧 所以 早在几个月前 咱商行就已经着手在规划了 这一大片 将全部建成居住区 毕竟这里离着不远 就是灵州工业新区了 中间隔着几里路 将全部打造成居民区 东家还说了 再过几年 咱万通商行与工业新区 将涌入大几万人 最终 这里将打造成为一座新城 不仅有住房 可以供那些长期在这里 做工与生活的人居住 还将配套修建 大型购物商场 学堂 图书馆 农贸市场这些 当然还有各种商铺 反正以后 在灵州城能买到的 这里都能买到 具体老汉我也不大懂 但东家说 只有这样 灵州工业新区才能留住人 才能长期持续发展 至于修建好的这些房子 任何人都可以购买 也可以租住 价格也不贵 等到经验成熟后 咱还要成立万通地产 开发商行 于是乎 锦隆第二人更加猛了 这又都是些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什么图书馆购物商场 又是什么玩意 实在看不惯这老头 那副炫耀的嘴脸 也只得领着皇后 大步便向那 万通产业示范园里面走去 还好 守门的万通安保 倒是早与两人熟识 也清楚他 就是与商行紧密合作的 京城康泰大商行的东家 一边招呼着 原来是赵东家 都好久没来咱万通商行了 最近忙什么呢 又来找我们大东家 一边自告奋勇带路 片刻间功夫便已到达 可眼前的景象 却更让他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此处 正位于这产业示范园区内 仅挨那小儿所修建的 员工食堂 员工宿舍 以及那什么 万通商行子弟小学 不远 大半年没来这里 园区内不仅明显 新增了不少作坊 水泥砖石建造的房舍 四处林立 做工的匠人们 干劲十足 来来往往 就连那子弟小学 也明显早已开学投入使用 正是上午时分 隔着老远 都能听见里面 传来阵阵孩童们的 朗朗读书声 听着 里面的学生还不少 好一片欣欣向荣的 崭新气象 让他这皇帝 都顿感有些恍惚 附近这一大片区域 俨然都已彻底 成了一片生活区 那由好几座 四五层高的楼房 组成的员工宿舍区 门口甚至都开了不少店铺 卖些不匹衣物 或者小吃时杂货 甚至果书之类 只因正式作放 上工时间的缘故 进出的人倒并不太多 但真正让他紧隆地 瞬间惊得目瞪口呆的 却是只见眼前 如果没记错的话 年前上一次来这里 尚且还是一片 杂草丛生的荒地 可此时 这里却已经矗立着 一座崭新的房舍 与那员工宿舍截然不同 楼房并不高 仅仅两层而已 但是 却建造得极为气派 四四方方的 面积也广阔 不仅整栋楼的外面 都用涂料染了色 楼顶沿台 还刻意做了些造型 看着 还颇有档次 更匪夷所思的 那宽敞大门上方 还竖着一块巨大牌匾 龙飞凤舞 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在太阳下格外刺眼 万通商行图书馆 也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而且今日 还明显正值 这什么图书馆开张 那牌匾上方 及大门两侧 尚且还挂着崭新的红筹 搞得还挺喜庆 而此时 门外台阶下那一块空地上 密密麻麻围满了 看热闹的人 无疑 绝大多数都是作坊的匠人 倒是有男有女 当然夹杂其中 也不少这些匠人 脱家带口 带来的妇孺老弱 或牙牙学语的孩童 望着那大门 嘖嘖称奇之余 更直指点点议论个不停 瞧瞧 瞧瞧 大东家可真是 处处为咱们考虑啊 谁说不是呢 老汉我活了大半辈子 还从来没听说过 不花一文钱就能读书的 是啊 简直闻所未闻啊 只是我年纪大了 而且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是享受不到了 哟 瞧你这话说的 怎么就享受不到了 东家说了 这图书馆里 什么类别的书都有 随便看随便学 有启蒙识字的 还有教大家 怎么种植瓜果蔬菜 养鱼养猪的 别看老汉我今年一五十八了 我就决定了 这两年下了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在图书馆里 多研究研究那养鱼技术 估计过两年 在这里也没力气干不动了 就回老家 也挖几个鱼塘 搞搞养殖 不也能挣钱 就是就是 我觉得李老汉说的对 况且大东家也说了 咱虽都是卖力气的 可要是有机会多识两个字 总没什么坏处 况且 趁着年轻 学点做工的技术也好啊 没瞧见咱商行里 那些有手艺有技术的 活比咱轻松得多 不需要尖挑背扛 兴奋可比咱都告一大减 当然 也不少人进进出出 络绎不绝的 搞得锦龙地一头雾水 满心惊奇之下 领着皇后 便朝那图书馆里面走去 只见眼前 是极其空旷的大堂 与寻常那些书商的铺子 截然不同 不仅规模大了不少 而且还建造得颇为考究 眼前 整整齐齐排列着一座座木制书架 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每座长长的书架上方 半空还悬挂着一块块醒目的木牌子 应该是标注着书籍的种类 什么点史类 诗籍类 画本 农学 养殖学 医学类 许多种类 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从那什么儒学点击牌子下方书架上 他甚至还看见一本 孔令仙最新撰写的 知心合一论 还有那什么农学养殖学分类中 什么 母羊的产后护理 挤压瘟疫的防治 蔬菜刮果并虫害预防技术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只搞得他脑袋晕乎乎的 可当他从中随便抽出两本 翻了翻 更神色一致 只见这书本 明显跟以往所见 那些书商售卖的腾超书籍 截然不同 虽同样是现装的 却是极为整洁 一点褶皱都没有 里面的文字 明显根本与当初所见 那 《灵州日报》如出一辙 文字虽小 可排版极其工整 一笔一画规则清晰 也没有乌痕 或错字图改的墨迹 没猜错的话 应该同样是用当初张三千 所打探到的 那什么活字印刷书印制出来的啊 这些书本 看着就是舒服啊 除此之外 这密密麻麻的书架通道中 还不少人穿梭其中 看西齐的作坊 匠人占大多数 可年仅十来岁 看着应该还读过 一些书的少年也不少 应该是那些随签过来的匠人子弟 小心翼翼挑选着 自己喜欢的书本 或翻两下便放回去 或挑选到喜欢的 也不跑到大门口柜台去付账 而是拿着书本 便禁止往二楼走去 甚至还有人 跑到柜台 只是登记了一些什么 硬是一个铜板没给 居然就大摇大摆拿着书走了 于是或 锦龙弟更加猛了 搞不清这是什么情况 明目张胆把书带走 一文钱不给 居然没被打折腿 这时 倒一眼便看见 大堂最靠里面角落 那混账小儿也没闲着 正与重心肠 跟两个胸前挂着牌子的男子 交代着什么 尽管已贵为当朝郡公 又身为灵州父母官 却依然一身青涩长衫 显得有些朴素 唯独腰间那块羊之玉吊坠 有点刺眼 可越是这样 反倒越让他紧龙弟 心里一阵莫名发毒 反正就觉得 这狗大户一身铜锈尾 至少从长公主赵兰口中得知 因扩大生产 又推出了诸多新品的缘故 从过年到现在 不到半年 这狗大户就已经狂赚了百万两银子 这样子搞 肯定是不讨人喜欢的 而这时 王修也同样眼间 一眼便看见两人 与以往如出一辙 瞬间乐乐 扯开嗓门 哟 老哥 你两口子啥时候来的 随即 便见这小儿 又朝那两人交代两句 红光满面 便大步迎了上来 轻车熟路 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咧着嘴直乐 你俩也真是的 大半年都没来灵州了 是完全没把兄弟 我放在心上 又四周扫视两眼 似乎还几分失望 怎么 大侄女没一起来 眉头一皱 不过鸽子 说起这个 我就忍不住想批评你两句 好歹几十岁的人了 家里生意的事 是不闻不问 全交给大侄女来折腾 自己游手好闲的 瞧把大侄女累的 上次她来灵州 我瞧着都瘦了些 你这实在有点不像话 嘶 请客 锦龙地后曹牙一阵生疼 瞪着她 脸色又开始变黑了 你批评谁呢 还有一口一个大侄女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道士陈皇后 站在一旁 眼波盈盈几分心疼 望着王老爷 那轻瘦了些许的脸颊 又憋着几分哭笑不得 赶紧插开话题 一指这四周 对了 王相公 这是 没想到 眼见锦龙地 同样一脸好奇表情 这小儿却只是一撇嘴 几分看香巴佬的表情 唉 算不得什么新奇东西 其实跟那子弟学校差不多 你们也瞧见了 本老爷这商行 工人越来越多 很多匠人 托家带口的来 两口子都在作坊上工 可他们的子女 有些才十来岁 竟作坊上工 又年纪太小 只能无所事事闲着 况且 即便咱已经建了子弟小学 将来还要建子弟中学 可学堂每十天都有两天假期 再加上不少匠人 虽只能做些卖力气的活 但心里还是想念点书 学点东西 善善笑笑 所以本老爷就琢磨着 建了这么个图书馆 让这些匠人或者孩子 休暮的时候能有个地方待着 虽然不指望他们 谁能高中科举出人头地 但多读点书总不是坏事 鸽子你也看见了 其实还挺受欢迎的 眼见锦隆帝依然有点猛 又一耸肩 说到底 凡是咱万通商行的人 无论做工的匠人 还是他们的子女 都可以来这里看书 一文钱不收 想看什么 自己选 或者去楼上 上面专门设立了阅读区 安静 读完了放回原处便是 或者柜台登记一下身份信息 便可以带回员工宿舍去看 只需要定期归还便是 咧开嘴一乐 没办法 这些工匠们 绝大多数都是些苦命人 我这个大东家 自然方方面面 都得替他们想着些 总不能学有些商行 成天就想着 如何压榨手下工匠 甚至天天派监工盯着 谁但凡少 干了一丁点活 又是客扣工钱 又是打骂的 最后弄得怨声载道 何必呢 况且 这玩意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建成之后 最大的成本 无非就是聘请几个管理人员的工钱 还有书本折旧或丢失 只说着说着 却一声叹息 其实吧 更重要的 这也只是做个试点 老哥啊 你也知道 兄弟我现在还见着个 林州叛斯的官职 本老爷就琢磨着 这家图书馆运作的经验成熟后 就立马在州府各地都推广开来 到时候 不仅林州城 包括下属各县府 都要建这种免费图书馆 善善一乐 还有 这很多科学类书籍 包括农学养殖学的 基本上 除了翻印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些典籍 绝大多数 都是县找人整理编撰出来的 毕竟你也知道 林州府前段时间发布了招贤令 可是真招揽来了不少 这些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 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经验学问 整理出来 再加以完善而已 刹那间 锦龙帝便彻底惊呆了 直愣愣瞪着这小儿 硬是嘴巴都能塞进两只臭鸡蛋 倒是总算明白 刚在园区外面 那老头所说的图书馆 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可关键 眼前这小儿 当初还只是个成天 只知道爬树掏鸟窝的憨子 到底是受了哪位神仙的点拨 其思妙想 那是一个接着一个啊 身为天子 他如何不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要知道 别说大康立国 乃至千百年来 就因为书本的制作 聘请专人腾超的人力成本极高 往往一本再普通不过的 孩童启蒙书本 都得卖到几百文 所以 别说最底层那些饭都吃不起的百姓 哪怕寻常人家 子女也根本念不起书 七八成的百姓 大字不识一个 这也就导致了 即便朝廷有科举取士制度 可能高中的 基本也全是那些官幻或士族子弟 真正出身贫苦底层百姓家的 屈指可数 可眼下 有了那活字印刷术 批量印刷 一本书的成本 可以控制在几文十多文前的话 还会有那么多贫苦子弟 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吗 更别提 这免费图书馆 说到底 一本书可以轮流提供给几十上百人 读 成本更降到了最低 这印刷的书本 再加免费图书馆 一旦在全国推广开 遍地开花 在结合眼下 他这个皇帝 已经雷霆手段推动的取士制度改革 重科举 轻举剑 毫无疑问 未来 注定将会越来越多出身贫寒的子弟 开始步入朝堂 让他这皇帝 焦头烂额了多久的取士制度 与教化改革 这不已经迎刃而解了 包括那什么科技新国的战略 说到底 这根本是立在千秋的教化之功啊 这小儿脑袋 到底怎么长的 居然连这么新奇的法子 都想得出来 这狗东西 不赶紧弄去京城磨练磨练 然后直达中枢 为设计谋符 实在抱天天物啊 一时间 满心激动之下 只感觉心脏都扑腾扑腾跳得厉害 这段时间 因为北方战士 心中的阴郁 更是扫荡一空 扭过头 只见身边皇后 又何尝不是满面欣喜之色 望向这小儿 眼中光彩连连 然而 相对两人的惊差万分 王老爷倒是一脸平静 明显根本不想在这个话题上 跟他聊太多 只一个进张了 回城里府上做作 中午弄两个好菜 兄弟俩好久不见 好好喝点 对此 景龙弟字不会拒绝 说实话 几个月来 还真是想念这狗东西府上的美味饭菜 与以往如出一辙 王老爷自然是其他那辆低配版自行车 月末半个时辰 才与景龙弟的马车 几乎同时到达城中自己府上 然而 当他刚跳下自行车 正要一个进张罗夫妇二人进府 却不由神色猛的一愣 只见此时 前方不远 正孤零零 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居然竟是唐教 翠绿色 静装长裙 包裹着这小妞 那前挺后翘的火辣身段 娇美白皙 具有阴气逼人的脸蛋 隐隐一握的小蛮腰 胸前高高隆起的饱满 特别那双因为长期习武 修长有力的大长腿 更令人欲罢不能 可出乎意料 简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并没有如往常那般 一见着他王老爷 就立马一副杀娘夺夫之仇 要拾其肉饮七血的德性 咬牙切齿 杀气腾腾的 就这么一动不动站在那 正正望着他 也不说话 不知为何 脸色几分憔悴 隐约有些情绪低落与落寞 这让王修顿时一阵疑惑 搞不清这妹子在做什么妖 可这并不影响 他瞬间欢乐起来 脸上笑得贼剑 扯开嗓门 哟 唐牙医 哎 哎 愣在那干嘛呢 这几天 也不见你来衙门当职 现在见着本判司 也不知道赶紧上来见你 还有 本判司这次出使难处 可谓九死一生 命都差点丢了 你也不晓得 赶紧来关心关心 脸色一板 跟着本判司混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没一点长进 跟你说过多少遍 在上司面前 要会来世 要有足够的尊重 还要会拍马屁 否则 你这个样子 在职场上是没什么前途的 哎 逮着机会就欺负欺负 这个又傻又萌的面 每次见他气得暴跳 如雷直哆嗦 还偏偏拿老子 没办法的样子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又扭头 望向旁边锦龙帝 咧嘴一乐 老哥 别瞧这姑娘傻傻的 来头大着呢 当朝礼部上书唐明 听说过没 他家闺女 还是正方生的 锦龙帝顿时嘴角一抽 印唐漆黑 瞅瞅前方那唐娇 在瞅瞅眼前这小儿 满面错愕 当初 眼前这小儿出风侯爵的圣旨刚下 那唐明便迫不及待 跑到他这皇帝面前 一个进寒沙摄影表示 自己有一女年方十八 可赐婚给这小子 当时 虽然有诸多顾虑 然而宗室之女中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自己那侄女清和郡主 又年龄稍大了些 锦娘那丫头 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可又实在对这混账 小儿各种不顺眼 狗都不愿做他的岳父 门心自问 若不是正名里主动请英 恐怕当初那赐婚的 补充旨意上 也只能写着唐娇的名字了 但眼下 那唐明的女儿 怎么也跑灵州来了 然而没想到 任凭他王老爷 一脸见笑叫嚷得厉害 唐娇依然温丝不动 没有冲过来跟他拼命 只是心事重重 神色复杂望着他 于是乎 王老爷便有些没趣了 搞不明白这面到底哪根神经不对了 可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他瞬间呆了 指尖半晌 这面总算有反应了 悠悠望着他 倒依然几分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的味道 却又明显根本没心情 跟他撕衣服 抓头发干架 欲言又止 良久 却是神色一暗 带着哭腔 我哥快死了 怕是熬不过今天了 话音未落 一阵悲伤袭来 泪水瞬间如绝地的洪水 滚落出来 气不成声 哭得痛不欲生 竟是站立不稳 连郊区都摇摇欲坠 王修 兄长虽不是因你而死 但他却最为佩服你的才学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就去看看他 送送他吧 刹那间 王修彻底猛了 如遭雷击 呆滞当场 脸上笑意戛然而止 硬是嘴巴张得老大 这都什么情况 可瞬间 神色猛的一紧 哪还顾得上多问 紧绷着一张脸 大步便朝前方 唐仔冲在灵州 买下那院子冲去 锦龙帝与陈皇后对视一眼 又何尝不是面色一尘 自然大步跟上 到达隔壁院子 在唐交的引路下 推开二楼一间厢房门进去 眼前的景象 更让几人震惊当场 略显昏暗的屋子里 弥漫着一股浓烈刺鼻的药草味 角落一个木炭炉子上 还正熬着一罐草药 唐仔冲正躺在中间那床榻上 身上盖着一层薄被子 可此时 却哪还有唐唐当朝大元之子 果子剑最学业精进的学子 该有的替躺风流 头发乱糟糟如鸡窝 比起上次所见 明显削瘦了太多的脸颊 蜡黄的没有丝毫血色 应该已处于神志不清的昏迷状态 就这样一动不动躺着 奄奄一息 并入膏肓之下 呼吸微弱 命若犹思 似乎随时都可能断了气 即便唐娇一边泪如雨下 一边呼喊两声 也根本没有反应 凄惨模样 一时间 只让陈皇后都忍不住眼眶泛红 满面焦虑担忧之色 于是后 王修更彻底猛了 直愣愣望着这一幕 脸色有些难看 如何想得到 初始男储两个月归来 这家伙居然就变成了这样 倒也难怪 回来都十天了 也不见唐娇这面的影子 而此时 病榻旁边 还垂手视力着两个年轻丫鬟 同样满脸紧张担忧 其中一人 甚至还不停抹着眼泪 小声抽气着 这两丫鬟虽未曾见过 可王修道有所了解 自从这唐娇来了灵州 自然同样住进了这座宅子 国子见祭酒孔令仙 也早已离开灵州 忙着全国各地讲学 知行合一 虽为兄妹 可终究诸多不便 因此 才花钱聘请了两个丫鬟 负责照顾兄妹二人的饮食起居 而除此之外 房内病榻边沿 还正侧身 坐着一个老者 老太龙中 已约莫七十多岁年纪 各自适中 身材轻瘦 须发皆白 可虽然行将旧木的年纪了 可看着却格外精神 双目迥然 颇有些先锋倒鼓的味道 衣着朴素 只穿一身青色长衫 头上包着一块灰色帕布 旁边桌案上 还放着一个老旧药箱 此时 骨瘦如柴的手指 正搭在唐崽聪一只手腕上 静静把着脉 却奈何 眼帘低垂 也是满面担忧与无奈 眼见几人近来 倒是站起身来 望向唐娇 摇了摇头 一声长叹 唐姑娘 情恕老朽孙无道 也实在无能为力了 昨晚与今日 两季要下去 令兄依然不见好转 迈向反而越来越弱 况且 令兄所患 本就是不治之症 能拖上这么久 已经算是难得了 若是能在发病之初 找到老朽 或许还能有些希望 若老朽所料不差 令兄也就今晚的事了 还望唐姑娘 有个心理准备 另外 有些误事 也需提前操持了 刹那间 王修却是脸色猛的一柄 望着这白发苍苍的老头 硬是惊得一塌糊涂 满面错愕 虽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可自从上任灵州叛斯 对这个世上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 了解过不少 这孙无道的名字 同样听说过 甚至严格来说 如雷贯耳 这老头别看一把年纪 可绝对算得这大康王朝 乃至这天下 名声雀起 无人不知的一代神医呀 什么姓灵胜手 要胜的头衔 一大堆 门下弟子不少 而且个个都是姓灵界的翘楚 其中好几个 甚至还正在宫中太医院任职 只奈何这老头 虽一身医术登峰造计出神入化 奈何又生性淡薄 不仅大康 甚至周边诸国皇室 须以重金 甚至官衔爵位相邀 皆惨遭拒绝 几十年如一日 一边游历天下 一边玄乎济世 而且据说 这老头脾气还挺倦 奸淫掳掠者不治 士强凌弱者不治 贪官污吏不治 还有便是 非重症恶极不治 无论达官显贵 或者贫苦百姓 医疾药方只收三文钱 多一文都不收 只此时 如何想得到 那大名鼎鼎的神医 而且还来了灵州 锦龙第二人 又何尝不是一阵折舌 明显也丝毫没料到 这其貌不扬的老头 竟是名扬天下的孙无道 只是请客 更面色一沉 连孙无道都束手无策 恐怕也就真的无人可疑了 虽说这世上 生老病死 每天不计其数 而且与这唐仔葱 也并无交集 可终究是当朝重臣之子 更是国子剑学业 最精进的学生之一 京城年轻一代中 也算翘楚了 一时间 唐娇更是如遭重击 嘴唇不停蠕动着 呆至目光中 虽自幼习武 可毕竟一介女子 哪能受得了 这般沉重打击 更何况 这可是他唯一的亲兄长啊 想要嚎啕大哭 似乎又哭不出来 只是任凭泪水 一颗一颗滚落着 只看得王老爷 都有些于心不忍 心中莫名酸楚 唉 以后还是不欺负这妹子了 半赏 才一声无奈叹息 样样望向孙无道 只不知 堂兄所患何疾 孙无道没说话 倒是堂娇 虽从来对这个道德败坏手段 无耻卑鄙的奸贼 没什么好感 可看在人家 好歹来探望兄长的份上 也只能含糊不清 说了个大概 原来早在十二三天前 他这位兄长 或许因为成天坐在院子里 研究茶壶烧水 过度劳累 或是因为饮食极其不规律 突发疾病 便卧床不起了 这妹子自是便寻名医 奈何灵州府有名的大夫 都来看过了 一致诊断为常庸恶疾 要吃了不少 可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直到前几天 偶然得知 这大名鼎鼎的神医 孙无道来了隔壁几州府 自然不顾一切请了过来 奈何 依然这般结果 说着说着 已是气不成声 目光之中 只剩万念俱灰的绝望 顷刻 房间内更彻底笼罩在一片 悲凉伤感之中 不仅不远处 后着那两名丫鬟 眼泪直掉 就连成皇后 都忍不住眼眶泛红的厉害 锦龙帝 善善望着病榻上的唐仔葱 也是一脸无奈 唏嘘不已 虽贵为九五之尊 可如何不知 这常庸恶疾 根本就是出了名的绝症 有些发病缓慢的 或者症状不那么严重的 若遇上医术精湛的大夫 诊治及时的话 尚且还有很大机会 可要是发病迅猛 特别那种 突然就腹部剧烈 疼痛卧床不起的 几乎极少有人 能捡回一条命 短短几天 便病入膏肓 这唐仔葱 能熬上十来天 已经算是不小的奇迹了 这也难怪 就连这名扬天下的 神医孙无道 也束手无策 况且由他接手 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可就在这时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在场所有人 瞬间梦了 只见唯独王修 一反刚才的紧张冷宁 直愣愣打量着床上 昏迷迷若玄丝的 唐仔葱 神色却突然变得 说不出的古怪 扮上 一咬牙一跺脚 望向唐娇 没好气一瞪眼 行了 别哭哭啼啼了 我来治 自言自语 搞半天 原来是急性懒尾言 众人瞬间抬起头 满面错愕 没想到 这货还有些急了 看着本老爷干什么 现在唯一的办法 只能开刀 眼见众人 还是一脸猛 更一阵气节 说白了 就是剖开他的肚皮 把坏死的部分切除掉 再缝合上 而且马上就动手 这狗东西的病情 不能再耽搁了 也根本不想再多解释 三两下抓起 旁边桌案上的纸笔 密密麻麻 写了一堆 所需的材料工具 递给那两个丫鬟 快点 按照这清单上的 快去准备 越快越好 刹那间 锦龙帝彻底呆住了 死死望着这小儿 眼珠子瞪得滚圆 甚至几分怒意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开刀 活生生把人肚皮剖开 这能治病救人 别说大康朝 哪怕千百年来 也闻所未闻 还有这样的诊治方法呀 一个本就病入膏肓的人 被开膛破肚 还能有命在 人命关天的是 这混账小儿 是不是胆子太大了些 况且 自古以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若是意外 或者战场厮杀也就罢了 平白无故活生生 把人身上割掉一部分 这绝对是对人莫大的侮辱啊 这也就罢了 连孙吴道这一代神医 都直言没救了 你一乳秀未干的小儿 能有办法把人救活 陈皇后 何尝不是惊讶地 无以复加 明显也根本没想到 这小哥儿平常行事 也算谨慎低调 可眼下 怎会说出这般荒唐的话来 唐娇更是脸色刷得变了 目光之中 瞬间一片深入骨髓的悲愤 再望向他王老爷 更已是浓浓的愤怒恼羞 脸蛋煞白 一声嘶吼 王羞 你无耻 兄长与你无冤无仇 而且此次来灵州 也是因为仰慕你的才学 想要结识一番 你手段卑鄙 害我兄长那般不堪 撞入疯癫魂不守舍 也就罢了 眼下他都这样了 临终之际 竟还要受你如此侮辱 一时间 静视器的郊躯都颤抖不已 可没想到 任凭他恼羞悲愤的厉害 撬脸铁青泪水直流 王羞却根本不为所动 死死瞪着他 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只是隐约间 也似乎几分怒气 我说唐娇 你脑子是不是有点毛病 被你跌一顿忽悠 莫名其妙就跑来灵州 给老子找不痛快 也就罢了 本叛司不跟你计较 你心里还挺美 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眼下人命关天 可说到底 你个爱死不死 跟老子有半个铜板的关系 要死 就趁早脖子 一歪腿一瞪 一聊百了 别躺在这里半天不断气 爱人眼睛 要不是 看在与你哥相识一场 他又的确是个难得的 科学研究人才 你真当老子嫌得慌 爱躺着浑水 就活了还好 可要是就不活 你爹都能活生生 把老子咬死 脸色变得有些阴沉寒意 语气都加重了不少 得 你也别自牙咧嘴了 现在老子就掏钱 让人去给你哥 置搬一口棺材 马上就入恋 也免得等到他晚上断气 到时候黑灯瞎火的 不好折腾 明天一早 老子再大方一点 多派几个人 护送你哥回京城安葬 以后本老爷 若有机会去京城 再去给你哥烧点纸 也算人之意尽了 不枉相识一场 你 请客 唐娇更气得快昏死过去 娇区颤抖不已 大口喘着气 死死望着他 泪水更如绝地的洪水般 汹涌而出 如何想得到 自己兄长都已经这样了 还说得出这样难听的话 可一时间 也不知是不是心中焦虑 悲伤乱了方寸 偏偏又不知当如何反驳 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房间内的气氛 顿时紧张到极致 孙无道望着王修 目光同样满是诧意恶然 似乎也没料到 这少年狼 居然会提出这样的整治方法 毕竟死者为大 将一个注定将死之人 开膛破肚 让人家哪怕入关入土 都不得完整 终究不是件太体面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 才皱眉善善问道 你便是这灵州府叛思王修 老夫云游之时 倒是听说过你 可话未说完 却神情猛的一致 似乎突然想什么 神色莫名一喜 等等 老朽倒是突然想起来 年少时曾偶然 读过一本《野史》 《隐约记》的 上面记载过 早在五百年前 至今仍然名垂史册 被称为千古第一医生的张甲子 就曾经提出过 有个别疾患 仅依靠汤药难以治愈 可以用开刀切除的方式来医治 那野史上甚至还说 医圣甚至还配置出了一种药剂 病人饮下后 会沉沉睡去 全身麻木无知觉 别说刀子 在身上割 哪怕火烧 都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只奈何 那终究是市井野史 是真是假 圣人又是否有过 用此方法成功治病的先例 早已无从考究 因此 老朽也从没放在心上 而且 即便真有此事 医圣的开刀之法 以及汤药方子 也早已失传了 说着说着 竟还有些激动起来 王大人此时提及 倒是令老朽突然豁然开朗 唐公子已然这样了 汤药祭方已然无效 注定怕事 熬不过今晚 倒真不如试一试 虽说这开刀治病之法 谁也没试过 但总算是多了些机会 于是后 房中几人更有些梦了 锦隆帝与皇后对视一眼 满面茫然不解 张家子的大明 但凡读过几年书的人 自然都听过 那可是上千年历史以来 唯一能称得上圣人的一代一圣 哪怕至今 依然流传着不少传说 只奈何 也不知因为战乱或是 或者弟子传承出了问题 他的绝大多数医书典籍 都已经失传了 倒实在令人惋惜 可关键 也没听说过 他用开刀破度的方法 诊治过病人 这能靠谱吗 唐骄更是神情呆滞 茫然不知所措 可良久 眼见连神医孙无道都如此说了 也只能点了点头 尽管对这开刀治病的法子 根本不信 可此时 也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了 反正兄长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至少 多一点机会 尽管希望很渺茫 只是此时 别看他王老爷 气定神贤 稳如老狗 可心里何尝不是 叫苦不迭头皮发麻 卧槽 好端端的 怎就突然冒出 这等遭乱事来 这常用恶疾 说到底 就是蓝尾炎而已 要换做前世 根本是再简单不过的病症了 手术切除了便是 可是 在这个医学 极其不发达的时代 若是慢性蓝尾炎 遇上精湛的大夫 草药调理 痊愈的机会还很大 但偏偏 毫无疑问 床上这狗东西 所患根本为急性 发病之快 往往几天时间 就能要人性命 寻常草药汤剂 根本难以控制病情 这也是为何 常用恶疾 会被称为不治之症 而且看这狗东西 眼前这情况 病变部位 恐怕早已经化浓 甚至都腐烂了 能熬上十天 还有一口气在 绝对算是不小的奇迹了 唯一的办法 只有赶紧手术切除 可关键 老子也没学过医呀 专业完全不对口啊 蓝尾具体在哪个位置 前世上大学时 因为一时兴趣 在图书馆翻过 几本医学类书籍 倒是知道 可到底怎么开刀 怎么切除 又怎么缝合 这个就抓下了 麻醉的事倒还好说 反正这两球货 都已昏迷不醒了 省事 可万一一部流神 搁到大东麦了 或者误搁到其他部位了 也不用等晚上了 马上就可以准备 随份子吃席了 而且 老子绝对不做小孩那桌 吵得很 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这些彤彤也就罢了 最重要的 还是条件实在太简陋 没有专业的无菌手术师 也没有药物对伤口进行消炎 也没有专业的手术器材 就连开刀前 给各种工具消毒杀菌的医用酒精都没有 只有勉强用老子自娘那闷倒牛来代替 虽然酒精度数依然远远达不到 可总比市面上卖的那些淡的像马尿的酒水 要好上不少 能不能成功 只能看着狗东西 命大不大 挺不挺地过去了 死马当活马一 应该 大概 要比眼睁睁看着这户断气 好上那么一点 吧 不到半个时辰 那两个丫鬟便分头行动 按照给出的清单 背弃了所有器具 什么小刀子 小剪刀 缝衣服的针线 当然还有两坛子闷倒牛烈酒 杂七杂八一大堆 直看得井龙地直咬脑袋 紧随其后 在王老爷的吩咐下 又专门腾出来一间干净整洁的小房间 密闭起来 再用烈酒挨着挨着 将所有地方都擦拭了个遍 为了尽可能周全 还将空气中都喷洒了不少烈酒 也算竭尽可能地 打造出一个无菌手术室来吧 至于那一大堆工具 自然更早清洗了一遍又一遍 再放在烈酒里面浸泡起来 索性还好 神医孙无道 也不知出于好奇 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居然主动提出帮忙打下手 这让他王老爷 顿时一下子乐了 倒不是指望着老头能帮多大的忙 反正他对于开刀手术 也是两眼抓瞎 最重要的 若是把这狗东西玩死了 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就隔屁了 唐明面前 能多个人背锅啊 总算将依然昏迷不醒的唐仔葱 小心翼翼抬进这临时手术室 不仅如此 还吩咐丫鬟找来两套崭新的衣衫 再将头发用干净的布帕包起来 再周身喷洒上一些烈酒 这么一来 倒还有点像那么回事了 直到这时 王老爷才总算满意了 可没想到 刚要与身上用烈酒消完毒的孙无道 推门进去 却只听得身后一声喊 王羞 扭过头 却见唐娇那小妞 倒是终于再眉如刚才那般 羞愤交加 如生死仇敌 翘脸依然斑斑泪痕 说不出的紧张担忧 悠悠望着她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也不知是不是脑子犯愁 半晌 眼中闪过一阵坚毅决绝 一字一顿憋出一句 你要是能治好我哥 我愿意嫁给你 来报答你的大恩 哪怕做切事都没关系 扑 刹那间 王老爷眼前一黑 差点一根头栽倒栽定 老脸刷的一下 惨绿一片 眼珠子更瞪的滚圆 卧槽 这面果然是脑子有点毛病呢 他跟他兄长 到底多大愁多大愿 才能说出 这样置人于死地的话来啊 素料兄妹情 你要这样说的话 老子可就马上撂挑子 不管了哈 根本懒得搭理他 只偷过去一记 看白痴的眼神 推门走了进去 房门再次被紧紧关上 接下来的时间 绝对算是煎熬 门外过道中 唐娇依然只是木然站着 冲断小手死死攥着裙摆 神情呆滞 顾不得满面斑驳泪痕 目光之中 满是浓浓的担忧焦虑 甚至几分万念俱灰的绝望 尽管眼下 兄长的生死 似乎多了一丝希望 可又何尝不知 终究只能算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更不用提 那什么开刀治病之法 别说他没听过 就连天下皆知的神医孙无道 都闻所未闻 可此时 浑浑噩噩之下 他又能如何 偏偏 此时房门紧闭着 也看不见里面的光景 倒更让他心中恐慌的厉害 锦隆帝站在不远处 又何尝不是面色冷凝几分紧张 虽然身为天子 但更为人父母 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个 才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就惨遭不治之症 生命垂危 依然难免心中恨隐酸楚 更何况 这还是堂堂当朝大元之子 国子剑学业最精进的学生 京城年轻一代的翘楚啊 最重要的 对于那什么开刀治病的法子 他是绝对不幸的 连名扬天下的神医孙无道 都已经束手无策 直言那堂子葱 恐怕熬不过今晚 那便一定是无药可治了 即便那小儿 写的一首绝妙好诗 更有一身金氏祭国之才 可难道还有一身 远超孙无道的医术不成 况且 有记得先帝时期 宫中就先后有两名先帝 最宠爱的妃子 就因为患了这场庸恶疾 太医院那么多 医术超凡的医官 不照样束手无策 最终撒手人寰 为此 先帝大怒之下 还将太医院好几人下了狱 时间流逝 一刻钟过去 两刻钟过去 一个时辰过去 转眼都已到傍晚 可不知为何 这即将落山的太阳 反倒更徒增不少烦闷炎热 不知过了多久 却终于听得吱压一声 紧随其后 便见王修帅先从里面走了出来 只是明显 满脸疲惫之色 大汗淋漓 将衣衫都已湿透 请客 早就已经焦虑煎熬的 快要崩溃的唐娇 哪有丝毫迟疑 一个箭步冲上来 已顾不得男女礼节了 小手一把拽住她的胳膊 想要问点什么 可偏偏 又根本不敢开口 只是通红着双眼 嘴唇不停蠕动着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倒是成皇后 同样再忍不住了 大步走了过来 怎么样 可没想到 王老爷也一阵发愣 望着几人 老脸还微微一红 应该 或许 暂时还死不了 吧 紧跟着 又善善憋出一句 但该操持的误事 还是应该事先操持着 两手准备吗 请客 唐娇身子猛地一晃 站立不稳 差点当场昏过去 嘶 锦龙弟更嘴角猛地一抽 脸色铁青 可紧跟着 接下来的情形 却又让几人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这时 孙吾倒也紧随其后走了出来 比起王老爷的疲惫之态 倒好上不少 可相对于刚才 束手无策的无奈 面色却是几分欣喜 隐约还有带着几分激动 雪白胡子都颤抖不已 神了 还真是神了 没想到 老朽这都行将旧目了 居然还能大开眼界一番 老朽从始至终 就站在旁边 替王大人擦擦汗 第一地刀子针线之类 眼睁睁看着他一刀一刀 将唐公子的小腹 划开一个口子 再找到那化浓腐烂的地方 直接切除掉 在一针一线的缝上 这一番折腾 唐公子流了那么多血 居然还能不死 可说着说着 又一阵疑惑不解 对了 王大人 老朽还有一事不解 明明你都已将那化浓腐烂的部位割掉了 小腹都缝上了 可为何 又非得将唐公子那 瞅一眼跟前的陈皇后 与唐娇两个女流 支支吾吾 将他 那地方 的皮 给切掉一部分呢 难道对整治 这常用恶极 有什么玄妙之处 锦龙帝一阵疑惑 搞不清这孙无道所言 到底什么意思 然而王修也不说话 只善善瞟向他长袍当部位置 咧着嘴直乐 眼神说不出的古怪圣人 皇帝顿时一个机灵 后背凉嗖嗖的 双眼直喷火 这混账小儿 是活腻歪了 迫不及待想掉脑袋了吧 陈皇后 似乎隐约猜出点什么 先是神情一愣 随即脸色微微一红 扭头望向一边 沉默不语 得知唐仔从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尚且还活着 几人总算稍微松一口气 可说实话 尽管现在病变化 浓腐烂的部位已经切除 但能不能挺过去 侥幸活下来 他王老爷也心中没底 毕竟 没有消炎的药物 就连伤口会不会感染 都是个未知数 还好的是 孙无道性质高涨 这位名阳天下的一代神医 明显迫不及待想要验证 这开刀切除之法 是否真能治病救人 主动提出 今晚寸步不离手着 再根据情况开些药方 王老爷自然没兴趣留下 很快便领着锦龙第二人离开 回到府上 一块天黑 这一下午 虽累得够呛 可王老爷却兴致颇高 亲自下厨 于是很快 善厅饭桌上 便已摆上了几道精致小菜 一坛子闷倒牛烈酒 也已打开 在王老爷的热情招呼下 饭桌上的气氛 其乐融融 陈皇后虽未喝酒 却从史之中端坐一侧 举手投足 依然那般雍容 而又端庄 一边小口吃着菜 一边看着少年狼勾着皇帝肩膀 推背至斩高谈阔论 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 再从人生哲学 聊到下属县府张老汉家的母羊 生了一头三条腿的小牛仔 倒也一番乐趣 直到九过三巡 却再也忍不住了 温婉一笑 被齿轻起 前段时间 王相公代表朝廷出使南楚 立下颇天大功 不但拼定南楚之乱 更轻率齐山驻军一鼓作气 灭西兆宋吕两国 因此朝廷嘉奖 进封二品郡公 一举名扬天下之 倒真是可喜可贺了 又一声轻叹 只细细想来 王相公此番出使 也算九死一生 吃了不少苦吧 可没想到 王修却是瞬间神色一愣 刚送到嘴边的酒杯都放下 满面苦笑 哎 嫂夫人快别提了 要说吃苦 除了这往返一路上舟车劳顿 其他倒还好说 可关键就此次立功 你与老哥是了解我的 迟一半赏 才一咬牙 好吧 这里也没外人 我就实话说了吧 那南楚大乱也罢 三国合蒙十几万大军 进犯齐山之地也罢 跟我一个吊咽使臣 有多大关系 两军交战 那是要死人的好吧 而我这人 又一向贪生怕死 虽然我一文臣 不至于去冲锋陷阵 可万一被敌军刑射着了呢 万一团灭被活捉了呢 搭上小面 花不来的 却又故弄玄虚 咧开嘴喝喝一乐 其实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那宋吕国 有一种橡胶术 实在让本老爷喜欢得很 一看见就走不动跑 别的不说 包括你们康泰商行 跟着本老爷混 能不能倒到大钱 老哥你以后 能不能也像本老爷一样 过上闷倒牛 美酒喝一坛倒一坛的生活 可就全指望着橡胶术了 不然 你们以为我吃饱了撑的 折腾出这么大阵仗 否则 你放心 那由四方还没发动政变 我肯定拔腿就跑了 搂着锦龙帝肩膀 又招呼道 当然 也得亏咱相识这么久了 彼此一直也相处愉快 再加上两家合作 也算一条道上的人 才跟你们讲这些 否则 要是传到皇帝耳朵里 本老爷吃不了兜着走 刹那间 锦龙帝嘴角猛地一抽 扭头望着这小儿 脸色一下子变黑了 混账 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混账 什么叫搭上小命划不来 如今好歹也是灵州叛斯 贵为当朝最年轻的公爵 思想觉悟能不能稍微提高一点 亥德镇还以为这狗东西 终于上到了 胸怀宽广了起来 有了未设计为朝廷舍身取义的觉悟了呢 还有 那什么像交术 虽闻所未闻 可不就是一种数目吗 能用来挣什么钱 陈皇后一阵哑然 欲哭无泪 可没想到 这家伙又一阵苦笑 其实这都无所谓 什么郡公的爵位 无非一个称号 皇帝赏赐的那些玩意 看着挺多 可加起来 还抵不过本老爷现在一个月赚的 可关键 那锦龙皇帝 居然下了死命令 让本老爷年后 必须去京城任职 眉头紧皱 老哥你瞧瞧 他干的这叫什么事 完全不讲武德呀 当初让本老爷上任灵州叛斯 他可是承诺过的 若做出政绩 可以考虑恩准本老爷告老还乡 虽然我对他的话 半个字都不信 可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就反悔吧 也得亏他是皇帝 要玩死本老爷太简单了 否则 我非跑去京城 跟他说道说道 没他这样办事的 瞬间 锦龙皇帝脸色更黑的发紫 额头青睛 都已迢迢抱起 尽管如此 却还是强忍冲动 没直接一拳整过去 只是黑着一张脸 善善憋出一句 这不挺好的吗 从此直达中书 甚至有朝一日 未及人臣 然而话未说完 却见这混账东西 反倒一下子怒了 瞪着他 气急败坏大骂 好个鸡毛啊 我说老哥 你这人就挺奇怪 好歹跟本老爷相识这么久了 也说了你那么多次 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一把年纪的人了 还惦记着当官 皱着眉 一脸恨铁不成钢 况且 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 功高盖主最致命 此番初始 本老爷立着功劳 算得上大康立国 对外最大的军事胜利了吧 自古半君如半虎 帝王心思最难猜 本老爷三番两次立功 绝位又飙得这么快 你以为那锦龙皇帝 心中会不犯嫡咕 说不定 别看他表面对本老爷家讲着 可实际早已在琢磨着 怎么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本老爷脑壳砍了 一声长叹 况且 我也早看出来了 这皇帝不地道 别瞧本老爷每次给他写折子 都先嘘寒问暖一通 再言真意切 说点什么臣 天天牵挂着陛下之类的话 可实际心里 你懂吧 刹那间 锦龙帝更气得快吐血 扭头瞪着这混账东西 双目喷火 只感觉肺都快要炸裂 什么叫这皇帝不地道 说得好像 你就多地道 朕跟你就多对路子 多喜欢你一样 还有 朕也知道 你每次呈上来的折子 一通嘘寒问暖 张嘴闭嘴 忠君之心可昭日月 可不知早在背地里 骂了朕多少遍脑子有病 可你能不能别说出来 朕不要脸面的吗 这也就罢了 不好好寻思着 治理好灵州 年后立即去京城上任 为民请命为设计谋服 天天脑子里 惊瞎琢磨什么呢 在你心中 难道朕就是那种 心狠手辣诛杀功臣的暴君 一时间 已经不想说话了 看嘛 这混账玩意 从来都这样 长时间不见吧 还挺念叨着 可一见着吧 他总能想方设法 把人给活生生气个半死 说实话 此次来灵州 除了陪皇后散散心 最重要的 本来还琢磨着 寻个合适的机会 比如 趁着混账喝得几分醉意的时候 瞧着能不能从他嘴里 掏出些关于北方战士的应对之策 可眼下 瞬间就没什么心情了 虽说这小儿 脑子也不知怎么长的 常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奇思妙想 可毕竟 此次与沁国的战士 终究与对付下国 或者南楚不一样 大国之战 动辄兵力七八十万 胶着到最后 拼的都是钱粮物资 这小儿年纪轻轻出射官场 连那沁国的情况都一无所知 又能想出什么辙来 唯一可打主意的 也只有骑山关大杰那一战中 他运用飞天灯的原理 所研究出的 那什么飞天大球 哎 瞧这破名字 可是 不仅他锦龙帝 包括兵部官员 以及众多武将 将那骑山关一战 反复推演过无数遍 又如何不知 能取得那般标柄 惊世骇俗的战绩 近乎灵山王 却活生生斩杀三国和盟 十几万敌军 其一 只因为骑山关地形特殊 正面是高地 对面就是两条陡峭山脉 形成的狭长河滩 这混账东西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 在处心积虑 将敌军悉数引入其中 让人家逃都没法逃 其二 便是出其不易 别说那由四方 就算翻遍千百年的史册 两军交战 见过占据高地伏击的 见过改河到水淹城池的 也没见过谁从空中 展开偷袭的先例 更古未闻的是吗 这也才导致 哪怕大半夜天上 突然下起了铜游 也没人意识到 那是一场火攻偷袭 说到底 天时地利人和 被这小儿运用得恰到好处 再加飞天大球 就搞定了 可这样的手段 终究只能用一次 那场大战的细节 如今早已传得天下皆知 据说如今 北方前线 那沁国巡逻警戒的将士 都是一边看前方 一边抬头望天了 那不就是防着大康 顾忌重施 再来上一场 从天而降的火攻 再琢磨着 从空中往下泼铜游 一把火烧死 沁国几万上十万大军 那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已经有了先例 天降铜游了 敌军还不知道赶紧跑 会傻乎乎 在那等着你放火 一坛子酒 喝了得底朝天 菜也吃了得七零八落 晚饭才总算结束 锦隆帝夫妇二人 自然也被安顿在 府上客房住下 第二天 当王老爷洗漱完毕 神清气爽走出内院 便见锦隆帝夫妇 也早已起床 此刻正在两个府上 丫鬟的伺候下 端坐前厅看茶 眼见他王老爷过来 陈皇后自恃起身 依然一脸温婉笑意 再次多谢王相公的 盛情款待了 此番前来 其实也无非凑巧 路过灵州 来看看王相公 本还想多盘缓几日 奈何京城家中 还有诸多事宜需要处理 所以便打算告辞了 对此 王修倒是无所谓 也早习以为常 不愧是亲生闺女 赵兰那婆娘也是如此 每次都是匆匆而来 第二天就匆匆离开 两三个月不见 也不知那婆娘 最近忙什么呢 唯独嘖嘖称奇的 这召集赵老哥 倒是挺有意思 每次刚来灵州之时 都还挺正常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 脸色就发黑 也不知是什么病症 然而这时 不等他再说到两句什么 却见外面 急匆匆跑来一小丝 正是府上门房 大步跑到跟前 恭敬一失礼 丙老爷 刚隔壁唐公子府上 拆丫鬟来报 说时来告诉老爷 您一声 唐公子醒过来了 却又皱着眉头几分疑惑 可奇怪 那报信的人说 唐公子一醒过来 就不停掉眼泪 王老爷瞬间来了精神 哪有丝毫停顿 拔腿便大步朝门外走去 锦隆弟夫妇对视一眼 满面错愕 自然大步跟上 可当急匆匆到达 隔壁宅子 冲到院子二楼 推开昨日 那临时设置的手术室房门进去 眼前的景象 却让夫妇二人 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陈设极其简单的房间里 唐娇与孙无道 依然守在中间那张病榻前 两人明显都一夜未合眼 神色说不出的疲惫 真正匪夷所思的 只见那唐仔葱 却已经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只是此时 历经这一场大病 身子依然无比虚弱 别说翻身坐起来 根本连动弹一下的力气 似乎都没有 脸色蜡黄 没有丝毫血色 昨晚似乎还发了高烧 额头上敷着一块热毛巾 而且也不知 是不是因为开刀的伤口痛得厉害 呲牙咧嘴个不停 汗水直冒 可偏偏 果然如那暴性小思所言 双目空洞 无神望着房顶 眼眶里泪汪汪的 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 任凭孙无道 在那仗红着老脸 小声安慰着什么 依然一副生无可恋 不再留恋人间美好的德行 嘴里还微弱含糊不清 隐约念叨着什么 完了 明节没了 没脸见人了 王兄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不想活了 孙神医 给在下开服药 让我去死吧 唯独唐娇 坐在床前一椅子上 眼见兄长醒来 满面欣喜雀悦下 竟是气不成声 哭得稀里哗啦的 孙无道顿时大步迎了上来 这老头 别看已年过七巡 白发苍苍 而且又一宿未眠 却是红光满面 精神抖擞 一把抓住王大人的胳膊 那神情那模样 简直就像村里又穷 又丑的六十年老光棍 突然迎娶十七八岁 绝美妙龄女子 而且洞房花竹叶 马上要挑盖头了 兴奋激动的 两眼直放光 苍老身子都不停颤抖 神啊 真是神啊 大开眼界 实在是令老朽 大开眼界了一番啊 唐公子昨晚 依然昏迷不醒 而且还高热不退 没想到 到了早上 出了一身大汗 高烧退了下去 竟奇迹般醒了过来 虽然身子依然还非常虚弱 可脉象竟是比前两天 都平稳的不少 只需要再佐以汤药 细心调理一段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 便可痊愈 语无伦次 嘖嘖称奇 老朽云游天下 行医治病了大半辈子 诊治好的重疾病患 不计其数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用开刀切除之术治病啊 而且 此法对诊治这常用的绝症 竟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至少 老夫可以断言 若不是王大人出手 唐公子是绝对熬不过昨晚的 于是刹那 锦龙帝便彻底惊呆了 与皇后对视一眼 在扭头直勾勾望着身边 这混账东西 硬是呆若木鸡 嘴巴张得老大 那模样 只如同六十年老光棍 迎娶十七八岁妙龄女子 一挑开盖头 羞答答的新娘子 突然变成了白发苍苍的 八寻老玉 牙齿都掉光的那种 这开刀切除之法 竟然真可以治病救人 将人开膛破肚 割掉一块东西 再用针线缝合上 病患居然还真能不死 这唐子聪 连名扬天下的神医孙无道都断言了 绝对熬不过昨晚 竟然被这小儿 一顿开膛破肚 给活生生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孙神医说活下来了 那就一定是活下来了 那可是令天下人痰之色变 出了名的不治之症啊 更重要的 这混账狗东西 到底是哪里蹦出来的妖怪 不是一般的邪门啊 一身金是财血也就罢了 隔三差五就研究出些 新奇玩意也就罢了 一肚子奇思妙想也就罢了 关键 连一代神医孙无道都直言 从未听闻过 这世上有开刀治病的先例 这小儿年纪轻轻 是如何想到这法子的 若是此法可以推广开来 那以后 天下还会有那么百姓 死于常用恶极吗 陈皇后又何尝不是呆滞当场 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错愕 可没料到 同样这时 孙无道虽依然激动 兴奋地无以言表 可紧跟着 却又神情一禀 正了正色 先是小心翼翼 理了李娥前有些凌乱的白发 在一本正经 拍了拍身上长衫 几人目光注视下 竟是朝着王修一 躬身行礼 神态说不出的诚恳谦卑 王大人年纪轻轻 却有着如此高绝的医术 令老朽折服的五体头地 自叹不如 先师曾云 一道一学 博大今生 学无止境 授业再无之上者 皆为无师矣 因此 老朽西听先师教会 愿尊王大人为师 从此潜心学习这一道一学 还望王大人 莫要推辞 刹那间 锦龙帝更惊的一个亮枪 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 瞠目接舌望着这一幕 一脸十天拉不出石的表情 邪门啊 这可是天下皆知的一代神医啊 竟然如此谦卑恭敬 要拜这么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儿为师 学习一道 不是一般的离谱啊 而且这小儿 好像有点妖啊 咋得专门挑老头祸害 前任国子剑祭酒孔令仙 那可谓是门生辩天下 被遵天下读书人之师 结果仅因为这小儿一顿忽悠 悟出了那知行合一的大道 哭着喊着 就要拜这小儿为师 虽最终 仅以师兄弟相称 可搞得现在 别说那些文人学子 就连国子剑都乱作一团了 国子剑内 不仅不少教习 就连新任祭酒 都是孔令仙的清传弟子 若是见着这黄毛小儿 也得规规举举行礼 叫上一声诗书 据说 那新任国子剑祭酒 得知这小儿年后 就要进京上任太子半读一职 现在心里慌得很 眼下这孙无道 又是如此 岂不是 又要搞得宫中太医院 那几个担任要职的医官 后背凉嗖嗖的 唯独当朝大儒理设人 倒是没拜师 可花了银子 跑来兴师问罪 结果被劈头盖脸 荡气回肠一顿骂 直接被骂得口吐鲜血 最后记下学宫解散 老老实实回老家 去种得养鸡了 一时间 就连本来正坐在兄长病榻前 喜极而气哭的 稀里哗啦的唐娇 都忍不住回过头 任凭脸上还挂着泪水 一脸见鬼的表情 唯独陈皇后 几分错愕下 望着王修 却是面喊浅笑 眼中一彩连连 而此时 王修又何尝不是 惊得一塌糊涂 卧槽 这大康朝的老头 咋个都喜欢搞 动不动就败尸的把戏 况且门心自问 老子对这医学 也不懂啊 包括昨天做这手术 也是硬着头皮搞的啊 即便是提出了 开刀治病的法子 可说到底 却也只对个别疾病有效而已 更何况 一把年纪了 你不觉得害臊 本老爷还怕折瘦啊 当下 根本吓得脸都绿了 暴跳如雷不停摆手 孙神医折煞晚辈了 万不敢当 万不敢当 这开刀切除之法 也只是晚辈突发奇想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 才偶然想出来的 晚辈对医学 实则一窍不懂 而真正博大精深的 还是先辈们 传承了上千年的医道之术 只没料到 这老头竟果然如传言 不是一般的倔 直折腾的他 王老爷叫苦连天 劝说的口水都干了 才总算性性然放弃 即便如此 却还是非得坚持 效仿孔令仙 日后二人以师兄弟相称 再也不让步了 还一副若是再不答应 就要躺地上撒泼打滚的架势 就连锦龙弟 善善看着这一幕 也是苦笑连连 直晃脑袋 这混账东西 在初次见面的孙无道面前 尚且都言行得体 举止谦卑 唯独对阵 阵又没得罪他 为何天天在被地里 骂阵不地道 脑子有病 一番极限拉扯 王老爷实在 扭不过这倔老头 也只得黑着脸答应下来 于是乎 孙无道总算心满意足了 精神抖擞乐呵呵的 顿时让病房中的气氛 都和谐了不少 奈何这时 只听得一道微弱 却极其不和谐的声音 你们 你们师兄弟争了那么久 能不能来个人 管管我 王修扭头望去 只见病榻上 唐子聪正艰难地歪着脑袋 善善望着这边 这狗东西命大 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 居然硬是活生生挺过来了 却依然虚弱乏力 面色辣黄的可怕 可偏偏 依然双目空洞 眼泪汪汪的 一副生无可恋要死不活的德行 嘴唇微微蠕动着 半嗓 才有气无力憋出一句 王兄 那什么 什么茶壶烧水 为何会推动壶盖 喷喷地跳 在下一个月前 就已经琢磨出来了 各种缘由 只是因为水在 在咱们平常生活中 虽是同样一种物质 却能以三种方式来存在 就好像铁石 明明是一种无比坚硬的东西 可在熔炉里 只要达到足够的高温 会变成铁水 几句话都已累得不行 额头汗水不停掉 而水 不仅可以变成坚硬的冰 还可以变成一种气体 咱们看不见摸不着 这也是为何 明明没有下雨 可第二天早上 会有露水 大冬天 甚至路上会结冰 说到底 就是空中气态的水 温度降低 变成了液体 或者固体而已 喘两口气 歇了些 才又呢喃道 而同样的道理 液体的水 遇上高温 就会变成气体 可同样分量的水 气态的一定比液态的 所占的体积大很多 所以这就导致 咱们用茶壶烧水时 水由于温度升高 快速从液体变成气体 空气迅速膨胀 自然就产生了一种 对外界的张力 就是这股力量 才推动茶壶盖上下跳动 王兄你说 对是不对 然而说着说着 却又一脸难为情 可怜巴巴 欲言又止憋了半天 还有 为何太阳每天 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 周而复时 每天都如此 你不愿与在下探讨 又出使南楚去了 这一个月 实在闲得无聊 便天天琢磨 王兄 你说 当然 只是在下胡乱猜测的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咱们所生活的大地 其实并不是天原地方 而根本就是一个 漂浮在空中的大圆球 不仅如此 太阳是固定不懂的 可咱生活的大地 却不停地朝着一个方向旋转 每旋转一圈 就刚好是一天 只有这样 才能合理地解释 为何太阳每天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至于大地既然是个 漂浮在空中的圆球 又不停在转动 可为何底下的人 不会掉下去 恰巧又可以 用上次在下琢磨出来的 大地对咱们 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来解释 神色一暗 眼泪又开始不停在眼眶打转 王兄 我觉得我完了 以前妹妹与阿娘 说我患有脑脊异症 便寻名医给我诊治 我还不信 现在我觉得 我肯定是真的有异症 而且还很严重 不然 脑子为何会想出 这么离奇的事来 这理论 想想都好荒唐的 要是传出去 别人会笑话我是疯子的 我不想活了 还是请孙神医给我开服药 让我去死吧 咦 于是刹那 王老爷便彻底呆住了 望着这两球祸 硬是下巴都快 滚到地上来 卧槽 牛皮啊 果然不愧是 果子剑最拔尖的学子 琢磨起科学事件来 可以在院子里 坐上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头发一把一把掉的疯子 那茶壶烧水的问题 倒还好说 比较简单 他居然还顺带着 把大地是圆球 漂浮在空中自转 都琢磨出来了 这特么别说大康潮 哪怕放在全天下 也绝对是一顶一的大科学家 关键都差点死翘翘了 居然还在琢磨科学问题 锦龙帝却是瞬间气得够呛 直勾勾瞪着王老爷 面色铁青 双目直喷火 无耻奸腻 刁民啊 瞧瞧 瞧瞧 把人家好端端一国子鉴 顶尖靴子 京城年轻一代的翘楚 都祸害成什么样了 当初 天天坐在院子里 披头散发撞入疯癫 就琢磨着 树上积雪 为何会掉下来 琢磨为何打雷时 先看见闪电后 听见雷声 眼下又天天琢磨茶壶烧水 为何会推动壶盖 上蹿下跳 这不都是平常生活 再常见不过的现象吗 有什么好琢磨的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说出什么 大地根本是一个 漂浮在空中的巨大圆球 如此荒诞可笑的理论来 那么大一个球 凭什么漂在空中不往下落 还自己转动 那转动到下面的时候 咱们这些人 为何不会掉下去 这不是脑脊异症是什么 而且还非常严重 唐娇更是一反刚才的欣喜 哇的一声 便抽气起来 气不成声 兄长切莫说些丧气的话 孙神医是名阳天下的神医 带到你身子好转 他定能治好你的异症的 可没想到 任凭他怎么安慰 唐仔聪依然不在留恋人间美好 万念俱灰 眼泪汪汪 妹子 你不懂 又悠悠望向王修 半上 才带着哭腔继续说道 其实 这一阵还不可怕 王修 我们是兄弟 对吗 听妹子与孙神医说了 若不是你用那开刀切除之法 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救命之恩大于天 可是 丑丑跟前妹子在丑丑前方不远沉黄后便蜜了半天 蜡黄的脸颊竟领约有些红了 可是 你到底还对我做了什么 早上醒来不仅腹部刀口 还有那 那个地方 竟然也火辣辣痛得要死 那 皮 竟然被切了一劫 说着说着 再也说不下去了 眼泪刷的一下就滚了出来 我没脸见人了 明节不保了 我不是个完整的男人了 我不想活了 孙神医 您还是给晚辈开点披霜吧 我想走得稍微体面一点 一时间 那叫一个身无可恋 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哭得呜呜的 顿时只看得几人一愣一愣地 面面相去 陈皇后脸色有些发红 扭头望向一边 唐娇却是一脸茫然 不明所以 刹那间 王老爷更气得快凸显 瞪着这个寻死觅活的两球祸 脸色铁青 肺都快炸裂 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你好丧啊 老子还以为多大点事 不就是昨天给你开刀的时候 搞上瘾了 又凑巧见你那地方的 皮有点太长了 就顺手的是帮你割了 小手术而已 没文化真可怕 而且老子告诉你 那玩意过长 危害还是不小的 不但容易引起感染 病症 严重的 甚至会导致不能生育 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如果没记错 你应该比老子还大几个月吧 老子现在都快当爹的人了 你却连子嗣都还没一个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然 你们唐家如何开支散业 以后你爹会感谢老子的 然而骂着骂着 接下来的情形 却让他也一下子梦了 只见这狗东西 倒是总算不呜呜地抽气了 也不知是被吓着了 还是被科学小知识吸引住了 眼泪汪汪盯着他 嘴唇如动着 依然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 半晌 才善善憋出一句 王兄 虽然我听不懂 但感觉 你说得好有道理 但是 当然 毕竟你救了我一命 你肯定懂得比我多 但是 你说 在下为何到现在还没子嗣 有没有一种可能 哪怕一丁点可能 只是因为 我还没成婚 连媳妇都没有 当然 我也不是太确定 锦隆帝嘴角猛地一抽 印堂漆黑 陈皇后扭头望向一边 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 憋得脸淡通红 唯独唐娇 一脸茫然懵懂 明显完全搞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咦 王兄更一下子愣住了 瞪着这狗东西 嘴巴张得老大 眼睛都直了 可刹那间 更气得快吐血 差点原地蹦起来 破口大骂 你放屁 你懂得多 还是本老爷懂得多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度 就算你还没成婚 没媳妇 还是个处 又怎么了 怎么了 相信我 你到现在还没子嗣 就是因为那玩意太长 绝对没其他可能 只是骂着骂着 老脸却微微有些发红 卧槽 大意了 还有 什么叫我也不是太确定 这狗东西 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变得如此不自信 眼见这家伙 依然一副要死不活 泪眼妈撒的德行 又朝他恶狠狠一瞪眼 行了 别哭哭啼啼 跟个娘们似的了 不就是身上割了点肉吗 又不影响以后使用 况且 难道你没听过 砍柴不误磨刀功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可紧跟着 眼珠子咕噜一转 另外 刚才你也说过 咱俩好歹也算兄弟 对不对 作为兄弟 本老爷自然得为你多想着先 所以我琢磨着 以后你也别天天 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不是琢磨 鸡血为何掉地上 就是琢磨 太阳为何东边升起了 没什么前途 我这里 有个新的研究课题 了解一下 请客 果然只见这疯子 瞬间不哭哭啼啼了 哪还顾得上 纠结明节不保的问题 艰难扭过头 有点猴急猴急的 王兄快讲 然而 王兄倒是气定神闲 茶壶烧水啊 之前不是跟你提过 刚才你所说 烧水时 茶壶盖上下跳动的原因 什么液态变气态 什么体积膨胀之类 虽然我也听不大懂 但就是感觉你好厉害 好有道理 可话锋一转 你是一脸奸笑 可你想一想 咱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个原理 制造出一种新的机器来 专门对外界提供动力 从而取代人力处理 吞了吞口水 比如 当然 只是本老爷的一种设想 解决了动力问题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运用这种机器 制造出一种不用滑桨 自己就可以在水上跑的船舶 或者制造出一种 不用马拉人推 自己就可以嗷嗷 向前冲的新型马车 甚至 还可以制造出一种耕地机 不再用牛拉 却一天就可以 跟上几十亩地 甚至以后 还可以制造出一种 专门收割粮食的机器 比如收成素麦的时候 不再需要农户去地里 一根一根的割 而是那机器 直接地里跑一趟 素麦就直接收割完了 脸上更笑的贼灿烂 怎么样 这课题新奇不新奇 有趣不有趣 说实话 若不是看在兄弟的份上 这课题 我都不舍得告诉你 又一声长叹 当然 这研究课题 可能难度会非常大 所需的财力物力也不小 所以 本老爷还可以 专门为你建一座研究院 各种设备器具全部备齐 不仅如此 你还可以自行 招揽一批助手来协助 所有的费用 我的万通商行全部承担 怎么样 够不够兄弟 对你好不好 唉 说实话 要是换作以前 这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蒸汽机的研究 终究不是那细盐提炼技术 或者噪点香皂肥皂那么简单 暂且不说 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高精尖技术 结构又极其复杂 仅仅是眼下大康潮的钢铁技术 都达不到要求 最为关键的 还是蒸汽钢要达到密封效果 橡胶这原料 就必不可少 这玩意 绝不是随便用其他东西 就可以替代的 可是眼下 橡胶有了呀 虽说这玩意的研究制造 太复杂 而且难度会非常大 也绝不是一朝一夕 几个月就能出成果 甚至需要几年上十年 才能有所突破 可终焦 已经可以试着搞一搞了吗 只是如今 最迫切的是 还是得赶紧 把老子那低配版破自行车 换上充气的橡胶轮胎啊 噗 刹那间 锦龙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直勾勾望着这小儿 眼珠子瞪得老大 神色古怪 硬是一脸看怪物的表情 这混账玩意 脑子成天 在想些什么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茶壶烧水 壶盖会上下跳动 这不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了吗 用这个现象 居然还想琢磨着 研究出一种新的机器来 可取代人力处理 是不是未免太天马行空了一些 还想着利用茶壶 制造出什么 不用滑桨 自己就能在水上跑的船 什么不用马拉自己 就可以跑的马车 别说亘古未闻 哪怕翻遍史册 也没有不挂帆不滑桨 自己就能跑的船 不用马拉人推自己 就能跑的马车呀 不用马拉的车 还叫马车吗 疯了 脑脊异症又发作了 脑子有病啊 一时间 就连陈皇后 也是一阵错愕 有些欲哭无泪 可没想到 唐仔聪反倒一下子来了精神 尽管身体虚弱有气无力 却是两眼直放光 还颇有些情绪激动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既然茶壶烧水 水开时会对外产生一种张力 那为何就不能用这原理 制造出一种 可专门提供动力的机器呢 泽泽称奇 王兄不愧是王兄 想法就是兴起 果然是个好课题 王兄你对在下真好 然而紧跟着 却有眉头一皱 几分疑惑不解 等等 在下还有个问题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将来 在下若真研究出了这样的机器 甚至还真如王兄所说 制造出了那什么 不用滑桨 自己就能在水上跑的船 不用马拉人推自己 就能跑的马车 还有你说的什么耕地机之类 然后呢 却奈何 王老爷根本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一摊手 然后 你就把这些技术图纸和数据 全部交给本老爷 我大量建作坊 然后对外售卖啊 咦 唐仔葱顿时乐了 豁然开朗 眉头都舒展开来 对啊 在下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要是真能造出这样先进的东西来 那肯定大受欢迎啊 然而紧跟着 又是一证 可不对啊 那可是在下辛辛苦苦 费寝旺时研究出来的 怎么就变成你赚钱的生意了 又开始变秘了 几分难为情 支支吾吾半赏 王兄 我怎么突然感觉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好像在忽悠我 想把我卖了 还让我帮你数钱 你 刹那 王老爷更气得够呛 瞪着这狗东西 心肝尖尖都在颤 卧槽 什么叫感觉你在忽悠我 这还用感觉吗 这也就罢了 鬼门关走一遭 这货怎么好像脑子 比以前好使了一些 尽管如此 还是强忍冲动 没直接冲上去 把他腹部刀口的缝合线 给拔了 只没好气瞪着他 首先 知识是纯净的 科学是崇高的 在这两者面前 金钱终究太庸俗 俗不可耐 至少在我心中 你应该是一个 秩序高雅的人 是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 本老爷这样做 那也是为你着想 就是不想庸俗的铜锈之物 腐蚀了你那颗积极追求 科学巅峰的心 能够更心无杂念地 投入在科学研究中 语重心长 又一声叹息 其次 做人要有胸怀 要有梦想 更要有格局 不能只在乎一朝一夕的得失 要学会奉献 要更看重如何提升自己 对金钱的追求 不应该成为你人生的全部 这研究课题 我为何交给你 连太子面前都没提起过 只因为在我的眼里 你跟他不一样 眉头一皱 况且 你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啊 你想想 这件事要是做成了 那可是具有化石代意义的大事 就比如 那提供动力的机器 可能都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 是要名垂青史的呀 一朝成名天下之 不仅光宗耀祖 名动天下 甚至连皇帝 都会亲自召见你 到时候 肯定还好多娇弟弟的小姑娘 争先恐后哭着喊着 唐哥哥 我要嫁给你 我要给你生猴子 你还用担心 找不到媳妇 生不出儿子吗 略微沉思 更何况 等机器真研究出来了 作放剑起来了 看在你辛苦研究的份上 给你一成分红肝骨 以后天天在家躺着收钱 怎么样 够意思了吧 就问你 兄弟对你好不好 满脸失望之色 这般名利色三收的大好事 唐兄 你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想法 怀疑 本老也是在忽悠你 好兄弟不应该这样彼此怀疑的 唐子聪瞬间愣住了 面色阴晴不定 左瞧瞧 右瞧瞧 释怀了 满面感动 带着几分惭愧 王兄说得好有道理 看来还是在下胸怀狭窄了 顷刻间 倒是旁边锦龙地 一下子崩溃了 看神仙一般看着两人 脸色漆黑的发紫 开眼了 长见识了 两个患有脑脊异症的疯子 凑在一起 是真热闹啊 比唱戏还精彩 一个敢想 一个就敢做 一个敢说 一个就敢接 那什么不用滑桨的船 不用马拉的马车 就已经够荒唐了 传出去都能让人笑掉大牙 居然还开始琢磨起了 制造成功之后 见作坊生产售卖了 一城干谷都敲定了 想得还挺远 一时间 已是不想说话了 没有人能劝得住 两个已经发了疯的人 大胆去研究吧 去造吧 朕有生之年就等着瞧 你这两个疯子 造出不用马拉的马车来 要真造出那什么不用牛 一天就能耕几十亩地的耕地基来 别说朕亲自召见 还给你俩封个大官当当 陈皇后更是一脸无奈 哭笑不得 唯独半晌 却见唐仔葱 又皱着眉头 样样呢喃 可我怎么还是感觉 王兄在忽悠我 锦龙帝与皇后 自试午饭过后 便匆匆告辞离去 接下来几天 依然平淡无奇 朝廷也早在五六天前 便不惜一切代价 临时征召了几万万兵士 哪怕都是些 没经过训练的新兵 却也以浩浩荡荡 前往宋吕西赵之地 接管住房 当然同时 还有抽调的不少官员 前往设立州府 毕竟只有这样 那宋吕西赵之地 才能真正意义上 算是彻底纳入大康的版图 王老爷与往常一样 依然无非每天去府衙点个卯 当个职 或者便待在凤鸣山下产业师范园内 当然除此之外 倒也隔三差五抽空 去隔壁府上看看 不得不说 唐子聪那两球货 别瞧着脑子 好像不大灵光的样子 一研究起科学问题 那就跟疯子一样癫狂 可命还真不是一般的影 在没有消炎抗菌药物的情况下 开刀的伤口 居然硬是没感染 仅仅才四五天功夫 不仅已经拆了线 而且都能下地走路了 当然 这也与唐娇与那两丫鬟 悉心照料 以及孙无道各种药方的条理 离不开关系 只为毒意外 每次前去 唐娇那小妞 居然好像变了个人一般 居然破天荒的 再不像以前 一见着他王老爷 就一副面对生死仇敌 要将他大卸八块的德行 相反 哪怕故意调戏欺负他两句 居然也只是气呼呼瞪他两眼 无报跳如雷 也不拔剑砍人了 搞得王老爷贼没去 总感觉人生又少了诸多欢乐 甚至有时候 看他那眼神 还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甚人的慌 时间转眼 已是六月初二 正式进入盛夏 天气更炎热了不少 而这一天 尚且还是大清早 当王老爷洗漱完毕 再舒舒服服用过早点 刚走出府门 推出他那狗都不爱的破自行车 正打算骑上 前往府衙 却不由得神情一乐 只见前方 正气喘吁吁 黄奔而来一府衙衙衣 大步跑到他跟前 倒是抱拳一行礼 顾不得浑身大汗 几分担忧之色 禀大人 今日城门刚开 便涌进来不少逃荒的难民 听说 都是北方前线几个州府逃过来的 要往南方去逃难 北方前线 可能出大事了 王修心中猛被一个机灵 哪有丝毫迟疑 自是骑上自行车 便朝前方而去 而当他到达西城门所处位置 却更不由得瞬间愣住了 只见眼前 道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依然繁华热闹 来往的百姓 以及商贩们 络绎不绝 可除此之外 夹杂在人群中 果然多了不少逃荒的难民 让城门内外 都变得拥挤不堪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拖家带口 掺着老的 牵着幼的 同时还挑着背着大包小包 甚至锅碗瓢盆 毫无疑问 家中值钱的带得走的东西 几乎都已全部带上 虽绝大多数 都是最寻常的百姓 可其中 也不少穿戴讲究的商骨妇人 倒是与去年冬天 那场几十年难遇的 雪灾寒灾时 那些无家可归的 难民的凄惨景象 乐观不少 可即便如此 一个个却也是愁拢满面 或哭哭啼啼 或放声哀嚎 或愤愤不平 骂骂咧咧 毕竟 无论寻常百姓也罢 有钱商骨也罢 不到万不得已 谁又舍得抛下家中 一阴误事 脱家带口颠沛流离 露宿街头荒野 当然 也不少衣衫蓝绿的贫苦之人 明显一路逃难 都好久没吃过东西了 鸡肠鹿鹿面黄鸡兽 除此之外 更足有两三百名 城防私兵丁 在忙着维护秩序 毕竟突然之间 城中涌入这么多难民 急易引起打杂轰抢的混乱 甚至变故 而这时 为首那正忙碌着 指挥手下官兵 维持秩序的落塞胡大汉 倒是眼间 一眼便看见他王老爷 赶紧丢下手中的活 大步便迎了上来 举止恭敬抱权一失礼 下官见过判司大人 只是面色几分沉重焦虑 都打听清楚了 北方前线出大事了 就在十来天前 虎劳关前线 沁国女皇帝 亲自坐镇指挥 集结了十六万精锐 对咱大康虎劳关 展开了猛攻 此次会战 堪称是自两国交战以来 大小十多次战役 最为惨烈的一次 足足熬战了两天一夜 咱大康守军 虽有太子殿下清临前线 鼓舞士气 可最终还是败了 将士死伤足足六七万 折损过半 最终虎劳关失手 王兄眼皮秃突突地跳 没说话 身为叛司 这大汉他自然认识 名为崔猛 正是城防司司政 短暂沉默 却见这崔猛 同样满面愁容 此番会战 虽沁国同样损失惨重 死伤将士同样达五万之多 可大战得胜 夺下虎劳关 士气高涨 一路南下攻伐 势如破竹 太子殿下与虎劳关前线主帅 牵牛为大将军成敬 不得不率领残余的七万多将士 兼必清野退回丹城 聚成坚守 可谁都清楚 咱大康北方边境一带 这丹城之地 已经算是抵御北方沁国 最后一道屏障了 若是丹城在失守 留给沁国大军的 再无天闲阻隔 便是一片坦途 到时候 别说北方几个州府 乃至荆绩一带 皆为鱼肉 再也无法抵挡沁国大军的铁蹄 又一声长叹 然而 丹城恐怕也快失守了 那沁国女皇帝 又紧急调配了两万精锐 合并十三万 却对丹城采取了 为而不公的策略 就死死围着 却并不攻城 滴水不漏 而丹城中 现有的粮草物资 只够七万多将士 以及城中百姓 吃上二十天的 哪怕再节省 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月 可偏偏如今 两路作战的情况下 居宇关前线战士同样吃紧 那里还有沁国上十万大军 虎视眈眈 被牢牢牵制着 根本不可能调兵 持援丹城之地 否则 居宇关必失 惊失威矣 而外面的粮草 又根本运送不进去 殿下与千牛卫大将军 也曾组织了两次突围 奈何除了损兵折将 根本冲不出去 低垂着头 一时间声音都有些哽咽 好狠地一朝为而不公 那沁国女皇帝 就是要不费一兵一卒 活生生把咱大康七万多将士 困死饿死在丹城 如今 不仅北方几个州府 甚至京城 都已是人心惶惶 谁都清楚 若丹城失守 沁国大军南下 必然是血流成河 所以才有这么多百姓 拖家带口 丢下土地家产 仓皇逃难 其实今日这么多难民进城 除了有些想暂时 在灵州安顿下来 更多的 也只是路过 顺便采购一些吃食之类 还要继续往南方逃难 于是刹那 王修便彻底呆住了 面色一点一点下沉 太阳穴都突突跳动得厉害 卧槽 大爷的 仙人板板哟 还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那狗皇帝 昏君 硬是活生生要玩的王国啊 要换作以前 老子就是乌鸡像一小地主 还单身狗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肯定也赶紧收拾起 包裹背起行囊 赶紧跟着大家一起跑路哦 否则 沁国大军要是真打过来 那是要死人的好吧 狗命要紧啊 可如今 又是这么大的家业 又是脱家带口的 偏偏两个媳妇还怀着身孕 这也就罢了 偏偏老子 又是那戏言提炼之术 又是给皇帝建言 突袭草原下国 初始难处时 还把人家那兵部尚书 女皇帝的远方姑姑李清 给骂了又骂 这下爽了 若单程失守 沁国大军长驱直入 打到灵州来 老子这个叛思 肯定是第一个 被那女皇帝砍 脑袋记齐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 抱着人家大腿 呼天枪地大喊 女皇陛下饶命 小的怨献身做面手 肯定都不管用 那女皇帝 听说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治国是一把好手也就罢了 怎么打仗也凶得劈爆 还有 赵太白那两球货 也真是的 好好待在灵州当太守 一边替老子推进的 灵州新政背黑锅 一边陪老子喝着小酒 啃着酱大鼓 隔三差五 再去奉莱楼听兵犬 小日子他不香吗 非得投铁 信了老子叫嚷的 什么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跑到北方前线去 这下满意了 连个虎捞官 都守不住也就罢了 还被人家关起门打狗 就算不活生生 饿死在丹城 恐怕也得被人家 得活捉了 还能有狗命在 瞧瞧老子当初在骑山关 是怎么拿捏三国合蒙十五万敌军的 废物 尽管脸色漆黑的厉害 却也只得对着崔蒙交代了几句 诸如这些躲避战乱的灾民 有想要在灵州暂时安顿下来的 或者实在贫苦吃不上饭的 有府衙出钱 尽可能提供一些便利帮助之类 随即便直奔府衙而去 可当他推着自行车 刚到达身为州府判司 日常当值那座专属小院 却又瞬间愣住了 只见此时 小院门外正窍声声站着一女子 全正是唐娇 毫无疑问 唐子聪那狗东西已经痊愈 这小妞自然也就回了 府衙当差 继续从事给本判司做随从衙役 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一边送上门来被老子欺负 一边搜集老子鱼肉百姓 搜刮明知明高的罪证 衙役当差特有的打扮 暗红色三褶袍子 头戴黑色方帽 跨着轻便横刀 特别略显娇小的身材 黑玉带竖着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 再搭配这一身装束 说不出的阴气逼人 别有一番韵味 可唯独意外 眼见他王老爷到来 竟与上次在府门口相见如出一辙 再没如以往 立马一副苦大仇深的德行 相反 与他一对视 那娇艳迷人至极的脸蛋 居然瞬间饭点红韵 隐约间 竟还有点莫名的娇羞味道 这也就罢了 最匪夷所思的 这小妞明明自幼习武 而且性子极恶如仇 居然破天荒的 今天似乎还化了一点淡妆 搞得他一头雾水 完全摸不清状况 可当下 哪管得了那许多 脸上迅速堆起一片见笑 还朝他使劲一百手 小娇娇 今天终于来当差了 虽说前段时间 是你哥身患重疾 可你这么长时间的矿工 连面都不露一下 让本潘司非常不满意啊 面色一板 就你这工作态度 还想不想得到快速晋升了 不管了 先欺负欺负 过过瘾再说 可没想到 这小妞依然不生气 更没有杀气腾腾 暴跳如雷 只是几分恼羞 一跺脚 不准叫我小娇娇 恶心死了 可紧跟着 却是一个剑步 便横在他跟前 美目悠悠望着他 也不说话 神色更是说不出的古怪 似乎想说点什么 又羞于开口 反倒脸蛋更红了些 反倒一下子 让他总感觉 后背凉嗖嗖的 可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他一下子梦了 只见这小妞 欲言又止了半嗓 竟是一咬牙 从怀里摸出一个 还挺叠致的香囊 一股脑塞进他手里 紧张得语无伦次 送给你的 阴若蚊虫 还羞答答的 还有 早上出门前 我特意给你煲了鸽子汤 已经放在你脂肪桌子上了 一会儿你趁热喝了 对了 我还给你绣了一双靴子 可因为我 还是第一次绣东西 做工实在有些慢 但过两天就能绣好了 到时候拿给你 另外 你中午想吃什么 还是城南曹记酒楼的 清炖羊排 承袭的双糖果斧 和城南大郎记的素饼吗 一会儿 我就去点你买 只是话未说完 脸蛋更已是刷的一下 已是胀的一片通红 如熟透的红苹果盘 微微低垂着头 压根不敢与他对视 扑 于是刹那 王老爷便彻底惊呆了 眼前一黑 差点活生生被口水呛死 直勾勾瞪着这小妞 嘴巴张得老大 一脸见鬼的表情 硬是脑瓜子都嗡嗡地响 大爷的 这什么情况 又是炖子补汤 又是绣靴子的 是几个意思 哪根神经搭错线了 还是撞邪了 最重要的 在这大康朝 尚未出格的女子 随身携带的香囊 那可是定情信物 事关明洁 是绝不能轻易送人的 就算他王老爷乃千年钢铁 直男修炼成精 又如何再不明白 这门到底什么意思 刹那间 老脸都变得一片惨绿 卧槽 这下爽了 玩大发了 大爷的 终日打鹰 终被灼瞎了眼啊 倒是总算明白 这几天去隔壁宅子 探视唐仔葱 这小妞为啥看他的眼神 总是怪怪的了 唐明身为礼部尚书 看着挺精明一人 咋就生出这么个 蠢萌蠢萌的闺女来 不就是实在不忍心 眼睁睁看着他哥 就那么隔屁了 出手相救了一场吗 虽说救命之安大于天 可也不至于这么玩吧 难道都忘了 老子当初是一番骚操作 把他割忽悠的成天 坐在院子里 疯疯癫癫的了 难道都忘了 从京城杀气腾腾 找上门来替兄长报仇 老子又是怎么把他 骗得团团转的了 难道都忘了 自从来了府衙当差 老子天天又是怎么欺负他 把他气得咬牙切齿的了 说好的 要把老子碎尸万段呢 说好的 要搜集老子的罪证 以便他跌在朝堂上 扳倒老子呢 说好的两家势不两立呢 可没想到 眼见他眼珠子圆瞪 一脸吃了臭鸭蛋的表情 这小妞反倒脸蛋更红了 小手死死攥着一百 阴若蚊虫 其实也不全是因为 你救了我哥一命 孙神医给兄长诊治过了 说他根本就没有患脑脊 之所以举止易于常人 只是因为 他钻研一些学问太痴迷了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还有 虽然你这人有时候挺讨厌 竟喜欢故意欺负人 但其实心肠挺好的 背齿轻咬嘴唇 半嗓 又含糊不清憋出一句 况且 我既然发过誓 若是你能救活兄长 我就嫁给你 哪怕做妾事都可以 虽然只是因为 太担心兄长的安危 但从小恩师便教导我 江湖儿女一言九鼎 答应的事 就绝不能反悔 而且 我也已经把这事 写信告诉爹爹了 以后 我天天给你煲汤 其实你不知道 我厨艺还挺不错的 要是想吃什么了 就跟我说 我给你做 于是刹那间 王老爷彻底急了 气得原地直跳脚 火冒三丈 破口大骂 我说小娇娇 呸 姓唐的 你脑子有病啊 好歹也是朝廷 重臣之嫡女 还是一只手 能打八个王修的高手 难道你师父就没教导你 做人要一直坚定 难道你都忘了 当初老子是怎么欺负你哥 又是怎么欺负你的了 能不能有点稚气 你的血性呢 有仇必报的脾气呢 说好的要把老子大谢八块呢 咬牙切齿 真的 你一直要坚定一些 不要因为一丁点小事 就迷乱了自己的心智 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信不信老子马上找个理由开除你 你职场前途没了 典礼的位置也别想了 要知道 那可是这儿八斤的利元 铁饭碗哦 然而这时 骂得正起劲 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他一下子崩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